十里镇以北三里出 有一片低矮的山岭 其中便是有一片无名的孤坟 所谓孤坟 只不过是通俗教法 实际上也就是普遍所说的乱坟岗 由于这种孤坟实在太多 常年累月地积攒下来 倒是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只是有些孤坟常年无人修缮 日子久了 也就逐渐地化为平地 再也无人问津了 而有些孤坟 隔三年五年的 有人忽然修缮一番 至于哪座坟是哪户人家的 这倒是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就连吴镇长也很难认权 不过前不久刚过世的三个寡妇 他们的坟地 吴镇长倒是十分清楚 在吴镇长的指引下 一行人恭敬地抬着法坛 跟随父亲一路来到乱坟场之中 最终法坛摆放在了这三座坟头的根底 领导长啊 这三座坟便是那三个寡妇的所在 接下来为了施里镇的长治久安 还要劳烦领导长多辛苦一番啊 吴镇长一脸恭敬地向父亲说道 嗯 少若能够化解 我自是不会推误 父亲点点头便不再多说什么 他顺势点燃三柱青枪 结而布告天地神志 表明来意之后 紧跟着画了三道皇符 而后 命人将三道符分别压在三座坟头之上 做完这些 父亲取出了桃木剑 脚下不刚踏斗 一番挥舞之后 瞬间挥剑 直向第一座坟头 口中急急念叨 五雷师辙 五顶独斯 悬空大盛 霹雳鸿鸿 朝天无悦 镇定乾坤 敢有不从 令斩无魂 急急如理令 咒语念吧 父亲瞬间提剑 但桃木剑在父亲手中 此刻却是变得异常沉重 直至父亲使出大力气 却只是向剑身掰弯了一些 而剑尖 依然指着面前的坟头 看到这一幕 父亲历时皱起了眉头 挥手收剑 如法刨制一番 又向着第二座坟头指了过去 急急如理令 当咒语念完 父亲再度 父亲再次 试图将剑身抬起 而这次似乎和上次一幕一样 非但没有半点剑术 反倒是把桃木剑 摆得惊乎折断了地步 如此 父亲不禁是常常叹了一口气 依旧 踏钢不斗 挥剑 又指向第三座坟头 似乎怕咒语的威力不够大 父亲此次 在念咒的时候 手中还掐出了意识诀 所谓意识诀 乃是一种能够召集神兵神将 捉拿鬼邪的手绝 而咒语便是 盗门十分出名的射邪咒 可这一次 依然和前两次一样 那剑身几乎折断 却依旧不能撼动 坟头分好 眼看父亲额头上 不断涌现出一排排细汗 似乎他现在也一手莫展 本是一场简单之极的召唤法仪 却没想到如此不顺利 不多时 当父亲猛地跺了一脚 剑身却是瞬间崩裂 父亲脚下一滑 乃是向后击退三大步 直至退到弹前 方才勉强停了下来 待摘完脚跟 父亲喘了两口大气 挥手将断剑抛了开去 武镇长缓缓来到父亲跟前 低声询问道 道长 这是否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怨气太重 无法召紧 甚至连拘押也是不能 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 又补充道 这蚊子不行 捂的也不行 先礼后兵 也或是先兵后礼 似乎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种结果 无非是说明一件事 这几只怨鬼 乃是带着极为深厚的冤屈 否则 绝不可能如此拼了命地抵抗 啊 那 那这个怎么办才好啊 武镇长 急忙追问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还是要先找到那个祸害才行 只有真正的罪魁祸首 受到了惩罚 方才能消除 怨鬼心中的怨气 也唯有如此 才能够彻底理清 其中的因果 父亲想了想 接着又到 看来啊 倒是我把这事 想得过于简单了 这事 没那么简单 和尚 我们先回镇子再说 也好 也好 不戒也是连连点头应成 这一场坟地捉鬼的法事 最终竟是草草收场 而且施法之人 居然还是身为 毛山北宗掌教的父亲 连父亲都做不到的事 恐怕这事 能够摆平的 也是寥寥无几了 作人是我 未曾丢失修为的时候 似乎 也没什么把握能做到 如今 也只有用最笨的法子 找出那个 让寡妇 怀上身孕的祸害才行 半个时辰后 我们一行人 回到了吴镇长家里 在吴镇长统计之后 此刻实力阵 所胜男丁 不过三十七人 这还是加上了吴镇长 如果抛开年纪过大的男丁 再抛开那些 不懂人事的孩童少年 剩下的青壮年男子 也不过是十余人而已 呃 道长官 这所胜下的十三个人当中 有九个都是刚成婚没几年 而且他们也都是老实巴交的 庄家汉 这几个人呢 我可以保证 绝对不是他们 至于剩下的四个嘛 其中三个是光棍汉 另外一个 前些时候倒是有个媳妇 但自然喜欢续酒 续酒之后便打媳妇 对吧 媳妇被她打跑了 就剩下她一个 每天啊 走街传巷 吵酒喝 也说不上是公棍了 但也说不上 是有什么家事的人 吴镇长极为认真的 向父亲解释 现如今十里镇的状况 最后又补充道 嫌疑最大的 便是这最后的四个人 所以啊 我已经让其他人去查证了 如果确定是他们 我毕竟让人 把这几个人全部绑过来 让李道长好好地盘问 不多时 院子里便是来了三个人 唯独少了第四个人的踪迹 一个青年男子 向吴镇长分析道 镇长 赖头家里 我们去看过来 家里没人 厨房里面有几个窝窝头 也早已发霉了 这说明 这家伙这些日子 根本就没有回家 赖头 对啊对了 这些日子里 我怎么没见过 那个混小子 他贫座里 是最喜欢热闹的 可时至今日 怎么却变得 如此安静了呢 难不得赖头 也搬出了十里镇啊 吴镇长先是愣了 竟然乃是十分娴熟地 带我们一行 前往赖头家中 果真如他们所言 赖头家里 似乎已经好几天 都没人居住了 不应该呀 赖头就是个懒汉 家里穷得 接不开锅了 那是绝对没有能力 搬离时的镇 就算大伙都搬走 他也不可能搬 可既然没能力搬 那他家里 怎么没有人呢 吴镇长苦思冥想 时不时摇头 旋即他眼睛一亮道 哎 这个赖头 难不成又跑到谁家 偷吃东西去了 什么 跑别人家里 偷吃东西 父亲错的反问 哦 是啊 这小子 平时手脚就不太干净 就喜欢干一些 偷鸡摸狗的勾搭 而且还时常跑到 各家恶户 蹭吃蹭喝 只要跟他沾上了 那一准是甩不掉的 他若是不把人家吃穷 也绝对不太可能离开呢 吴镇长一脸苦涩地摇头道 似乎对于这个叫赖头的 连他也是毫无办法 此人竟然劣迹斑斑 可见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父亲前思后想 最终敲锦道 吴镇长 无论如何 要尽快找到这个赖头 如今实力真 剩下的人家已经不多了 如若 如若这赖头 真是纠缠在谁的家里 想要找到他 似乎也不难 哦 这点我明白 道长稍等 我立刻让人挨家挨户搜查 已经把这个赖头给找出来 吴镇长点点头 十分郑重地回答 嗯 如此甚好 那便有劳镇长了 父亲应证一声 和吴镇长客气了一番 不借和尚事事开口道 李统长 接下来我们不妨 再回客栈之中歇息 等此事了却以后 再离开实力阵 吴镇长 若期间有任何消息或线索 请您务必及时通知我们 说完 我们三人便直接回了客栈 几个时辰后 前来客栈报信的乃是马侯 马侯呢 个子不大 为人机灵 镇子里但凡有个大事小情 他都能第一时间传出去 马侯见到父亲和不借 急急说道 李统长 不借大事啊 镇子里的人家 但凡还有人在的 都找了一遍了 没找到赖头 镇长让我来通知你们一声 兴许那个赖头跑了 早就离开实力阵 也说不定啊 赖头真的 离开了实力阵 父亲皱着眉头 陈生又问道 马侯文言 愣了一下 抓着后脑勺点头道 嗯 那目前情况来看 赖头可能真的已经离开了 否则那不应该找不到他 根据武镇长的分析和讲述 我倒是觉得 这个赖头的嫌疑 的确最大 所以 如果能够找到他 便不可耽搁 马侯 你回去告诉武镇长 让他再派人挨家恶户的搜查 这一次 要把那些没人住的人家 也一一查找一番 如果背后的恶人确实是赖头 想必 他改住的别处 也是在情理之中 毕竟嘛 做贼的 心虚 父亲说着 眯起双眼 深深的看了马侯一眼 那马侯眼珠子转了转 忙点头道 哎 李道长的话 我已经听明白了 我马上回去啊 告诉镇长 再把镇子的机脚干了啊 都仔细的 找一遍再说 窗外依旧是一片死鸡 石里镇如今倒是成了名副其实的石里鬼镇 但这石里镇却完全失去了往昔该有的热闹景象 虽然现如今已经破了鬼市 但这石里镇却完全失去了往昔该有的热闹景象 我抬起头 静静地观望着天边的浮云 在那儿 或许寄托着我心中的牵挂 此刻 我已经没有能力 为石里镇做什么了 唯一能做的 便是尽可能的 不给父亲和不借和尚添麻烦 所以 除了看风景 堵物私人以外 我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 一别数年 也不知道婉鱼如今怎么样了 而今 我虽然见到了分别多年的父亲 但我们父子之间 仿佛一直隔着一条红沟 尽管我们的心里都十分牵挂着对方 可是却很难迈出相认的那一步 相认之后又如何 父亲来毛山北宗长将 而我已经成为毛山南宗枯牙老祖的亲传弟子 我们都已是道门中人 相认 却也无法做得相守 再者 母亲和哥哥都已经过世多年 父亲一旦与我相认 便会更加思念母亲和哥哥 他贫苏里所流露出的思念和感伤之情 让我觉得不忍 如今 我又怎么忍心让他更加难过呢 或许 我们父子尚未到达相认的机缘 也或许某一天 某一年 我们自会凭借着明明注尽的父子血脉 相互感知 永远相守 再也不会分开 金生 你在想什么呢 为什么 父亲缓不来到我身边 语气温和地向我道 啊 没什么 李大长 你辛苦了这么久 为何不早期歇息啊 我扭头深深看他一眼 此刻的父亲 似乎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龄 他虽然似是许 却一线衰老之下 尽管道法今生 却也难言神色之间的憔悴之谈 父亲轻叹一声 苦涩回道 唉 这实力阵的事情 一波三折 如果不能尽快解决 倒是让人无法安眠啊 还有 十九天 十九天之后 就是四十九天之期 不知晚辈到了那天 是恢复了修为 还是一面呜呼 不管怎么说 晚辈都要感谢李大长的搭救针 我掐折算了一下 似乎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金生啊 你尽管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 带你赶到老军山 一旦到了老军山 自会有人搭救于你 十九天 似乎也足够了 父亲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且一脸坚毅地说道 我微微笑了笑道 李大长 我们虽然是同道中人 但说到底 并没有什么亲书之辩 你又何必为了晚辈 如此辛苦呢 不知为何啊 我每次见到你 以及你身上的九龙玉佩 都让我莫名想起 那两个苦命的孩子 或许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吧 父亲依旧是一脸苦涩地笑了笑 你放心 有李正公在 我绝不会让你出任何意外 看着父亲如此坚定的目光 以及听到他这般恳气的语气 我鼻尖莫名异酸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哎 你怎么哭了 父亲顿时有些手忙脚乱地 为我擦拭一下眼泪 关切地询问道 此时此刻 在我的心里 止不住地呼喊着父亲这个称谓 我是那么地想对眼前人海医生父亲 并告诉他 我正是他的孩子 我的真名 不是陈庆生 而是李毅 是他当年为我取的名字 李毅啊 或许 晚辈没有感受过太多的亲情 倒是让李道长尽笑了 我始终还是忍住了内心的感伤 强人泪水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而就在这时 只听到不借和尚的房门 被推开的声音传过来 父亲快步打开房门 就见对面 不借和尚正欲离开 见到父亲 他当即双手合十 客气笑道 李道长 镇子里好像发生什么事了 和尚 一遇前往看一看 哦 我们不妨同去啊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 忙转身 提上随身配件 和不借和尚 一道走了出去 我也没有质疑 随着他们一起 离开了客栈 如今鬼市已然抚灭 倒是不必担心 我的白鬼夺命之隔 再出什么岔子 所以我也算是 能够自由出入客栈了 不多时 我们随着声音的源头 一路找到镇子最东头 就见大伙 都围绕在一户人家的院门外 急急喳喳地 不停地议论什么 真巧 武镇长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见到父亲和不借和尚 联盟迎了上来 哎哟 李道长 不谢大师 你们也来了 父亲当即抱拳一礼 客气地询问道 镇长 这会人家发生什么事了 哦 这是午餐里的家 大家养了两头猪 听说昨夜两头猪 发了猪瘟似的 不停地拱猪圈 今天一早啊 差点从猪圈里跑出去 先好大伙来帮忙 才把两头猪给捉住了 此刻那猪圈 已经修缩得差不多了 猪啊 似乎也安生了许多 武镇长简单解释一番 这事啊 极为普通 所以啊 没去劳烦两位 此刻已然无事了 我也准备啊 回去歇息去了 两位若是不弃 不如前往我家喝杯茶 主温 父亲却是揪着 猪温这个字不松口 喃喃自语地 重复了几遍 旋即皱着眉头 沉声说道 镇长 不忙着走 我们既然来了 不妨也进去看看 如果真是什么猪温 我倒是能够 开几个简单的封子 对质一下 但据我了解 猪温的发病时间 不可能这么快 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所以 如果现在 这两头猪已然无碍 便说明他们 并没有发什么猪温 吴镇长大为不解 既然不是猪温 又为何半夜狂躁 差点冲出家门呢 走 先进去看看再说 父亲点点头 快步几近人群 不多时 便是来到猪圈外面 左右环过一圈 父亲盯着那两头猪 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 随即 向午餐里说道 哎 既然狂躁不止 为何此刻又如此平静啊 哦 李道长 我刚刚 打了两大盆的猪食 这两头猪啊 也不知道怎么的 既是如此大胃口 连续吃了两盆猪食 放在消停下来 哎呀 这段时间啊 这两头猪啊 每每都像吃不饱一样 时常都狂躁不安 也不知道怎么的了 午餐里望着自家的宝贝猪 摇头叹息道 哦 有这样的事 父亲略以迟疑 又向四周扫了一圈 那猪军后面是什么 啊 回道长的话 后面呢 是个水塘 水塘里面啊 养了一些鱼虾 平素里啊 猪粉都是顺着墙角的孔洞 流进水塘里 鱼虾最喜欢这粪土了 所以每年啊 都能吃上飞美的鱼虾 武餐里微笑着向父亲解释 原来如此 父亲微微点头 进而又道 嗯 我有一法 可止住这两头猪狂躁之政 不知你是否愿意一事 哦 如果真有这样的办法 我自是愿意一事啊 有劳道长告知 我随后便照做 武餐里忙点头硬着 父亲随口道 其实很简单 你去砍一些荆棘来 然后将其堵住墙角的窟窿 如此一两日后 这两头猪便不会再发狂躁之症了 啊 这是什么法子啊 治疗狂躁之症 和堵住窟窿口 有什么关系啊 武餐里有些摸不了头脑 抓抓后脑勺 似乎根本没听明白父亲的意思 如果你想知好 这两头猪的狂躁之症 便照我说的做 也就是了 父亲没有过多解释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武镇长也是苦笑着 向武餐里吩咐道 餐里啊 既然李道长这么说了 你就这么做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 人家高人说话 自然有高论 你听不懂啊 我也听不懂 但只要照做 一准没错 哎哎 我这就去啊 砍一些荆棘来 按照道长的吩咐 把那排猪粪的窟窿口 给堵死 武餐里忙应声一声 不多时 我们一行人 便是回到了武镇长家 刚一坐下来 武镇长便忍不住地询问 呃 李道长啊 先前让武餐里去砍什么荆棘 堵那墙角的窟窿 这到底是何用意啊 不是李道长 可否告谁一样啊 武镇长 你先不必问那么多 你稍后啊 派两个人守在猪江外围 且计 要日夜守护 一旦有什么动静 立时出手阻止 其后嘛 武镇长自然明白 其中的道理 父亲再次卖了个关子 似乎不打算说得太明白 我也有些糊涂了 因为我也没有明白 父亲的用意 反倒是不借和尚 双手拨弄一串念珠 正闭着眼 认真的 诵读着佛号 对于父亲和镇长的交谈 他似乎并没有理会的意思 子夜时分 我们已然在武镇长家中 喝了三杯茶水 我更是连续上了两趟谋房 然而直到这个时候 却是依旧没有听到父亲声称 要回去歇息的话 好似 他准备在武镇长家 喝茶喝到天亮一样 而不借和尚 也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双眼微闭 口中不断地默念佛号 对于外面的叶子 以及身旁的茶水 也并没有什么要品味的意思 一直到第四杯茶水喝吧 不借和尚缓缓睁开眼睛 扭头和父亲相视一眼 微笑着点头道 快到了 快到了 嗯 还有一盏茶 父亲会议一笑 随口 回了一句 当第五杯茶水刚刚到上 大门外 忽然传来了马喉的声音 镇长 抓到了 抓到了 这个马喉 大半夜的 抓到什么了 吴镇长一脸不悦地站起身 一面斥责着 一面询问道 抓到赖头了 马喉兴奋之急地跑了进来 忙补充道 得亏啊 听道长的吩咐 把那猪圈下面的窟窿啊 用金棋堵住了 赖头那家伙 也是遭温的主 居然想钻进猪圈 偷猪食吃 结果被金棋缠住了 不能动他 我们几个啊 三下五出二 便把他给逮了起来 嘿嘿 好 赖头居然要偷吃 餐里家的猪食 这 这个赖头是饿疯了吧 吴镇长听到马喉的话 几乎是傻了眼 许久后 方才反应过来 随即 他忙扭头 看了父亲一眼 问道 呃 李导长啊 这事 您知道啊 倒是 不算知道 只不过推敲出来的 五三里家的两头猪 并非是遭了猪瘟 而是饿肚子的缘故 猪食不够吃 自然会饿肚子 饿了肚子的猪 狂躁起来 倒也是很难应付啊 而猪食本该是够吃的 却莫名的不够 当然是有原因了 只不过 我检查了死中 并没有什么别的动物存在 即便存在 也不太可能去投猪食吃 唯一的可能 便是墙外有人 父亲照着照眉头 接着诱导 而墙外的这个人 必定是不能见光之人 石里镇 如果还有不能见光的人 那必定是做尽坏事的恶人 这个人 如同过节老鼠 自然是不敢在人间走动 但若是离开了石里镇 又不能存活 故而 也只能是苟延残喘 哦 所以这个人无论是谁 一旦出现 就必定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吴镇长恍然大悟 一脸赞赏的向父亲道 哎呀 李的长果然神机妙算 我自会不如 倒是没想到这一层 好在这人也抓住了 居然真是赖头 说到此 他便不再多言 当即带头走了出去 当我们一行人 来到午餐里的家里 那满身泥垢 抽起熏天的人 正是大家口中的赖头 见到他 吴镇长气不大一处来 一脸严肃的喝止道 哎 来头 怎么石里镇那三个寡妇 真是你祸害的 来头颤颤巍巍的抬起头 他已然是衣衫褴褛 身上有多处伤痕 脸上复杂的神色不断变化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憋过了许久 却是重重的点了点头 这个王八童子 还真敢承认呢 马侯上去便是一脚 正中赖头的面部 这赖头哀呦一声惨叫 随即便是流出了两行鼻血 他闷声不吭 连反抗的架势都不敢摆出来 其余人也都是勃然大怒 向赖头一顿招呼 直至赖头被打得鼻青脸肿 吴镇长方才伸手阻止道 哎哎好了好了 先不要打了 再把人打死了 咱们还得吃官司 既然这人也抓到了 接下来便交由李道长处置 等道长处置完了 咱们按照咱们的老规矩来办 说到此 吴镇长是一大伙 把人绑起来交给父亲 看着这五花大绑的赖头 父亲缓缓白手道 啊 但是不必这么麻烦 他跑不掉了 还是把绳子给他除了吧 见父亲坚持的神色 吴镇长只好命人 除了赖头身上的绳子 父亲定了定神 历时道 赖头 你果真承认那三千师 瞧瞧你们 别再打瓦了 我都承认了还不行吗 赖头带着哭腔 颤声向众人求饶道 父亲皱皱眉头 似乎还想再次确认 赖头 那三个寡妇 也都不是身材纤细之人 你却能每每得手 你是如何做到的 吴镇长随口解释道 到着啊 这种庄稼把势啊 乃是有一身蛮力啊 别说几个寡妇了 就是身强力壮的老洋妈 说不定了 也白弄不过她呢 哎 我想听她来说 父亲看了一眼 吴镇长 竟然再次定格在赖头身上 我用了谜子 赖头迟疑一下 低声回道 我花了两块钱 在水廊中那买了一包迷子 偷偷地下在他们的井水里面 然后就那啥了 嘿你个王八高杂 还真是丧尽天良 马猴再次忍不住 上前一脚重重地踹过去 但这脚 没能踹在赖头的脸上 父亲及时飞起一脚 将马猴的脚给踢开 接着他一脸严肃地再次询问 既然确认是你 你便和我要走一趟 那道长 我要和你去哪儿啊 赖头支支吾吾地问道 后山的乱坟场 我需要用你 找出那三个寡妇的冤魂 父亲皱着眉头 一脸认真地回道 关于这事 父亲似乎也不想胡乱编理由 实话实说地向赖头回道 啊 是什么 赖头一听 脸差点都绿了 他慌忙摇着头道 道长啊 你就是现在烧一锅热油 把我喝茶了 那都行啊 就是别让我跟您去那什么 乱门场了 我实在害怕呀 父亲再次认真道 你怕什么 当初你玷污人家清白的时候 可曾想起过 他们也害怕 可你还是犯下 这不可饶恕的罪孽 原本这件事 你可以自领处罚 但眼下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务必需要你出面 才能够解决 可可可可我一旦出现 那那那那 必死无疑啊 赖头似乎是吓破了胆 连连摇头 不停地 王侯缩着身子 你个王八徒子 就是死了 都算便宜你 人家虽然是寡妇 却是一直坚守护导 被你这王八徒子 把肚子都搞大了 非但如此 还被镇长 按照足规进了猪笼 你的娘的于心何人啊 马侯再次伸出脚 似乎见到赖头 就想拼命地踹上一脚 去不去 由不得你 如果你不敢去 我便让他们把你活活打死 即便此时捅出去 大伙也绝对不会帮你作证 一个没有人帮你作证的下场 你就是死了 也不会有人遭受连累 你好好想清楚 吴镇长冷哼一声 咬牙切齿地怒道 那那那我去 我去 赖头一听这话 当即是连连点头 你 放心 如果你肯去 我便想办法保全你的性命 绝不会让怨魂厉鬼 把你性命给拿去 父亲想了想 还是开口安慰了一番 至于你自身的罪策 相信有了将功折罪一事 吴镇长也会帮你周旋一二 不至于让你太过难看 更是不至于丢了性命 赖头听了父亲的话 急忙扭头看向了吴镇长 吴镇长质疑半天 最终无奈点头道 哎 就这道长说的意思办 赖头 如果你肯帮道长这个忙 我便留你一条性命 如若不肯 哼 这后果你也知道 我 我知道 知道 我一定帮李道长 抓住那三个寡妇的怨魂 只求正常 宽大处理 别让他们把我打死 来头苦涩的央求道 似乎这个世界里 唯一能够让他跪下 祈求的事情 便是此事了 还是时候再说 现在你还没有 讨价还价的资格呢 吴镇长没好气的 撇他一眼 继而又说道 哎 你要是想中途逃脱 一旦再把你抓住 必定就得打死 这一番恐吓之下 赖头近乎面如死灰一般 再无半点挣扎 既然 众人将赖头交给父亲看管 随后又问道 李道长啊 若是需要我们帮你看着他 你只管开口就好了 我们就是不吃饭不睡觉 也必定会把他看好 绝不会让他逃走 哎 倒是不必如此麻烦 即便是恐无有力的江湖众人 也未必能够在我手中逃脱 何况 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又遭受了你们连凡的毒打 已然失去了逃走的力气和可能了 父亲淡淡开口回道 啊 吴镇长 随后 我们便前往乱坟场 再次开谈做法 这次 务必要把闹鬼之事 彻底解之才好 啊 那有劳二位 再辛苦一趟啊 吴镇长连连道歉 这一番忙碌下来 五更天 很快便过去了 天色逐渐转亮 望着东方天际泛起的余度白 众人倒是没有显出什么疲倦之色 反倒是沉浸在 抓住赖头的喜悦当中 似乎赖头被抓 接下来的事情 便都很好办了 这一点大伙都不能明白 而我和父亲也都十分清楚 当乱坟场的法坛再次摆开 父亲乃是命赖头 手举香火 向着三个寡妇的坟头挨个 叩拜敬香 并恭敬地磕头认错 把所作所为一一审输 如此这般 父亲方才起一谈做法 和上次一样 手持一把崭新的唐木剑 向着第一个坟头 再次念动咒语 挥剑刺下 口中大喝一声 速到谈前问询 只听到父亲的话音刚落 四周忽然泛起了一抹浓烈的灰雾 这灰雾阴气森森 冰冷刺骨 我看得清楚 那可并非是什么雾气 乃是森森的鬼气 一看这般架势 赖头差点吓死过去 浑身颤抖着 满脸惊恐地向后极其腿圈 但退了几步 一屁股摔到地上 浑身抽搐着 似乎无法动弹分口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只见在坟地之中 一道幽怨之急的女子声音 悠悠喘出 声音透着一股冰冷的气息 没有半点感情夹杂的其中 昏暗的光线下 一团团阴气 不断地缭绕在四周 而那个声音 似乎就藏在眼前的阴气之中 眼看四周的阴森景下 赖头浑身一软 就此 瘫倒下去 浑身依旧是剧烈地 颤抖个不停 似乎听到那个声音 越来越近 赖头顿时惊恐地大叫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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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为什么让我 还你的命啊 我 我又没害死你啊 我就是 翠花嫂子 赖头 你对我 错了什么 你心里清楚 我也清楚 我死得好惨 你还我 我命来 我命来 那声称是翠花嫂子的女鬼 忽然一闪 便是出现在了赖头跟前 你 你 你是翠花嫂子 赖头顿时惊叫一声 当即便是跳下来 但还未等她转身逃窜 女鬼身影便是一闪 挡住了她的去路 赖头脸色一白 双腿顿时一软 再度瘫坐下去 还我命来 那女鬼忽然飘至赖头的跟前 近距离的贴在赖头的脸上 赖头浑身一僵 整个人直挺挺的 便是倒了下去 半天没有动静 似乎昏死过去了 够了 此次借用赖头 拒你前来 并不是让你就此 报仇雪恨的 而是让你们 放下仇恨之心 安心去投胎准事 父亲照着眉头 沉声说道 仙道好不同情理 他玷污了我的清白 还迫使我被进猪笼 你的遭遇 我已尽知 然而人死不能复生 何况 赖头所作的孽 自有天手 他自会对自己 所犯下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因果 然而你今日 若是将他害死 便断送了 投胎转世的机会 数尽数众 你自行点亮 父亲略作思寸 沉声又道 我们死得好惨啊 来头就是罪魁祸首 他必须偿还 自己所犯下的罪孽 否则 我们死不瞑目 死不瞑目啊 沙世间 坟地前 瞬间又闪现两道归影 似乎正是王二嫂子 和严家嫂子的鬼魂 他们二人的鬼魂转瞬间 便是与翠花嫂子的鬼魂 斩成一排 齐刷刷地盯着地上 昏死过去的赖头 父亲点了点头 沉声喝道 既然都已经到齐了 便也省去了 一一拒魂的麻烦 现在 我可以帮你们做主 送你们前往地府轮回台 投胎转世 但若你们执迷不悟 依旧要害死这个人 那么你们便永远没有 投胎转世的机会了 我们宁可不要投胎转世 也必须要让这个人 不得好死 其中的王二嫂子 似乎发出了一声 尖锐的吼叫之声 声音瞬间穿透四眼 听在人的耳朵里 浑身瞬间便起了一层 鸡皮疙瘩 可谓是恐怖之急 父亲紧锁着眉头 怒声道 嗯 你们如今是鬼 不是人 我不能让你们这么做 更是不能让你们一错再错 前面你们害死的人 以及聚集起来的鬼是 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此刻 你们胆敢在我面前继续害人 我必定让你们魂飞魄散 他必须死 他必须死 王二嫂子依旧是 不管不顾的吼叫着 双手缓缓探出 那尖锐的爪子 几乎要掐住赖头的脖子 放肆 父亲大喝一声 瞬间一箭挥出 当雷尺宝剑落下的刹那 一双鬼爪瞬间落地 继而化为一股黑气 消散开去 那王二嫂子痛苦地惨叫一声 急急收回了手臂 继而缓缓跪到地上 痛苦至极地叫道 贤道不公 为什么不许我报仇学恨 我李正宫在此 岂容得尔等争狂 父亲根本没有听 王二嫂子多言 再次手起见落 顷刻间 便是斩去了 王二嫂子的脑袋 当王二嫂子的魂魄 缓缓消在于无形 父亲转瞬间 挥剑指向了崔花嫂子 以及严家嫂子 吓得这二鬼浑身一颤 急急向后退了三步 若是不想落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便不可造次 闻言 二鬼只顾地颜面抽气 却是不敢再向前一步了 也不知道 那赖头是真的昏死 还是装作昏死 此刻忽然抬起头来 黑黑笑道 嘿嘿嘿 你们这些臭娘们 以为死了 就能够怎么样吧 呸 正所谓人鬼殊途 难道你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倒正是不可能 让你们这些鬼蜥害死我 这么一个活生生人的 一听赖头这般话 我乃是气不打一处来 无论如何 那三个寡妇 都是因她而死 此时此刻 她不但没有半点悔悟 与惭愧之心 居然还说起了风娘话 更是继续辱骂 那三个苦命的女人 这种人 父亲还真是不应该护着她 尽管作为修道之人的立场 理应救活不救死 但世上的事情 总是有个例外吧 比如赖头这种无赖之人 毫无道德与羞耻之心 护着她 那更是对正义的不公 赖头 他们虽不能害死你 但你犯下的罪孽 已经透天 我护着你 是因为你是个活人 我能不能被鬼邪所害 自难天理 但你罪孽深重 我也绝不会因为你的品性 而救你 你要明白 父亲冷冷地 扫了赖头一言 竟而沉声又讨 如若你再多说一句无言会语 我便不再顾及你的性命 不不不 道长要保护我呀 千万不能让这两个鬼害死我 我谢谢你 我求你了 赖头听到父亲的话 当即激动地语无伦次 产生向父亲回答 翠华嫂子 阎家嫂子 你们的冤屈 我深表通情 只不过你们 以人成为了鬼魂 不能害人 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甘愿放下仇恨 我必定送你们轮回转世 而赖头的罪孽 也必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即便律法不能制裁他 也必人有天道昭昭 报应随身 父亲一脸认真的 向那两个眼面抽携的女鬼解释道 如若加上你们害死的那些人命 以及鬼事给石里镇带来的灾难 我即便出手灭了你们 倒也是合乎天理 但上天自有好生之德 希望你们能够弃恶从善 让上天来惩罚来到 而不是你们 仙道 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翠华嫂子和阎家嫂子 缓缓跪倒在父亲面前 一脸哀怨地哭诉道 道理我已经跟你们讲明白了 你们何必还要如此 石里镇因为你们的出现 而形成阴阳鬼尸 也是因为你们的出现 镇上不知死了多少人 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 又有多少人背井离乡 那些都是拜你们所赐 如今你们若还想肆意妄围下去 就别怪我李镇公不客气 父亲皱着眉头 沉声向两个女鬼回答 仙道刺言 我们自然明白 单凭仙道做主 我们愿听从仙道的吩咐 好 我这便起谈 送你们去轮回 仙道 可不允许我们做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弥补我们心中的冤屈 不等父亲把话说完 那翠花嫂子便是带着哭腔 向父亲询问了一声 父亲想了想 问道 什么事情 但见翠花嫂子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扭过头 缓缓扫射了赖头一眼 赖头浑身一颤 赶忙向后退了两步 似乎生怕和两个女鬼对视下去 你们这些鬼怪 快走 不然呢 我让道指杀了你们 让你们连鬼子做不成 赖头近乎发疯一般 拼命地挥舞着手 似乎想把两个女鬼赶走 看到这儿 父亲没再说什么 而是缓缓地转回身 不再看下去 上那间 两个女鬼仿佛得到了父亲的默许 眨眼便是出现在赖头的面前 随即 两只鬼爪同时闪现 一把从赖头的身上 夺走了两团黑影 不是黑影 是魂 阳魂 他们分别夺走了赖头的一道阳魂 我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竟而紧锁眉头 仔细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人的身上都有三魂七魄 三魂属羊 七魄属阴 而当那两个女鬼 分别取走赖头的一魂之后 就将赖头再度打了个机灵 结而 双目呆滞地看向左右 一会儿傻笑一下 一会儿又像傻子一样 东看看西瞅瞅 只见 那两个女鬼在各自夺走一道阳魂后 竟是咬牙切齿地将那一道阳魂吞进了肚子里 旋即重重地跪倒在地 向父亲磕了三个头 父亲缓缓地转回身 沉声怒道 虽没有取走赖头性命 但你们也算是消成大戒了 如此 你们的冤居 理应得到弥补 此刻 你们该去哪里 心中想必也应该明白 速速退去吧 否则 我定不轻扰 多谢仙道成全 我们仇恨已消 甘愿遭受地府惩处 为自身所犯下的罪孽 赎罪 两个女鬼连连向父亲磕头告罪 竟而黄昏起身 眨眼便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更是消失于茫茫夜色里 至于赖头所失的两道阳魂 似乎也随着那两个女鬼的消失 永远不复存在了 望着两个女鬼消失的方向 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 十里镇的事情 总算有个了结了 至于赖头嘛 吴镇长啊 他也算是得到了医友的成见 他的后半生将会是吃少的后半生 爹娘不认 五谷不分 活着犹如死了一般痛苦 但他毕竟还是个活生生的人 还请吴镇长 善待一二 说完 父亲转身便走了开去 双龙山下 一片浓烈的雾漆 充斥着整座山谷 我们一行三人 来回穿梭起肩 似乎根本走不到尽头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 如果再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恐怕赤面老鬼还未找到 我们三人便要被困在这迷雾重重的山谷之中了 哎 李道长啊 前面那棵白话树 好像我们不久之前也见过 难道我们已经迷路了不成啊 不见和尚 诧异地看了眼前面那棵大树 若有所思地向父亲询问道 是啊 那棵树 我们确实在半个时辰前 见到过了 此刻再次见到 只怕是迷路了 但这个时候 天已经越来越暗 不如我们尽快出谷为好 倘若再怎么找下去 终究不是个妥善之法呀 父亲也皱皱眉头 沉声回道 我开口道 李道长 不见大师 似乎我们即便想要出谷 也没那么容易 你们看 我们四面八方 都是被重重浓雾所笼罩 根本找不到出路啊 天上的星月 亦不可见 无法辨别方向 而且这里除了雾 却是一丁点风都没有 想要听风变味 似乎也不大可能 再加上雾气之下 还夹杂着一抹浓重的运气 此间 虽有着那老狗的气息 但想要在一时半刻找到他 也非常困难 父亲上下左右 扫了一圈 最终有些为难的叹道 阿弥陀佛 不如啊 我们随遇而安 就在这身骨之中 凑合一绣算了 不见和尚 微笑打去道 忽然 父亲伸出手 做了个近身手势 低声又道 噓 不远处好像 有人 正说着 果然看到一个年迈的老人 正背着一堆柴花 手里还提着一只野兔 晃晃悠悠地走着过来 见到我们几人 老者急忙停下脚步 一人警惕地打量我们 哎 你 你们是人事鬼啊 啊 老人家 我们是远方的修道指 路过子弟 却是迷了路 您不必害怕 不是坏人 父亲当即走上前 十分客气地抱歉一离 哦 原来是道长啊 哟 只是你们身边 怎么还有个和尚啊 这大晚上的 和尚倒是聚在一块 这难免让人觉得精彩啊 老者衣着朴素 面容老小 似乎正是父亲的山民 说吧 他还苦思地笑了笑 阿弥陀佛 善哲善哲善哲 和尚是和尚 道士是道士 老施主 不必多想 不见和尚当即双手合十 弓箭笑道 哎呀呀 大师不要见怪啊 小老儿 没见识过这般场面 嘿 老者忙不及地 向不见和尚 弓箭回道 父亲问道 老人家 您是子弟村民 哎 不错 我家就在前面部远处 只要出了这山谷啊 便能很快到我家 哎 如果几位没地方去 不妨上我家去啊 老者笑道 也好 那 多谢老人家 父亲没有过多质疑 立刻点头硬撑下来 就连父亲这样的高道 以及不见和尚 这样的高僧 都无法走出眼下的雾骨 没想到老者 竟是闲停信步地 带着我们 走出了鬼打枪一般的迷雾丛 除了山谷 前面的雾气立刻消散 似乎那雾气 仅是盘踞在山谷之中 山谷之外 再无任何迷雾挡路 这说起来 也算是一桩怪事了 父亲边走 边向老者客气地询问 老人家 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山里砍吹打猎啊 您的年纪看起来也不小了 如此年迈的身子骨 为什么还要这般的奔波劳累啊 哎呀 没办法呀 家里啊 就那么个儿子 我这儿子啊 别的本事没有 嘿 啃老是一把好手啊 整天无所事事 却还想吃好的串好的 啊 知道吗 隔三差五的 就像吃一只烤山兔 如果吃不到 晚上连睡觉都蹦下睡 晚上睡觉都蹦下睡踏实了 哎 指不定那小子怎么闹腾的 老者苦着脸无奈道 哦 敢问令郎 多大年价 是否顽童不可调致 故而让老人家这般为难 父亲先是疑了 竟然又客气问道 嘿呀 哪儿还是顽童啊 我那儿子啊 如今都已经二十七八岁咯 也不干活 整天就想着吃喝 如果不给啊 还不是拆帮子 就是打人 整个就是一个活土匪啊 老者似乎是深受其苦 但也只能是无奈地抱怨几句 父亲随口附和道 家里若有这么一个 不争气的孩子 做父母的 也的确是辛苦一些 哎 可怜他老早就没了母亲 我那老伴 在儿子出生不久便病死了 只有我们爷俩相依为命 或许也是为了弥补 我这个做父亲的失职之处 故而我那儿子 无论有什么要求 我这当地的 都会想风设法地满足他呀 老人说着 往前面指了指 诶 前面就是我家了 我家住得偏僻了些 没有和村民们住在一起 你看 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呢 只见是我那儿子 还等着我打回来野兔子呢 哎 家有逆子 必败其家呀 不借和尚叹了一口气 接着又低声地念了一句佛号 我扭头和不借和尚对视一眼 紧接苦涩一笑 当我们随着老者来到院中 就进堂屋里 一个年轻人正对着一盘花生米 自顾自地喝着一壶酒 似乎听到外面的动静 他放下了酒壶 扭头看了过来 爹 野兔打回来没有啊 我已经把木炭盆好了啊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了 还有啊 咱家这个酒快没了 你老明天一早 去集市上多买一些回来呗 这年轻人似乎有些醉意 说话有些含糊不清了 哎 你这孩子啊 天都黑了 还想着吃兔肉 啊 对了 咱们先来客人了 别逛顾着喝酒啊 快出来迎一下 给客人泡杯茶喝呀 老者随手把柴火放在一边 并提着兔子 前往水井边处理去了 那年轻男子 扭回头来 向我们几人打脸一眼 进而冷笑一声 不懈地回道 哼 不就俩道士一和尚吗 有什么打不了的 哎 你们都进来吧 我家没什么茶水啊 若渴了 也只有酒 你们呢 爱喝不喝啊 说着 他再次拿起酒葫芦 又自顾自地喝起来 嘿嘿 只和尚者 正是这位仁兄也 不计和尚当即朗声一笑 大不留心地走进了堂屋 一把从这男子手中 躲下了酒壶 仰头便关了几大口 结而放下酒壶 十分感慨地念叨一声 哎呀 好酒 确实是好酒啊 哎 我说和尚 人家倒是能没喝酒 你一个和尚居然抢着酒喝 这这算哪名的道理啊 难道你是个假和尚 根本不避回酒肉啊 这男子十分诧异地 看了看不见和尚 竟是忍不住笑下来了 嘿嘿 正所谓 酒肉传承过 佛祖心中流嘛 哎呀 哎呀 你说你这酒这么香 让和尚怎么忍得住呢 不见和尚 又抓了一把花生米 嗯 这桌上确实少了一份下酒菜啊 还不是我那个老婆死的爹 一辈子没本事 什么家也没有置办出来 就让我这么大好年纪 跟他一起吃苦受累的 而且啊 每天喝个酒 连个下酒菜都没有 这男子 居然直接辱骂起自己的老父亲 我父亲 乃至不见和尚 紧紧面色疑素 相互看了看 事先最终都定格在这青年男子身上 父亲明显有些怒意 沉声向他质问道 小兄弟 你这般辱骂自己的父亲 并非子女之道啊 你的老父亲为了能够让你吃上土肉 天这么黑了 还出去打猎看柴 而你 已经儿立之年 却不思阴谋之道 居然还想着啃老 那这又算怎么回事啊 哟 我说你这个修道的 怎么说话呢 我家能够收留你们 你们应该感谢才是 现在连一句感谢都没有 倒是叫运气我来了啊 这青年男子脸上 明显露出了不悦之色 似乎想要起身逐客的样子 哎哟 我这个儿子啊 平时就这么个吊儿郎当的丑模样 当场不要见怪啊 其实啊 他也就是嘴上说说 有时候还是多少会帮我做点家务活的 没想想 这老人 居然没有归宣儿子的失礼 和悖逆之言 还笑着帮儿子开拓 听在耳里 我不免是气不大一处来 如此家教 难怪会教书这么一个 无腻的孩子了 如此 老人的责任 尤为重大 所谓子不教父之国 他这个做父亲呢 如此偏袒自己儿子 恐怕日后 这么浑正的儿子 也终究难为他养老送终了 可既然有 这位老者的开拓之词 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在一旁坐下来 嘿嘿嘿 你们听到没有啊 听到没有 连我这个老不死的爹 都没说什么 你也忘记个什么家人 想混吃混喝 老老实实给我呆着 别乱说话 否则 别过我们不欢迎你们啊 那男子懒洋洋的 洋靠在椅背上 一脸不屑的扫了父亲一眼 又扫了我一眼 哪知 就在此刻 那不戒和尚忽然一巴掌 拍在那青年男子的后脑勺上 直打着他 浑身一颤 差点死过去 可见不戒和尚的力道 和其之中 而这巴掌 倒是一下子 把这青年男子给打懵圈了 一脸睁睁的 看着不戒和尚 你这个和尚 你打我干什么呀 那男子当即 面带怒色的质问道 哎呀 施主呼闹勺上啊 刚刚爬了一只大苍蝇 和尚看着不忍呢 便出手教训他一击 现在好了 那苍蝇啊 以人手的教训 想必不会再呼闹了 不见和尚先是轻叹一声 随即便笑咪咪回道 原来打苍蝇啊 你这下手太狠了 都包括打懵圈了 男子没好气抱怨一声 不停地揉着后脑勺 对了 几位怎么称呼啊 别不是什么和尚道士 是跑来蹭吃蹭喝的主吧 哦 父王 和尚法后不戒 人称啊 不戒和尚 那这位啊 离道长 乃是毛山派掌教李真公道长 至于这位小兄弟 也是毛山派传人 陈锦生 我们可都是师大师的 修道修佛之人 施主不必怀疑 诶对了 施主如何称呼啊 不戒和尚当即是双手和十 十分恭敬地回道 哦 既如此 我也就放心 让你们在我们家借宿了 我叫吴用 我爹吴老汉呢 是父亲一代出了名的我浪费 你说我怎么贪上这么个没用的爹啊 吴用在介绍了自己一番后 还不忘贬损自己的父亲几句 这种张口闭口 都在辱骂生生父亲的忤逆之子 着实可恶 也着实让人无法忍受 但怎奈 那吴老汉都忍下来了 我们几个外人 似乎也不好再说什么 哎 红烧兔子入口了 还有两碟青菜 就是主食插了点 就一筐窝窝头 不过这窝窝头也都是热乎的 吃起来不咳牙啊 嘿 吴老汉笑呵呵的 把一些吃事端上桌 热情的笑着说道 父亲历时道谢 哎呀 多谢老人家如此费心劳力 这么晚还让你如此辛苦 总是有些过意不去啊 哎哎哎 不要打理他 不要 他一向啊 都喜欢这么劳心费力 再说了 他如果不是劳心费力 我们吃什么呀 吴用美好气的 瞥了老父亲一眼 又提起酒壶 打开壶口 猛地灌了起来 随即 便抓起了红烧兔子腿 砍了起来 吴老汉却是端了半碗杂粮粥 蹲坐在堂屋门口 自顾自地吃着 似乎并没有打算上桌 和我们一道吃 看到这儿 父亲当即起身道 哎呀 老人家 为什么不上桌一起吃啊 吴老汉争了争 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这么多年啊 都习惯这个吃法了 不妨吃不妨吃 你们多吃一些啊 哎呀 他一个废物 连我这么个儿子 都快养活不了了 还想着上桌吃饭 他哪有的脸上桌吃饭呢 吴用 再次美好气的 偏老父亲一眼 继续喝着酒 更是不想看到 他口中声称的废物老爹 就在这时 不见和尚再次一巴掌 拍在了无用的后脑勺上 继而摇头叹息道 哎 又是一只让人生硬的臭苍蝇 只可惜刚刚这巴掌 还没把他打醒 否则 他定然不敢再造词 哎呀 你是和尚 怎么老打人呢 说打苍蝇 可连一片苍蝇翅膀都没看到 我和你这个臭和尚 是板明想打我吧 哪是打什么苍蝇啊 无用瞬间火魔三丈 向不戒嚷嚷道 哎 无用无用 你怎么这么和大师说话 他也是为了你好啊 吴老汉当即一脸苦涩的 开口劝道 放你的狗屁 这丑和尚今天就看我不顺眼 分明就是打我吧 哪是什么打苍蝇啊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无用说着便飞起一脚 郑重吴老汉手中的饭碗 直接把他的饭碗给踢翻了 够了 父亲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一脸怒气道 你这无腻不孝之人 怎敢如此造词 再怎么说 他也是生你养你的父亲 怎可如此对了自己的生生之父 哎 好好啊 哦 原来你们都是这个老伯死的 请来的救病啊 哼 这是我们家的事 和你们没有关系 所以 你们少管闲事 无用当即指着 吴老汉 没好奇的叫道 吴老汉是连连劝解 不不不 无用啊 他们啊 都是咱们家的客人啊 不是什么请来的帮手救兵 你不要想多了才好啊 所谓子不孝父之光 能养出这么无腻不孝的儿子 你这做父亲的 责任尤其是大 父亲当即向吴老汉迅知道 如今 这逆子竟然频频想和你这么年迈的老父亲动手动脚 只怕日后出门 要多注意千禧 别被雷给劈了脑袋 哼 你这臭老师 还有你这臭和尚 我看 你们没一个是好东西 吴用一脸不服气 指着父亲又叫道 哎 我们家不怀疑你们 马上给我滚来 阿弥陀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啊 不戒当即双手合十 恭恭敬敬 喊了一声佛号 继而 却又是一巴掌打了出去 只不过这次他打的 并不是吴用的后脑勺 而是吴用的脸瓜子上 这一巴掌 可谓祥彻庭院 而不戒和尚 也是卯足劲打的 只把那吴用打的发出了一道 杀猪一般的惨叫声 继而只见吴用一屁股滚落在地 脑袋不平不已地 磕在了墙壁之上 哎呦喂 你们打人 你们凭什么打人 你们凭什么打人 哪知这挨了打的吴用 竟跟一个小孩一样 哭哭啼啼起来 随即一甩袖子齐身 便是去了内屋 只留下慌乱站起身的吴老汉 呆呆地看着被儿子关上的房门 他深深叹道 哎呀 我这孩子啊 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可他现在啊 已经长这么大了 我也实在是管不了他了 刚刚若是有失礼的地方 这位大师万望赎罪 万望赎罪 老人家 这种忤逆不孝之子 为何不出手是一家家 而是如此纵容 如若如此纵容下去 都不知道以后 还会做出什么更过激的事情了呀 父亲极为无奈说道 吴老汉苦思地笑着笑 摇着头回道 哎 没办法 没办法呀 不借和尚连连摆手 哎 无妨无妨 有和尚在 绝不会让老十足 再被儿子虐待 这浑小子 若是再敢犯魂 和尚我一定要好好教育他一番 让他老实为人 哎呀 虽说如此啊 可我们家 就这么一根独苗 也生怕他 气出个三长两短 所以老汉我一向啊 多把这孩子 当小娃娃一般哄去 虽然丢了人 但至少孩子能听话呀 老施主啊 倘若刚刚那一幕也算是听话 嘿哟 恐怕这天底下 还是真找不出不听话的孩子了 不见和尚 不等吴老汉把话说完 便是没好气地回对了回去 此话一出 倒是让吴老汉 无所适从 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我和父亲相视一言 尽皆苦笑着摇头 一夜无话 自日清晨 天还没有亮 究竟在厨房里 便有了动静 这一夜 我们三人 倒是在柴房之中 凑合了一下 随着我的注意 不见和尚 也从禅定之中 苏醒过来 和我一起 扭头向厨房方向 看了过去 究竟不见 古怪地笑了笑 我也是不禁笑笑 这份吴老汉 确实是个大好人 只可惜生了个 吴老汉 天不亮 就忙着给我们准备吃的 着实辛苦他了 哎 亲生啊 这次你倒是说错了 不见开怀一笑 接而又补充道 你以为 这做早饭的是吴老汉 和尚 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不信 和尚愿意 你打个赌如何 我先是一愣 随其笑着 向不见导 啊 不见大师 既然这么有雅性 那晚辈 就陪不见大师 赌一赌 切个假 也就是吴老汉父子而已 做儿子的 懒惰成性 根本不可能 这么早起来做事的 所以 那个忙碌的 必定是吴老汉无疑 既然你赌吴老汉 那和尚 就只好赌那无用了 和尚断定 此刻在厨房里忙的 顶人便是无用 亲生 你可相信啊 不见和尚 微微眯起眼 笑呵呵地问道 啊 这 这个 究竟不见和尚 如此信心满满的表情 我当即有些犹豫了 他乃是佛门高僧 其修为 更是可以与父亲相媲美 他说的话 我还真不敢怠慢 更是要好好的 斟酌一般才是 只是这怎么可能呢 无用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逆子 而且懒惰至极 简直就像是一个 依附他人生存的废物一般 怎么可能忽然就变得 这么勤快了呢 可我若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又觉得不太自信 毕竟 不借赌尽了无用 难道 真是无用啊 正在我犹豫之际 父亲缓缓 也从定径之中转行 推开了太极手印 淡淡道 想知道是谁 何必再次瞎猜啊 不如打开柴房的门 向厨房看上一眼 不就知道了吗 非也非也 如果这么早就揭开了谜题 那和尚和晋升之间的赌月 岂不白打了 李道长是否有亚性 也加入我们赌局啊 不借和尚 小呵呵的向父亲邀请道 和尚 你觉得会是无用 但怎么可能这么快啊 父亲像是想到了什么 一脸严肃的向不借和尚反问 哎 因果之道嘛 瞬息万变啊 不借和尚 倒是回了一句 魔灵两可的话 两个人更像是打雅弥一样 你一句我一句 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但又好像他们很清楚 对方在表达的 是什么意思 和尚 你想怎么做 父亲再次开口询问 到着啊 和尚想的和你想的是一样的 此事就交给和尚来做吧 阿弥陀佛 不借和尚微笑 双手合十 念了一句佛号 和尚 你不能怎么做 哪知父亲皱住眉头 沉声回道 不借和尚再次笑了 李道长 和尚不做 难道要让你来做呀 只可惜 你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办 只有和尚还算清闲 李道长 就不要争强了 李道长 大师啊 你们在说什么呢 晚辈怎么一句也没听懂啊 我错愕地抓住后脑勺 大为不解 吉少 这次恐怕是你错了 不借和尚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微笑着打开了柴房的门 指着厨房内忙碌的无用笑道 哦 你看 那蒙着烧饭的 不正是吴老汉的儿子 无用吗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可 还真是无用啊 我恶人张张嘴 实在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然而 当我回过头来 却是看到父亲依旧是端坐在一旁 一动不动 似乎对于外面的事情 并不这么关心 不借和尚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狼笑着走了出去 哈哈哈哈 善哉善哉 昨日夜插心 今日菩萨面 也差于菩萨 不搁一条线啊 哈哈哈哈 不借大师早啊 直见那无用 十分客气地 向不借问候了一声 继而 但见他老父亲 吴老汉也起床了 赶忙迎上前去 爹 你昨夜累了半宿 大半夜 在厕所山里赶回来 做事辛苦 应该多休息休息 待会儿啊 我烧好饭菜 再喊您起床不迟啊 儿啊 你在烧饭啊 可可可是 吴老汉似乎 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拼命地揉揉双眼 再次确认 儿啊 你真在烧饭啊 哎哟 没想到啊 没想到我 吴家的祖德 这般的厚实 恐怕真是祖坟 冒了青烟啊 儿啊 你即将而立之年 没曾想 居然变得这么懂事啊 我这当爹的 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 说着 吴老花差点 就掉下眼泪了 急忙挥秀擦拭起来 无用微笑道 爹 瞧您说的 儿子孝敬您 这不都应该的吗 对了 儿子还专门给您 做了一碗鸡蛋汤 里面放了不少香油 温起来可香了 您老 赶紧喝啊 说着 便从厨房里 端出了一碗 香气铺皮的 鸡蛋汤来 双手恭敬地 捧到了吴老汉面前 吴老汉浑身一颤 竟而老眼通红地 接在手中 看了又看 似乎还是 不敢相信 自己的儿子 居然在一夜之间 变得这么好 怎么懂事 怎么孝顺 总之 这世上所有的优点 似乎全部都聚集在 吴勇的身上了 吴勇不一笑催促道 哎 爹 您还看什么呢 这鸡蛋汤啊 得趁热喝 凉了就变味了 快喝吧 哦 哎 哎 爹啊 这就喝 哦 这就喝 吴老汉连连点头 眼含热泪地 把那汤捧了起来 解慢 正在吴老汉 抑郁要喝下 这碗汤的时候 不戒和尚 却是一个剑步冲上前 直接开口阻止道 老施主啊 所谓远来时刻 放着我这么个客人不顾 你自己喝着汤 是不是太不周到了 哦 哎呦 不戒大师啊 哎呦 是小老二失礼了啊 失礼了 吴老汉眼睛一亮 顿时笑着摇头道 我儿子好不容易啊 转变了心形 一下子变得这么孝顺 倒是让我这个做父亲的 嘿 感动莫名啊 一时见心是忘了 大师还在一旁站着呢 小老二说谎 不戒大师多得担担 呐 这碗鸡蛋汤 就由不戒大师喝吧 说着 吴老汉忙客气地 把手中的鸡蛋汤 送到了不戒和尚的面前 不戒和尚刚欲揭响 哪知 无用见识 一点不善地开口道 哎 不戒和尚 你为什么要抢我爹的鸡蛋汤 如果你想喝 我再给你做一碗就是了 这碗 可是我孝敬我爹的 你不要乱抢 哎呀 施主做的这碗鸡蛋汤 着实是香气扑鼻啊 和尚我闻一闻 便是止不住地留口准啊 不戒和尚当即一把 接下了鸡蛋汤碗 笑呵呵地 喝了一口 连连点头道 嗯 嗯 就味道实在是好啊 实在是妙 妙不可言啊 和尚 你既然这么想喝 那你就喝吧 吴用面色一冷 没好气地回答 但这可是你自己要喝的 无论如何 怪不得旁人 哎呀 这么好的一碗鸡蛋汤 和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会责怪于旁人呢 而你说和尚我还应该 谢谢施主你才是啊 不戒和尚 宝贝似的把那鸡蛋汤 往回收了手 生怕别人和他抢走似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 微不足道的动作 却是让我心中 莫名地起了一层疑虑 为什么这大清早的 无用会跑出来烧饭 为什么不戒和尚 不讨厌别的 偏偏要无老汉手中的 那碗鸡蛋汤呢 不戒和尚 为什么一反常态 无用 又是为什么一反常态 好像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这一瞬间发生 让我根本就摸不着头脑 而这世上的巧合之事 又绝不可能都凑到一起 如果能够把两件 甚至三件巧合之事 都凑到一起 那便不再是什么巧合 正当不戒 准备喝下那碗鸡蛋汤时 我忽然想到什么 似乎先前父亲 和不戒的对话内容 也让我瞬间明白了过来 不戒大师 我忍不住喊了一声 声音刚出口 鼻子便是一酸 眼泪禁不住的 在眼眶里打起转来 哎 锦商 你不要过来 哪知不戒瞬间伸手 向我阻止道 可 可是 我咬了咬牙 声音顿时哽咽起来 眼睁睁看着不戒和尚 把那碗汤全部喝下了肚 我不免扭过头来 睁睁地看着父亲 李董商 你知道不戒大师 要去做什么 为什么不阻止他 为什么要让这事发生 你明明是可以阻止的 明明可以阻止 锦商 有些事情被人立刻干 只能顺隐天道 方可化解 父亲轻叹一声 接着又道 这是和尚的选择 但想做这件功德 不也只好成全他 所以 便不能阻止 锦商 你也不要插嘴了 更是不可阻止 以和尚的修为 想必 还是能够应付的 可 可他喝的那是毒 不要说出来 没等我的话说出口 父亲便顿时瞪起了眼睛 冷冷阻止道 不要说出来 我说过 有些事情非人立刻改 而且因果之道 自有定处 既然要改变别人的因果 那便一定要自己 一力承担才是 这是和尚的选择 我们都不能插手 我咬着牙哽咽道 可是为了救吴老汉 为了杜华这么一个逆子 值得吗 值不值得 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和尚已经做出了选择 既然做了选择 那便是值得的 父亲迟疑一下 沉声向我回道 说完 他缓缓站起身 背负双手 一步步走出了柴房 无用 一脸阴沉地质问道 和尚 这碗鸡蛋汤 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大师啊 如果还想喝 让我儿子再给您做一碗 吴老汉似乎 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情 更是没有看出其中的门道 更重要的是 他压根就不知道 那碗鸡蛋汤之中的名堂 到底有多深 不 不用了 伯介和尚面色一颤 顿时向后退了两步 但依旧保持淡然笑容道 和尚觉得有些困端 想要再补个回龙教 这就先去歇息了 你们 你们请自便 说着 不借缓缓转回身 一步步地回到柴房跟前 正当不借和尚 刚欲倒下之机 父亲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搀扶着他 来到禅房之中 盘膝而坐 父亲一脸不忍地叹道 哎 和尚 这是何苦呢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阿弥陀佛 不仅和尚缓缓念叨一句 便双手掐出了佛门 大三位音 双眼缓缓闭上 再次进入沉定之中 刘长 不可打扰 我的话还没说完 父亲当即便伸手阻止道 继而 又向我做了一个静声手势 转回身 一步步地走出了柴房 我深深地看了不见一眼 似乎从来没有像这一刻 如此尊敬这位平日里嘻哈怒笑 且没个正心的大和尚 他宁愿以身试毒 却只为搭救吴老汉 免遭逆子毒手 也只为度化那丧尽天良的逆子 而反观无用 竟是装出一副 没诗人的态度 殊不知 他心中的恶毒程度 已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如此狠毒的 要害死自己的父亲 难道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 是个人尽皆知的废物 一个没能给他富贵的 无用之人吗 这段逆子主事是可恶又可怜 至少 我做不到和尚那般的大自卑心 如果换作修为卫师的我 恐怕便会执行一剑 了结这个混账东西 此刻 父亲一步步向吴勇走了过去 吴勇像是看出了什么端倪 有些浑身不自在地 往吴老汉身后闪躲 吱吱吱地说道 李 李道长 您要做什么呀 我要做什么 想必你应该很清楚 父亲沉申回道 闻言 吴勇急忙躲到了吴老汉身后 陪着笑领道 爹 您看这李道长 是不是没喝上鸡蛋汤生气了 我这一大早上忙活 确实没忙活过来啊 如果有哪儿不周到的地方 你可得和李道长好好解释解释才是 免得道长一时想不开 动了肝火 哎呀 你这孩子 把李道长当成什么人了 李道长和布奇大师那都是世外高人 怎么可能和你这个孩子一般见识啊 哎呀 不就是一碗鸡蛋汤吗 你呀 起个大早 也累了 让爹亲自下出 给李道长啊 做些好吃的 吴老汉忙笑着安慰起来 又向父亲道 呃 道长啊 招待不周啊 招待不周 您可不要见惯 再说 再说我这孩子确实啊 也没干过什么活 我这就亲自下出烧饭啊 嘿嘿 父亲深深看了吴老汉一眼 脸上却是缓和了许多 老人家说笑了 我怎么会和这个孩子一般见识 而且你们家能够收留我们 我们已经非常感激 更不敢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哎 你这孩子啊 听见人家李道长怎么说来着 啊 人家李道长没跟你一般见识啊 哎呀 你就不要骑人忧天了 吴老汉仍不知其中隐情 父亲也没把话挑明 似乎不想让这个风烛残念的老人伤心 如果他知道 自己的儿子居然 成了一个抑郁杀父之人 不知会伤心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不明白 父亲怎么会这么宽容 这样一个混账东西 如果留着他 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样的糊涂事来 见吴老汉进了厨房 吴用当即向父亲陪着笑脸 低声道 李道长可不能犯糊涂啊 我爹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如果有个好歹 只怕您心里也会过意不去 是不是啊 如果不是过年你的老父亲 你以为你还能这本跟我说话吗 父亲沉深回道 这两句话 似乎并没被吴老汉听到 而吴用 才俨然把自己的老父亲 当成了护命符了 时时刻刻都在盯着自己的父亲 生怕他不在身边 让我们对他动了承接之心 我 我知道错了 还请道长高台贵手 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保证啊 我绝对保证 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糊涂了 吴用连忙举起手 似是要歧视一般 父亲冷冷回了一句 你最好能够改过自新 如果再做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来 必走天前 早饭如常进行 只是没有了不借和尚的加入 吴老汉热情地询问 不借大师怎么不一起来吃早饭呢 他时常饭困 吃得少 叫多 就让他多休息吧 父亲并没有说出事情 而是随便腾塞了两句 也好 也好 吴老汉连连点头笑着回道 而此刻 吴用却是在一旁 暗自冷笑一声 但见我看向他 立刻又恢复了一脸认真的表情 我不免叹了一口气 若是不借和尚 想要度化无用改邪归正 恐怕非常困难 这种能够杀父的逆子 已然灭绝了人性 且稍有不顺心 便其歹毒之意 如何度化 只是不借 既然选择了要度化 我和父亲都无法阻止 况且他们更多的考虑 乃是吴老汉 吴老汉如此一把年纪的人 如果让他上了心 只怕能不能活下去 都是个大问题 为了不伤害吴老汉 似乎无用此人 也只能选择度化 毕竟他们吴家 就这么一颗毒苗 吴老汉又爱子深切 只怕就算他知道吴勇要杀他 也未必能够狠下心来 承接儿子 这样的烂好人 时常都是害人害己 却要让人无可奈何 如此变了味的早餐正吃着 大门外忽然闪过了 一道道急速的脚步声 听到声音 我们几人纷纷起身 看了过去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父亲皱着眉头询问道 吴勇啊 你快到门口看看去 吴老汉急忙让吴勇出门查看 吴勇倒是不含糊 直接转身便走了出去 不多时便快步又跑回来 叽叽道 听村子里人说 后山的吃烟洞中 出现了一只嗜血的活鬼 非常恐怖 而且昨夜已经有人遇害了 是村里的王老头 他近身砍柴 路过那吃烟洞 却再也没回村子 今天大伙跑到吃烟洞才发现 那王老头啊 已经是一面呜呼了 大长 难道是吃面老鬼 我当即惊恶地向父亲询问 嗯 我们也去看看 父亲当即点头准备出门 但路过柴房 却要停下脚步 微微皱起眉头 金生 你且留在家中 照看和尚 记住 万不可让他 再出什么意外才好 啊 我知道该怎么做 绝不会让卑鄙小人 有任何可撑之机 我应诚一声 沉声回答 简单教的两句 父亲便快步地出了院子 我也是转身 来到柴房门口 就见柴房中 不戒和尚正满头大汗 盘血而坐 他的嘴唇和眼皮 都已然变成了紫黑之色 显然是身中剧毒所致 看到这儿 我不免咬了咬牙 牛头像唐屋之中的 吴勇看了一眼 他也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与我四目相对 吴勇极不自在地 收回目光 闷着头 喝起了杂阳粥来 我蹲坐在柴房门口 一步也未曾离开 要想 若是白苏未死 或许不戒 便不会受苦逼毒了 以白苏的绝世医术 这世上恐怕 还没什么毒药 能够发挥效用 这可惜 这可惜啊 吃过早饭 吴老汉又提着砍着刀 前往后山砍柴 而吴勇 仰靠在唐屋门口的门槛上 晒着太阳 当吴老汉 缓步走出家门 远中 便只剩下我 和吴勇二人 当然 还有柴房之中的 不戒和尚 他此刻 正以禅定之法 试图将体内剧毒 逼出体外 然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还需要耗费一定的修为 不知道 他能否将毒逼出来 但愿逼出什么岔子 我静静地看着吴勇 沉声怒道 你为什么下毒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下的乃是最普通的毒药 也就是俗称的皮霜 而且我下的量 足够毒死一头牛 所以 你让那个大和尚 别费力气了 如果这世上还有人 能够把这毒逼出体外 那可真是稀罕事了 吴勇冷笑一声 淡淡回道 你的老父亲 如此疼爱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咬着牙 再次怒声喝着道 哼 他疼爱我 疼爱我 就让我住在这破房子 烂瓦片之下 为什么没有 置办出一斤半点的家业给我 我都快三十了 连一个上门提亲的人都没有 还有 我们都已经成了这般光景了 他居然还发什么善心 收留你们这几个短命鬼 吴勇似乎一肚子怨气没处仨 被我这么一问 像是勾出了那段肠子 一股脑的都嚷嚷出来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昨天他居然眼睁睁 看着别人打我 无动于衷 这老婆死的 他哪点尽到了一个 做父亲应该的责任呢 那我还这么个废物老爹 做什么用啊 就因为这些 你别要毒害自己的亲生父亲 毒害这养育你二十多年的老父亲 你当真是一个无咬可救的 无腻之子 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你这种人了 我再次咬了咬牙 气呼呼地叫道 不用懒洋洋地回了一句 你想骂就骂吧 反正那和尚已经中了毒 他明明知道里面有毒 却还要喝 这可怪不得我 而且他坏了我的好事 也应该说得应有的报应 你居然还知道这世上有因果报应 若是你真的知道 便不该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来 我告诉你 如果不接大师 真出什么事 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 我气呼呼地回道 就凭你这个病痒痒的臭小子 你还想对我不客气 还是老老实实一边待着去吧 别惹得小爷我不高兴 连你一块弄死 无用忽然扭头看向我 眼神之中 充满了一抹阴狠之急的气息 不要逼急了我 逼急了 大不了大家一块死 反正我如今的处境已经是这样了 也不在乎能活到老了 还有啊 你们就不该来我家 可既然来了呢 就别想好好离开了 至少 我会不遗余力地想办法弄死你们 你 你当真是无药可救 到了此刻居然还想着对我们不利 就别你那里能耐 除了下个毒 你还有什么本事 我冷笑一声 我是没什么本事 可你呢 一个病样子 那那就有什么本事了 如果我愿意 此时此刻 便能要了你的命 但我并不着急 不着急这么快把你弄死 你呢 安安心心地看着那个老道士 还有那么一个 肥头大耳的大和尚是怎么死的吧 最后才轮到你呢 吴用冷笑着 向我回道 有我在 有我在 你休想动不屑大师 一根汗毛 我怒声喝道 无用祸地站起来 随手提起了一把 秀气斑斑地砍这刀 大步地向我走过来 上时间 我急忙扭头 向四周悬末一圈 最终 找到了一把锄头 一脸怒意地 挡在了柴房门前 看到我手中的锄头 吴用不禁再次 狼笑道 就拼一把锄头 你以为你这样子 能够保住他的性命吗 他坏我好事 还打过我 我绝不会让他 那么好好的活着 无用 你有本事就放马过来 别看本刀爷 冰洋洋的模样 好像还很好对付的样子 如果你不想血尽当场 便老老实实待着 不相信你就来啊 我再次沉声打喝 听到我的声音 吴用不禁是面色一颤 停下脚步 他咧嘴一笑道 你着什么急啊 我又没说一定杀了他 再说 你们这几个外来人 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我不想惹你们 但你们也休要 再多管我的闲事 说着 他扔掉了手中的砍柴刀 怒狠狠地哼了一声 大步走了开去 带我回到柴房之中 只见不戒和尚 已然是浑身被汗水湿透 他的嘴唇 也从紫黑色 变成了惨白色 整个面部 都显得瘀青壮 看到这儿 我不见案子逆难 大师 你一定要挺过去 如今无用张狂无尽 泯灭天亮 你若是真有毒化他的心 就不能这么被毒死啊 不知不戒和尚是否 听到了我的心声 他忽然张嘴 喷出了一团黑色的毒血 竟然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不过此刻 他的气色看起来更加虚弱 甚至虚弱到了极致 不见大师 您现在怎么样 不见大师 现在怎么样 见不见 稍有缓和 我急忙开口询问道 我呀 已勉强把毒逼出来了 但却是耗尽了我的修为 今生 我现在需要尽快调心 将失去的修为恢复起来 否则 你自己是没法应付无用的 不见和尚有气 无力地回了宜军 再度和尚双眼 进入缠定状态 您这是何必呢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道 人谁无故 只要能改 便是善莫大业 何况若是无用的孩子废了 他老父亲 又当如何一样天年 为了吴老汉 和尚我必须 度化无用 不戒淡淡回道 可是 可是那无用现在 耐心未灭 还试图要再次毒海捏 而晚辈些微禁尸 他一看出 晚辈虚弱不堪 似乎对他够不成什么危险 晚辈担心 他会借机加害 不知大师 还需要多久 才能够恢复起我呀 我一脸苦涩 想不戒询问道 和尚根基 还算是深厚 只在六个时辰后 便能够恢复修为 今生 有劳你护法了 不戒说完最后一句 便不再说任何话了 我心里有了底 也是重重点头 暗自逆难 大师尽管放心 无论如何晚辈 也会想办法 乘过这六个时辰 如今 已经是正午时分 六个时辰 便是要到子夜时刻 若是白天 想那无用 也不敢太过张扬 可是到了晚上 谁也说不准呢 想到此 我忙把锄头 攥在手中 蹲守在柴房门口 时刻盯着 无用所在的风门 月末傍晚时分 吴老汉砍柴赶回来了 见到我不禁笑着说道 哎 今生啊 不记得大师还没有醒啊 他今天早上 并没有吃早饭 中午的饭如果也没吃 那这个晚饭 难道也不吃了 大师还在休息 他正处于修炼状态 而修行之人 一旦进入修炼状态 三五日不进时 也是无妨的 老人家不必担心啊 我只得向吴老汉 继续撒着谎言 似乎这事 只能是一瞒到底 哎 也罢也罢 我们呢 相眼村夫 不懂修炼之道啊 既然大师 有这般安排 我们也只好 心听尊便了 不过 带大师行转 你可要及时 告知小老儿 小老儿定当 准备一些饭食 供大师享用啊 吴老汉似乎听不懂 我所讲的修炼意图 也指的是点头应承下来 哦 对了 老人家去了后山方向 不知那所谓的 赤烟洞遗失 可有什么新的消息啊 我急忙向吴老汉 再次询问 哦 村里人呢 都去了赤烟洞一带 但听说他们 也早做的返回家中了 不敢在山里 逗留太久啊 而赤烟洞方向 乃是在山西一带 小老儿自然是 不敢去凑那个热闹啊 便去了东山看拆 此刻 恐怕赤烟洞一带 已经没人敢去了吧 吴老汉正说着 向四周看了一眼 哎 李道长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他不会一直 待在赤烟洞吧 哎呦 那赤烟洞听说非常危险 该不会 自是不会的 道长 道法高深 区区鬼邪 怎伤得了他 老人家放心就是了 我虽然这么说 可心里确实也担心 那赤烟洞鬼 本已折损大半的修为 但此刻 他如果真的吸食人血 恐怕修为 不但会提早恢复 更有极端的可能 修为大增的 那时 父亲恐怕 不是他的对手啊 原本父亲 也是和不介和尚联手 才对付得了赤烟洞鬼 而且 还是以天罗大阵为基 方才能够建功 如今 什么都没有 万一 想到此 我不敢再往下想 只是现在的我 修为尽失 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而不介 又被吴勇那网报弹 下了毒 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何况 我现在 还为不介和尚护法 防止吴勇 趁机加害 似乎我们 现如今的处境 乃是处于 万分艰难之中 进退不得 天色 中秋还是黑了下来 我寸步不离地 守在 不介和尚身边 此刻 他的气色 似乎是稍稍有些恢复 周身的气息 却依旧异常地虚弱 不多时 外面刮下了阵阵狂风 原本清朗的天气 也忽然变得阴暗起来 周围的树木 更是不停地来回晃动着 像是在为这个不平凡的夜色 增添几分凝重的气氛 谁 忽然 我仿佛听到 柴房外 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脚步声 抬起头 沉声质问 然而外面 不再有任何动静 可当我刚欲放松下来 又再一次听到了脚步声 正一点一点地 逼近柴房 外面漆黑一片 柴房内 点着一盏枯黄的煤油灯 我扭头看了眼灯火 时不时 被那外面吹进来的冷风 搅动地 来一回闪烁晃动 皱着眉头 我略作思寸 随即吹熄了灯火 煞时间 只见柴房的门 把一股大力给吹开了 我当即 抄起锄头 冲了出去 但私下里扫了一眼 竟是空无一人 用力咽了个唾沫 我暗自苦笑 还真是自己吓唬自己 了想得无用 也不至于这般 想要害死不计大事 如果他真的 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那么不借大事 也着实犯不着 再度化于他 可我刚欲回头 猛然看到一道身影 忽然便冲了过来 仔细一看 可不正是无用吗 还未等我大喊出声 已然是来不及了 无用手持一根 手臂粗细的木棍 轰然向我披了关 我急忙向后躲闪 纵然修为尽失 而且力气 也是跟不上普通人 但一向修习 无亲戏的我 身法倒还算灵活 忙向后闪了开去 挥起手中锄头 便迎了上去 一番混乱的闷棍之后 我终究还是体力跟不上 愣是被无用 一击重击打得连连后推 亮枪着 摔到余地 啥时间 无用挥起棍子 便向我脑袋砸了下来 口中骂骂咧咧叫道 想动化我 那我先把你们给动化掉 去死吧 你 你真是 真是无药可救 我亲急之下 伸出手指着无用 简单地说出一句 正当无用的棍子 即将落在我头上的时候 柴房带忽然闪出一道高大身影 此人正是不戒和尚 他闪电般地出了一场 重重地将无用打得爆飞而起 远远地甩出五六掌之远 不见和尚停下脚步 双手合十 默默地念诵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不见大事 你怎么出来了 修为可曾恢复啊 我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势 连蒙向不戒询问道 金生 多谢你的关心 和尚修为已然恢复了八成 虽然小有遗憾 但和尚 却不能眼睁睁 你被无用所害 李道长已然去对付那吃面老鬼 和尚怎么能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你们家本就是诸多遗憾 而这种遗憾 绝不可以再延续到你身上来 不见和尚一脸苦笑向我道 多谢不戒大师 我没有否认不戒的话 但也没有承认不戒的话 只是十分诚挚地道了一声谢 远出 无用艰难地爬起来 举着棍子 指向不戒和尚 大声叫道 你这个臭和尚 没想到吃了一碗剧毒还没死 你命还真大呀 阿弥陀佛 不知施主的心中 又为何有这么多的仇恨 和尚与你贫水相逢 你何以起如此杀心 而且你的父亲摘心人厚 对你更是百般疼爱 你又何以忍心下这等毒手 不戒和尚深深看了无用一眼 继而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恨 我恨哪 恨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个穷苦之家 我恨这个家 为什么家徒私逼 恨我的父亲 为什么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 你们这些人都该死 全都是没用的废物 废物 无用咬牙切齿怒吼一声 此时尽管吴老汉房中的油灯 已然被点亮 他依旧不管不顾地大喊大叫着 不多时 吴老汉披着一件单衣 缓步从内屋走出来 看到了发疯一般的无用后 他不禁劳累纵横倒 儿啊 千错万错 都是爹的错呀 师弟没本事啊 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更是没让你娶上一份好媳妇 爹亏欠你呀 太多太多了 老安家 你何必说这些 你早已把他养大成人 而他 也见儿立之年 但你看看他 还是一事无常 他居然还把自己的无能 归交于自己的父亲 归交于这个穷苦的家庭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又是什么样的混成东西 才能够想出这番话来 我听完无用的咆哮之言 不仅是气不打一处来 忍不住向吴老汉 大声辩诺他 老安家 你不欠这个逆子什么 倒是他欠你的 实在太多太多 还有 他不是报答你的养育针 反想要加害于你 这样的无逆之子 你居然还为他说话 这是何必呢 说到底啊 小老儿我太过无能啊 我这儿子自小 也是被我惯坏了 所谓养不叫父之过 都是我的错呀 吴老汉深深叹了一口气 接着又向吴用道 儿啊 你若是觉得爹不好 无论是打我骂我都成 可你千万别伤害人家大师啊 你个喇叭死的给我闭嘴 我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 你最好不要拦着我 否则就别怪我忤逆不孝 吴用一脸愤怒 指着自己的老父亲大声吼叫道 阿弥陀佛 不计和尚缓步地走到吴老汉的身前 向吴老汉温和道 老师主不必多言 这孩子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说的再多 也是无用之君 如果你相信和尚 便让和尚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大师啊 小老儿 怎敢如此麻烦大师啊 吴老汉忙苦之连 向不戒回道 不麻烦 不麻烦 不戒微笑着摇摇头 接而又道 外面天气不是很好 此刻狂风 紧接着便会下雨 你还是静屋歇着吧 其他事情 叫由和尚来处理 大师啊 可是 去吧 不等吴老汉再次开口 不借和尚摆了摆手 微笑示意吴老汉回屋 吴老汉叹了一口气 摇头叹息道 哎 都是小老儿无能啊 管出这么个孩子来 如今居然还要请大师帮忙开导 我 我实在过意不去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抹着眼泪 步履蹒跚地走进了那屋 当不戒和尚再次回过头来 吴老汉却是冷哼一声道 臭和尚 你还想和我说什么大道理啊 我告诉你啊 你那些狗屁道理 在我面前根本没用 哪知 吴勇话音还没落下 就将不戒和尚 快如闪电一般 已经到了吴勇的跟前 紧跟着他二话不说 上前又是一掌拍出 重重打在吴勇的心口之上 吴勇猛地倒飞而起 远远地摔在了院墙上 继而重重地又落回地面上 他剧烈地咳嗽两声 张嘴喷出了一口血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随其摸摸自己的嘴巴 当即便惊叫出声 血 我 我流血了 然而吴勇的声音才说出口 不戒和尚再度牺牲而至 轰然一击重拳打出 重重地将吴勇再度撂翻在地 吴勇发出了一道杀猪一般的惨叫 可不戒和尚根本不管他的痛苦爱好 随即又是紧急重拳 如雨点一般地砸在吴勇身上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吴勇痛叫连连 但发现吴勇后 联盟向不戒和尚大声求饶 哎呀 大师 大师 饶命 饶命啊 阿弥陀佛 不戒和尚缓缓地收回手 淡淡念了一声佛号 吴勇张嘴又咳出了几口鲜血 浑身以吓得颤得无比 继而满脸恐惧地看着不戒和尚 你这个和尚 和尚不是以慈悲为怀吗 你为什么 为什么什么也不说 上来就是一顿毒打 哎呀 你你是不是和尚啊 施主错了 和尚不一定都是菩萨面 自然还有金刚怒目 不戒和尚依旧是风轻云淡 向吴勇回道 施主如果觉得还不够 和尚不妨再做一份疏头 相信施主自然能够豁然开朗 心急全消 哎哎哎 开朗了 开朗了 但尽不戒再次挥起拳头 吴勇连忙挥舞双手大声叫道 大大大事 大事我 我我知道错了 我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您 求求您饶了我吧 说着 吴勇连忙跪的地上 向不戒连连磕头求饶 不戒和尚淡胆开口道 家有逆子 必败其家 还请施主 早日翻人醒悟 不要再做这些 伤害 伦伦天和之事 当然 当然会 毁物 吴勇连忙是点头如捣钻一般 继而 尖难站起身来 恭敬地弯着腰 似乎像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一般 但就在不戒和尚 稍稍放松之际 吴勇忽然扭头就跑 直接冲向大门 而就在他跑出大门之际 口中又再度大叫道 臭和尚 我打不过你 有人能打得过你 你等着啊 等着 我现在就找任人来收拾你 究竟无用眨眼间 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不戒和尚 畅然若失地望着大门口的方向 许久后 无奈地摇头道 哎 天堂地狱 自来自去 奈何 奈何 无用此次 也认识丧心病狂 似乎软硬都不止 不及大事 你也已经尽力了 所以 就不要再想着 用感化的方式来度无用了 一晚被遇见 不妨将其打上废人 至少吴老汉 还有个废物儿子 否则这事上 不但是多了一个无逆之子 更是多了一个 奢不奢的大恶人呢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更加无奈地 向波戒说道 此次侮逆自己的父亲 打伤阻德 恐怕会有天前临身 打祸不远了 不介和尚 一边摇头 一边苦叹道 所以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他自己造孽 别为他自己去承受后果 只是 他说要去找人 恐怕也是找一些 无恶不足的恶人 到时候免不了 要和那些混账东西 叫你一番 我先是劝慰了不借和尚一番 竟而是一脸担忧地说道 和尚不怕打架 只是怕不能度化了无用 虽然他逃了 但天色已晚 而且那吃面老鬼 就在附近藏匿 唯恐他遇到什么不测 我们还是应该找到的才是 不介皱着眉头 若有所思到 为年 我不免向吴老汉 所在的内巫扫了一眼 此刻吴老汉 定然是伤透了心 但也难怪 养出这么个不孝之子 任凭是谁 恐怕都会非常难过 大师啊 近生啊 你说天这么黑 那孩子不知道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无论如何呀 拜请两位帮忙 把他找回来 只要能找回来 小老儿自然会约束于他 必定不让他 再犯什么大错呀 吴老汉似乎担心 我们不肯帮忙 还再次恳求道 我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吴家就这么个儿子了 还指望他延续香火呢 不借连忙安慰道 老师主 不必担心 和尚这就帮你去寻找儿子 找到他 自然把他带回来就是 近生啊 我们快去找人吧 哎 好 我极不情愿地 轻叹一声 竟然点头应声下来 老人家 你可知道 那无用平日里 都和什么人来往密切 我们也好直接找上门要人啊 哦 哦 他平日里啊 和村里几个不务正业的人 都有来往 为首的一个叫 留生的二六子 我儿子或许便去找他了 对了 留生那个二六子啊 认识不少人啊 如果他真的会帮着对付你们 你们可要小心一些应付啊 万不可因为我儿子 而让你们在受到什么伤害啊 吴老汉满心担忧地向我们嘱咐道 老人家大可放心 我们这就去寻找吴勇回来 我随即向吴老汉安慰一句 便和不戒和尚一道追出了大门 刚出大门 只觉得一股股阴冷肆虐的狂风 贬得更为狂躁许多 追出了十余步 不戒和尚忽然停下脚步 我错的看着他 大师 怎么了 不对劲 似乎有些不对劲啊 不戒迟疑一下 玄机扭头看下了我 今生 空气之中 似乎夹杂着一抹血腥之气 想来那赤面老鬼露灭了 嗯 我们现在所有的任务 应该是帮李道长 对付那赤面老鬼 万不能让李道长 独自面对那般道行高深的老鬼啊 啊 可是 那无用怎么办 我想了想 不仅扭头 向村子方向看了一眼 你爸 他就算找到人来 也远不如大师的对手 也远不是大师对手 而且 他去了村子里 至少也是安全的 我们现在不妨去帮助李道长 对付赤面老鬼 待解决了赤面老鬼 再回来叫光的无用不迟 说吧 我转身 便往后山方向跑 哎 哎 锦盛 你等等我呀 心急如焚之下 我不免加快了脚步 倒是身后方向 传来了不戒和尚的 追赶之声 父亲已经许久没有消息了 也不知道 他在吃烟洞中 遇到了什么麻烦 更是不知那吃烟洞中的 嗜泻恶鬼 是否就是那赤面老鬼 一系列的问题 缠绕在我心头 让我的心境 无法平静下来 我不得不承认 我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危 这个世上 我的亲人已经不多了 除了碗鱼 似乎就只剩下我的父亲了 我不能让父亲 再遭到什么不测 绝不能 林烈的夜风 呼呼地吹打在我脸上 让我仿佛置身于冰窖之中 但我已经管不了那许多了 先前若非需要我照看不见和尚 恐怕我已经冲向后山了 现在尽管 我修为尽师 我还是会拼了性命 来保证父亲的安人无恙 如果抛开我不得不为的道义 那么剩下的 便只有那么一点亲情 亲情 父亲 听到身后方向不断传来 不借和尚的呼喊声 我并没有回头 更是没有半句回应 此刻我的心里 只有父亲的安危 除此之外 我什么也想不到 也不想再去想了 不知跑了多久 前面忽然出现了当日的深谷入口 那层层弥漫的浓烈雾拉 此刻依旧漂浮在深谷之中 似乎一旦走进去 便又会和之前一样 迷失在其中 入谷口 我缓缓停下脚步 略微差一只鸡 不借和尚便追了上来 急急向我道 哎呀 金神啊 你着什么急啊 闲钱坠无用的时候 也被 也没见你这么着急啊 不行大师 闲钱是闲钱 闲钱为了协助你 救火无用 晚辈不得不留在无家 而见无用的事情 可以暂缓一时 晚辈便不得不赶到 这深谷之中 我私下扫了一圈 皱着眉头道 大师 这深谷之中 依旧是浓漫弥漫 我们该如何寻找 赤烟洞的下落呀 寻找赤烟洞 便不得不再次深入谷中 只是 上次教训 却也是不能置之不理啊 所以接下来 我们必须想出一个 能够辨别方向的法子 才能够再次入谷 不借和尚皱着眉头 一脸认真道 哎 晚辈有一法 只是因为 修为近师的缘故 故儿不能施展出来 恐怕还需要 不借大师来帮忙 才能够做到 说着 我顺势从包袱里 取出了天心镜 交到不借大师手中 大师 这是家师所传的天心镜 此物可观照大千世界 只要注入一丝神念 便可随心所欲地 探查万物之缘 不借和尚 惊恶地看了看天心镜 满脸欣喜地赞赏道 哎呀 这可是难得的宝贝啊 金上 你师父哭牙老祖的宝贝 那都是稀罕物啊 若是有机会 不妨带和尚我 去拜访一下他老人家啊 我师父 是毛山派的守山人 终生不得离开毛山后山 而且一般人 也很难进入后山禁地 当然 如果真有那样的机会 晚辈定当满足 不借大师的愿望 我微笑着 向和尚回道 嗯 此物似乎需要一滴金鞋 方能够催动其中的神力 待和尚 一事究竟 说着 不借当即咬破手指 滴了一滴鲜鞋 注入天心镜之中 第二 只见他顺势 掐出了一道佛门大手印 那金光闪闪的万字印 轰然便打了过去 当万字印 注入天心镜中 天心镜通体 散发出了一抹金光出来 不借和尚 急忙双手捧起了天心镜 向着眼前的身骨 便照了进去 眼看天心镜的表面 不断浮现出一抹抹的画面 不借当即向我喊道 警生啊 和尚已经知道 齿炎东的所在了 跟我走 就见不借 闪身便冲了进去 我哪敢有丝毫的怠慢 急忙也紧追其后 我们一路飞快地前行 穿过了一道道密林 前面不远处 一条溪水缠缠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不借当即停下来 沉声说道 似乎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警生 快走 此时此刻 纵然他不说 我也已经感应到了一丝丝血腥之气 而且越来越浓厚 皱着眉头 我和不借一起纵身跳过了小溪 向前面的山坡飞快地冲了过去 然而就在我们刚刚赶到半山腰的位置 不借联盟伸出手阻止他 哎哎 且停一下 前面好像有人 果然 当我们缓步走近 却是看到一个狭小的山洞之中 正坐着一道人影 仔细一看 我不由教导 哎 李道长 此人正是父亲李正宫 道长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这里不是赤烟洞啊 哎 赤烟洞呢 吃面老鬼去哪了 不借和尚问了几句 但很快又低头 仔细打量父亲一眼 唏嘘不已地摇头道 不好 李道长身受重伤了 紧尚快打些溪水来 道上似乎伤得很重 就见父亲面色惨白 气息虚弱至极的样子 我不禁鼻尖一酸 差点哭出声来 听到不借和尚的吩咐 我急忙扭头冲下山坡 趴在小溪边 石声痛哭起来 不多时 我强忍内心的伤感 打了一些溪水 回到深洞中 此刻 不借大师正守在父亲身边 我把溪水 端到父亲跟前 颤声说道 李道长 喝些水吧 水 水 父亲一听到水 呼吸力时 变得急促了许多 当即捧着水壶 用力地灌了几口 汐儿 粗声粗气地说道 你们 你们怎么能够找到这儿来的 自己一旦到了夜晚 便是浓雾弥漫 能够进得来 却是出不去啊 我急忙问道 道长 你怎么样 伤得重不重 不打极 只是被那吃面老鬼偷袭 受了一点小伤 带我调戏一番便可无碍 今生 你修危还未恢复 伤处于危险境地 不能来到这种地方啊 父亲艰难地睁开双眼 一脸关切地向我道 我急忙回道 道长 我不碍事的 现在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的身子骨 实在不行啊 咱们还是回到吴家 暂些意识 再慢慢商议 如何对付 吃面老鬼也不止啊 不 后面那座山 便是吃烟洞的所在 而我守在这里 便可以挡住 吃面老鬼出国 一旦我离开 吃面老鬼便再无顾忌 遭殃的便是 父亲一代的百姓啊 父亲摇里摇头 斩钉截铁地向我拒绝道 虽然 我受些许内伤 那吃面老鬼也没好到哪儿去 若不是他前些日子 稀释几个人的鲜血 只怕已然是魂飞魄散了 哎呀 都是和尚的错 不可让道长单打独斗 不戒和尚 不停地自责 哎 和尚 你慈悲为怀 乃是行的 同体大辈的菩萨道 所以度人和救人同样重要 我并没有责怪你 你何必如此自责 父亲随口 向不戒和尚打去道 嘿嘿 套上才是真正的大慈悲心啊 为了扶正驱邪 不惜于吃面老鬼拼命 所以和尚对道长的景仰 乃是如滔滔江水 连绵 好了好了 别再贫罪了 你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那吃面老鬼 也已受了重创 接下来的事 我们交给你来处置 我的事啊 一时半会儿恐怕还好不了 父亲不等不见和尚说完 便直接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哦 好好好 你呀 安心养伤 接下来的事 交给和尚我来做 不戒起身 向后山方向扫了一眼 扭头向我交代道 金城啊 你照看好李道长 和尚我这就去会会 那吃面老鬼 嗯 大师多加小心 尽管那吃面老鬼受了重创 但他毕竟 稀释身仍鲜血 修为恢复起来 也是异常之快的 我想了想 向不戒嘱咐道 和尚明白 不戒点头应成一声 当即纵身飞掠而起 向后山方向 便冲了过去 我拿起水壶 向父亲关切地说道 李道长 您再喝些水 不用担心 有不戒大师前往 敌人能够 将他吃面老鬼解决掉 但愿如此吧 父亲轻叹一声 捧起水壶 又灌了一通 随即 他嗅了嗅四周的空气 微微皱起眉头了 嗯 不对啊 这空气中 泥满了血腥之气 似乎又中了几番 血腥之气 便是那 赤面老鬼的气息所在 这足以说明 赤面老鬼的修为 已经在恢复当中 那这怎么可能呢 山谷之中 并没有生人进入 没有鲜血的提供 赤面老鬼 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而和尚现在 冒人跑过去 恐怕要吃别啊 道长 您的意思是 赤面老鬼的修为 已经恢复了 那不记得是这时候冲过去 岂不是很难够对付了 我蒸蒸地反问了一声 随即快步 跑上山顶 向着后山方向 看了过去 然而山谷之中 雾气弥漫 根本看不到 赤眼洞的所在 只是接下来 却听到了 不戒和尚的怒吓之声 哎 赤面老鬼 你让和尚找得好苦 此刻和尚便度你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啊 怎么会是你啊 谁知 不戒和尚的话 刚刚说完 便紧跟着 念叨了这么一句 这话 却是让我有些 战而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不戒和尚 看见了谁 谁跑去了 后山的赤眼洞呢 紧尚 发生什么事了 山洞中 父亲突然向我问他 我扭头 乃是一筹莫展地回道 啊 我也不知道 啊 哦 我也不清楚啊 只觉得不戒大师 像是遇到了熟人 而且他好像非常惊讶 像是见到了 不该见到的人 这个人他肯定认识 熟人 父亲诧异地 拎喃一声 那赤眼洞中 只有世纪的赤面老鬼 怎么会有什么熟人 莫不是和尚说的 就是赤面老鬼 毕竟在鬼市之中 我们和赤面老鬼 是打过照面的 虽然父亲这般分析 但他语气 似乎也不是很肯定 如果只是赤面老鬼 便也无需这般亚议 因为 只要到了赤眼洞 必定能够见到赤面老鬼 那么见到了他 又何必如此惊讶呢 而不戒和尚既然惊讶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他所遇到的 顶人不是赤面老鬼 而是别的什么人 能够来到这一代的 似乎除了我们 别的也没什么人了 或许是不戒大师 在别处的熟人 也说不定啊 我想了想 似乎也只能做这样的解释 闻言 父亲缓缓睁开双眼 乃是双手一松 整个人瞬间便站了起来 但刚站稳脚跟 便是一个亮枪退了一步 显然并没有痊愈 身体依旧虚弱 道长 你怎么停下来了 你身上有伤 若不及时调息 恐怕 不发誓 我刚才略做调息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现在我们不能让 不戒和尚 独自面对赤面老鬼 如果让赤面老鬼 逐个击破 那我们就更难除掉他了 所以 我必须去诸和尚一臂之力 说着 父亲一步步地 走出了山东 乃是和我一道 向后山赤焰洞方向 看了过去 只见浓雾弥漫 根本看不清楚 父亲沉声道 走 过去看看 刚说完 父亲便纵身 冲向赤焰洞 我来不及阻止 只能眼睁睁 看着父亲冲下山去 无奈之下 我也只好快步跟上 但父亲的身法 奇快无比 我无论跑多快 都无法追上他的脚步 只当我来到后山脚下 远远地 看着略显模糊的 赤焰洞轮廓 而父亲的身影 似乎已经赶到了 就在父亲的身边 不戒和尚 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 似乎并没有出手 和赤面老鬼斗法 此时 父亲竟也是发出了 一道惊讶的声音 啊 怎么会是你 这件事是谁啊 父亲和不见何尚 遇到什么人了 他们 他们怎么都认识此人啊 我恶然地向赤焰洞 一步步靠近 因为我的修为全尸 有担心会成为 他们的累赘 便不敢太过靠近 就在我依稀 能够看清赤焰洞时 便是悄悄地 藏在了一块大石后面 如此 当我仔细看过去 静也是诧异地暗叫出声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会是吴佣 他不是跑进村子里了吗 怎么会无缘无故 跑到这赤焰洞来 而且 他的脸色 和医生的神器 似乎也不太对劲啊 啊 他被附身了 没想到 赤焰老鬼居然附身在了吴佣身上 而吴佣 怎么会跑到这赤焰洞 甘心成为赤面老鬼的夺舍对象呢 赤面老鬼 本就有八百多年道行 如今更是残忍嗜血 嗜血之后的恶鬼 尤其是道行勾身 恐怕已尽妖魔之境界 这时候一旦附身 便不是简单的附身 而是随时都有夺舍人身的可能 无用甘心被赤面老鬼附身 便极有可能成为赤面老鬼夺舍的对象 所谓夺舍便是取而代之 将本体魂魄赶出体外 自身与屈窍融为一体 如此可修炼出不朽真身 这种奇异的夺舍之法 只有在传说中听到过 现实中还真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奇异 那是因为大多的鬼邪 并没有夺舍的大能力 能够修炼数百年 已经是甚为稀有 其二 夺舍必须本体心甘情愿 否则任何鬼邪 无论多么高深的道 都无法完成夺舍的过程 因为人的元神乃是一样强大 只不过普通人俗心过重 以至于元神昏昧 根本无法自保 但若是人身受到极大伤害 也或者是人心清静无碍 元神之力便会自动被激起 甚至觉醒 元神为人神之至尊至贵的存在 亦是人为万物之灵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是人可以修炼得到的原因之一 倘若甘心被附体 那么元神即便显现也无可奈何 正所谓甘心被害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谁又能帮得上忙呢 臭和尚 臭道士 你们既然都来了 那便留下吧 被附身的吴庸 冷眼打亮了父亲和不见和尚 急而笑着道 幸好我想到了赤眼洞 又想到了这里住着一个 你们都不敢惹的嗜邪恶鬼 我知道 无论怎样 我都对付不了你们 但只要我找到这嗜邪恶鬼 便可置你们于死地 不用 你既然并未全部被夺杀 那么你的魂魄 还并未立体 如此 你就该明白一件事 父亲皱着眉头 沉声道 一旦你的魂魄 给那赤眼老鬼赶出体外 你便再也无法回到取笑之中 那时 你就只能做一个游魂 而赤眼老鬼 便是你这副身体的新主人 仅仅是一时的无名之火 何必让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来对付我们 你 你在吓唬我呀 这老鬼和你说的可不一样 他只是说 要跟我合作 和我联手啊 铲除你们 他便离开我身体 那时候 我还说 你却这么说 分明实在吓唬我 无用迟疑了一下 又怒声反驳道 你并非盗门中人 不知其中的厉害 我也不 不知其中厉害 我不怪你 如果你真想保住自己的小命 你同样保住自己的躯体 便不能被他赤眼老鬼所蒙骗 他一旦附身在你的体内 便不会再离开了 如果你坚守不到最后 离开的便只有你 而不是他 因为你根本无法将他赤面老鬼 赶出体外 而他却能够 随时像碾死一只蚂一样的 将你毁掉 父亲亲生一叹 乃是语重心长的 向吴勇又解释道 吴勇 你也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 能够到手的东西 谁还肯轻易撒手 何况附身在你体内的 也不是一个证人君子 而是一个嗜邪的恶鬼 怎么可能跟你讲道理 又怎么可能和你讲诚信 难道你一点都不怀疑吗 我 我 我 吴勇顿时无言以对 但就在他迟疑的瞬间 整个人瞬间抽出起来 紧跟着 他猛地转了一下脑袋 以一脸圣怒的表情 注视着父亲和不见 我说 倒是 你们知道本座一旦夺赦 谁也无法再降服本座 就凭你们 还有你们那个天罗大阵 都将会一败涂敌 所以我们不会让你夺赦 而吴勇的魂魄也还在体内 只要他不想让你夺赦 你便不能顺利夺赦 此刻 你只不过是一个窃取人神的恶鬼而已 距离修炼出不朽真身 还差得远呢 不见和尚说着此话 也是喊道 吴勇 尽管你现在被那恶鬼所控制 但你依旧没有离开自己身体 此刻的你 还是能够听到和尚的话的 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身体 万不可让这吃面老鬼所夺赦 否则 你便再也不能回到自己身体了 你 也就不再是你了 当不见和尚的话说出口 就见吴勇 浑身再度抽出了起来 玄机 他脸色一会儿痛苦地挣扎 一会儿又愤怒地挤眉怒目 像是两个灵魂在一个身体内 不断地纠缠 不断地争斗 但没过多久 愤怒至极的无用 再度主导这具身体 乃是近乎咆哮一般的教导 哼 本座以人夺取这副 取体的控制权 这个人的意志 虽然很强 他毕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他还不能对本座 造成什么伤害 至于完成夺赦嘛 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最要紧的 便是铲除掉你们一僧一道 否则 你们只会在本座面前暗言 父亲沉声怒道 你魂魄不闻 倒行逼人大打折扣 现在的你 还有什么能力战胜我们 和尚 我们联手 除掉此牢魁 和尚 正有此意 不戒爽快的应声一声 瞬间便是挥出了一道 佛门大手印 沉声喝道 摩克手印 同体大悲 当金光闪闪的万字印 瞬间出现在和尚的掌心上 父亲一时同时拔出雷池宝剑 摇破指尖 以指尖流出的纯平之血 加持健身 两人同时出手 齐刷刷 向无用打了过去 无用狂笑一声 双手轰人 打出一道的掌风 在掌风中乃是 一股股浓烈的阴傻黑戏 向父亲和伯戒 迎面相撞而去 然而父亲和伯戒的暴冲之力 势不可当 轰人将无用的一击粉碎 而就在这时 无用纵身而起 竟是再度挥出一掌 硬生生接下了不计的一道 扶门大手印 二者相处积分 各自退了三大步 父亲迎面一剑四出 无用急忙一把抓住剑身 乃是被父亲狂横的一剑 轰然逼退五六掌之远 他也不顾手掌被剑刃所划破 流出了一抹抹的纤细 乃是咬牙切齿的 抓紧剑身不敢松开一分一好 就在这时 父亲大声喊道 无用 你若恢复人身 便还有翻身机会 但若是你心肝被夺射 便连做人的机会都没有了 无用闻言 忽然是单手抱头 惨烈地大叫一声 而此刻不戒 再度挥出了一道大手印 轰然向那无用的胸口 便拍了下去 万子音带着夺目的惊光 轰然打入无用胸口 刹那间 一抹黑色鬼影 乃是自无用的后背 轰然被震飞而出 远远地拽了出去 无用双眼抱睁 整个人蒸蒸地站在原地 随即双腿一软 重重地跪倒在地上 此刻却无人照看于他 那赤面老鬼身形狼狈地跌倒在地上 尚未站稳脚跟 父亲煞时便甩出了手中的雷尺宝剑 究竟那宝剑 带着一抹抹耀眼的雷光电影 闪电般地 冲进赤面老鬼的胸口之中 一箭洞穿 魂飞魄散 赤面老鬼 带着一抹歇斯低伶的惨叫 身影瞬间崩裂开来 化为一抹抹阴黑之气 消失于无形 唉 终于把这赤面老鬼解决了 我不免暗自松了一口气 反观无用 此刻如同痴呆一般 低着头 双眼静静地望着地面 嘴里不断地冒出一团团的抚沫 哎呦 儿啊 儿啊 哎呦 你怎么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大半夜的 也这么不让人神心 你看看黎道长和不见大师 都跟着你跑这儿来了 你 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吴老汉拄着拐杖 跌跌撞撞 从对面的山坡上跑下来 一边跑 一边呼喊着 吴勇缓缓抬起头 看着自己白发苍苍的老父亲 眼泪瞬间便流了下来 紧接着 他抱着老父亲的腿 嚎啕大哭起来 爹 这世上最没用的人就是我 就是我呀 说着 他用力地打着自己的耳光 一记比一记更重 吴老汉急忙阻止道 哎呀 儿啊 儿啊 怎么夜亮相依为命 好 也说不上谁没用 谁有用啊 哎呀 这年头啊 能活下去就已经很不错了 哎 你放心啊 爹呢 虽然年纪大了 但也不会让你吃苦挨饿 啊 就是再不激 也会让你好好活活着呀 看着吴老汉 老泪纵横的模样 吴勇更是失伤痛哭 连连向父亲磕头道 儿子不孝 儿子不孝 爹 你为什么不把儿子打醒啊 为什么要让儿子浑浑噩噩噩活到如今这不田地啊 吴老汉急忙抓住儿子的手 阻止他再次抽打自己的脸 眼含热泪道 哎呦 喂 儿啊 儿啊 爹在你很小的时候 便失去了你妈 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 哪舍得打你骂你啊 要说啊 子不叫父之过 也是爹太过孽于你的缘故 都是爹的错 爹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儿子醒了 儿子再也不会做那个混账之事 也不会说混账之言了 以后儿子定会好好地努力打拼 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好好地孝敬您老人家 吴勇连连摇头 一脸坚决地向吴老汉保证道 哎 哎 爹啊 爹知道你一定成气 会成大气的啊 爹等着那天啊 一定等着那天 吴老汉此刻与儿子抱头痛哭 可谓是感人为负 一旁 不借和尚双手和十 微笑念叨 阿弥陀佛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我佛慈悲 善哉 善哉 回到吴家 吴勇不坚乡父亲和不借 跪了下来 一脸苦涩道 以往我并不知道 自己如此险恶 只觉命运不公 让我生长在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境之中 怨天怨地 怨所有的人 如今看来 当真是愚昧至极 其实我最怨的 就是自己不求上进 且心思险恶 此次 听闻山中吃烟洞 又失险恶鬼 为了对付两位大师 我试图请着恶鬼相助 每次想差点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 而在于恶鬼争夺身体的使用权的时候 当真是感受到了生与死之间 那刹那的抉择 也让我深刻地明白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无用 当真无用 直到今天才发人醒悟 请两位大师海涵 原谅我这个罪孽深重的 不孝之人 文婷子言 父亲和不戒和尚 相视一眼 紧接 微微笑了笑 不戒身手 将他搀扶起来 凡事啊 有利有弊 虽然你这次遭逢挡难 却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弃恶从善 倒也是一桩莫大的机缘呢 相信你日后 定然能够成为一个有为之人 父亲也微笑着 向不戒夸赞道 所谓 负兮 祸所福 祸兮 福所医 此次歪打张招 却不见得谁见坏事 和尚 你成功度坏了无用 也是功德无量啊 不戒双手何时 嘿 李道长 谬赞了 此乃无用 善心发作 并非和尚之功 阿弥陀佛 此今是了 这面老鬼已被诛灭 和尚 接下来 你意欲何为啊 父亲点了点头问道 不戒笑道 和尚力有要是要去 就不再叨扰李道长了 而道长责任重大 他要带着近身去求医 不如早些赶往老巡山 以免延误 就有这近身的机会啊 那我们天亮以后 便就此分开 做我们该做的事吧 父亲再次点头道 不知过了多久 天色已经逐渐放亮 掐指算算时间 距离我49天之期 已不足半个月 而老巡山就在不远处 似乎与我们的行程 也并不冲突 一切都像是冥冥之中 筑定好的事情 两天后 我和父亲来到老巡山 看着巍峨大气的 老巡山山脉 其风鸾叠杖 高耸入云 不可谓不波鸾壮阔 让人心生向往 如果能够隐居在此 修仙练道 似乎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只可惜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去完成 另外 毛山脚下 腕鱼恐怕还在 苦苦地等待我的团聚 站在半身腰 父亲仰头望着风顶 竟而向我道 鸡舍啊 如果累了 我们就在这儿 歇息一会儿 这座山峰高约近千丈 要爬上去 恐怕还需要半天的功夫呢 大长 但不知您的那位好友 如何称呼啊 我向父亲询问他 啊 我这位好友姓姚 名字未知 只是人称姚圣人 因为他有一双 治兵救人的圣手 故而得名 此人乃是世间 少有的道一圣手 而且还是精通道法的高人 稍后见到他 且不可失了礼数啊 父亲简单地介绍一番 并再三向我嘱咐道 是 晚辈谨记于心 定然不会是理的 我连连点头应证道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山道上 只见一个年约四十许的妇人 衣着朴作 肩挑两个大木桶 正一边走着 一边吆喝着 闻言 我急忙拿出身上 存数不多的一些钱来 向父亲道 道长 你也渴了吧 晚辈给你买一杯山茶水 还请不要推辞 呃 那好吧 父亲微笑向我点了点头 我立时叫住了 那卖山茶的妇人 笑着道 道长 您山茶水多少钱一杯啊 我买两杯 小兄弟 我这山茶水 可是清凉解暑 解乏消困啊 你们尽管喝 喝多少 都算是一杯的钱 这一杯 才要五毛钱 那妇人笑着 又慌忙地 为我们倒茶水 然而就在第一杯茶水 端到我跟前时 我连忙送到父亲跟前 笑着道 道长 您先请 父亲也没有客气 随手接下茶杯 但就在我准备 喝第二杯茶的时候 父亲却是开口道 计声 且慢些喝 啊 道长 这茶水闻起来 甚是香甜 为什么不能急着喝 我错愕地向父亲询问 这山茶水闻起来 却是香甜可口 但这茶水之中 似乎夹杂着一抹香末的味道 所谓香末 就是香脂末端的一点香粉 这种香粉 只有一种香会有 那便是黑灵香 父亲说着 玄机盯着眼前的妇人 看了看 沉声道 这位大嫂 你真的只是 卖山茶的吗 瞧您说的 这大山里面的穷苦人 难免想谋个生计 这卖卖山茶水 那倒也还有假不成 妇人的表情 极不自然地笑了笑 向父亲打去的 然而此地乃是半山腰 距离山脚至少有几百丈之高 你乃是一个女子 又挑着这么重的山茶水 走这么远的路 爬这么高的山坡 难道就不累吗 父亲再次皱眉 沉声道 这位先生说话 好不通情理 我虽然是一介妇人 但多年来 往返山上山下 也是常有的事情 难道锻炼出一身的蛮力 也有错 那夫人当即一脸不悦地 向父亲反驳道 这是自然 如果经常这么做 确实不算什么稀罕事 但大嫂的双手 细腻嫩白 并不像是穷苦人家的手 而若是大嫂 真是一个卖山茶水的 便更不会 把这种带有迷魂香粉的水 拿出来给我们喝 父亲说着此话 忽然将一杯茶水 泼在那妇人的脸上 啥时间 那妇人周身上下 竟是冒出了一抹浓烈的 阴黑之气 进而 她身影一闪 竟是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恶然张张嘴 呆呆叫道 道长 这 这怎么回事 怎么一个大货人 能够凭空消失 那哪里是什么大货人 本明是一个 鬼邪幻化成人形的 禁妖之物 此邪屋既然能够幻化成人形 迷惑于我们 看来道行不歇 父亲一把提起雷池宝剑 旋即向四周扫了一眼 冷哼一声道 哼 幸亏他跑得快 否则定不饶他 臭道士 没想到你看到茶水 才看出我的身份 枉费你与地府 签下什么狗屁契约 我赤恋鬼 今天只是给你提个醒 他日 必让你付出代价 空气中 远远传了一道 妇人的冷笑之声 继而 便是逐渐远去的 狂笑之声 吃点恶鬼 父亲急忙向前几步 却发现那妇人的踪迹 依然远去 再难追寻 但见父亲 怅然若失的表情 我不禁皱着眉 随口询问道 道长 之前在来的路上 听你说 老君山一旦 有一只吃点恶鬼 此鬼恰恰名录 白鬼录之中 您此行 便是为了抓住 这只恶鬼 如今看来 那吃点恶鬼的道行 不浅呢 需要好声谋划一番才是 嗯 我此行正是为了抓住 这只吃点恶鬼 不过 也并不着急 既然知道这鬼邪 存在于此地 而且世间流传之事 也并非子虚无有 那么我们便可以 先行到朝圣观 寻找姚圣人 为你治伤 这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 父亲点了点头 玄机道 想到姚圣人 久居此地 定然会对 吃恶恶鬼 有一些了解 还是先找到姚圣人 从长记忆吧 我微笑点头 也好 这是刚刚那一幕 着实让人惊叹 没想到 区区的一只鬼邪 居然能够炼化到 幻化真行的地步 让人无法分辨 那他究竟是人啊 还是鬼 这样的道法 绝非一般的鬼邪可比啊 父亲一脸苦涩道 是啊 否则这吃恶鬼 也不会名列 白鬼路之中了 半天后 我们终于在傍晚时分 赶到了顶峰的 朝圣观所在 在朝圣观山门前 只见一位白发老道 携带两名随行的 年轻弟子 正迎候着我们 见到父亲 白发老道 微笑抱拳行礼 哎呀 李道友 别来无恙啊 这白发老道 一身身青色道袍 身材轻瘦 面若刀销 可谓是一派先锋道骨 啊 姚圣人 没想到我李正宫 这么快就又来叨扰了 父亲难得 向姚圣人笑了笑 我倒是以为 父亲从来都不会笑 至少这么长时间 相处下来 我很少见父亲 如此会心的微笑 啊 那一别 已然是数年之久啊 倒也算不上快 哎 只是李道友这是 姚圣人说着话 目光却是在我身上 打量一番 近生啊 还不快见过姚圣人 父亲提醒我一声 我哪敢怠慢 联盟向姚圣人 恭敬地行了一礼 晚辈陈近生 乃毛山派男宗弟子 见过姚圣人 哦 今生无需多礼 老道观你眉宇间 黑切缭绕 而周身气息 若有若无 精神气 更是溃散殆尽啊 哎呀 看来你的修为 只怕 好劲了吧 姚圣人先是笑笑 便一脸认真的 开始向我询问 姚圣人 不愧是得到高燃 晚辈症状 倒是被前辈 一语道破 分毫不长 晚辈曾服用了 七枚破云丹 致使修为禁尸 且只剩下 其其四十九斤的性命 在晚辈 和李道长前来 寻找前辈的同时 已经用去了 一个月有余 尚不足十余天的时间 所以晚辈 恳请前辈 十余援手 就晚辈 免于为难 说着 我再次恭敬地 向姚圣人 行了一礼 哦 原来如此啊 那你们 快敬灌说话 姚圣人深深看了我一眼 竟而忙客气地 邀请我们敬灌 并向一旁 随从吩咐道 你们快去给 李道长 以及晋升 泡两杯好茶 我们要细细详谈 是 随从弟子当即 恭敬应证一声 转身离去 朝圣灌内 我随父亲恭敬地 向道教的列位祖师 叩拜了一番 随即 被姚圣人 带到了 那是敬堂歇脚 坐下不久 灌内弟子 便是奉上了 两杯香茶 我们赶露口渴 也顾不上许多 先喝了一杯 而灌内弟子 续茶的时候 姚圣人 再次打量着我一番 点头说道 紧升这孩子 倒也算得上 是一位奇人 他周身神气 虽然散尽 性命 却能够 一直延续到如今 这种体质 我可算是 头一回遇上了 晚辈不敢相瞒 只因晚辈身上 带了一枚九龙玉佩 而这玉佩之中 封印着几道 真龙之气 晚辈能够 小心活到现在 或许正是受了 几道真龙之气的必要 我说着 忙把九龙玉佩拿出来 哦 哎呀 这便是传说中的 真龙气嘛呀 姚圣人满脸 真惊地站起身 伸手轻轻地 在九龙玉佩之上 扶了一下 再次摇头探道 啊 真是难得啊 难得呀 里面居然藏了 六道真龙之气 哎 金圣啊 你的机缘 当真是世所罕见啊 晚辈纯属侥幸 前辈谬赞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 哎 不不不 任世杰啊 但凡能够得到一道真龙之气 这 已经是非常吸引 你居然能够极其六道真龙之气 要知道 六道真龙之气 便是取自六条真龙气满 天下间真龙气满 也不过这九条而已 你居然独占六条 这怎么 不是莫大的机缘呢 姚圣人再次感叹道 让你这孩子身怀重宝 日后行脚天下 万不可在人前卖弄 以免招惹是非啊 我恭敬地向姚圣人抱拳道 啊 多谢前辈嘱咐 晚辈定当谨记于心 嗯 要说破云丹的功效 倒也是神奇 其中一个破字 便是让诸多修行之人 伤透了脑筋来 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修为 但长久下来 便会耗尽更多的修为作为代价 所以 也算是得不偿失啊 姚圣人说的词 又皱起眉头道 你居然一次服了七眉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而且破云丹乃是道门密药 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要知道 殿下界能够练出这种密药的 恐怕也不出三味 晚辈曾在五龙镇 遇到一个小神医 此女医术可谓是独步天下 但可惜 终究晚辈还是耽误了她 更是直接地害死了她 我实在不忍心把白苏的事情再次说一遍 因为我担心 一旦想起白苏的死 便会心如刀绞 心痛至极 姚圣人扭头和父亲相视一眼 似乎也明白了几分 便没再追问下去 而是微笑点头道 人世间其人意识几多 你能够遇到这样的心灵高少 也算是一桩机缘 只是没想到 那小小的医女 居然能够炼制出道门密药 也是难得 难得啊 姚圣人 不知你可有法子 搭救今生 她也算是天宗奇才 如果能够恢复修为 定人会是我道门中流砥柱 所以 还请姚圣人 定要匪心劳神一番 大叫 谨慎于危难之中啊 父亲忽然开口 一脸诚恳地 向姚圣人说道 啊 李道友啊 不知你与 近生这孩子的关系 姚圣人微微眯起了双眼 看了看父亲 又看了看我 最后 还是落在了父亲的身上 这因 锦生所佩戴的九龙羽佩 曾是我赠云幼子的护身之物 所以 杜无私人啊 难免让我心生测瘾之心 故而 带他来寻医问药 道让于你了 父亲向姚圣人解释道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还有这么一段冤语 嗯 我定是不遗余力的 来打救近生 姚圣人说完 却皱起了眉头 背负双手 缓缓地 在我们面前走动起来 嗯 既然破元丹 破尽了 近生的修为 那么唯一能够搭救他的法子 便是重新助他 修炼根基 所谓不破不立 便也是此理 只是他修为尽尸 根本无法吸收天地间的元气 并化为己用 所以 这世上恐怕只有一法 可以助他了 哦 不知是什么法子 父亲很认真地询问他 姚圣人 胆说无法 啊 不知你们可曾听说过 三神香 姚圣人忽然笑了笑 认真看了看父亲 又看了看我 三神香 哦 又称之为信灵香 为道教密香之一 可照请九天神明落下 可抵挡久由亡魂归正 既是忽视密宝 更是吸纳天地元气的密宝之一 只是这三神香的研制过程 据说非常困难 不但对于材料的要求极为苛刻 更是对制香的过程 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啊 父亲先是点头 随即便把三神香的研制方法 简单说了一遍 晚辈曾在毛山派后山的藏书阁里 观看过此香的研制过程 确实极为繁琐 此香研制之法 首先是对制香的六个环节 分别对应六个特殊的日期 乃是六甲之日 也就是甲子日 甲虚日 甲生日 甲午日 甲晨日 甲银日 这六个日子 除了这六个日子以外 便不能制香 另外 制香的过程中 必须择一进士 不准六处观之 不准女子进之 否则 制香难成 我也是跟着补充了几句 哎 近身果然是 博览道书 难得呀 父亲微笑地夸赞我一句 我一脸谦虚地 向父亲回道 道长言重了 晚辈啊 只是恰巧看过几本道书 而其中 又恰巧记载了 三神香而已 你们说的对啊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三神香很难制成 世间 能拥有此香者 也是寥寥无几 其实更重要的 是三神香的功效 也非 其他的香 可以比拟啊 姚圣人说着此话 不禁神秘地 笑了起来 传说 明汉地时 真人厌尽 居于三宫山的石窑之中 三宫山的石窑内 多有毒蛇猛兽 以及邪魔侵扰 随下山改居于 华阴县的安中 真人在华阴县居住三年 忽然有一天 有三位道人前来投诉 到了夜里 谈及三宫山石窑虽好 怎奈有邪魔侵扰 其中有一位道人道 无有其香 能救世人苦难 分之道德自然之玄妙 可生天界 真人得此其香 载入山中 焚烧此香 毒蛇猛兽 全部避走无声 忽然又有一天 那位道人 披头散发 背着琴 从虚空中 飞了下来 将此香的方书 写在了石壁之上 随之 乘风而去 其香名 曰三神香 能开天地之户 通灵达圣 入山可驱猛兽 可免刀兵瘟疫 酒汗可降甘霖 渡江可免风波 若有火焚烧 若无火则口嚼 从空喷雨起处 则有龙神护诛 而若是尽心修持 则能感应天地之元气 那为一身 与天地相感相知 可谓神妙无法言说也 说到这儿啊 姚上人 微笑又补充道 若是有此香啊 便可将 仅生丢失的根基 再度巩固起来 而且能够将天地元气 重新凝聚 再造生万 普通人修道 在感应天地元气的同时 天地元气 同样有所回应 然而 晋生修为尽失 是不能与天地元气 相互感知的 唯有利用三神香 作为外力辅助 方能有此奇效 也唯有如此 才能将晋生丢失的修为 再度弥补回来 父亲微笑点头 说道 姚上人 这本言说 想必自有 研制三神香之秘法了 哼 李道友可谓是 心有灵犀呀 假巧 这三神香的 研制之法 我手中留有一本秘本 此次 倒是能够派得上用场了 姚上人 缓缓地在我跟前 停下脚步 笑着又道 尘香 乳香 丁香 白檀香 香腹 获香 甘松等 进阶各取二前 远至一前 好本三前 白纸三前 玄身二前 另外 还有 零零香 大黄 匠珍 木香 茅香 白吉 薄香 川弓 三纳等 在各取二前五分为用 其上各类材料 齐北之后 因用途不一 则颜值的密法 也不尽相同 尤其 晋升之用 乃是为了感应天地元气 重塑根基 所以 须选在贾子日传和 而在 禀子日倒墨 物子日和和 庚子日印饼 任子日 如何收集 此为六子密法 与六甲密法 略有不同之处 此为元气之时 所以 选用六子密法 最为妥大 此乡 一旦合成 须藏 尽气之中 待 又一甲子日 方能开启 我一脸感激地赞扬道 哎呀 原来这三神香 那是有着两种秘制研法 前辈果然精通此道 哈 晋升不必客气 恰巧我在月鱼之前 偶然研制了一份三神香 也或许是你机缘造化呀 如若此刻再开始研制 恐怕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呀 尿声人笑着回道 只不过我研制好以后 便密封在进气之内 需要等到下一个夹子日 方能打开使用 而使用之时 只需要请出三柄焚烧 先供奉诸天神明 其余的便可拿来使用 助你脱离此次恶难 闻言 我先是恭敬地 打下了尧声人一番 继而乃是掐指一算 扭头向父亲笑道 李道长 三日后便是下一个夹子 父亲略显感慨道 姚声人竟然说了 须等夹子日 才能打开静气 取出三参香 那我们便耐心等待吧 不过此次我们倒真是一场机缘呢 若非姚声人提前研制好了此香 那我们便需要再等六子日 全部出现 才能够研制出来 那时恐怕早已过了 七七四十九日之期呀 姚声人微笑道 三日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既然冥冥之中 已然注定 我们便顺其自然 姬声 这三日内 你也不能闲着 你需要盘膝于封顶之上 将身心调制 静记之间 三日之后 我自然在你身前 燃起三参香 那时 你受三参香相助 必然能够再度感知到天地元气的存在 也正是那时期 你体内干涸已久的丹田 便能够再度运转起来 重新吸纳天地元气 父亲皱着眉头 当即向我再三嘱咐他 如若三参香燃起 而你身心却不能够保持静记状态 便也很难感知到天地元气存在 所以 这三日 也是至关重要 姬声 你要严格按照姚圣人的吩咐去做 我重重点头应成了一声 但见外面子时将至 我们便没有多坐停留 直接前往封顶位置 在父亲与姚圣人商议之后 为我选取了一个最佳的位置 作为静坐羞耻之地 子弟灵气盎然 最能感知天地元气的存在 姬声 你且盘西坐在这儿 三日三夜都不能挪动分号 更不可轻易下坐 知道吗 父亲紧锁眉头 一脸认真的向我告诫道 嗯 我没有多坐迟疑 立时盘西坐下来 双手掐出太极印 努力地感知天地元气存在 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 都只觉得体内空乏到了极致 更是无法感知到 一丝一毫的天地元气 无奈之下 我挥袖擦拭一下额头的虚汗 再度静坐下来 此次 我倒是不再刻意地关注 天地元气的存在 而是着重调整自己的身心 将身心静静地安住在此地 好在我多年静坐修炼 有了一些深厚的底子 否则我是很难静坐那么久的 但对于如今的我来说 尽管没了修为 但是身体的忍耐力 却是深厚到了一个普通人 难以企及的地步 不知静坐了多久 直至察觉到自己的意识 时而昏昧 又时而清醒 最后 更是不断地重复前奏 如此浑浑噩噩地过了许久 甚至已经让我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忽然 一缕奇异的香味 飘散自鼻息之间 这香味瞬间 自鼻腔传遍全身上下 仿佛带着一抹神秘的力量 竟然能够让我周身上下 都感觉到一抹前所未有的 强劲态势 虽然 这种强劲的态势 甚为虚法 但那一抹久违的感知力 却还是让我兴奋莫名 有了一丝 便逐渐地拥有 更多的感知能力 我不得不感慨 三神香的奇妙 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好在我稳固身心已久 并未背着突如其来的异香 扰乱心神 当四周浓郁的天地元气 如同清灵之极的水气 出现在我感知范围内 我不禁暗自惊叹 此地果然是修炼的绝佳之地 只可惜先前 我不能感知天地元气存在 若非有父亲和姚圣人的指点 恐怕我的修为 是很难在这种 绝佳的修炼之地 恢复起来的 如此静坐下来 三神香逐渐地燃烧 以神香引动元气 逐渐地被我吸纳于体内 而天地元气的注入 则是先遍布于体内的 齐精八脉 直至最后 方才归于丹田之中 一次元气 自丹田之中凝聚而成 让我瞬间感知到浑身上下 逐渐恢复修为的直觉 正在慢慢地升起 激进之中 浑然不觉时间地流失 不知过了多久 眼前莫名地出现了一抹画面 一抹许久都未曾见过的画面 这是定静 我惊恶地看着四周景色 果然是定静无疑 看来 我又能够来得定静之中 观照天地万物的本源了 李毅啊 经此恶难 你的修为将会突飞猛进 望你能够除魔未到 匡复正教 毛山企图充须道人的出现 将会在你以后的道路上 造成更多的阻碍 未来三年之内 你务必将这个败类铲除 否则 毛山派将会遭受千百年来 前所未有的大解 师父 师父 您老人家最近可还好 弟子 自施的修为 便无法再入定静 更无法再与您老人家 心神相感 师父 您的语气 怎么会这般虚弱 您怎么了 听到师父 有气无力地传音 我不禁担忧地询问 傻徒弟啊 为师自从找到你这个衣钵传人 便知大县将至 毛山派 有了为师数百年的守护 一直太平无事 但为师 却并不能一直守护下去 等为师羽化先去之后 毛山后山 便由你来镇守 而毛山派 千百年来的基业 也将会由你来守护 不容有失 苦涯老祖淡淡地 向我再次传音 师父在毛山后山 既然能够成生不死 可又为什么要羽化先去呢 而且还这么快 师父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一会儿这 为什么会这样 能否向弟子 开始一二 我急忙 再次向师父追问他 你尚未及其九龙脉 却无法改变命格 所以时机尚不成熟 以后你自然便会明白其中缘由 这是为师最后与你传音 日后 你已有自保能力 并不需要为师实时招服 要好自为之 苦涯老祖语重心诚地 向我最后一次传音 啊 师父 师父留步 弟子还有一事相问 弟子已经找到了 生父李振公 只是弟子心中 多有障碍 未能与父亲相认 师父 求求您告诉弟子 弟子现在该怎么办 我急忙再次向枯牙老祖询问 你父亲尚有一劫 砍破之后 才是你们相认之时 但在结束未应之前 你还不能惊动于他 还有 此次老君山恢复修为 你便要与你的父亲分别 各自奔赴自身的使命 花有重开日 人 你有重聚之时 再忍耐一些时日 切莫操之过急 啊 父亲又结束了 师父 但不知什么结束啊 李一啊 那是你父亲 必须要经历的劫难 绝非你能够阻止 而且他的结束 与他的弟子方侯有关 到时 自有结旧之法 但这个解救之人 却不是你 方侯 解救之法 我暗自拎难一声 还想再问些什么 却发现 枯牙老祖似乎 已不想再多说一句 无奈之下 我只得苦涩的叩拜道 弟子 拜别师父 我师父保重身体 在弟子集齐九龙脉 便立刻回到 毛山派后山 在您老人家膝下 师父 自定境之中 慢慢地苏醒过来 顿觉丹田之中 久违的先天真气 乃至更加的雄浑 所谓后天元气 而造就先天真气 如今 我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 将天地元气 转化为先天真气 倒是不费垂灰之力的 刚一睁开双眼 周身内外 乃是一股精纯 而又雄浑无比的 护体真气 浩荡八方 继而 在我的心念起时 那四散的护体真气 瞬间 又化为一股 无形的涟漪 回归体内 此时只觉得 习心八脉 通畅无比 自身的修为 亦是比之前 不知精进了多少倍 只不过我如今的修为 可算是什么境界 却是一个未知数啊 但我所创的化工 只怕是到了一个 全新的境界 想到此 我瞬间掐出一道剑指 乃是自丹田之中 瞬间凝炼出了一抹 精纯无比的真气 且在灌注剑指的刹那 便是化为了一股 刚萌之急的 纯阳剑气 凌空一指 那纯阳剑气 蹦射而出 化为一道耀眼的金光 眨眼 便没入远处的 一块巨石 只听砰的一声 那巨石硬声崩裂 化为了一块块 碎一裂的小石头 向着四面八方 蹦射开去 看到这儿 我不禁是微微笑了笑 没想到化工的境界 竟是一跃之间 进入到了第五冲群界 而化工全新的境界 所展现出来的 纯阳剑气 更是到了一个 无坚不摧的地步 看来 火稀福所义这句话 都真是不虚 我缓缓站起身 一步步走到山崖的边缘 背负双手 静观天地之间 风起云涌 数十日来 我修为尽身 乃是过着连普通人 都不如的日子 也正是这数十日的 繁复历练 却让我的心境 更加沉寂 更加通透 所谓 不破不立 或许 也正是这个道理 锦绍 你终于醒了 看来三神香 已然助你成功 吸纳天地元气 恢复久违的修为了 姚圣人的声音 适时在我身后响起 我扭头 当即抱拳一礼 晚辈多谢姚圣人 谬手回春 打救晚辈 免于恶难 如今 晚辈修为已然恢复 这都是姚圣人的功劳 晚辈永世不忘 哈哈 救人于为难 本就是我们 修道之人的天职嘛 何况 你也是道门中人 救你一命 如同救下了数万人呢 所以这笔买卖并不亏啊 姚圣人乐呵呵地笑道 我愣了愣 追问道 对了 怎么只有前辈依然在此 李道长呢 说起来啊 你也已经闭关静坐七天时间了 这七天内啊 每天都是一炷三神香 所以 你啊 几乎把我所存的三神香 全部耗尽了 所幸的是 你修为恢复了 而我 倒也有的是时间 重新研制三神香 至于李道勇嘛 呃 他早在你 闭关的第一天 便下山去了 说是要对付那只 赤炼恶鬼 姚圣人先是打去了一番 最后 不免一脸严肃地向我回道 哦 赤炼恶鬼 我皱皱眉头 当即又到 李道长 下山已经七天了 可曾回山求援 据我没所知 那赤炼恶鬼 非但名列白鬼路 更是道行攻身 比起一般的 冤魂厉鬼 更为棘手啊 李道长 虽然修为不浅 可是他之前 为了对付赤炼恶鬼 已经消化了不少修为 如今 只怕会遇到麻烦呢 哦 难怪这许久 都没有回山上啊 想来 定是被那赤炼恶鬼 束缚住了手脚 赤炼恶鬼 为恶民远播 不过 我也只是听说过 并未见识过 金生啊 不如你我一同下山 主力道友 一臂之力如何 姚圣人想了想 向我询问道 我二话没说 当即重重点头 硬撑下来 姚圣人匆匆忙忙地 吩咐了一番门下弟子 便和我一道 下山寻找父亲 不知转悠了多久 对于这片深邃之极的深山老林 我乃是一头雾水 好在一旁的姚圣人甚为数落 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片深邃密林道 噢 金生啊 之前的底界 我都探知过 只有这片密林 又生长在深谷之中 里面经常泛起 一抹抹的要挟之气 故而 我极少进入探场 后续 我们可先从这儿入手 兴许能够找到 李道友的线索 好 我显胆地回答了一个字 便和姚圣人一道 快步进入深谷之中 深谷之内 灌木丛生 杂乱无章 非但是举步难行 更是容易迷失方向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这儿 的确要挟之气弥漫 让人不自觉地警惕起来 或许 普通人察觉不到要挟的气息 而我们修道之人 却是很容易便能感知到 妖邪之气的所在 就在前面不远处 似乎 就有一只上了岁数的妖邪 至于是个什么来头的主物 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和姚圣人相识一言 小心翼翼地 向前迈了过去 姚圣人手中拿着的 并不是什么法器 而是一个类似于 藤条一样的东西 在我追问之下方才知详 那唐条一样的武器 乃是一种纯杨草的根须 此物可作为法器使用 对妖邪鬼魅 有天然的克制之力 谁 起雾了 正走着 姚圣人忽然向四周扫了一圈 恶然向我呢喃道 我观望了一番 只看到清澈无比的林子 不用扭头大为不解道 啊 姚圣人 这里哪有什么武器啊 金圣 你别开玩笑了 你看看这周围 越来越浓郁的武器 几乎快把我们两个 完全笼罩进去了 说着说着 姚圣人忽然向我这边 来回扫拭起来 急急又叫道 哎 哎 锦圣 锦圣 你 你在哪啊 看着姚圣人 如同野芒一般 虽近在支持 愣是看不到我的模样 我不要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姚圣人 我在这儿啊 就在你身边 你 你看不见我吗 啊 锦圣 你在我身边 哎 可 可我怎么看不到你啊 这里的武器太浓郁了 看来其中有些 需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姚圣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依旧是一脸茫然的神色 似乎还是看不到我的存在 看样子 这武器的确透着邪气 否则便不会迷失前辈的神志 其实在晚辈的眼里 这里并没有什么武器 晚辈是能够看见前辈的 我皱着眉头 沉声回道 哦 哈 所谓金珠预览 胜预览啊 金舍 你的修为 只怕远在我之上了 这邪恶只能够迷惑我的双眼 却无法迷惑于你 你的修为当真是深不可测了呀 姚圣人苦笑一声 向我不停地夸赞道 啊 前辈给我讲了 晚辈或许是体制原因 方才不被邪恶所迷惑 却并非是修为高低所致 呃 前辈此刻 已然丧失了斗法的能力 不如往回走 先先回去山上 以免招了 那邀先到了 我苦笑着摇头 又换了一副认真的表情 向姚圣人吩咐道 哎 我倒是想回啊 可现在 似乎已经也回不去了 我完全看不到了 甚至 连我自己也无法看到 更何况 我要找回去的路 恐怕是势必登天还难呢 姚圣人无奈叹了一口气 一脸苦涩道 哎 金舍 此刻我已然成为你的累赘了 你不妨把我丢下 自行打交李道友 如果他真的遇到大麻烦 你必须尽快找到他 把他解救出来才是啊 啊 可 可如果把前辈丢在这 前辈岂不是很危险 我当即拒绝 金舍 现在这个时候 李道友的安危 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只是被那邪恶迷惑了双眼 却也是未损伤修为 倘若真有什么邪碎 胆敢冒犯 我姚圣人也不是吃醋的 说着 姚圣人瞬间 将那藤条一样的法器 护在胸前 摸索着 找了一块大石头坐在上面 金舍 我就在这儿 不会有事的 你还是赶紧去寻找李道友 可 可是 哎呀 别可是了 赶紧去 只怕再玩 道友恐有性命之恶样 据我所知 那吃连恶鬼 道行不浅 一般修道之人 别说降服了 只怕连斗法 都斗不过三个回合 李道友之前受过伤 虽然恢复得差不多了 可身子骨仍然有些虚弱 不适合与那道行高深的 斜碎斗法太久 如果缠斗不休 最终吃亏蛋 顶然是李道勇无疑啊 姚圣人想了想 再次补充道 如果你要去 便早些去 别太迟了 哎 好吧 千杯都保重 我这就去 寻找李道长 我吃一片刻 重重点头 转身 向那邪气之云 探了过去 当我穿过一片片密林 不远处 竟是见到了一个 臭恶之急的小水潭 小水潭的最深处 似乎出现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山洞 子弟不但潭水又臭又腥 更是连空气 也透着十分浓郁的腥臭之气 看来找的方向 没错 我暗自嘀喃 随即察觉到 一股凌冽之急的 阴邪之气 向我抱上而来 脚下一动 我整个人快如闪电般的 躲了开去 而就在这时 眼前莫名出现了一个 中年妇人 这女子身着旧时的 朴素衣衫 容貌 倒是邪魅十足 见了我 这女子不禁冷笑道 哼 原来是你这小娃 怎么 那个年纪稍大的臭道士 跑来送死还不算 你这个小不点 居然也想来送死 吃点恶鬼 我皱着眉头 沉声反问 阁下是什么人 为何忽辱此地 在下 毛山派 黎正宫 奉劝阁下 不要管这桩 要命的邪乎事了 赶紧退出国外 你未必是这 吃恋恶鬼的对手 且莫王松 姓名啊 远处山洞中 父亲那熟悉的声音 便紧接着 传了出来 哼 你这个臭道士 自己都已经是 泥菩萨过河 却还在担心 别人的安慰 待山中的恶煞之气 耗尽你毕生的修为 老娘便去结果了你 吃恋恶鬼 冷哼一声 笑着怒道 吃恋恶鬼 你有胆子 便来与我理一真功的法 不要用这些 卑鄙无耻的手段 也枉费你经历 数百年之久 方才博得的这个恶名 父亲勃然大怒 我刚想安慰父亲一番 但想到我如今 已然恢复修为 白鬼夺命之格 被我暂时压制 如此 九龙玉佩之中的 真龙之气 亦是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个时候 父亲如果细心观察 定然能够发现 我正是他失散多年的幼子 可师父说过 现在还不是父子相认的时候 所以 我不能让父亲知道这一切 想到此 我皱着眉头 强行压制内心的冲动 转而 牛头像吃连恶鬼看了过去 胆胆开口道 你 你 你真是名列白鬼路的大恶鬼 怎么 你看老娘不像吗 吃连恶鬼 棱笑一声道 小子 你一个嫩瓜牙子 即便知道这些又能如何 就连你所跟随的李正宫 都不是老娘的对手 何况是你 嗯 知道你便是李道长 所需要寻找的恶鬼之一 破便放心了 我十分冷静地点点头 旋即拔出龙运剑 沉声道 吃连恶鬼 你可实得此剑 你 你手中的宝剑 怎么隐约藏着龙脉之气 而且还是真正的龙脉之气 小子 你究竟是什么人 年纪轻轻 何来如此机缘 吃连恶鬼 蒸蒸地看住 又看了看我手中的龙渊剑 不禁惊讶万分地向我问道 这个炼鬼狐 叫为普通 并非毛山派的 至宝烈妖狐 只是暂时也找不到 更好的法器容纳于你 所以 你且将就将就 是我送你进去 还是自己进去 我再次沉声怒道 这 什么 就这么一个破葫芦 你还想用它收服老娘 小子 别以为你能够窃取几分真龙气脉 便自觉了不起了 老娘的修为 可是有着近千年 哼 敬酒不知吃法酒 不等他说完 我瞬间出剑 凌空一剑挥出 乃是一招飞龙在天 爆冲而出 无数道精纯又刚猛的剑气 如雨而下 只把那吃灵恶鬼 看得呆若目击般 然而当数万道剑气 齐刷刷临近 吃灵恶鬼却是怒哼了一声 闪身消失 当他再次出现 我凭空一剑 将其拦下 剑身 乃已是锯他脖子 不足三寸的位置 面色惊恐地 看着我手中的龙云剑 这连恶鬼额头上 莫名地冒出了一排冷汗 颤身喝道 如此快的剑法 如此强悍的攻势 恐怕已经消耗了 你不少修为吧 小子 别以为手持一把上等的法器 便可如此猖狂 如果没有这把剑 你指不定会怎么死 是吗 我偶然反问 旋即将手中龙云剑 置于地面 伸出一只手 凭空 掐出一道剑纸 如果没有那把龙云剑 才是你真正的死期 人死为鬼 鬼死为前 前死 此化为虚无 永生永世 都无法再聚生魂 如果你有兴趣 我非常乐意 让你再死上两次 我缓缓黏练出了一抹 先天真气 灌入剑纸之上 纯阳剑气 缓缓地缭绕开来 看到这儿 赤练恶鬼顿时挥舞双手叫道 请慢 请慢 我们有话好说 有事好商量 你小子 不要乱来 嗯 我微微皱着眉头 淡淡地瞥了赤练恶鬼一眼 不不不 您不是小子 您是真正的得道高人 先到海涵 请述赤练鬼眼拙 未能识得真人 没想到 您是如此的身藏不漏 赤练鬼 差点吃了大亏 赤练恶鬼 瞬间变得恭敬了许多 积极开口解释道 刚刚都是玩笑话 还请先到 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恕吃练鬼这一回 我的纯阳剑纸 乃是自闯不久 极为力 尚不知身前 如果你有兴趣 我倒是非常乐意 拿你来开个仗 我说着 缓缓扭头 再次看向赤练恶鬼 不不 先到手下留情啊 那赤练恶鬼 慌忙跪在地上 连连求饶 那你还等什么 等着开饭呢 我眉头再次一皱 冷冷回到 哦哦 对了 我马上进入练鬼湖 求先到海涵 我定然老老实实地 待在练鬼湖之中 潜心修炼 抵挡万千罪孽 赤练恶鬼 一连惊惧地连连点头 闪身便向着 恋鬼湖 没入其中 就在赤练恶鬼 钻入恋鬼湖之时 我瞬间出手 将一缕纯阳剑气 倾可间 打入赤练恶鬼的体内 只听到恋鬼湖之中 传出那赤练恶鬼的 一道惨叫之声 紧接着 便是他极度哀怨的声音 再次传出来 先到何必要置我于死地 我已然投诚 愿意被降服 如此重创于我 难道要杀我不成 我不会杀你 只不过你道行 确实过于高深 我担心李道长 无法压制于你 所以 也只好牺牲你些许修为 重创你的根基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把你交给李道长看管 而你 也无法对道长 造成任何伤害了 说着 我缓缓将地面上的炼鬼湖 捡起来 将筛子 重新塞住 赤灵恶鬼 我可没有李道长那般新兴 倘若你敢逃出炼鬼湖 我便让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你可明白 我 我 我明白 赤灵恶鬼 谨记仙道的教诲 赤灵恶鬼再次颤声传言出来 我微微点头 当即向父亲所在的山洞位置 随手将炼鬼湖扔了过去 不多时 只经到山洞中 传出父亲惊喜莫名的呼喊 好好 哎 前辈是何人 居然有如此高深莫测的修文 连这赤灵恶鬼都不是前辈对手 晚辈李正宫 败谢了 只是能否有约异度前辈的风采啊 我静静站在那臭水潭的边缘 望着那模糊的山洞所在的方向 虽能够听到父亲的呼喊声 我却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或许我根本就不能回答 一旦回答了 便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必须忍 父亲 孩儿紧助你寻到了一只恶鬼 你要及其百鬼路上的所有恶鬼 只怕还有一些路要走 孩儿不能长随在您身边 恕孩儿也不孝 我默默地跪在地上 向父亲所在的方向 重重地刻了三个响头 父亲 孩儿助您早日完成新月 皆属于地府的契约 打救母亲和哥哥逃出王寺城 孩儿 孩儿日后 定会去寻你 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说着此话 我挥袖擦拭一下眼角的泪珠 默默地站起来 此刻对面山洞内 父亲的声音再度传出来 前辈 前辈 您是否已接离开啊 若是未曾离开 晚辈可否有缘一见最终 或许在修仙练道意图上 晚辈还有许多事情 许向前辈请教 请前辈莫要推辞才好啊 父亲倒是把我当成了什么隐士高人了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他并不知道是我 默默道别了父亲 我提起龙云剑 收剑入枪 转身离去 只是还未走出几步 忽然看到姚圣人出现在我面前 啊 姚圣人 您 哈 是今生啊 由于吃连恶鬼已被你收复 所以那迷障啊 倒也不再迷我双眼了 所以刚刚那一幕 我都看在眼里了 姚圣人不等我话说完 便微笑向我道 真是没想到啊 你 你居然是李道友的亲生儿子啊 舅圣人 您既然已经知道 晚辈 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皱眉道 其实啊 有话但说无妨 姚圣人当即应成下来 晚辈自幼 与父亲分别 乃被以民间的阴阳先生 抚养生人 其中 命运多舛 那是无法与父亲相认的 至少 现在还不是相认的时候 所以 晚辈想请前辈 守住这个秘密 暂时别让我父亲知道真相 我简单解释一番 最终 一脸真诚地 看向姚圣人 姚圣人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哭笑着道 哎呀 金生啊 虽然我不知道其中内情啊 可你既然怎么说了 我自然是要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不 你父亲叫李正宫 你为什么叫陈进生呢 哦 难道是随了那个 阴阳先生的姓氏 对对对 改名换姓了 嗯 正是如此 我重重点了点头道 当年我只有七岁 遭逢大劫 故而 口不能言 那位博角爷 不知我真实姓名 便只好为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陈进生 实际上 我的名字应该叫 李毅才对 哦 李毅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姚圣人想了想 朗笑一声道 哎 记得你啊 刚出世的时候 我还向你父亲道过喜呢 而你父亲当时啊 也张神与我探讨之后 才为你定下了这个名字 燕儿啊 若是按照世间的陈俗教理 我还算是你半个叔伯呢呀 听到这般温情的话语 我的眼眶顿时有些湿润 半天后 我略显哽咽地笑道 您看起来比我父亲略长急讯 那艺儿便尊称你一生为 姚伯伯吧 姚伯伯在上 少艺儿一拜 哎 艺儿 快起来 快起来呀 姚圣人连忙将我搀扶起来 激动地 抹着眼泪道 哎呀 好孩子啊 好孩子啊 你父亲如果知道 你如今这么出息啊 想必也不至于 让他痛苦那么多年啊 可你真的 不打算与他相认啊 你到底 还需要多久啊 我摇摇摇头 沉默片刻回到 呃 我也不知道 或许很快 又或许 啊 要不不 父亲被吃连恶鬼重创 兴许 还要在身上修演一段时间 这期间 还有罗宁多加照料了 那 那 你要去干什么呀 姚圣人连忙追 问道 啊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就不能在此耽搁下去了 况且 那吃连恶鬼 一人抓到 而我的修为 也紧急恢复 也是时候 离开了 我再次向姚圣人抱拳一礼 恭敬道 要不不 姚儿 就此拜别 啊 哎 姚儿啊 你 你这就要走啊 姚圣人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可迟疑一下 又闭上了嘴巴 苦笑着摇头道 哎 你跟你父亲李正宫啊 还真是有几番相似之冲 无论做什么 哎 都是神神秘秘的 哎 也罢也罢 既你执意要走 那姚伯伯 便不再挽留了 这是你刚刚恢复修为不久 日后 还要多加小心啊 切莫才招了那些旁门左道的算计 我笑着回道 多谢姚伯伯教诲 义儿 谨记于心 那是当然 你可是李正宫的儿子啊 以你的修炼天赋 以及少年老成的这过人智慧 想必啊 什么样的困难你都能够迎刃而解 姚伯伯就盼着你日后 若是得空啊 常来老君生看看 姚伯伯跟你也是一见如故 希望日后啊 还能够见到你啊 姚圣人一脸慈想道 那是自然 日后 姚儿定当 再来探望姚伯伯 我再次向姚圣人 道了一声别 转身离开 离开深谷 我顺着原路下山 当我来到半山腰 却是看到一个青年男子 身着一席青色长山 身后 还带着两名随从 几人虽是风尘仆仆 却是气定神贤 一副世外高人的风采 见到了我 青年男子 仿佛是刻意 在此等我一般 向我抱拳 意礼道 哎呀 陈县长 在下 南宫墨 特意在此 等候您多时了 南宫墨 好像在下 不曾与阁下相识吧 我不又愣了愣 反问道 陈仙长 说得不错 我们确实素未相识 不过我们家主 倒是与陈仙长 相识已久啊 南宫墨 一身儒雅气质 说话间 举手得体 仪态洒脱 一看 也不是普通人 阁下 一身旧式的着装 而且身材飞扬 气质高贵 若说阁下是道门中人 似乎也不太像 可若说是某位 富家子弟 阁下身上 却又是透着一抹 修仙炼道的 世外气息 莫非阁下是来自 室外之地 我上下打量南宫墨 继而微微皱眉道 哎呀 陈仙长果然是高人啊 一言便拾出我的本家 不错 我正是南宫世家的小管家 当初陈仙长一别 已经许久未曾 前往我们南宫世家了 如今我们家主有请 不知陈仙长 是否赏光 前往世外之地一趟啊 南宫墨再次 微笑向我解释道 哦 原来是南宫世家的人 师敬师敬 不知在下的小徒 南宫王臣 如今修炼是否精进啊 说起南宫世家 倒是让我想起了 收到的第一个徒弟 南宫王臣 此子虽然年幼 却是天赋过人 而且再加上 世外之地的绝佳环境 想必日后定然是 前途不可限量 哦 小少爷 修炼十分刻苦啊 如今 的确是 有很大涨金 不过 小少爷也是 时常念叨着 要来世俗界 寻找陈仙长 你们师徒 也是许久未见了 陈仙长 难道也不想去看看 小少爷的功课吗 南宫墨 微笑着回道 嗯 也好 我是该去看望一下 我那个小徒弟了 但这次你们南宫世家相邀 恐怕不是因为王臣的功课吧 不知小管家能否告这一案 以后让我提前 有一些心理准备啊 我先是点点头 很快便是疑惑地追问道 啊 呃 南宫墨啊 只是一个吓人 如果非要说 只能告诉陈仙长 此次 恰逢世外之地 四大家族彼持高低 而我们家主要求了许多的青年财军 齐取一趟 希望大家能够坐在一起 出出主意 商讨商讨对策 所以 家主便想到了陈仙长 故而命在下 前来寻找陈仙长 南宫墨 十分客气地向我抱拳一礼 恭敬地解释了一番 虽然不知道 他们这些世外仙族 为什么会比之高低 可既然推托不掉 也只好映证到 那在下 便恭敬不如从命 小管家 带路吧 然而南宫墨 却并未动身下山 而且扭头吩咐了 两名随从一声 在我错的注视下 就见 两名随从 各自拿出了一把金色长剑 凭空在不远处的半空 划了一剑 两把剑 各自劈了三剑 这半空中 竟是莫名地出现了一条 金色的裂缝 如果是平常人 见到这种奇异的景象 恐怕直接就会吓傻眼了 只因这虚空中 能够打开裂缝的事情 纵然是说书的艺人 也未必能够编撞出来 可此刻 我却是亲眼所见 南宫墨的两名随从 真的就是这么 打开了一条通往 世外之地的仙门 南宫墨微笑解释道 此乃 世外仙门 可通往世外之地 只因这世外仙门 学七七四十九天 才能够打开一次 而今 并未是开启之期 所以 便只好用一些外力 强行将其打开了 陈先生请 啊 客气了 我随口回了一句 纵身 便是冲进那 金光灿灿的 仙门之中 只觉眼前是一片 白光闪过 竟是来到了一片 景色奇异的 世外之地 而先秦的 老君山半山腰景色 已然是荡然无存 仿佛这儿和世俗界 根本就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南宫墨 和两名随从 也一并冲进来 就见那金色的 室外仙门 凭空关闭起来 眼前只剩下一片 空无一物的虚空 再无他物 我淡淡道 奇哉 妙哉啊 哎呀 不过是威莫叔叔而已 让陈先生见笑了 这边请 南宫墨 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 恭敬地 做了一个邀请首诗 说得简单 我听在心里 确实不那么简单 或许对于他们 这些世外之地的人来说 这不过是一件 微不足的的小事 可对于世俗界的人来说 这便是逆天之局 虚空 怎可能打开裂缝呢 而且还会有什么 世外之地 简直就是天风夜谭嘛 但我并没有表现出太过惊讶 毕竟是被南宫世家邀请而来 自然要淡定从容一些啊 随着南宫墨的引领 我们穿过了一条 云雾缭绕的山路 前面不远处 便是南宫世家的正门所在 南宫墨上前扣口门 大门便随即打开 陈县长已经醒回来了 你们速去抱着家主知想 我这就把陈县长 引到前院厅堂歇息 啊对了 名人速备查点 不可怠慢了贵客 南宫墨 吩咐了门房伙计一番 便是客气地引我进入前院厅堂之中 稍作片刻 便有人奉上了香茶和点心 不多时 只见一位气质高贵 一态敦庄的年轻女子 连步轻移进入厅堂之中 见到我恭敬地行礼问候道 不知这位可是陈静生道长 啊正是在想 姑娘是 我微微愣了 微笑抱拳回礼道 家父南宫贺 有三子三女 我正是家父的小女儿 南宫秦心 陈县长 秦心在此有礼了 家父和家母特命我前来 邀请陈仙长到内院歇息 内院乃是款待家中贵客 以及族中长辈的所在 家母说 陈仙长不但是家中的贵客 更是他老人家的救命恩人 所以特意邀请陈仙长 进内院歇息 所谓的内院和外院之别 或许也正是这些 世外大族的规矩 能够被请到内院的人 定不是一般人哪 只可惜 我就是个普通人 不过是多了一层 修道之人的身份而已 之所以被南宫世家如此厚待 或许是因为我无意间 救下了南宫夫人 说起来 那倒也是一双原法 东家有情 我也只能客随主便 没说二话 直接起身 随南宫秦心 来到了内院之中 而这内院 南宫夫人 在众多丫头的簇拥下 正恭敬地 迎候在门前 见到我 南宫夫人当即失离 叩拜道 恩公到此 快请里面歇息 南宫夫人 去莫如此 我们已然有个约定 不可再称委为恩公啊 当日搭救 也只是偶尔相遇 因缘集会而已 如今 我也是你幼子的师父 我们何必如此见外呢 我笑着摇头道 见到恩公 莫名激动 既然恩公这么说 那我也就不再俗套 就称你一声 晋升吧 以后你就是我 南宫世家的自家人 万不可拘礼才好 南宫夫人微笑着 邀请我坐下 立刻又命 小女儿南宫秦心 奉上了 上好的 鲜露茶 我喝了一口茶水 开口询问道 南宫夫人 但不知家主忽然相邀 所为何事 闻言 南宫夫人扭头 向小女儿南宫秦心 看了一眼 是以南宫秦心 向我说明 南宫秦心 当即微笑向我道 我喝了一口茶水 陈仙长是这样的 我们室外之地 有着四大修真世家 而我们南宫世家 便是其一 按照古理 我们四大修真世家 每隔九年 便会举办一次 斗法盛会 而各家选择参加盛会的 并非家族子弟 而是外界的 青年才俊代劳 我错愕地追问道 哦 既然是你们 四大家族的斗法盛会 为何要让外界人 前来代劳呢 其实 我们四大修真世家 一向不怎么来往 除了借助这九年一度的 斗法盛会 来回走动走动 便是很难找到理由 聚集一堂 而若是以家族子弟 参加盛会 势必会损伤和气 赢的一家 自然是风光无限 但若是输的三家 也必然脸面上挂不住 所以 邀请外界的青年才俊 代为参加 无论输赢 都不至于让四大家族蒙羞 南宫勤心微笑着 向我解释道 这倒是一个好法子 只不过这种法子 恐有利用这些呢 是否有些不妥 而且谁肯接下这种差事 我迟疑一下 哭笑着摇头道 非但有人接 而且还不少呢 何况能够来到世外之地 且进入四大世家 争夺这个名贤者 也是多不胜数 而四大世家 也仅仅请来几个备选而已 多余的都并未邀请 南宫勤心微笑回道 哦 这是为什么呀 我大为不解地询问 难道 仅仅是为了和你们四大世家 攀上关系啊 也是 也不是 最主要的 应该是四大世家的斗法盛会 如若最终拔的头筹 将会得到一个天大的好处 而这个天大好处 就是在距离下一次的斗法盛会期间 一共九年时间内 将会受到四大世家的供养 无论是修仙炼道的功法 一或者是延年益寿的丹药秘书 可谓是予取予求 只要四大世家能够拿得出手的 便可随意取用 南宫勤心微笑着向我解释 接而又补充道 不单单是这些 如果能够成为最后的获胜者 乃是有着自由出入四大世家的特殊待遇 而四大世家皆将其奉为上宾 我点了点头 哦 原来如此 这么大的好处 当真是不得了啊 能够吸引那么多的青年才俊 前来效力 倒也是说得通了 晋升 这四大世家 乃是世外之地上古先门的后裔 他们积攒了无数珍宝 更是密练了许多的珍贵丹药 更有着许多的修仙功法 可谓是应有尽有 谁若是能够得到四大世家九年的供养 那可比得到任何西式珍宝 还要珍贵万分啊 南宫夫人微笑着向我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 此次请你来 为的是两件事 其一便是代表我们南宫世家 参加四大世家的斗法盛会 我一脸苦涩 摇头笑道 南宫夫人 是让我 太偏你们南宫世家 可我 道行粗浅 又在世俗界修炼 而比得上你们世外之地 得天独厚的修炼环境了 还有 能够来到这里的青年才俊 定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修炼天才 和他们相比 我自认没什么特殊之处 更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南宫夫人实在是 高抬我了 锦盛 你秀为高深 且道法玄妙之极 何况你的天赋 更是世所罕见 纵然让你代表我们南宫世家 似乎也不会有人反对 再者 由我为你担保 秦新的父亲 自然不会回绝 南宫夫人微笑着向我解释道 此次由秦新的父亲 派人把你请来 你便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 只要你点头 我们南宫世家上下 绝不会有人反对 可是这件事 虽然对你有着莫大的好处 但若是你真的不愿意 我们也不好勉强 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 我夫君南宫赫 还是邀请了几位青年才俊前来 共同探讨 此次斗法盛会的人选 陈先长 尽管有这几个人 和你相争喜味 但若是你肯点头硬撑下来 那么这个名额便是内定了 南宫秦新 看了看南宫夫人 扭头又看看我 笑着说道 见他们母女二人 进阶望着我 似乎在等我的回应 我不免笑了笑 顺势插开话题道 南宫夫人 先前您说过 来找我有两件事 不知这另外一件 是什么事啊 哦对了 知道你在世俗界 寻找九龙脉的事情 为了帮助你 我们动用了南宫世家的人手 想方设法地 为你找到了其中一条龙脉 而这条龙脉甚为特殊 它并不存在于世俗界 乃是存在于 这世外之地 南宫夫人 也像是想起了什么 连忙点头回应 所以邀请你来 为的还有那 真龙气脉的事情 哦 龙脉 我皱皱眉头 竟然呢喃自语道 没想到啊 其中一条龙脉 竟是藏在世外之地 南宫夫人 不知道那真龙气脉 藏在什么地方啊 南宫夫人 一脸温和地笑道 听他们探得的消息 似乎是一条紫尾龙脉 就藏在 昆吾山的狮子洞中 昆吾山距离此地 有着三百多里的路程 如果你感兴趣 我便让他们送你前往 多谢南宫夫人 如此相助 我沉浸声 莫持难忘 我激动地站起身 恭敬地保全毅力 南宫夫人 盲笑着向我道 浸声何必多礼 你说过 我们之间 不谈恩情二字 何况 还是你有恩与我在先 我现在 不过是投桃报礼罢了 寻找龙脉 乃是我偷等大事 虽然四大世家的共雅 也非常诱人 可是我需要 九龙脉 来篡改命局 二者相比 我更愿意选择 尽快寻找龙脉 至于斗法盛会一事 你们南宫世家 人才积极 相信 敌人能够找到 比我修为更高的人 代表南宫世家 参加盛会吧 我当即婉言谢绝 第一桩柴事 直指 第二桩大事 陈宣长 我母亲为了能够让你参加 还是头一次请求父亲 如果你能够点头答应 那么这次 代表我们南宫世家的人选 必定是你 要知道这么大的好事 即便那海外仙山上的 修炼天才前来 也未必能够得到 如此优惠的待遇 而你随口便是回绝 是否太可惜了些 南宫秦新 不免一脸惋惜地向我解释道 我再次坚定了立场 多谢南宫夫人的美意 只可惜 我无心斗爬神会 更愿意寻找龙脉 也罢 既然晋升无心于此 我们也就不勉强你了 但你既然来了 过场 总还是要走的 而且外院正在招待那些青年才俊 过后 秦新的父亲 必然派人 邀请你同去 或许你熟悉之后 便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可能会改变主意 也未可知 南宫夫人似乎 还是打心底 想让我参加 我自是明白她的好意 但我实在 对这次的斗法盛会 不感兴趣 我微微笑着点头道 也好 能够结识一些同道好友 也是一种美事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博了 南宫夫人的好意 再者 既然来到这里 还是要拜见一下 南宫家主 南宫贺的呀 不多时 小管家南宫墨 果然前来相邀 陈先生 我们家主邀请 晚宴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您前往呢 好 那既然如此 请管家带路吧 我连忙也是客气地笑道 告别南宫夫人和南宫小姐 我随即跟随南宫墨 前往外院 在外院的内堂之中 南宫贺倒是邀请了几个 身着其中一服的青年才俊 且摆好了酒席 只是这宴席甚为清爽 非但没有什么荤芯 甚至连酒水也没有 只是一些清茶而已 倒是有一些 世俗界难以见到的糕点 玲珑剔透 香气扑鼻 见我来了 南宫贺抱拳一礼 笑着道 哦 近生啊 来 快到里面坐 南宫家主 近生有礼了 我抱拳回礼 缓步来到内堂之中 围绕宴席而坐的 另外还有六个人 经过南宫贺的一番介绍 我方才知道 其中两位 是来自蓬莱仙岛的 还有两位 来自南海仙岛 倒是有两个人 进阶是来自于世俗界的 见他们各自谈笑风声 我不免扭个头 向一旁的小管家 南宫贺看了一眼 南宫贺会一笑 低头在我耳边 低声嘀咕道 啊 那位少吃白纸扇的 名叫白衣寒氏 自称是世俗界 玄音派 玄音老祖的入世大继子 其修为深不可测 此次啊 倒不知为什么 能够来到我们南宫市下 啊 另外一位 身着道人打扮的年轻男子 名叫方玄一 是来自世俗界 茅山派的 不过我们私下得知 他这个方玄一的名字 乃是化名 真名叫方侯 为茅山派 北宗李正宫的清传弟子 由于他化名 并无不妥 故而我们家族 也不打算拆穿他的身份 此人修为高是莫测呀 就连我们家族也不知道 他的境界到底有多深呢 哦 李正宫的清传弟子方侯 我忽然想起在定境中 师父传音告诉我 师父的弟子正叫方侯 原来便是他呀 竟也来到了世外之地 而且还与我同喜而坐 哎呀 要说这世间的原法 还当真是妙不可言呢 515章 暗注 此时 名为方璇一的青年男子 身着一袭青灰色长衫 样貌清秀 略带几番稳重之气 眉宇间 似乎也透着一丝愁容 不知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又不知他此刻心里 在想些什么 只是 他的双眼时不时地 瞄着那个独坐在一旁的白衣男子 白衣男子 那白衣男子 便正是南宫墨所介绍的 白衣寒氏 玄音派的传人 而此刻 其他几位海外仙山的青年裁军 倒是未曾开口 这白衣寒氏 微笑向方璇一抱拳一礼道 方鲜耀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世界真是太小了 走到哪儿都能够遇到熟人呢 直接方璇一听了白衣寒氏的话 却是露出了一抹冰冷之急的神色来 看样子他们二人不怎么对付啊 这种场面 无论是谁 似乎都能够看出一点不对劲来 尤其是聚于主位的南宫家主南宫贺 当即开口淡淡笑道 啊 主位应该知道 我们南宫世家的规矩 无论你们在外界是旧时 或是朋友仇人 到了南宫世家 便都是我南宫家族的贵客 往日种种字不必再提 此刻主位皆是世外之人 不是吧 很明显的调和之言 方璇一和白衣寒氏 似乎都听在心里了 此刻 那白衣寒氏微微笑道 南宫家主说的是啊 我们虽然是旧时 可在这儿 却都是南宫世家的客人 无论如何 自不会把世俗尘埃 带到世外之地 沾染了这一方净土 哎 方璇一文言淡淡一笑 嗯 白衣仙有所言极是啊 世俗之事 当然世俗中了了 而这儿 我们既熟知 又陌生 南宫贺 忽然扭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微笑询问道 啊 锦生贤也好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先是愣了了 接着 微笑回道 不想说 也 无话可说 哈哈 你这么个爽知性子 恐怕也就只能在我们南宫世家 吃得开呀 难怪能够在世俗之中 寂寂无名啊 南宫贺苦笑着摇头 接着又道 在这里 有三位是世俗界的先友 另外四位 乃是蓬莱先导 南海先导的先友 你们皆是有着非凡命运之人 而今 能够齐聚我南宫世家 谈寻论道 自有一番趣味在其中啊 白衣寒是听了南宫贺的话 当即也笑道 啊 既然如此高兴 南宫贺苦啊 不妨备上几杯鲜酒 也让我们这些世俗中人 尝尝鲜如何 当然 来人呐 上酒 南宫贺当即了当应证一声 不多时 这桌上便是多出了几壶鲜酒 啊 此乃素酒 为玉顶鲜鹿所酿 味道甘甜 唇香无比 而且 千杯不醉 更重要的是 饮下此酒 一杯能养颜增财 二杯能容光焕发 三杯嘛 可保 青春三十年 不变啊 哈哈哈哈 说着 南宫贺当即为众人 各争了一杯 白衣寒是端起杯 微笑向方璇一道 方仙游 不管怎么说 我都应该敬你一杯啊 你实在是福大命的 而且 造化更大 我鲜惜看走了眼 就为了我看走眼 我们干一杯如何 哦 说是看走眼 我更是没看出白衣仙游 竟然有着如此机缘 那好 我们就 看了这杯 说着 方璇一也端起酒杯 和白衣寒是 一道意义而尽 饮下一杯酒 二人皆是百般回味 看了这世外之地的酒 的确是非同凡响 南宫贺微笑着 向方璇一道 嗯 方仙游啊 若是我告诉你 那五龙姑娘的万腰帆 正是眼前这位 白衣仙游所赠 或许你便不会再奇怪 他能够与你 共列一席了呀 闻听此言 那方璇一当即恶然 盯着白衣寒是 脸上 却是多出了一抹愤怒之色 白衣寒是 却是笑着向他回道 哎 我用万腰帆 换了南宫家主的 一枚助言单 让我都容颜 年轻了二十年 且能够千百年不变 算起来 倒是很划算的交易 哎 方仙游 你是不是也差点 没认出来呀 我说嘛 当初的白衣寒室 和现如今的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了 哦 现在看来 似乎就说得通了 方璇一 微笑调侃道 此次 谈道论询的盛会 讲必白衣仙游 定有高论了 啊 不不不 白衣寒室摇头 拨弄了一下手中的折扇道 我此来 并不是与诸位谈道论询的 乃是为了帮南宫世家 参加一场 斗法盛会 或许方仙游还不知道啊 天下间 有四大修真世家 这四大修真世家 每隔九年 便会邀请一名 外界的青年才俊 亦或是修炼奇才 代表各家相聚一堂 斗法争设 这才是我最为感兴趣的事情 至于眼下的 谈道论询 枯燥乏味 我就不奉陪了 听了白衣寒室的话 方璇一 立刻看下了南宫鹤 南宫鹤 依旧保持着 众人皆行 我独罪的姿态 任凭每个人 天南海北的闲聊 而一旁的几位海外现有 倒是听白衣寒室的话后 微微笑着点头 似乎 他并没有说错什么 此时此刻 方璇一俨然 被那白衣寒室压了一头 对于此次的斗法盛会 想必方璇一知道的 却并不是太多 否则 也不会这般的容易吃饼 这白衣寒室 身为玄音派的传人 索心之法 皆甚为阴毒 方璇一 乃是我父亲的弟子 我怎能让他 在白衣寒室面前受炉呢 想到此 我当即淡淡开口 插了一句 哎 白衣先有 先不要着急一下定论 我们皆是受邀而来 至于谁能够代表 南宫世家 和其余三家 来争设 现在还未可知吧 听了我的话 方璇一先是默默地点头 继而又向南宫贺询问道 感谢南宫前辈 为什么你们四大修真世家 斗法盛会 却从来不从自家人中选 而是要请外人来带楼呢 其实说起来 也是不想伤及各家的和气 倘若我们各自挑选 自家人前去参加斗法盛会 皆是必然要论法斗权的 至于谁家的斗法高深 便也是折损了 别家面子作为代价了 长此一往下去 南宝安宁了 南宫贺微笑着解释道 既不伤和气 又能比出个输赢 自然是找外人来代劳 最为合适了 若是找外人赢了 固然是风光一时 输了自然 也不会让各家难堪 只露个用人不当的 闲话谈资而已呀 这番话 倒是和南宫秦昕 与我说的大致相同 方玄一不禁疑惑地又追问道 呃 见如此 笔斗恐伤和气 那为何不将这陈归陋席 就此禀弃 却要每隔九年 风雨无阻地 还要举办这斗法盛会呢 哦 这个嘛 一则是 严习古礼啊 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我们这些后辈之人 自然是不能随意更改啊 二则嘛 也是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九年一度的 斗法盛会之后 我们四大修正世家 便会挑选良辰吉日 齐聚一堂 谈选论道 好不美在的呀 南宫鹤微笑解释 大家平日里从不来往 也只有借着这个名头 才能够拉下脸来 走动走动啊 方悬一 再次抛出了一个疑问 可是你们四大修正世家 虽然广街先游 却如此利用别人娱乐自己 谁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呢 呃 若是能够代表各家参加斗法盛会 最终拔的头筹着 可受四大修正世家 供养九年呢 在这九年当中 便可自由出入四大家族 不受半点约束 予取予求 四大家族 绝不会说半个步子 直到下一届 斗法盛会的举办 重新选出魁首位置 如此优厚的条件 相信你们这些年轻一代的修道之人 不会轻易拒绝吧 南宫鹤一脸自信地看着方悬一 接着又补充一句 呃 方悬友啊 你是否有兴趣 参加紫色的斗法盛会啊 啊 我呀 方悬一意识间 变得语色起来 似乎同样惊叹 这优厚之极的条件 想想也是 被四大修正世家 供养九年 而且能够予取予求 也就是说 想要什么东西 只要四大修正世家 能够拿得出手的 便是没有得不到的呀 这种天大的好处 无论是谁都难以拒绝 也绝不可能拒绝 但既然方悬一 并不知道斗法盛会的事 他又是怎么来到这世外之地的呢 想来 定也是有着另一段缘法 而今他听到南宫鹤的这番话 脸上明显露出了一抹 犹豫之色 似乎 他来到这儿 定也是有所求 不然 绝不会犹豫的 白衣寒氏 一脸戏谑地笑起来 哎 怎么 方先友 听到如此优厚条件之后 也有益于此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 哎呀 方先友是无心于此啊 其一 方先友能够来到南宫市家 定然是有别的缘故 其二 方先友对于斗法盛会一无所知 至于如何应付斗法盛会的每一个佼佼者 嗯 恐怕一时间也是拿不出对策来 其三嘛 我们六人 皆是名正言顺 受了南宫市家的邀请 各执一枚先亲玉牌的 此来我们在世外先生的身份象征啊 代表着我们无论何时 都是世外先生的贵客 方先友 是否可以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象征啊 所谓先亲玉牌 我倒还真有一枚 还是上次无意间搭救了南宫夫人 被南宫贺所赠之物 没想到那么一枚先亲玉牌 竟有如此之大的能量 谁拥有了玉牌 便是南宫市家的座上宾呢 这白衣寒市虽然话语为晚 但其中的意思 明显是在奚落方悬一 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在座的人都还有脑子 似乎也都不能看出 白衣寒市是针对方悬一而来 明显是在拆他的台 但白衣寒市 确实也没有想到 我和方悬一之间 还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有我在 又怎会让他如此狂赫 如此欺辱我父亲的亲传弟子 但还没等我开口呢 南宫贺率先倒 啊 方先有啊 出来此地 虽有些意外 却也是我恭迎而来的宾客 与在座主位一样 也都是我南宫市家的座上宾啊 南宫贺的这番说辞 倒是打了圆场 在座的人堂 似乎也不得不卖南宫贺一个面子 一个个的 倒也对方悬一恭敬了几分 不多时 南宫贺开口又笑道 哎呀 趁是酒不醉人 人自醉啊 白衣先有 你或许喝了太多酒了 有些醉了吧 嗯 你爸 今天的晚宴到此为止 明天 我们听海歌中 谈道论玄 至于选择 谁代表我南宫市家 参与斗法盛会 那是七日以后的事 我愿诸位 暂节尽筹 剥夺元律 诸位 先请各自回房安置吧 这么一场 趣味无穷的晚宴 就这么尴尬的收场了 大大的 服了我来此兴致 原本我并没有打算 参加什么斗法盛会 我至不在此 对于那所谓的优厚条件 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如果不尽快地 集齐九龙脉 篡改命局 恐怕我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 从而有那么多的优厚条件 对于我来说 又有何意义呢 但见方玄一和众人一道 陆续离开那堂 我缓缓站起身 向南宫贺笑道 南宫家主 今晚的这场晚宴 倒是别该生面的 进程啊 让你见笑了 南宫贺尴尬地笑笑 哎呀 这些人在外面呢 不知积攒了何等的恩怨 若非老小多少 能够压制一些气氛 恐怕他们 刚才便要动手了 但不知南宫家主 对那位方玄一 方玄一有 有怎样的看法 我随口询问道 哦 此此 道法也是高深莫测呀 他体内 像是隐藏着一股 难以估量的法力 年纪轻轻 便机缘身后之刺 想来也是前途无量 老朽深知此理 便也不敢怠慢于他 倒是那白衣寒室 锋芒太露 恐怕难成什么大气 南宫贺先是点头 最后又不免是摇头叹息 我当即笑着 恭维了一句 哎呀 南宫家主才是 真正的深藏不露 道发高深呢 啊 哎呀 锦生啊 你我之间 就不要说这些 虚头巴脑的客的话了 南宫贺当即笑着摇头挡 南宫贺当即笑着摇头挡 哦 对了 呃 对于这次的斗法盛会 老朽想内定你 代表我们南宫世家 前往参与 不知你 意向如何呀 啊 我之前已经将自己的意图 说给了夫人知晓 呃 这场斗法盛会 我无意参加 倒是对 昆乌山狮子洞里的 紫尾龙脉 甚为感兴趣 我随即回道 除了这一点 对于斗法盛会的人选嘛 我倒是很看好那位 方玄一方现有 他资质不低 且修为莫测至极 如果他能够代表你们南宫世家 想来啊 鼎人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南宫家主 不妨在家斟酌 哦 南宫贺也是愣了愣 接着又笑道 既然如此 那老朽啊 也不再勉强了 对于那昆武山狮子洞中的 紫尾龙脉 我明日便派人送你前往夺去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才好 啊 那晋升 就此败谢了 我当即抱拳业礼 与南宫贺赞别 我缓步走出那堂 随口向门前站着的小管家 南宫墨寻问道 哎 刚才那位方现有 他所居之处 你可知晓 自然是知晓的 怎么 陈先生想探访那位方现长 南宫墨说着 当即得到我的点头示意 恭敬的便伸手道 陈先生 请随我这边来 一路来到了一间 较为雅致的厢房门前 南宫墨不仅扫视一言道 哎呀 这方现长似乎还未归来 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陈先生不妨稍后片刻 想必方现长 很快便能回来了 嗯 我到房中等候 一起去忙你的吧 我随口回到 顺势推开房门 点燃了屋里的油灯 在一旁坐下来 我静静等候方悬一的归来 不多久 那一身青灰色装束的年轻男子 缓步走到了房门前 正是父亲李正宫的青传弟子 方侯方悬一 见到我 他先是一乐 结而抱拳行李道 呀 陈道修 方某 击手了 啊 莫学还礼 我当即抱拳 也客气地回礼 而后接着到 沈夜冒昧来访 请方道兄 不要见怪啊 哎 哪里话 里面坐 说着方悬一 便邀请我到内屋坐下 顺势 关上内屋的房门 他倒了两杯清茶 送到我面前 开玩笑道 哎 刚才在宴席之上 让陈道兄 见笑了 我出来乍到 拖友 陆桌指出 哎呀 被人抓住了花瓶 只把我打入 进退尾谷之地 怪只怪我 学是浅薄 惭愧惭愧啊 听到方悬一这番话 我略有感触 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缓缓地 放回原位 片刻后 我淡淡开口道 嗯 白衣寒是跟你针锋相对 不单单是我 南宫家主自然 也是看在眼里 而且我关你们二人 似乎在世俗界 便已结下深仇 而白衣寒是此次 对斗法生会 势得必得 若是你挡了他的道 恐怕他 便会对你不利啊 方悬一听完 倒是停顿片刻 忽然岔开了话题道 呃 陈大雄 不知 先向何处 我心中不免苦笑 虽然很想告诉他 我的一切内情 可想了想 只能做霸道 哦 我仅仅啊 是一届善也道人 所谓心香啊 却是云游四方 从那里 哪儿就是我的心香 方道兄 不必再问 我此次前来 并不是为了 与方道兄 讨论这件事的 而是 有别的事情 要和方道兄赏议 哦 什么事啊 陈道兄 但说无法 方悬一忙问道 啊 我另有要事 要尽快离开南宫世家 而七日后 应邀参选南宫世家 客亲一事 便无法进行 所以 我想把我随身携带的 先清玉牌 葬于方道兄 助方道兄 拔的头丑 我很是认真地 向方悬一道 随即 便是将淡白色的 温润玉牌 缓缓地放在桌上 轻轻地 推到了方悬一的跟前 哪知 方悬一 见到我的先清玉牌 仅是愣了愣 摇头笑道 这先清玉牌啊 乃是代表 陈道兄 在世外先生的尊贵身份 我讨来忽家虎威 不但自取其辱 更是不可请礼 而宴席之上 南宫家主 并未提及 赠先清玉牌之事 想来是并不认可 我在南宫世界的身份 所以 我怎么好讨要 陈道兄的 随身玉牌呢 我不由皱皱眉头 轻叹一声道 方道兄 若只有这三分从会 我此次前来拜访 便是多此一句了 我亦是能够感知到 白衣寒室 周身散发的阴邪之息 此人绝非良善之辈 故而 有意为方道兄 开解麻烦呢 陈道兄的好意 我先领了 奈何 方悬一又笑了笑 顺势将先清玉牌 又推了回来 接着 他背负双手 缓步走到窗前 静静地望着虚空中 那一轮世外明月 淡淡道 不瞒陈道兄 我自然明白 南宫家主的用意所在 他刻意撇开 先清玉牌之事不谈 而又盛情 邀我留下 其中深意 无非就是针对 白衣寒室手中的那块 先清玉牌 参选的人 依旧是参选的人 不变 但参选人当中少了谁 才是关键所在 说完 他忽然扭头 静静地盯着我看了一眼 白衣寒室 帮南宫世家的大忙 想来 手中定是有一枚 先清玉牌的 如此 南宫世家的先清玉牌 便是有着六枚 也就是说 如若方玄一 想要夺得此次 斗法盛会的参与资格 便先要首先夺得 可清的身份 也便是先清玉牌 但六个人的名额 不变的前提下 也就等同于 告诉所有人 只有六个 手持先清玉牌的人 才能够代选 方玄一 想要参与代选资格 那么便只能 从这些人手中 夺取一枚 先清玉牌 其他几个人 都是海外 先身上的修炼天才 再加上 他们本身的身份 自然不是南宫鹤 排挤的对象 唯一上不了台面的 恐怕也就只有 这白衣寒室了 他修习的乃是 玄音派的阴险之法 自身带着一抹 邪恶气息 这种人如何代表 南宫世家 参与这一团和气的 斗法盛会呢 如果让他参加 其他三大世家 岂不会说 南宫世家 与邪道为伍了 这更是有损于 南宫世家的清玉 但南宫鹤虽然有 这般意思 却也无法发作出来 毕竟白衣寒室 赠送了万妖帆在前 南宫鹤 如果这时候 过河拆桥 就会显得更加是 失信于人 可他偏偏又极力挽留 没有先进玉牌的 方璇一 这其中意图 似乎也是不言自明 他同样知道 方璇一和白衣寒室的过节 还是这般的粗和二人 共聚一堂 可见他的意图便是要先让二人 斗上一栋 至于结果 南宫鹤自然是想让方璇一 夺取那白衣寒室手中的 先清玉牌 怎么做 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是除掉了白衣寒室 这么一个碍眼的邪道治疗 二则 也好让方璇一 多一个展示实力的机会 也只有这样 当方璇一夺取先清客牌 顺理成章地成为南宫世家的座上宾室 便也算得是实至名归了 这比起我的赠送 似乎更加有意义一些 当然 这些毕竟只是猜测 如果南宫世家 并未表露心计 还是会让人太过难以琢磨了 南宫世家 好歹也是鼎鼎大名的世外先宗 长此以往的 与修理邪法的人走得太近 难免会有损世家的清玉 可南宫世家 成了白衣寒室的人情 便也不好翻脸 我皱着眉头接着道 如果方道兄真验了此举 将会是一场无法回头的局面 方道兄 你要想好才行啊 我呀 有我的打算 此次若能够从斗法盛会中 侥幸拔得头筹 对于我的目的 将会有着天大的注意 故而 南宫世家的可亲身份 我也是志在必得的 所以 在这之前 我不能得罪南宫家主 也同样不能得罪南宫世家 方玄一停顿了一下 倒也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 而是甚为直爽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南宫家主想让我 参加论道之选 却又不赋予我 客亲的身份 这是明摆着 让我踢一个人出局啊 我想了想 开口分析道 嗯 南宫家主自然是能够看出 你和白衣寒室之间 存在旧日里的仇约 所以 你若想应下这份挑战 必须清楚 你和那白衣寒室之间的胜算 有多少 还有 白衣寒室此人 乃是玄音老祖的首席弟子 他以戒时还魂之法 不知修炼了多少年月了 这么一个恐怖的对手 你有多少把握呀 我的把握 仅限于南宫世家的 干预有多少 南宫家主之前 明令禁止所有人 不得在南宫世家的范围内 争强斗狠 而我想要从白衣寒室手中 夺那仙清玉牌 恐怕会有些棘手啊 方璇一紧锁眉头 脸上略先几分难色道 嗯 既然南宫家主 能够暗示你 替他出局 便会给予你足够的场地 解决此事 南宫世家范围 仅限于大门之内嘛 出了那扇门 想怎么解决 都是你的事 而南宫世家 恐怕也不会干预 你们二人之间的胜败 无论谁能够省出 最终都将成为 备选客卿的一分子 这对于南宫世家来说 并没有半点损失 说到此 我自觉已经 想 说到此 我自觉已经把 想说的 该说的 都说了出来 剩下的 便要看方璇一 自己的造化了 起身后 我未再给方璇一 多说的机会 紧直向门外走去 刚刚出房门 我头也不回地 又说了一句 一切皆是原法 有缘自能相见 方道兄 后会有期 说完 我大步走了开去 再也 没有回头 517 暗中 丁主 内院之中 只见南宫贺 正品着一杯清茶 等着我的到来 见到我 南宫贺当即 邀请我坐下 并命人 奉上茶水 秦升啊 老秀已经派人前往 昆武山 狮子洞 粗略地探查过了 狮子洞内 可是不简单 南宫贺 缓缓地放下手中茶杯 皱皱眉头道 狮子洞内 另藏乾坤 其中 宛如一个另类的小世界 从上至下 共分为九层 而且 一层大过一层 重重跌跌 所谓 紫尾龙脉 正是藏于 最底层 哦 南宫贺主 那昆武山距离此地 乃是有着数百里之遥 白天的时候 我便听 南宫夫人说起过 而今一日时间 还没有过去呢 您是如何探知 这么多线索的 我睁睁地 向南宫贺询问道 南宫贺 乐呵呵地向我解释 金生啊 你别忘了 这里 可是世外之地 所以啊 你就不要把 世俗界那些困难 带到这儿来了 区区数百里 对世外之地的人来说 不算什么 无论多远 都能在短短片刻时间赶到的 明天啊 我便命人带你前往昆武山 只是 到了昆武山以后 接下来的事情啊 只能由你独自完成了 真龙气脉 乃是得天独厚的存在 想要得到它 首先 是得有德之人 其次 便是依靠自身的造化了 无法 假借外利啊 嗯 这点我是知道的 能够对昆武山 多一些了解 也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至于赶往昆武山 只要南宫家主 赃予我一份地图即可 我自行前往 我满怀感激地 向南宫贺回道 哎 这怎么能行啊 如若依靠自身的角力 恐怕你半个月 都难以赶到昆武山 要知道 这其中的山路 崎岖难行 如果翻身月灵 且不说一路上的 餐食问题 就是累 也把人累个半死了 南宫贺当即反驳 一脸坚决地说道 明日啊 我让南宫墨 送你前往 你放心 最多只需要半天的功夫 便能把你 送到昆武山 这个 我迟疑一下 也只好点头硬撑下来 那我明日一早 便动身前往 哦 对了 夫人何在 临行前 我还想向夫人拜别 夫人刚刚 见了世俗界的一位亲人 正在那堂攀谈呢 这倒也无妨 待到你得了子 待到你得了子尾龙脉之后 总还是要回我南宫世家的 到时候 再行拜别也不迟 南宫贺随口向我解释道 哦 据我所知 你们这些修真世家 乃是有着著言之数 夫人虽然看似年轻 但实际的年龄 恐怕也有百岁之余了吧 那他在世俗界 怎么还会有亲人呢 我不由好奇地询问 此人呢 名叫陈玄 乃是夫人相隔数代的玄孙 此次呢 陈玄前来 便是跟随 方玄一的脚步 没想到 还能够遇到亲人呢 夫人倒是有些激动 正在那堂啊 摸眼泪呢 对于世俗界的亲情纠葛 南宫贺 似乎不太能够理解 但南宫夫人既然由此觊觎 她倒也是乐观其成的 原来是这样 那倒也是一桩好事 便是恍如隔世 也能够相见 既然如此 我便暂时不与夫人拜别了 何况 我来到这里这么久 还没有时间检查 王臣那孩子的功课呢 待我重新跪来 确实要一并看望 王臣才是了 想起我这个便宜徒弟 倒是觉得 有些对不住他 虽然收了南宫王臣为徒 但我着实 没有对他的修炼 帮上什么忙 甚至 他的修炼天赋 有可能在我之上呢 尽管那年纪轻轻 日后的前途 也定然是不可限量 家主啊 外面出了一桩小事 就在这时 南宫墨公建的 在门前禀告道 闻言 南宫贺当即开口道 哎 你说吧 锦商也不是外人 不用避讳 是 南宫墨重重地点头 应证一声 接着便道 大门外的一片山脚之下 方玄一方县长 以及白衣寒上人 正在斗法 什么 这么快就 南宫贺惊恶地站起来 快带我去看看 然而刚走两步 南宫贺 又停了下来 扭头向我微笑道 哎 锦商啊 若有兴趣 我们可 一同观战呢 好 正有此意 我随口回了一句 起身和南宫贺 一道走出了内院 南宫世家的大门一侧 乃是有着一座 低眼的山岭 我们顺势登上了山岭之巅 且在南宫贺的指引下 轻而易举地 看到了不远处的混乱战团 远处 方玄一正和白衣寒士 斗得难解难分 二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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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旗鼓相当 甚至于白衣寒士 还略高出方玄一丑 方玄一才斗法一会儿 便落了下风 想来 他若是一直这么下去 定人是坚持不了太久 便会彻底落败 锦商啊 你怎么看他们的这场斗法呢 不知过了多久 南宫贺莫名地开口 向我低声询问道 嗯 不太会看 只是觉得这个方玄一的修为 似乎是略逊于白衣寒士几分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 恐怕方玄一 坚持不了多久 我随口把心中所想说出来 虽然嘴上 虽然嘴上怎么说 可我心里 却是有意无意的 还是偏向方玄一的 相比较那修炼阴邪制法的 白衣寒士 我自然是想 身为正道人士的方玄一 能够获胜 还有 方玄一和白衣寒士的斗法 必然要分出一个高下 而方玄一 也必须要夺得 白衣寒士手中的先轻玉牌 否则 便是连备选资格都没有 除去这些担忧 我倒是莫名地对方玄一 有着一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信心 总觉得此人能够 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尽管他此刻落入下风 但他既然敢出手斗法 想必自有他的取胜之道 可这些 我却不能表露出来 乃是以中立的身份 说了几句可观的评断和预估 老朱看来倒是未必啊 那方玄一虽然落入下风 但他体内的潜能 似乎让人是捉摸不透 尽管是老朱 也很难看出来啊 所以老朱不相信 这年轻人就这么丁点的能耐 如果他真的拿不出别的能耐 那他也很难成为此次斗法盛会的备选之人呢 南宫鹤淡淡笑道 他似乎也不太相信方玄一会轻易落败 而且从他的言谈之中不难看出 他内心深处也很明显的想让方玄一获胜 上世间 当白衣寒士频出起招 连连挫败方玄一之时 方玄一似乎很难再有招架之力 但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见方玄一轴身 莫名地散发出了一抹强横道 让人瞠目结舌的浑厚真气 这种真气 那是滴滴道道的先天真气 当真气涟漪激荡开来 我便惊讶地张大嘴巴 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 如此精纯而有浩瀚的先天真气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如果只是天赋一柄 却也不应该 就算他的天赋再怎么好 所谓先天真气 还是需要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 然而他体内的先天真气 仿若是积攒了几百上千年之久 这太说不通了 当方玄一缓缓地掐出一道剑植 剑植之上 乃是缭绕着一抹惊人之急的狂横剑气 我不用愣了 暗自嘀喃 这什么招式 难道他想用剑植带剑而战 这岂不是太吃亏了 嗯 这乃是十分罕见的纸剑呢 所谓纸剑 便是以纸带剑 锋利无比的 南宫贺微笑赞赏道 王玄一此人 居然能够创出纸剑 实在是厚生可畏 厚生可畏啊 纸剑 我愕然争了争 微笑点头道 他真是不简单 居然能够想出这么奇异的法子来 以纸带剑 非但是灵活轻便 更是威力 不仅分毫啊 想到这儿 我不免想到自己创出的画工 如今我的画工 已然到达了第五重警戒 并且凝炼出了纯阳指 而方玄一的指剑 似乎与我的纯阳指 略有几分相似之处 只不过 它的剑指所发出来的 乃是实打实的剑气 我的纯阳指发出的 却是实打实的纯阳指气 二者虽然形态不异 但本质倒是相同的 当方玄一 以指带剑的刹那 便是转瞬间 自白衣寒室的身边掠口 下一刻 白衣寒室 竟是在我们的注视下 顺势倒了下去 老朽果然没看错人的 这方玄一的确非同凡响 先前还频频落入下风 却是没想到被他轻而易举 便搬了回来 且全新的方玄一 实力 竟让白衣寒室远远不如 更是难以匹敌啊 这个方玄一 神藏不露啊 南宫贺连连赞叹地夸赞了一番 接着又到 他所隐藏的实力 将会是此次斗法盛会 取胜的关键 此次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看来 他的前途也同样 是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呀 南宫家主 似乎已经看到了斗法盛会的人选 而且也有了取胜的信心呢 我微笑地打趣道 哼 金生啊 这次你可以放心地前往昆乌山寻找龙脉了 斗法盛会的人选 我会好好地斟酌的 一定会好好斟酌的 南宫贺虽然这般说 但脸上难以掩饰的笑容 已经说明了问题 他内心笃定的人选 势必就是方玄一 但他故意不抖露出来 想来 也是为了给其他几个人一个搏面 免得折损他们和南宫世家的和气 文言 我微微点头 静静地望着方玄一的背影 暗自你呢 嗯 如此 我倒是也可以放心地去寻找龙脉了 此次 倒是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 在这世外之地 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五百一十八 昆乌山 次日清晨 南宫墨便已在门前等候 我打开房门 就见南宫墨公公见他说道 陈先生 我们可以起程了 多谢小管家 只是我们 要如何前往昆乌山呢 我连忙问道 陈先生 请随我来 南宫墨微笑着 走在了前面 引领我来到了 南宫世家一块空旷之地 而前面不远处 乃至一顶 云白色的轿子 前后均站着两名教夫 恭敬备至地等候在那 见到我 四名教夫 忙抱全行礼 我先是回了礼 笑着 向南宫墨问道 小管家 这 这就是要前往昆乌山的角力啊 可是 即便坐轿子 似乎也不见得有多快啊 陈先生 只是看到了表面 并不知道 其中的内情了 不妨 不妨先坐进轿子 稍后便会明白 南宫墨微笑 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在南宫墨的期待注视下 我只得 我只得进了轿子 我只得进了轿子 然而 就在我刚刚坐稳之际 只见这轿子 缓缓地 被四名教夫抬起来 随即便是发出了一道道 细微的晃动之感 陈先生 稍坐休息 一会儿便到了 南宫墨的声音 自轿子外面传了进来 闻言 我随手撩开了轿帘 不看不知道 这一看之下 我顿时惊恐地 尝大了嘴巴 只见四名教夫 抬着轿子 居然行走在云端之上 风驰电掣一般 而一旁的南宫墨 则是一手扶在船子上面 随着轿子 闪电般前行 哇 这 这果真是 奇之极啊 我惊愕地感叹了一声 继而摇了摇头 一时间我倒是忘记了 这里乃是世外之地 而世外之地 又和世俗界 有许多的不同之处 此地乃是世外仙山 而身为修身世家的南宫世家 自然有许多的巧妙奸法 对于他们而言 这些似乎并不作围棋 可对于世俗界的我来说 确实得要筋掉下巴了 如此这般 似乎小半天的功夫 便能够赶到昆武山 甚至于 所需要的时间 或许还会更少 难怪南宫墨敢夸下海口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 我惊叹之余 不免放下轿帘 静静地坐在轿子里 云木过了两个多时辰 外面忽然传来了 南宫墨的声音 陈先生 我们已经到了 昆武山的山脚下 往前不远 便是昆武山地界了 掀开轿帘 我缓步下了轿子 就见四周云雾缭绕 花草树木之间 乃是流光异彩 尤其是那些奇异的花草 可谓是五彩六色 一株普通的异花上面 至少长着五六种颜色的花朵 而那些草叶以及树叶 也进阶是千奇百怪 与世俗界的植被大为不同 不过想到此地乃是世外之地 也便能够理解了 世外之地本就是得天独厚 距离上界 似乎也仅差一步之遥 而距离世俗界 也不过就是后退半步的事情 前面不远处 想必就是南宫墨所说的昆武山了 而在昆武山的半身腰上 赫然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入口 其中仿佛散发着一抹淡淡的降光 仅仅看上一眼 便似有射魂夺魄之力 我不由争了争 随即便是感慨道 此地果然是奇异之急啊 南宫墨古怪的笑笑 陈先生 若是你进入狮子洞 方才能够领略其中的奇异之处啊 哦 此话怎讲啊 我连忙追问道 这昆武山狮子洞 有着一种有备常理的说法 那就是其中另有一个别称 那就是其中另有一个别称 那九层天穷 神鬼秘境之说啊 南宫墨向我解释道 那里面上下有着九层空间 可谓是另类世界 而且里面的景色 越是宛如仙境一般 越是藏着道行高深 狡猾多端的妖邪鬼魅 所以 陈县长万不可 被眼前假象所蒙蔽 定要仔细辨辨 以防不测呀 哦 原来如此 多谢管家告知我这些 我当即包拳一礼 但不知其中的妖邪鬼魅 可是在下能够应付得了的 陈县长道法同学 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南宫墨微笑回道 当然 困难肯定也是有的 甚至比想象中的困难还要大 我当即苦笑着摇头 所谓道法同学 倒是抬举在下了 其实在下的修为 并不算高 勉强依靠真龙之气 支撑罢了 不然不然 陈县长或许 不知道此地的玄妙之处 此地乃是世外之地嘛 并不能以世俗界的修为 和境界来判断 要知道 此地的天地元气 乃是世俗界的无数倍 所以 陈县长的修为和境界 也可以在此地 放大无数倍 南宫墨想了想 随即 又一脸认真地说道 如此算下来 在此地 真可谓是 同悬造化了 没想到还有如此奇异的说法 既如此 小管家不妨先些回去 如若在下能够闯过九层世界 夺得真龙其脉 一定会回到南宫世家 向小管家道谢的 我当即抱拳一礼 微笑向南宫墨道了一声谢 陈县长多头保重 我等先行返回南宫世家 敬待陈县长加音 南宫墨也是抱拳回礼 带着四名教夫转身离去 送走南宫墨等人 我举目死亡 只觉周围这一带 倒也再无旁人了 偌大的世外之地 竟是只有四大修真世家 而并无别的修真练道之人 当真是略显寂寞了些 只不过这种得天独厚之地 却永远少不了 妖邪鬼魅的存在 他们深知 此地乃修仙练道的绝佳之地 自然是盘踞在各处 小城气候 想到此 我缓步上了山坡 然而当我刚欲赶到 狮子洞口的时候 忽然听到山洞之中 传出了一道近乎野兽般的 咆哮之声 那声音似乎透着一抹 无形的起浪 凶猛澎湃 只把周围的草木碎石 震得颤动不已 整座山都仿佛要坍塌了一般 我争了争 几儿定定神 只待那气浪 如涟漪般地散了开去 方才继续前行 直至我来到山洞的入口处 只觉得 有一股异常的躁热之气 扑面而来 此地地气虚浮 内藏凶蛮之势 看来 顶然盘踞着一些 修为高深的 妖邪鬼魅 此次夺取龙脉 即便没有了黄良公 以及窗墟道人那样的 对手来争强 也必然要与这洞中的 咬邪鬼魅斗上一番了 我略微感慨一番 就在这时 迎面而来的燥热之气 忽然停歇下来 皱皱眉头 我隐约察觉到了一丝 不祥的预感 果然 当我本能地 闪身退出洞外 又一道凶猛的 兽吼之声 轰然传出来 我急忙躲在了 山洞外侧的 大石后面 只觉得那大石头 都在微微颤动 几乎要崩裂一半 好在兽吼之音过后 并无太大的损害 在兽吼停歇下来 我当即来到山洞之中 粗略地估算一下 两次兽吼之间 约莫只有片刻而已 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探入山洞 就必须要在 两次兽吼之间 短暂的片刻 否则 必然会把那凶猛之急的 兽吼气浪 震退而出的 甚至会遭受 些许的损伤也未可知 在我还未探查出 其中的虚实之前 是万不能受伤的 更不能损耗 太多的修为 否则 若是遇到强大对手 我却不能以 最佳状态应对 只怕会吃大亏啊 脚下一动 我闪身冲了进去 瘦吼过后 山洞之中的灶热之气 再度洗了上来 刚进洞不久 轴身便是因 灶热之气 而汗流甲背 不得已 我当即掐出了 清心诀 心中默默念咒 待心神略微定下来 就觉身上的灶热之气 逐渐地挥散开去 定神之后 我方才认真地观察死中 就见两侧的石壁 乃是赤红之色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通道内 方才有着一抹 微薄的光线 可以让我依稀看清 四周的一切 这些赤石 晶莹剔透 如同红色的宝石一般 看来看去 我也没法叫出名字来 或许这些东西 本就是世外之物 世俗界 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故而 我无法识得 这也在情理之中 通道蜿蜒曲折 似乎在逐渐上行 可是我进山洞的时候 明明观察过这座山 再往上 已经锁上不多的山体 如果这是一条 通往上的通道 那么所谓的九层天球 似乎根本就不太可能 有太大的空间了 而且山体 乃是上面小下面大 越往上 空间应该越小才是 可是据南宫鹤所言 九层天球乃是 越往下空间越大 对了 他所说的乃是往下行 可怎么我明明是往上走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总不会是我走错了方向吧 还是找错山洞了 不可能 来的时候 乃是南宫墨亲自 送我过来的 而且还为我指明了 石子洞的所在 这里绝不会有错 那剩下的 便只会是我的错觉 现在 我并非是在向上走 而是在向山底而行 但这种上下的落差感 就算是三岁的孩童 也不可能产生错觉 可我明明 忽然间 我就觉得脑子一热 仿佛一下子明白了 其中的关键 所谓的九层天穷 正是指 往上行的意思 但实际上 上下乃是颠倒的存在 我的感知是往上走 实际上 却是往下行 这或许 就是一种细程 明明是九层地渊 却愣是说成了 九层天穷 想到此处 我不禁苦笑地摇头 没想到这狮子洞里 竟然藏着 如此玄机 狮子洞守护者 五百一十九 往前再走了没多远 便是看到一个洞窟的入口 赫然映入眼帘 那洞窟之中 乃是飘荡着阵阵白雾 仿佛自然而生的弓械 映射在白雾之上 照亮了整个洞窟 虽然看到第一层世界的洞窟所在 我却并没有觉得高兴 这因来的时候 南宫赫交代过我 每一层地下世界 紧接是盘踞着各种各样的 妖邪鬼魅 其道行更是深不可测 也就是说 想要得到最下层的紫尾龙脉 便要闯过这层层关卡一般的存在 一步步来到洞窟的入口 就见这洞口倒是不大 但洞窟内部 却又是别有洞天 里面白雾缭绕 一眼望不到尽头 仿佛这里压根就不再是什么山腹之中的洞窟 而是另外一个世界 只不过这世界里 到处充斥着朦胧之色 给人一种似梦似幻的感觉 想要进入第二层世界 似乎也只有穿过第一层 一直走到尽头 才能够看到第二层世界的通道所在 只是要穿过这重重迷雾 却又不知其中会遇到怎样的阻碍 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脚步 在走出了三四步之后 莫名地发现 脚下所踏的 乃是一块块巨大的青石面 而这个巨大的洞窟 似乎正是这种 一块块巨大的青石 所铺垫而成 你踏出五步 七步之内 务必离开 否则本座便让你命丧于死 半空中忽然传来了一道 沉闷而又洪亮的怒吓之声 我皱着眉头 细细数了一下 此刻脚下所踏的 的确是第五步了 没想到 这里面居然还有人在把守门户啊 只是不知道 这个守护着狮子洞的 究竟是什么人 阁下想必就是狮子洞守护者吧 幸会幸会 我四下里扫了一眼 却是未曾找到那个说话的人 究竟在什么地方 质疑一下 只得向面前的重重白雾 开口道 在下千里迢迢而来 为的便是九层天球内的 紫尾龙脉 路过此地 并无冒犯 还请阁下让个路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哼 本座才不会管你是千里而来 还是万里而来 九层直步 退出此地 本座可既往不休 饶你一命 如若再往前多走一步 本座便取你性命 那洪亮而又略显暴怒的声音 再度传出 滚滚浩荡 阁下这话就不对了 刚才还说 七步之内便要回头 也就是说 无论任何人 都能够在此地走上七步 七步之内 自然也就是包括七步了 都不必于阁下 结下梁子 此时阁下 为什么又不许 再多走一步了呢 即便在下多走那么一步 也不过只是六步而已 不是吗 我淡然一笑道 哼 你小子别不知好歹 本座肯饶你性命 已经是莫大的宽幼 什么柳步七步 你还不快走 难道真想死在这儿不成 煞世间 那愤怒的声音传出来 周遭内外的重重云雾 仿佛瞬间凝结了一般 四周的空气 也冰冷到了极致 原来阁下 也不是一个 守信承诺之人呢 那又何必在这儿 制定什么狗屁规矩 我冷哼一声 淡淡回道 放肆 轰然间 眼前云雾煞石 被震退开去 露出了一片 宽敞的空地 空地上 则多出了一道 高大魁梧的身影 仿佛是一尊 满是盔甲的大将军 头盔之下 却是一片漆黑 根本看不清 这守护者的面容 只是其中 却不断传出 那一道道 沉闷 而又愤怒的声音来 小子 既然你招死 就不要怪 本座不客气了 说吧 守护者随手一甩 竟是一杆长枪 出现在手中 长枪顶端 乃是锋利无比的蛇毛 随手舞动 虎虎生风 更是将周遭的云雾 击散开去 在下既然费尽了心 心思来到这儿 自当奉陪 阁下请罢 我也随手取下了龙云剑 静静站在原地 等待对面的守护者 展开攻势 在不了解对方深浅之前 我务必谨慎 小心一些才是 皱着眉头 缓缓拔出成剑 我静待对方出手 哼 看你的衣装打扮 以及言谈举止 并不像世外之地的人 居然是一个 世俗界来的人 没想到这世俗界 居然也出现了 你这等修炼奇才 当真是罕见 你倒也爽快 就是不知道 你修为是高还是低啊 对面的守护者 凌空挥舞 杖扒蛇毛 划出了一道道 耀眼的白色流光 而流光过处 无论是山石还是迷雾 紧接被轻易地 消成两半 其攻势强悍 乃是圣人之计了 有这么一个守护者 守着狮子洞 能够进入其中 闭关修炼者 恐怕也都不是 什么擅长了 士族的小辈 你就这么单薄的身子骨 能抵挡本座几次攻势 本座最后再劝你一次 尽快离去 免遭涂炭之苦 守护者冷声怒喝道 我皱着眉头回了一军 这条道在下是走定了 如果阁下不肯让路 便动手吧 既然你找死 便拐不得我了 守护者沉声怒笑 卷疾挥舞杖霸蛇毛 凌空便向我刺了过来 其攻势凌烈霸道 气浪奔腾 如同长虹惊天 皮泥天下 我自是不敢怠慢 早已准备好了迎敌之事 瞬间便挥起了龙云剑 口中大声喝道 肥龙在天 手臂一震 一道精纯无比的真龙之气 沿着手臂直灌入剑身 剑身如真龙附体 煞世间迸发出了万道剑芒 凌空想着那守护者便迎了过去 不得不说 南宫墨确实没有期望 这龙云剑 所施展出来的剑气 宛如凝石一般 磅礴无比 浩荡八方 其威力 至少比世俗界 抵增了数十倍不止 煞世间 两道雄魂攻势 猛地相敲在一起 转瞬即分 一股浩荡而来的反阵涟漪 滚滚而至 我急忙向后 击退数丈之远 反观的守护者 亦是被震退了五六步之遥 堪堪 稳住了脚跟 就在守护者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手腕一沉 龙渊剑席卷而出 口中紧跟着大鹤 乾隆无用 一道通体漆黑的龙领 咆哮而出 席卷万千剑气 向着地面俯冲而下 转身间 乃是自那守护者跟前 唾唾而出 向守护者笼罩而下 守护者面色一睁 急蒙 挥舞杖八的蛇毛抵挡 但龙颖席卷着剑气 气势奔腾如海 无可匹敌 不多时 他便是接连百退 手中的杖八长矛 差点也脱手而出 眼看着玄水龙颖 急枪压下 我眉头一皱 当即收回剑士 将那玄水龙颖 凭空收了回去 守护者再次亮枪着 倒退了五六部之园 传着粗气 狼狈不堪地 稳住了脚跟 继而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我 真龙气脉 你身上居然藏着 这么多的真龙气脉 可即便如此 你又怎能贪得物业 还有更多的真龙气脉 难道一定要多一道 子伪龙气不成 在下收集天下九龙脉 也是迫不得已 至于其中内情 说来话长了 便不便多说 阁下既然败退 还请让开一条通道 让在下通行 我缓缓收剑入鞘 包拳一礼 客气地说道 你居然要收集起九龙脉 九条真龙气脉 守护者再次 被我的话给惊到了 他一脸忌惮地 向一侧让了开去 但很快便是冷哼一声 哼 就算如此 后面还有八层的 其中多有 道行高深的灵修 你能闯几层啊 这世俗界的修行者 难道真的能够在此地 横行无忌不成吗 阁下的告诫之言 在下心领了 但在下既然来了 便没有打算空手而归 所以 那子伪龙脉 在下是势在必得 对于接下去的八层实践 在下自会多加小心 多谢阁下承让 我淡然一笑 再次抱歉一礼 提着龙元舰 大步流星地 便走了过去 当我绕过了 守护者所在之地 顿时便是传了几口粗气 刚才那一幕 虽然看似十分简单 但其中凶险 也许只有我自己清楚 那守护者的修为 着实不弱 只可惜他低估了我 从一开始 便没有施展 更强傻招 故而 我一鼓作气 乃是接连将其百退 如此 可谓是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如果再和他对战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即便我的龙元剑法 能够在此地 抵增数十倍的威灵之力 但那位对手 却不是吃素的呀 他的修为自然不低 再次斗法下去 只怕我要再次 创出新的龙元剑法才行了 自从得到了五种龙妹以来 我倒是还未创出新的剑法 不过想想也是 这些日子 我修为尽尸 全靠父亲为我遮风挡雨 哪有时间和机会 创出什么新的剑法来啊 再者 我目前的能耐 倒也还是能够应付一些麻烦 并不需要和对手拼命 如果不是特别凶险的境地 似乎也不需要我动用新的杀招 这第一层世界 倒是简单一些 只遇到这么一个忠诚的守护者 而这个守护者 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质毛 就这么很容易被我蒙混过关了 接下来便是第二层世界 不知道 所遇到的对手 又是何等的 棘手呢 穿过眼前的迷雾 前面不远处 倒是出现了一个通道入口 果然 想要进入第二层世界 便要先穿行过第一层世界 所谓的九层天穷 神鬼秘境 确实所言非虚 尽管所谓的地下世界 并不算是真正的世界 但其中所盘踞的 妖邪鬼魅 却也是事所罕见 由此间走上一遭 也算是受益良多了 沿着眼前通道一路前行 不知绕了多久 前面忽然变得宽敞了许多 更甚至那白茫茫的光线 也是变得明亮几分 其间 更是由这一股难以言喻的 异乡飘荡而出 我皱皱眉头 似乎很难想象 这地下世界 怎么能够种出花草来呢 难道 就是因为此地乃是世外之地 故而便有别于世俗界 能够不受日月的洗礼 雨露的滋养吗 想到此 我朋友大人一笑 缓步地走进这第二层世界 刚进入洞窟 便是被眼前一切给惊住了 眼前哪儿还有什么简单的洞窟啊 比起第一层 此间的空间 似乎是大了数倍不止 而且 有山有水 更是花鸟鱼虫 宛如一个真实的世界一般 不远处 水池边上 竟还有一道川流不息的瀑布 那瀑布长流不止 也不知道这谁从何来 疑惑之际 我莫名地听到一侧 传来女子的娇笑之声 哈哈哈哈 原以为闯过第一关的 那是一个智慧无双 修为公餐造化的高人 没想到居然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愣头青 闻言 我急忙寻着声援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身着绿色罗衫的青年女子 爬在一块巨石之上 双眼绕有兴致地盯着我发笑 此女子看起来倒是清纯可爱 仔细看 又透着一抹 美艳细腻的娇媚之气 总之 世俗界之中 似乎根本见不到 这等耐看的女子 真是越看越觉得好看 我当即客气地抱全一礼 小仙子 在下沉浸声 这香有礼了 哈哈 你倒是蛮懂礼数 只可惜 还是一只呆鹅 年轻女子 随即发出了一道银铃般的笑声 未等我反应过来 她纵身而起 乃是凌空飘然而下 轻轻地 落在不远处的巨石上面 仔细打量我一番 年轻女子 歪着头笑道 喂 呆头鹅 你来这里 做什么 我不叫呆头鹅 我说过 我的名字叫陈 知道了 你叫陈静生嘛 呆头鹅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年轻女子 不等我说完 便是一脸坏笑 打断了我的话 紧接着 反客为主 将问题 扒拉在我身上 在下是为了 第九层世界里的 子伪龙脉而来 路过此地 还请小仙子 让一条道 也好让在下通行 小仙子放心 在下绝无打脚之意 仅是路过 路过而已 我再次客气地 向这年轻女子笑道 怎么啊 刚才还听到 你在上面 与那憨货 打了一架 怎么到了姑奶奶这里 就变成了这边 轻飘飘地敷衍之鱼 难道姑奶奶 不配成为你的对手啊 哪知 这年轻女子 竟是得理不饶人地 向我发难起来 只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但见我睁睁地张着嘴巴 年轻女子 再次眼嘴失笑起来 好了 趁着姑奶奶心情好 就不难为你了 你过去吧 什么 我顿时一乐 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难道 这道关卡 这么容易就过去了 似乎以往的魔力 在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 但凡能够用 容易二字来形容的 往往都不怎么容易 尤其是眼前这道关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 就过去了 我着实不敢相信 怎么 姑奶奶的话 说得不够清楚 还是你这只 呆头鹅太笨 没有听清楚 那年轻女子说着 却是忍不住地 又眼嘴失笑起来 那倒是省了不少力气 多谢小仙子通柔 我意识不再多说什么 当即抱拳一离 转身 便向这年轻女子 所指的方向走了过去 哪知啊 刚走出五六步 却在第六步的位置上 脚下 瞬间悬空 整个人轰然 便倒了下去 当我惊恐地发现 自己掉进了陷阱之中 似乎一切 都显得晚了一步 就听到耳边传来 扑通一声 我整个人便是摔进了 一个深不见地的水潭里 然而 我先前走来之时 明明没看到这儿 有什么水潭 明明就是一片 平整的草地啊 竟然被这个看起来 忍出无害的小丫头 给耍了 我连忙冲上水面 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那年轻女子 已经来到了水潭边缘 正低头盯着我 蒋仙子 你这是何故 再也说过了 只是路过此地 并无心打搅 你又何必如此为难在下 臭小子 就凭你口中称呼的小仙子 姑奶奶便可要了你的小命 论年龄 姑奶奶至少有着千余岁 甚至更久 总之姑奶奶已经记不清 自己活了多久 但至少 还是要比你这个臭小子 活得更久一些 你一个世俗界的矛头小子 误打误撞地 闯到了此地 以为姑奶奶是吃素的不成 那年轻女子 随手拿起一根树枝 轻轻拨弄水潭的表面 看着一道道水纹 不断打击在我的脸上 她瞬间又发出了一道 银铃般的笑声 臭小子 姑奶奶原本也没想着 要为难你 只是想试试你的智慧 究竟担不担得起 姑奶奶的考验 但没想到 你这个臭小子 如此的愚蠢 简直蠢笨如牛 仙子 早然在下的称谓上 有些失礼之处 但毕竟是无伤大雅的 一句称谓而已 然而仙子 却如此对了在下 难道真的要是 在下于死地不成 我刚欲起身 爬出水潭 却发现那年轻女子 挥起手中的树枝 并向我打了过来 我慌忙躲闪 可却因为还在水中 愣是无法逃出去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生人 本姑奶奶想和你多玩一会儿 你小子可别不识趣 年轻女子先是笑了笑 旋即 撅着小嘴嚷嚷起来 这样吧 你小子回答 本姑奶奶一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对了 本姑奶奶便可饶恕于你 放你出来 但若是你回答错了 那你就在这水潭之中 待一辈子吧 哦 但不知仙子 要问的是什么 我愣了愣 实在没想到 这里的古怪之人 古怪之师 竟这么多 原以为又是一个 鄙视修为高低的 妖邪鬼妹 没想到居然遇上了一个 古灵精怪的臭丫头 很简单 刚才本姑奶奶 为你指的出路 是真还是假 你且说说 如果说对了 本姑奶奶就放你出来 并无条件地送你离开此地 直接进入下一层世界 但若是回答错了 你知道后果 女子淡淡一笑 她脸上表情似乎在告诉我 她并没有跟我开玩笑的意思 那好吧 既然仙子有此雅兴 在下也只好奉陪了 我眼珠子迅速地转了转 心念不禁快速转动起来 如果没有这么个陷阱 或许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 相信那个方向正是通道所在 可刚刚被她算计 可见这妖艺女子 也并不是什么老实厚道之人 兴许为我指的 就是一个假方向 不过是为了戏弄我而已 可若是我错了怎么办 如若她偏偏就给我指了一个正确方向 故意误导我认定为假 那我岂不是错过了正确答案了 而眼睁睁地把正确答案埋没 回答一个错误的答案给她 想了想 我当即点头回答 在下相信仙子的智慧高人一筹 所以 刚刚仙子所指的方向 定人就是真正的通道入口 哈哈哈哈 年轻女子再次笑起来 笑得前仰后合 似乎遇到了一生中最好笑的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 她忽然一本正经地双手插腰 古怪地笑着回答 本姑奶奶以为你小子有多么聪明 没想到也不过如此而已 你小子只是简单地想到了两层用意 以为本姑奶奶会以真为假 来迷惑你的判断能力 但本姑奶奶却恰恰用假的来误导你 让你再次落入本姑奶奶设计好的陷阱 你所想到的答案 本姑奶奶早已想到 而且 抢先把答案的难度又提升了一倍 所以 刚才本姑奶奶所指的方向 并不是正确的方向 而是错误的方向 那个方向并没有所谓的通道入口 这 我顿时蒙圈了 没想到这个臭丫头居然在这儿等着我呢 让我以为 我想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 实际上 它乃是在第三步甚至第四步的位置上 静静地等着我呢 刚才我所想到的两层意思 第一层 乃是方向为真 而陷阱也是真的 因此 我必定会落入 它布置好的陷阱之中 故而 它完全没有必要 用假方向来误导我的判断 但我紧跟着又多想了一层意思 如果它已经猜到 我所猜想的 那么它必然要把答案再赶一赶 如此 便变成了方向为假 而陷阱却是真的结果 这么说 你刚刚所指的方向 是假的 半天后 我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 这古灵精怪的妖艺女子 旋即又补充了一句 在下自认为 不如仙子智慧高免 所以如果仙子真想困住在下 似乎也太费尽心思了些吧 我的话刚刚出口 只见妖艺女子 随手将树枝打出 而那树枝刚一入水 便是化为一条条细软的藤条 顷刻间 便是将我的四肢 牢牢缠绕起来 猛地向水中拽了下去 我拼命挣扎了几下 但这周身上下 竟是动弹不得 任由这藤条将我拖拽到深水处 我长久地无法呼吸 眼看着快要憋不住了 忙再次拼命地挣扎起来 不多时 整个人忽然一清 倒是被藤条拖拽着 猛地又探出了水面 我张嘴喷出了一口潭水 大声叫道 臭丫头 你到底什么来路 为什么在这中往 我说过了 这是路过的 你何必如此戏耍于我 臭小子 你终于忍耐不住 开始说脏话了吧 现在才是你的庐山真面目 本宫奶奶早就想到 你不是一个谦谦君子 现在看来果然不假 那本宫奶奶为你 简单布置的见面礼 似乎也算得当了些 哈哈哈哈 妖艺女子 一脸得意地笑起来 臭丫头 我不管你什么来路 如来再不解开 我身上的束缚 小怪我不客气 我说着 当即扭动双臂 试图掐出弦魔手印 臭小子 想来硬的 你以为本宫奶奶 会怕了你不成 有本事 你且挣扎几下试试 如果你真有这番能耐 本宫奶奶大不了 向你跪地参拜 以表歉意 日后且不在此地 布置陷阱害人 如何 那妖艺女子 再次得意地笑着说道 但若是你没有这个能耐 就给本宫奶奶闭嘴 小心本宫奶奶 割了你的舌头 你 我当即无言以对 千算万算 却是没有算到 会在此地 遇到这样一个臭丫头 不但是古灵精怪 更是诡计多端 让人防不胜防啊 真若是与我 明刀明枪的斗上一场 我倒还不去 反倒是这般的 温水煮青蛙的阴谋诡计 实在是让我倍感偷逃 怎么了 臭小子 不敢说话了 还是无话可说了 那妖艺女子再次发出了一道 银铃般的笑声 那这样吧 一直把你泡在水里 似乎也不太礼貌 毕竟你是千里迢迢的 从世俗界来的此地 而且本宫奶奶和你 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也犯不着把你怎么样 如果你能够挣脱束缚地 回到岸上来 本宫奶奶便不再对付你 如何 可是 可是你弄这些藤条 缠绕在我身上 让我怎么挣脱 我没好气地回对了一句 拼命地拨弄潭水 紧力地不沉下去 臭小子 你不单单是脑子不够用 此刻看来 你的眼神似乎也不太好使 这些复魂丝 可是本宫奶奶的法宝 居然被你说成了藤条 活该你出不来 现在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如果你真能出得来 本宫奶奶便也不再为难你 话说到这儿 妖艺女子 却忽然一脸不屑地扫了我一眼 进而又补充道 但若是你没有这个能耐 便也不要在怨天尤人 老实地待着吧 反正本宫奶奶这么多年 都未曾遇到一个大活人闯关了 今天好不容易逮住你 又怎会轻易地放你离去 听着妖艺女子的话语 似乎想把我永生永世 留在这里陪她 听到这话 我不仅在心下一沉 如此便想流出啊 那我便也无需跑到这儿 寻找什么龙脉了 咬着牙 我屈指掐出了一道纯阳剑指 乃是在一刹那间 丹田内 鲜天真气 被我凝练成一股纯阳的剑气 自指尖蹦射而出 当纯阳剑气 蹦发而出的刹那 周身的树魂丝 竟是瞬间寸寸断裂开去 在那妖艺女子惊恶的注视下 我纵身飞轮而起 轻易地便挣脱出了水面 可就在我刚欲落向地面的时候 只觉得头顶上方 一抹黑乎乎的罩子 凌空罩了下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整个人便被严严实实地 罩在下面 那罩子如同一个口朝下的大镂筐 把我罩住后 脚下便是一抹细王席卷而起 将我整个人结结实实地 给兜了起来 随即我便再次被束缚着了 缓缓地掉在半空 那妖艺女子缓步走的跟弦 看着狼狈不堪的我 忍不住前仰后合地笑起来 臭小子 你以为你那两下子便能挣脱束缚 本宫奶奶可是有着 古往今来第一灵智的美称 就凭你这点道好 还想逃出升天 真是自不量力 第一灵智 我急忙扒拉着周身 所束缚的细王 这些细王 仿若是坚弱钢丝一般的汉铁 打造而成 我越是用力挣脱 周身便越是被束缚得更紧 但当我定了定神 沉声呢喃道 所谓灵者 所指的 乃是玉业 嗯 你这臭小子 脑袋还不算太笨 妖医女子愣了愣 继而玩而一笑道 难道 你真的是千年淋浴送话 难怪了 难怪你能够拥有 这般缜密的心思和质谋 无论我走的哪一步 似乎都被你算得分厚不差 而且 我似乎每走一步 都完全被你算转 看似是我在争夺束缚 是则 无非是你稀爽我的过程而已 我紧锁眉头 冷声分析道 千百年来 你倒是头一个 看出本姑奶奶用意的凡夫俗子 难得难得 这世上居然还有你 这么聪明的人 本姑奶奶忽然有一种 不想让你死的念头出现 如果你死了 那本姑奶奶 还能戏耍谁去 妖医女子歇时笑了笑 继而一脸心疼地盯着我 臭小子 你为这些千年冰蚕丝 所束缚着 疼不疼 居然是千年冰蚕丝 你倒是舍得下本钱 但你看过我 被这些破残丝束缚着 还越束缚越紧 眼看着 就被分成无数块了 你说 你说你疼不疼 我一脸委屈地嚷嚷道 但见这妖艺女子 像是看宠物一样地看住我 我心里顿时 更加觉得委屈和难过 被这么一个拥有 无上灵智的精怪戏耍 似乎根本没什么法子化解 也完全想不到任何法子 因为我无论想到什么法子 似乎都会漫上半排 都会被这个妖艺女子提前想到 并成功地将我引入下一个陷阱之中 或许回到世俗界说出去 也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我居然被一块玉石 戏耍成这般模样 实在是奇耻大辱啊 臭小子 你不是挺能耐的吗 如果你这次还能将陷阱破解 本姑奶奶便承认 你有这几分能耐 便也不再为难你 可你若是不能将其破解 那本姑奶奶也只能爱莫能助 只有 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你 困死在其中 那妖艺女子 一脸古灵精怪地冲我发笑 似乎在等待着我再次挣脱 我现在都有点不想挣脱了 反正我无论想的什么法子 甚至于我即便挣脱开来 似乎还会有你下一个陷阱 在等着我 所幸我又不再挣扎了 就这么被你吊死在办公德了 我一脸苦涩地回了一句 便不再多说什么了 你个臭小子 能不能有点出息 难道你就不想证明一下自己 就这么放弃多可惜 或许本姑奶奶心情好 不再用智谋对付你 而是与你肝胆相照 成为朋友 也说不定呢 妖艺女子一脸豪气 向我笑着说道 哎 我偏偏就选择放弃 你又能奈我何 如果我真的想罚她挣脱 岂不是在遵循着 你预先制定好的路数 被你又牵着鼻子走了 所以啊 我才没那么傻呢 你如果想把我杀了 此刻动手正是时候 一旦让我逃出生天 再接下去的输赢 或许就是你我之间的一个 不是你 就是我 我一脸慵懒地 倒在王兆之中 乃是充分享受着 这被束缚的感觉 见我毫无挣脱的迹象 妖艺女子似乎有些恼火 直着我叫道 你这个臭小子 能不能有点出血 才这么两下子就选择放弃 实在是无趣 无趣 妄费本姑奶奶为你精心布置了 十三个陷阱 而今 你方才触动了两个 余下的十一个 难道是摆设不成 文婷子言 我心里不要冒出了一股冷静 这玉石精怪所化的臭丫头 居然偷偷地 给我布置了那么多的陷阱 似乎我即便挣脱了 这第二个陷阱 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 乃至第五第六个在等着我 直至我被她戏爽而死 方才罢休 好一个灵智第一的臭丫头 和她斗志谋 实在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 甚至 我此刻都有点佩服自己了 好在我忍耐下来了 没有硬着头皮继续闯下去 如果真的闯下去 后果将会是无限的陷阱 在等着我 居然还有那么多的陷阱 在等着我呀 哎 你以为我还会再挣扎下去吗 臭丫头 剩余的那些陷阱啊 你留着自己慢慢玩吧 本道爷没有心情再陪你玩下去了 如果你不高兴啊 可以把本道爷我杀了 但你只能得到一个更加无趣的结果 我一脸慵懒地向妖艺女子回道 与此同时 缓缓地凝练出了一道精纯真笼之气 且慢慢地灌住龙渊剑之中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不好玩 本姑奶奶留着你 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妖艺女子歪着头想了想 旋即甩出了一根腹魂丝 凌空向我指刺而来 受死吧 但觉一股凌冽霸道的攻势轰然而至 我再也不敢怠慢 轻可见也拔出龙渊剑 只见龙渊剑 乃是通蹄迸射出了一道道真笼之心 在破空的刹那 变化为万剑剑剑 将周身的束缚 催枯拉朽般地撕裂开来 与此同时 我纵身一击倒卷帘 挥剑迎向那妖艺女子的抚魂丝 长剑纵横剑气磅 那抚魂丝 在遭遇龙渊剑的重压之下 不仅是露出了挫败之势 眼看着这妖艺女子连连暴退 我乃是攻势不减 一瞬间挥剑 直刺其咽喉未知 停停停 不打了 哼 妖艺女子突然甩开了抚魂丝 连连叫停 撅着小嘴 转身气呼呼地走了开去 我愣愣地落向地面 一脸疑惑地 看着她的背影 仙子 这是何故 难道就这么结束了 本姑奶奶 打不过你 还能怎么办 难道真要死在你的龙渊剑之下不成 妖艺女子静静地站在巨石之上 背对着我 听到我的话之后 乃是气呼呼地抱怨道 你想走就走吧 本姑奶奶这里 留不住你 仙子既然这么说 那在下 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下告辞 我先是小心翼翼地向四手扫了一眼 这妖艺女子善于用之 而她的智谋更是无处不在 要想不被她耍死 我必须处处小心应付才是 尤其是这种时候 万一再来一个陷阱 那我可就在了 等等 还没等我转回身去 只见那妖艺女子开口喊道 怎么 仙子想要食言 我当即紧张地握住剑柄 一于抵挡突如其来的攻势 然而 这妖艺女子 缓缓转回身 乃是深深看了我一眼 似乎 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而且四周 也没有被触动的机关陷阱 食言倒是不至于 不过 你很快便会进入第三层世界 本姑奶奶想让你 帮我带一封书信下去 交给 交给那个姓金的家伙 如何 妖艺女子说着此话 瞬间向我甩了一封书信 被我一把抓住 接着 她再次开口说道 陈静生 本姑奶奶相信你是一个 言而有信之人 所以这封书信 必须是你亲手 交到那个姓金的家伙手上 呃 这个 我迟疑了一下 只见信封上面 乃是写着五个字 金元圣 亲旗 这人叫金元圣 好奇怪的名字 不过能够居住在此地的人 似乎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苦笑着摇摇头 我当即客气地笑道 好 在下 答应仙子 必定将此书信 亲手交到那位金元圣先生的手中 嗯 本姑奶奶相信你会做到的 对了 本姑奶奶想和你说一声 谢谢 妖艺女子 似乎很是开心地笑了起来 转瞬间 便是消失在我眼前 我愣了愣 芒向四周扫了一眼 哪儿还有那位妖艺女子的身形啊 似乎她从来没来过一般 就这么凭空消失于无形 说到底 我居然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 就和她斗了一场质谋 甚至还是打斗了一番 如今 居然又要帮她送书信 成为了 这神鬼秘境中的送信人了 自嘲一笑 我顺势将书信 装进口袋内放好 便继续前行 没走多远 前面正是通道的入口出 看着那一抹淡淡的白色雾气缭绕而出 我想也没想 紧直便走了进去 还未走多远 便是察觉 这通道之中 仅是莫名地出现了一层 无形的屏障 它仿佛是一堵墙 一堵看不见的铜墙铁壁 好在我的修为还不算太弱 硬碰硬地将其抵挡下来 且一步步地冲了进去 直至面前的无形屏障 被我硬生生地穿行而过 却是莫名地闻到了一股鲜花的异香飘荡而出 缓步来到通道尽头 这间眼前乃是一个另类世界 说是一个世界似乎太过夸张 不过此地的确是天高地阔 宛如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行走在其间 只觉空气都是那么的香甜 比起上一层的世界 似乎更加的醉人 而不远处 刚有几株奇异的果树 所结的果实 可谓是五颜六色 香味四溢 我忍不住来到果树下面 抬头凝望着 那一枚枚圆溜溜的果实 只觉得这些果实 只能在仙境中生长而出 至少在世俗界 我还从未见识过 不知道这些果子 能否吃上一个 也不知道这些果子 是否有毒 正值我犹豫的时候 办公中忽然传来了一道 青年男子的笑声 哈哈哈哈 此果名为五香果 吃上一枚甘甜可口 更是能够精神百倍 小兄弟不妨采摘一枚尝一尝 我急忙扭个头 看向声援来处 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长发男子 缓步而来 此人样貌清奇 风神俊朗 更是仙气飘飘 不思凡人 阁下便是此间世界的主人 我愣了一下 随即抱却一礼道 在下陈吉生 这香有礼啊 啊 史俗界果然是人才辈出啊 没想到还有你这等后起之星 踏足世外之地啊 白衣男子大人一笑 缓缓抱拳回礼 陈贤友 此地正是在下的地界 小小露事 陈贤友不要嫌弃才好 我急忙道 哦 你果然就是这里的主人 那你岂不就是金元胜 什么 陈贤友怎么知道在下的明慧 刚刚在下可从未提起过呀 金元胜微微睁大双眼 呆呆望着我 哦 在下来的时候 曾受人指点 所以知道金兄的明慧 若是有唐突之处 还请金兄多多海涵 面对彬彬有礼的金元胜 似乎根本无法将他和 妖邪鬼魅联系在一起 我说着话 不禁苦思地笑了笑 哼 原来如此 既然陈贤友知道了在下的明慧 那在下 也就不再多言 请吧 金元胜说的这儿 乃是露出了一抹 恍然大悟的神色 旋即 只见他灰袖 甩出了一把金色长剑 凌空便向我暴冲而来 哎 金兄 你这是何一样 我大惊失色 慌忙挥斜龙渊剑抵挡 哪知 他的剑法刚忙霸道 职工不守 更是剑法凌冽凶狠 招抽透着夺命之师 我不知其中的内情 更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突然就出手 但此刻 他接连挥剑厮杀 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无奈之下 我只好挥剑连连抵挡他的攻势 并使出浑身解除 将龙渊剑法再度施展而出 真龙之气嘛 陈心游 你的修为果然不凡 居然能够吸纳真龙之气化为己用 这世间 好 不 想必就连你们世俗界 也很难有人能够做得像你这样了 金元上冷哼一声 随即便是挥剑入鱼 向我疯狂地扑杀而来 起初只觉得这个金元胜 乃是一个谦谦君子 果然不应该这般暴力 此刻他突然转变 确实让我有些难以招架 但为了不至于接下大仇 我也只好处处留手 尽可能地化干戈为玉帛 可那金元胜的攻势不减 乃是将我逼得连连后退 我翻过一座座山头 与金元胜接连战了无数个回合 眼看着我们各自的攻势 不断地减弱 不得已 我只好大叫了一声 金雄 何必如此拼命 在下没有做过什么冒犯之举啊 只不过想借道而行吧了 陈仙友 能够告诉你 在下名讳的只有一阵 而你和他有所沾染 在下便不能容你 在下绝不容许此地有半点 他的痕迹存在 陈仙友 你就认命吧 这话说的 倒是更让我糊涂了 为什么那妖艺女子 只是间接地告诉我 金元胜的名字 这金元胜本人 不要置我于死地啊 这个金元胜 怎么就这么见不得 那妖艺女子存在 就连他跟我说话 也算是一种沾染呢 喂 喂喂 秦兄 秦曼 在下还有话说呢 我当即向后 暴退十余杖之园 堪堪地停留在一座山头之上 回一剑 向金元胜阻挡道 在下有话要说 还请暂停一时 有什么话 陈仙要说 金元胜 也是瞬间收回见识 一脸认真地向我道 我定了定神 当即把那书信取出来 向金元胜抛了过去 那 金兄 这封书信 是在下帮人带的 并承诺 要亲手交到你手上 听我这话 金元胜立刻接下书信 他一脸认真地看向书信 我不禁暗自嘀喃 此人修为实在是高深目测 若非我早已将后天元气 化为了先天真气 并配合真龙之气 恐怕根本不是他对手 还有 此人举止间 似乎透着一抹远古的气息 是一种尘封许久的味道 只是不知道此人本体究竟是什么 你 你居然把这封收心给带下来了 你 你怀了我大事 哪知这个时候 那金元胜几乎崩溃了一半 发疯似的冲着我大叫了一声 金元胜说完 就见他将那封书信抛向半空 瞬间挥剑 见光如影 轻刻间 便把那封完好的书信 消成了片片随屑 飘洒而下 看到这一幕 我不又呆住了 怎 怎么会这样啊 金元胜 见到这封书信 为什么如此激动 他为什么又会这份生气呢 金元胜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双眼一眨不眨死盯着 只把我看得浑身不自在 忍不住地开口询问 金雄 你何以如此恼怒啊 陈贤友 你简不该万不该 不该把这封信带下来 你看 说着 他缓缓抬起手掌让我看 我顶尽一看 不如是大吃一惊 啊 金雄 你手掌怎么变成黑色了 而且那黑漆 似乎沿着你手掌 向手臂缓慢延伸 这 这怎么了 难道是中毒了 险之上有毒 这不是毒 金雄上抬起自己的手掌 看了看 沉沉回道 此乃是金服 在凡是我的鸳鸯之气 你再往上空看 就会明白了 说着 金雄上头也不回地走了开去 他的背影 一时间那么地落寞 那么地绝望 仿佛他得了什么不智之正一般 失落至极 我抬起头 睁睁地看着 那曾经飘散纸片的虚空 那里 竟是逐渐地将金雄上 削碎的纸片 缓缓地又复合而起 逐渐形成了一张 完好无损的信纸出来 但我看得仔细 那根本不是什么信纸 上面也没什么文字 却只是一道黑色的符文 是一道符 难道就是金雄上口中说的 使金服吗 我蒸蒸看着半空中 正散发着寸寸黑气的使金服 呆呆地呢喃道 那妖艺女子 原来并不是想送什么书信 给金雄上 而是借我的手 将使金服送下来 害金雄上才是真的 想到此 我急忙追上金雄上 一脸苦涩道 哎哎 金雄 此事倒是在下忙中了 但当时在下看 那只不过是一封简单的书信 却是不曾想里面六算计 真是没想到 那妖艺女子 居然心机如此之深 而且谋算到了这等地步 根本是让人逢不胜逢啊 他乃是千年御林所化之人 拥有着灵修界至高无上的智慧 我们这些灵修 时无一人是他对手 但凡遇到他 都会被他耍得团团转 为了挡住他的脚步 我在第三层世界和第二层世界之间 设置了一道结界 封印了通道 他无法进来 便是想方设法地 让你把这世金服给带下来 世金服一旦削弱我的修为 我便无力阻挡他的脚步 而且 有了这世金服的牵引之力 他很快便能够来到 这第三层世界了 金元上低着头 一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唉 或许这一切都是天意 天意如此 奈何 奈何呀 我连忙追问道 这点 书在下 有些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一定要和你过不去呢 而且如此大为周章地 破你的结界和封印 这因 这因他要异于我 所以 金元上迟疑了一下 一脸苦涩地向我笑道 有意 他 他就是 忠情于你了 可见如此 人家有情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何况 前年凌玉所化女子 不但凌之敌 修为更是高深 如果她能够与你共修 或许对你的修行之路 也会有莫大的帮助才是 你又何必 这般的苦恼和绝望啊 我更是大为不解地疑惑道 陈仙尤 指着其一不知其二 林玉虽然对我有意义 其实 她最为钟情的 乃是我的原扬之心 而我的本体 乃是当初 人王福西所撰写的第一本金书 我正是金书上的 其中一页 如今 侥幸修炼成人形 可谓是机缘造化 林玉想吸纳我身上的 原扬之气 并以金书之力 修炼出更为上层的先法 好祝她自己 飞升上界 金元盛 依旧苦涩地向我解释道 这石金书便是佐证 虽然她的灵志无杀 但她的修炼途径 确实很狭窄 如果能够得到 我的原扬之气补充 她的修为 必将会突飞猛进 故而 她有意 却是恶意 不是什么善意 原来如此 还以为你们真的是 狼有情 却有意呢 没想到 不过是为了修炼先道 而耍得质末 我恍然地点点头 紧锁眉头 又看向金元盛的手臂 只见她的手臂 似乎已经被 世金服的黑器 尽数侵染 这么下去 恐怕她整个人 都要被世金服 彻底炼化了 金元盛 乃是当初 人王福西 撰写的一页金书 所成的人形 自是吸收了天地精华 难免会成为 灵修界 梦寐以求的 大补之样 难怪那千年灵狱 如此动用心机地 想要接近金元盛 我所设置的 结界封印 只对灵修界的人管用 至于你这世俗界的人 根本挡不了你 所以 灵狱似乎深知此理 故而 利用你 假借送信之名 将世金服送了下来 现在我恐怕 只有等死的份儿了 金元盛一脸苦涩向我道 说完 乃是邪靠在山石之上 连连摇头 他在脸上 已然透着 无尽的绝望之色 仿佛是一个 垂暮之年的老人 在静静地 等待死亡的将领 金兄 不必如此绝望 所谓 事在人为 灵修界的事情 在下不知 但世俗界的人 却不这么认为 只要还有这一线希望 便不能够放弃 这是金服吗 一定有法子破解 金兄可知其中的门道 若是有 在下能够效力的地方 在下定然是 则无旁贷 我一脸诚恳地 向金元盛道 世金服乃是 纯阴之气 唯有纯阳之气 可破之 金元盛一脸 苦涩地看着我 竟而摇头叹息道 我身负金书之名 怎奈 那灵欲洞悉一切 为防止我破解 世金服 先是毁坏我的法身 如今 我身中世金服之毒 体内纯阳之气 已然不足以 回去的世金服 而林小姐 众多灵修 又多是 休息邪法 即便不是邪法 他们体内 也根本没什么 纯阳之气啊 原来需要 纯阳之气 才能够破解 这世金服啊 我当即微笑道 我 金元盛 本姑奶奶说过 你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庙 如今 你已经被世金服所伤 还能阻止得了 本姑奶奶吗 煞世间 没等我的话说完 只见半空中 一道青色的光影 煞世迸逝而出 现身而来的 不是别人 正是第二层世界里的 妖艺女子 千年灵欲 见到我身旁的金元盛 灵欲 不禁再次笑起来 本姑奶奶能够看上你 倒是你的福分 你的本体 虽然是人亡福西 撰写的第一部经书 但你资质太低 且悟性远远不够 就算你再次苦修上千年 甚至上万年 也很难有什么成就 不如我们一起同修 你我自有互补之功 岂不是两全其美 你有双修 不过是满足你一人之愿而已 我 早晚会被你吞噬殆尽的 那时我就连今日之成就 也将会不复存在 更谈不上什么 两全其美 共成仙道了 金元盛满脸抵触情绪 向灵欲辩驳道 哼 金元盛 你不要不失抬举 本姑奶奶费尽心机地 想要和你同修 你却推三阻四 且不惜在通道之中 设置了结界 来封印入口 你以为 这样就能挡得住 本姑奶奶吗 林玉冷哼一声 一脸恨铁不成钢地 盯着金元盛 继而 她忽然又是一笑 说道 你放心 本姑奶奶不会要了你的命 虽然我们同修 会损耗一些你的原养之气 但本姑奶奶会把握好分寸 自是不会让你出什么事 我 我才不相信你呢 你只谋无双 谁知道你哪一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和你同修 那天突然消失了都不知道 更谈不上什么分寸把握了 金元盛 急急在想后退去 截而一脸苦涩地祈求道 林玉 算我求求你了 林修建那么多的英雄 你为什么 这盯着我不放呢 想要和你同修的人大有认在 比我金元盛 协为高深的 更是多不上述 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金元盛 你不要说这些混账话 本姑奶奶没有看上别人 唯独看上你了 合不合适是一回事 喜不喜欢 又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 本姑奶奶正式地告诉你 本姑奶奶就是喜欢你 除了你 本姑奶奶谁也不喜欢 谁也看不上 所以 只有你能够和本姑奶奶同修 别人 谁也不行 说着 灵狱身形一闪 忽然便出现在金元盛的跟前 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略移用力 只把金元盛给拽了起来 姓金的 你答应 也得答应 不答应 也得答应 如果你死也不答应 那本姑奶奶 今天就一巴掌 拍死你 灵狱 你 你怎么能这样啊 石苏街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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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听到金元盛 支支吾吾的 说起了俗话 却又是有上句没下句 我当即开口 接下了 他的话茬子 文言 灵狱 再次将金元盛拽起来 二人脸对着脸 相聚不足三寸 在灵狱的注视下 金元盛一脸尴尬地低下头 但灵狱却再次用力 挑起了金元盛的下巴 将其目光抬了起来 本姑奶奶现在就告诉你 巧扭的瓜一样甜 灵狱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可是我 可是我真的不想 金元盛 如果你再说一句拒绝我的话 本姑奶奶现在就送你离开这个世界 让你连灵修都做不成 你从一页金书 辛辛苦苦地修炼数千年 方才有此境界 如果瞬间相亡 岂不可惜 灵狱微微眯起双眼 竟然扭头向我看了过来 陈静生 你来做个证人 本姑奶奶现在就要和金元盛 结为同修 我们的命运永生永世地 束缚在一起 啊 灵狱啊 你不能胡来啊 金元盛慌忙挥舞双手 满脸惊惧地祈求道 金元盛 你应该知道我们灵修界的规矩 我们灵修最为注重契约的力量 没有人敢违背契约行事 今天本姑奶奶就要和你签下契约 将我们的命运永远捆绑在一起 如此 你便无法摆脱我们之间的命运 而你 也永远不能逃出 本姑奶奶的手掌心 说着此话 只见灵狱随手一挥 便是一指灵气闪下而出 其上乃是密密麻麻的符纹密字 或许那就是灵修界的契约了吧 只是上面的字 我一个也不认识 灵狱二话没说 随手滑破指尖 将一滴鲜血滴落在契约之上 随之 便将那契约送到金元胜的面前 是以他滴血完成契约 金元胜面色紧张地 看了看那张灵气 继而蛮连金句地向后缩缩身子 看到这儿 如果我再不做些什么 恐怕金元胜 便要被这灵狱逼成好事了呀 只是这么做 也并非金元胜所约 而金元胜一旦受此契约束缚 那其中的责任便是我造成的了 毕竟 施金符乃是我带进来的 我当即开口向灵狱说道 我说 你们闹够了没有啊 所谓同修之情 起码也得两情相悦才是 而你们一个是强取 一个是强退 完全不是一回事嘛 林玉先生 你这么做 可是有些不道德 人家金元胜 压根没想和你同修 你威逼利诱 还不惜拿人家的性命做威胁 这事 就算勉强成了 这也不怎么圆满不是吗 难道你想永生永世地 看着金元胜的苦瓜脸呢 陈锦生 你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林玉再次回过头来 轻轻松开了金元胜的衣领 我的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你想的事情 金元胜并不想 而金元胜想的事情 又不是你所想 现在你们两个完全没有想到一起 又怎么能够如此鲁莽地成起好事呢 所以 要想你想 而他也想 你起码也得争得人家金元胜的同意不是吗 我微笑着解释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陈锦生 如果你想故意搅局 那本姑奶奶倒是不介意 先送你离开这个世界 林玉面色一冷 陕身出现在我跟前 但当他刚欲出手 我便是脚下一动 闪电般地退出五六张之缘 铁儿 我再次笑道 林玉仙子 你着什么急啊 怎么有话好说不是吗 说什么说 本姑奶奶现在就要和金元胜 缔结灵气 成为同修之号 你还想说什么 林玉冷冷地注视着我 似乎根本没把我当回事 我再次笑了笑 又急忙向林玉身后的金元胜 悄悄打了个手势 使他赶紧逃命 与此同时 我再次开口道 我想说的很简单 我呢 不同意你们缔结什么灵气 至于作证这回事 你还是爱找谁找谁吧 本道也先走了 说着此话 我几乎和金元胜一道 向两个不同方向 飞快逃了出去 来不及看林玉是否追上来 我一路荡起了清风布 身法可谓是快到极致 不知跑了多久 忽然看到前面一道身影闪现 却是来不及收住脚 整个人便重重地撞了上去 哎呀 我痛呼一声的同时 一听到对面 传了一道痛叫之声 丁惊一看 竟是金元胜跟我一样 摔了个四仰八叉 金雄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刚刚我们不是向不同的方向 跑开了吗 现在怎么又莫名其妙地 撞在一起啊 我一边揉着脑袋 一边站起身 向金元胜 急急询问道 哎呀 陈仙友 有所不知啊 在下的这个地界 不过是三寸之地而已 就算跑得再远 其实也没多远 金元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一脸苦涩地向我解释道 什么 三寸之地 哎 此地明明是一眼望不到边际啊 我不又愣了愣 错愕地问道 哎 陈仙友 不知其中的奥妙 这十外之地啊 对于地界的划分 也是有着一定的说辞 所谓一寸之地 便是十里 三寸之地嘛 不过是三十里而已 十寸以上便是尺 一尺之地 就是百里 十尺之上 又是方 一方之地 就是千里之遥 而十方以上 又叫净 一净之地 那就是万里 金元胜无奈地向我解释一番 让我明白 这世外之地 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的门道和说辞 而在世俗界 却完全没有这方寸为界的说法 一里就是一里 哪还有用一寸来代表十里的 一寸 不过就是一纸的长度而已嘛 怎么能够代表十里那么长的距离 想来想去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所向也不再去想 但金元胜这么说 我倒也明白了过来 原来 这第三层世界 前后不过是三十余里的距离 也并非无边无际 回过头来 我一脸认真的向他询问道 金雄 那灵狱的修为究竟如何 你为什么要怕他呀 难道以你的修为 斗不过他 我刚刚和金元胜斗过一场法 以他的修为 似乎与我略有相同 至少相差不断 如果金元胜完全不是灵狱的对手 那么我若是遇上灵狱 恐怕也会有些吃力 倘若公平斗法 我倒也不惧他 他的修为不如我 但他至谋高明 时常能够在斗法的过程中 抢占心机 导致我次次落败 所以我现在 已经不敢跟他斗法了 只有逃命的份 再者了 我现在已经被 士金服所伤 伤势越来越严重了 体内的鸳鸯之气 更是不断地流失 这么下去 我更不是他对手啊 金元胜此刻 不但在手臂上 被黑气所侵占 更是半身 都逐渐地变成了黑色 看来这士金服 正是金元胜的克星 想到此 我立时开口回道 金兄 恰巧我体内 流淌着纯阳之气 而我早前 也侥幸修炼出了 纯阳之气 不如由我来助你 破了士金服之毒 让你恢复修为如何 不不不 就算我恢复修为 也未必是他对 而且要恢复修为 哪有那么容易啊 就算再快 也得三五个时辰 而这三五个时辰 我是逃不过他的追赶的 哎呀 总之怎么算 都是个死 现在我都有点 后悔逃命了 不如顺从了他的意愿 至少还能够保住 一时半刻的性命呢 金元胜一脸懊恼地 坐了下来 绝望之极地抱怨道 哎 你在这儿空探自连 有什么用处啊 倒还不如尽快地恢复修为 和他争一整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可你一旦这么认命 便是要和他牵下灵气的 如此将永生永世 被他束缚 再也别想独善其身了 我皱皱眉头 沉声向金元胜劝谨道 你们躲在了这里 但这片地界 不过是三寸之地 你们无论躲在哪里 本姑奶奶还是能够找到你们 哈哈哈哈 灵欲冷笑着 向我和金元胜说道 玄疾挥手 捏出了三根银针 并在我们面前晃了晃 你 你在做什么 金元胜一看他的动作 不仅是吓得 呼我的站起身来 并向我不自觉地靠拢过来 这是三根银针 如果将其打入你的体内 便可封住你的三观大穴 如此你即便修为再高 也别想再恢复了 而且你的一身修为 也将永远被禁锢起来 如同一个废人 灵欲说着此话 双眼忽然向金元胜看了过去 金元胜面色一寒 立石躲在我身后 颤声向我低声叫道 陈先生 我想过了 你还是帮我恢复旧鬼吧 不然我恐怕 这要死在这个疯女人手上啊 金元想通了 我愣了愣 哭笑着反问 想通了想通了 即便我和他 签下灵器 成为了同修 也难保他一个不高兴 向我按下毒手啊 这个疯女人 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啊 我完全不是他对手啊 金元胜说着 当即指着 灵欲手中的银针叫道 你看看 他手中那三颗银针 注意要人性命的呀 哎 季兄 他那三颗银针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 可你倒确确实实 被他吓破了胆呢 我哭笑不得地 向金元胜讨 如果在对手面前 先露了窃 即便修为相当 道行也足够高深莫测 只怕也已经露出了败迹啊 如今的你 还未与他正式斗发呢 就已然落入下风了 你还怎么跟他斗下去啊 哎呀 我 我不想跟他斗啊 我自认不是他对手 金元胜直直吾道 陈信友啊 这个麻烦 你惹出来的啊 你无论如何要帮我 帮我赶走这个疯女人 陈静生 你真的想要帮姓金的 对付本姑奶奶 哼 你不妨想一想 在第二层世界里的遭遇 难道你还想再经历一次 别忘了 本姑奶奶可还有着 十余个陷阱 在等着你呢 灵欲听了金元胜的话 缓缓将目光移到我身上 冷笑一声道 依我之见 你不妨寻你的龙脉 继续向前走 顺利地进入第四层世界要紧 还有 你或许忘了这里乃是室外之地 而室外之地 与你们数死见 可是大有不同之处 我错过的询问 哦 但不知 哪里不同啊 陈信友 你千万不要受他挑唆啊 别忘了 我们才是一个阵营的 不等灵欲开口 金元胜便积极向我提醒他 陈静生 这室外之地 每天都会对外打开一次仙门 但是在世俗界看来 每次都要等七七四十九天 才能见到仙门一次 也就是说 在室外之地待上一天 便等同于 世俗界过去了四十九天 你若是再耽搁下去 即便你得到了子尾龙脉 那也是许多天 甚至半年几个月之后的事情 而那时 世俗界恐怕已经过去 好几年了吧 说到这儿 灵欲忽然顿了顿 向金元胜看了一眼 你再看看现金的 已经吓破胆了 这样的一个人 值得你帮他吗 如果你再把时间浪费下去 恐怕对你有害无力 所以你还是好好地想一想 不要再一错再错了 闻听此言 我扭头向金元胜求证道 哦 哎 金九 灵欲仙子所言 难道是真的 这世外之地过去一天 世俗界 便过去了四十九天呢 是啊 金元胜 垂头丧气地回了我一句 但不愿再多说下去 陈欣雄 难道你真的要 离我而去啊 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我 跟他牵下灵气啊 陈欣雄啊 你不能这么做呀 若不是你把世金服 带到这儿来 他是断难来到此地的 更是无法逼迫于我 那说到底 一些责任都在你身上 如果你就这么离我而去 真是辱没了你这个 修道之人的颜面 算算时间 我至少已经来到 世外之地三天有余 那么世俗界 岂不已经过去了 三个四十九天 如此说来 若我再多耽搁一天 再回到世俗界 可能就过去 一年甚至两年了呀 陈俊生 你是一个聪明人 聪明人应该做 最聪明的决定 难道不是吗 林玉 尊尊善诱地向我道 至于本姑奶奶和姓金的事情 你一个外人 根本没有必要插手 而且你也无法插手 凭你的修为 是很难胜过本姑奶奶的 哦 这么说来 我便也只有 就此罢手的选择了 我当即回过神 微笑反问 那是自然 林玉冷笑一声道 闻言 我立时皱起眉头 挥手掐出剑指 顺势凝练出了一缕 纯阳剑气 于剑指的指尖之上 看着纯阳之气 不断缭绕在指尖上方 我略显犹豫地 看了看对面的林玉 林玉先生 你所说的呢 不无道理 不过 我还是选择 帮金元胜对付你 说着 我瞬间转回身 猛地将纯阳之气 重重地打入金元胜 眉心之中 当纯阳之气 进入体内 煞事间 只见那些 不断蔓延的黑气 轰然间倒退而出 顺着金元胜手臂 直指手掌 缓缓地又冒出来了 当最后一缕黑气 溃散开去 金元胜挥手甩出 那把金色长剑 冲我微笑点头道 这些药 多谢了 先别忙说谢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忙的 比方说 眼前的这位 林玉仙子 似乎他很难再放过你了 更难放过我 说着 我轻刻间也拔出龙元剑 与金元胜的金色长剑 相交在一处 一同直向了 对面的林玉 哼 敬酒不吃吃法酒 陈进商 你这是自讨苦吃 林玉冷哼了一声 旋即纵身而起 乃是将手中的三根银针 轰然打出 看到这儿 我急忙闪退 猛地撩起剑锋 向了三根银针 赢了上去 一旁的金元胜 也是凭空挥出一剑 向林玉所在方向刺过去 龙元剑 煞时迸发出了一抹 磅礴之急的真龙之气 硬生生地 将那三根银针 震得倒飞而回 而金元胜同时出手 攻向了林玉 我们左右同时进攻 将林玉的退路完全封死 然而当我们骑刷刷挥剑而至 却发现那林玉 依然消失在原地 我心中顿觉不妙 历时挡起了清风布 回首一剑 向来时方向便撂了过去 果然 林玉瞬间现身 挥起了抚魂丝 向我和金元胜 击齿而来 金元胜身影一闪 乃是和我一道 又杀了回来 两人再次齐齐出剑 与林玉的抚魂丝 缠斗在一起 此刻我方才见识到 林玉真正的修为 他不单单是依靠 抚魂丝之威 自身修为 更是高深莫测 好在我和金元胜 联手 乃是和他不分上下了 眼看林玉 逐渐落入下风 他却是不退反进 双手凭空 掐出一道道指掘 而自他手中 瞬间 蹦射出 数百条抚魂丝来 密密麻麻的 向我和金元胜 缠绕而至 那些抚魂丝 如同一条条毒蛇 凶猛之急 飞扑而下 看到这儿 我也不敢拖大 当即掐剑指 凌空一指便打出 纯阳剑指 傻时迸发出一道 紫色剑芒 快如闪电般的 传过那一条条 抚魂丝 直扑林玉而去 林玉搓手不及 胸口瞬间 被剑芒洞穿 一声残叫传出来 林玉当即 倒在地上 纯阳剑气 你小小年纪 居然能够 炼制出纯阳剑气 这 这可是只有 真正的仙道 才能施展出来的绝血 你 你不可能 先前若非 这纯阳剑气 我倒还不能帮金兄 驱逐他体内的 世金服呢 难道你以为 我在唬你不成吗 林玉仙子 这纯阳剑气 一等打入你 这档林修体内 势必会让你的 法身寸寸崩裂 直指烟消云散 我紧皱眉头 沉声道 是我小看了你 你果然和别的人 大为不同 林玉艰难地 稳住气息 却一点不可置信地 看向我 多些话讲 不过 这也是你 咎由自取的结果 如若你老老实实地 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踏踏实实地修炼 不在这里乱跑害人 或许也不会由此结束 我再次沉声回道 我本不想取你性命 因为我知道 你们灵修修行异常 也不容易 你以完食之身 修炼成人形 更是难上将难 何苦遭此恶果呢 这 这都是命 林玉微微闭上双眼 一行轻泪 悄然滑落 稷儿 她再次睁开双眼 一眨不眨地 盯着一旁的金元盛 颤声说道 金元盛 看来我对你的情 你永远也无法感知到 你 你只是以为我要害你 殊不知 我是 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从一开始 我就没想过要害你 从 从来没有 啊 林玉啊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金元盛 蒸蒸地 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林玉 急忙弯下身 查看了一下林玉的伤势 纯阳见气 将她胸口洞穿 似乎很难再复原了 哎呀 我 我是真不知道 你对我 你对我动了真情啊 如果早知道 早知道 又能如何 你只是一味地讨厌我 不想让我走近你 更不想与我 用生永世地在一起 金元盛 是我爱错了你 林玉再次产生道 林玉啊 也是我误会你了 金元盛一把将她抱起来 叽叽叫道 你 你 你别放弃自己啊 我 我马上想办法救你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的 不要麻烦了 我被纯阳见气所伤 是无法复原的 你应该知道 我们灵修剑 最忌讳的 就是纯阳之气 元盛 我临死之前 只想知道一件事 你 你可曾爱过我 说到这儿 林玉紧紧地盯着金元盛 双眼一眨不眨 似乎一刻 也不想从她身上一看 林玉啊 其实我 我一直在心里 偷偷喜欢你 但我又知道 你想把我身上的 鸳鸯之气吸个干净 所以 我一直以为你 春心不良 害得我一直这么误会你 现在 我知道了 也明白了 林玉 是我误会你了 我对不起你 而且我突然发现 我 我根本不值得你爱 至少我的懦弱 让我一直裹足不前 都是我不好 说着 金元盛的声音 顿时哽咽起来 似乎 他也很是艰难的 方才把自己的心声 给说了出来 二人历时抱在一起 痛哭流涕 看到这一幕 我不禁苦涩地笑起来 没想到 他们打来打去 终究又打到了一起 所谓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相爱啊 如今倒是真让我 见到了这感人的一幕 陈 陈 陈仙瑶 你一定有办法 救林玉的是不是 我求求你啊 求求你救救他 现在只有你 才能够救他呀 金元盛顿时转身 跪在我面前 重重地向我磕头祈求 哎 金雄 快起来 我慌忙把他搀扶起来 但金元盛 执疑不肯 陈仙瑶 你还是快起来吧 起来耍 何必在这跪着 折上于我 陈仙瑶 若你不肯帮忙 我就不起来 我就一直跪到 跪到你面前 金元盛说着 声音又显得哽咽起来 我苦淡一声道 哎 你这又何必呢 其实我是真没办法救他 而且 我所修习的 乃是纯阳之道 与你们林宵界的功法 是相悖的存在 所以 我所使用的法子 只会让他产生伤害啊 不会对他有所益处 哎 反倒是你 啊 我 我 金元盛愣了呢 反问道 还见陈仙有直言 无论什么方法 我都愿意做 那你忘了 你的体内 可是有圆阳之气的 你是 仁王福西 所撰写的第一部金书 其中 隐藏着福西的 圆阳之气 对于 灵修界的 灵修来说 可谓是大不之药 只要你输出一些 圆阳之气 给灵狱先死 他必然能够 好受许多 甚至 说不定能够 治愈他的伤势 我无奈地 将方法说出来 扭头 看向灵狱 不由皱着眉头挡 灵修现在 难道你又 早就想到了这个法子 而你也料到 金元圣一定会用 这个法子来救你 所以你才 好一个临着 第一的玩石啊 你当真是高人一丑 现在我是真浮烂 好了 你别装了 赶紧起来吧 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没有圆阳之气 如何才能好起来 陈金生 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 若是拆散了我们 我就和你拼命 虽然说话 说得狠了些 但灵狱 明显难言笑容 他果然是做了一个局 请金元圣入瓮的 金元圣终究 还是没有清醒过来 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入瓮了 而且还是永远都无法走出来的瓮 反观灵狱 却是一把将金元圣拽了下去 两人嘴对嘴 逐渐地过渡起了鸳鸯之气 这幕看得我顿时老脸一红 急忙转身走开几步 轻轻嗓子道 哎 我说你们两位啊 能不能我离开之后再轻轻问我呀 这么明目张胆的 就那啥 也不害臊 然而两人却是忘情地吻着对方 似乎谁也没打算停下来 更没有心思理会我的问题 只把我晾在了一旁 稍许 金元圣顿时 挣脱开了 呼吱呼吱 喘着大气 林玉啊 你这么吸食我的鸳鸯之气 恐怕还没等你完全恢复 我就已经被你吸死了 人家 还差一点鸳鸯 才能恢复 你的鸳鸯之气 实在是大不知药 多吸一口又不会死人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舍得要你的命的 说着 林玉再次拽着金元圣的衣领 瞬间又将其拽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我实在是无法忍受 无奈叹了一口气道 哎 世风日下呀 有些人真的是见色忘妖 现在 没人理我了 那好吧 我就此告辞 反正这一幕三分地儿啊 就你们俩 你们尽情地轻轻握我 不用管我啊 我自己早便是了 直至我即将消失在二人视线中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金元圣的答谢之声 陈仙瑶 多谢相助啊 若是没你 我恐怕现在还盲人不知所措呢 紧接着便是林玉的笑声 陈静生 你当真是一个福星 这次若是没有你 本姑奶奶恐怕还要在第二层世界 继续等下去 本姑奶奶从来不向人说一个谢字 但这次 本姑奶奶 还是不打算说出口 不过 本姑奶奶倒是可以为你指点一二 哦 我争了争 连忙回头问道 不知林玉仙子 能够指点在下一些什么呀 自然是关于第四层世界里的忌讳 你可知 第四层世界是何等模样 林玉玩耳一笑道 在下不曾去过第四层世界 故而不知 林玉仙子若是知晓 还请指点迷惊 让在下能够早些穿过那第四层世界才好 我想了想 向他抱拳一礼道 第四层世界 我不曾去过 但是我却听说过 关于那第四层世界 据说是一片灰暗的世界 里面没有这等明亮的光线 而且也没有什么花草树木 更是没有半点生机的存在 因为里面住着的 并不是一个灵修 乃是一个活死人 林玉说到最后 不禁收敛笑容 一本正经地看着 所以 你若是进入第四层世界 务必要小心应付 否则 很有可能会留在里面 永远无法出来 这也有 如此说来 若你还没有准备好 还请不要这么着急 穿行第四层世界 不如我们一起商量一番 但你定出一个妥善的法子 你这下去也不迟啊 金云胜考虑半天 一脸认真地向我回道 多谢金兄好意了 但也正如林玉仙子所言 此第一天 相当于世俗界四十九天 时间不等人呢 我尚有六层世界要闯 后面不知还要耽搁多久的时间 故而不能再停留下去了 必须马上穿行而过 进入第四层世界 我再次想了想 道 如若侥幸顺利地穿过第四层 倒也是一件幸事 这可截至至上 没什么是简单的事情 每件事都是那么的困难 不满荆棘啊 紧跟着 我再次向林玉询问道 各位 林玉仙子 那所谓的活死人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所谓活死人 只不过是我胡乱称谓的叫法 实际上 那是一个早已死去的人 其尸体 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 又恰巧遭遇大凶之日 受雷电之机 而使得尸体 误打误撞地开了灵制 修炼至今 便是所谓的活死人 林玉想着 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道 那活死人 有一个别称 名为尸鬼 你若是遇到那只尸鬼 千万记住一件事 那就是不要触碰他的身体 一旦触碰了他的身体 便极有可能被其夺占了灵壳 并抢去躯壳 文言 我心里不免打起鼓来 要知道 我自小便是白鬼夺命之格 瓶生最惧怕的 无非就是那些 所要躯壳的鬼蟹 我早该在七岁那年死去 而如今 却还苟延残喘地活着 这副躯壳 早已让无数的鬼蟹眼馋 如今我送上门去 哎呀 恐怕免不了 要与那只尸鬼动手 怎么好端端的 蹦出了这一只尸鬼呢 如若是妖邪鬼妹 我尚且不拘 但尸鬼 却是没什么把握呀 毕竟 我还未进入第四层世界 便已经本能地惧怕下来了 灵狱和金元圣 似乎并不知道我身上的情况 故而 也只是十分笼统地 嘱咐了我一番 可一个普通人 尚且需要这般谨慎 我这个天生 喜欢招惹鬼些的人 不知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智慧 才能够传信而过 没曾想 接下来的行程 倒是越来越难 所遇到的对手 似乎也越来越古怪高强 一番感慨后 我抱拳一礼道 多谢相告 说吧 便转身走出了第三层世界 向第四层走了过去 看着不远处的通道入口 我略做犹豫 我略做犹豫 所谓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如果我想进入第九层世界 寻找紫尾龙脉 便一定要经过这第四层世界 如此 无论如何 都是无法摆脱那尸骨的纠缠 不再多作私存 我心下一横 历时走进通道之中 随着通道逐渐地狭窄起来 眼前光线似乎也越来越暗 而周围能够存在的光线 似乎都是第三层世界散发出来的 至于眼前的光景 完全如淋浴所言 的确是灰暗的一片 还没到第四层 我已经察觉到其中 所散发出的一股浓烈的死气 直扑而来 我一步步走近 直觉眼前空间 忽然变得宽敞起来 只不过依旧是灰暗至极 只能依稀看清一些 较劲的事物 再远一些的 便是看不清了 这灰蒙蒙的世界里 不知道几寸之地 更不知道那所谓的尸鬼 究竟在什么地方 似乎这个世界 无论在哪儿 只要有鬼存在 便一定是恐怖的源头 而眼前的圣人环境之下 确实让我后背发凉 不得不捏手捏脚地 小心前行 希望能够顺利地穿行而过 而不惊动 那尸鬼的注意 五百二十七集 还未等我走出几步 忽然看到远处 闪烁着几个火团一样的红点 那些红点 上下翻腾 有的呢 则是飘来飘去 甚是诡异 我皱着眉头 沉声嘰喊道 居然还有鬼火 难道 这里并不只是 那尸鬼一个 除了尸鬼以外 不过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吧 原本想着 只要绕坑的尸鬼 便能顺利地穿过第四层世界 进入第五层 可眼前所见到的那几个红点 却是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想来想去 似乎都无法避开那些鬼火的注意 而每一个鬼火 都是一个鬼邪所化 如果被它们所知 恐怕也正如被那尸鬼所知了 故而 如果不想惹出更大的麻烦 我必须将这些小麻烦 以霹雳手段 瞬间逐灭 左右扫尸了一眼 一共是六团鬼火 也就是六只鬼邪在作怪 定了定神 我缓缓拔出龙渊剑 小心翼翼地 依附着杂乱的石堆 作为掩护 向那些鬼火 一点点地靠近过去 待我即将来到鬼火跟前时 当即弯下身子 但听得鬼火之中 仅是传出了一道道 嘻笑怒骂的对话之声 诶 鬼王大人 让我等再次寻衬 说是近来会有一个闯关之人 路过此地 但在我看来 哪有什么闯关人呢 且不说这狮子洞 上下九层 有九层事件 单单我们这六寸鬼域 也不是什么人想来便敢来的 但鬼王大人一向不说假话 他老人家说会有人来 那一定就会有人来 可我们等了这么久了 还是没见到呢 不妨再等等 心虚真能够等了一段 如果真给咱们搁几个等上了 咱们可就立大功了 紧接着他们又是高一声 低一声的对话 只是后面的 我已经听不太清了 回过头来 我不由皱起了眉头 没想到这狮鬼 竟还有这等神通 绝能够提前知道 我要经过这 而这几个鬼邪 也正是那只鬼 派来守候我的呀 如此看来 我更是不能留他们几个 继续招摇下去 必须一举诛灭之 但这几个鬼邪 已经化为鬼火 行动迅捷 一旦我出手稍有差池 便会放跑任何一个 所以我必须在一瞬间 将这六只鬼邪 尽数诛灭才行 就在此刻 我隐隐察觉到 九龙玉佩之中的五爪龙脉 正传出一道道 不安分的躁动之气 想来 似乎是要冲出那玉佩的束缚 皱着眉头 或许啊 我能照清五爪龙脉 创出新的龙渊剑法 五爪龙脉气势凶悍 浩荡百里 想到此 我当即挥出龙渊剑 纵身凌空跃气 乃是在一刹那间 将五爪龙脉的龙气 灌住剑身之中 紧跟着 我便口中大喝一声 扶龙排离 转瞬间 我猛地向着大地 俯冲而下 带着一抹 毗泥万物的 逃天大势 轰然将龙渊剑 插向地面 只听到五爪龙脉 传出一道震耳欲龙的咆哮之声 接着 便是直冲底下 向着对面的六团鬼火 暴冲而去 煞世间 六团鬼火 还为己反应过来 一道凶悍暴力的五爪龙营 乃是破土而出 席卷着道道剑气 神发快如闪电 盘旋飞舞 六团鬼火 惊恐地发现不妙 似乎已是来不及了 五爪龙原闪现而出 乃是一溜烟地 在六团鬼火中间 穿梭而过 所过之处 强横无比的剑气 将那一团团鬼火 瞬间刺破 瞬间便是崩裂开来 一眨眼的功夫 六团鬼火 便是应声碎裂 而那六只鬼鞋 都没有来得及 发出惨叫 便是化为一团团鬼气 消散无踪了 我一个剑步来得跟前 当即收剑入鞘 左右扫视一眼 但见没有鬼鞋 察觉自己的动静 急忙便向正前锋 飞对而去 可还没走出多远 前面竟是莫名的 又出现了 一排排高大的 城楼殿阁 既规模 乃是如同 延绵无尽的山脉一般 震撼至极 我错得看着面前的鬼城 不禁暗自拟呢 按理说 正对面 便应该是进入 第五层世界的通道入口 怎会被这一座 巨大的鬼城所阻挡 难道说 通道入口不在别处 就在这鬼城之中 想到此 我轻叹一声 没想到我千算万算 还是没算到这一招啊 原以为 这第四层世界里的 屎鬼并不难以对付 可现在看来 要比之前更加难闯啊 正琢磨着呢 鬼城之中 闪现出几道鬼影 奔袭而来 我急忙躲闪开去 在隐秘处藏住身形 只见那几道鬼影 匆匆地赶往 那六堂鬼火所在之地 看来 还是察觉到什么了 我皱皱眉头 心下不免一横 既然必无可避 也只好硬着头皮 直闯鬼城了 趁着那屎鬼 还未反应过来 我倒不如 给他来一个灯下黑 就此混入鬼城 顺便找到通道入口所在 但我就这么进去 且不说 尸鬼能否发现我的存在 就是鬼城之中的 普通鬼众 似乎也能够察觉 我身上的人气 想了想 我瞬间抬起手掌 用力拍向自己的天灵盖 轻易地 便灭掉了 头顶上方的阳火 如此 身上的三把阳火 便是灭了最重要的一把 也正是此刻 我只觉周身一股森朗之气 直窜上来 忍不住地 便打了个机灵 继而 周身之内 阳气急取灰散 阴气 则快速上升 而我身上的人气 似乎也已经逐渐 被森森鬼气所占据 这么一来 这些普通鬼众 便不易发现 我的不同之处 但这么做的下场 便是我日后 恢复了阳火 还是得要大病一场 这种折寿这局 若非是万不得已 那是万万不能使用的 可我若是不这么做 便也无法顺利地 通过鬼城了 思来想去 权衡离弊 似乎也只有 这么一个下策可行了 我迅速地冲入鬼城之中 好在这座鬼城 并无大门阻拦 且可以自由出入 当我来到城中 这些两侧 进阶是热闹非凡的 九四茶馆 其中有不少鬼众 也要五喝六地 聚集在一起 毫不热闹 为了不被这些鬼众 看出破绽 我不得不全身心地 融入其中 和这些鬼众一般 面色冰冷 行动僵硬地 游走在大街小巷之间 一番转悠下来 我愣是没有找到 通道入口的所在 然而我左转右转 前前后后 进阶把大半个鬼城 转悠了一遍 唯独绕开了最后方 那最大的鬼殿 如我所料不错 被这些鬼众 奉为鬼王的尸鬼 应该就聚于其中 难不成通道入口 就藏在这鬼殿之下 可如果真是这样 我岂不是无法绕过 尸鬼的所在了 不 这里鬼邪众多 如果我真的要和尸鬼 拼命一战 势必会消耗我不少修为 而接下去 还有更多关卡要闯 我必须保存足够的实力 才能应付后面的难关 哎 阁下何人 所居之地 要在何街何巷啊 就在这时 身后方向 忽然传来了一道 极为尖锐的问话声 我心下一惊 但很快又强行平复下来 扭回头 只见两个鬼兵模样的人 各自提着一把佩刀 其中一人 更是扛着一面小旗 赏出一个令子 想来 这两个鬼兵 便是听命行事于 尸鬼的 两位又是什么人 难道 不识的笨大爷 我当即 洋装醉酒 摇摇晃晃 斜靠在一侧的墙壁上 口气不善地反问 你敢用这种口气 和我们说话 没想到 却是一个醉鬼 你喝多少酒啊 怎么连我们巡察官 都不认得 其中 那个手持令旧的鬼兵 与其更为不善地问道 巡察官 巡察官 我当然认得 只不过 我怎么没见过 你们二人呢 难道是我眼花了不成 我继续洋装糊涂 睁大双眼 在这两名鬼兵的身上 不断地打量着 还真是个罪鬼 我们乃是 巡察官 张三和李四 不过你不认得 倒也情有可原 原本我们是 奉命巡察东城的 这西城 本不给我们巡察 但今天城外出了点变故 而西城的几个兄弟 出去探查了 我们只好来此补缺 手持令旗的鬼兵 沉声回道 哎 现在该知我们身份了吧 还不把酒醒一醒 好好的 同我们讲话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心中暗息 没想到这两个鬼兵 倒不是常在这一代巡察的 如此 倒是给了我一个 糊弄下去的机会 想到此 我又摇摇晃晃地念叨 啊 既如此 那就恭喜两位巡察大人了 什么 恭喜 喜从何来 令骑兵皱着眉头 大为不解地问道 这个还不简单 西城的巡察大人 出城办事 你们二位来到这里补缺 也就是说 现如今整座城池的巡察之事 尽竟被两位大人所掌控啊 如此大的权力摊在两位大人身上 难道还不值得恭喜啊 摩说到最后 不禁冲二人黑黑一笑 啊 你所指的原来是这个 那倒是 现在城内积蓄人手 而我们兄弟二人 则是寻了东城寻西城 寻了西城 又前往东城查询 整座城池几乎 都消负在我们兄弟二人身上了 你小子倒是有眼力 脑子转的倒是挺灵活啊 是个人才 令骑兵似乎很是欣赏的看了看我 继而又说道 哎 看你小子说话 还算中听 这次啊 就不继续盘查你了 喝这么多酒 早就回家歇歇了 别再城中闲逛 若是惹出事端来 我们定然不会轻饶了 啊 知道吗 夺命之战 上 我历时冲二人一笑 点头哈腰的恭维道 知道知道知道 两位大人志荣双全 定然能够保得城中安宁啊 我历时便敢往家中 安分守己 不给两位大人添麻烦 嗯 你这小子果然懂规矩 那就赶紧走吧 我们哥俩还要寻查别处呢 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自称张三李四的鬼兵 转身便要走 我想了想 历时便喊住二人 哎 两位大人暂且留步 嗯 怎么 你小子还有何事啊 令骑兵张三 皱着眉头停下脚步 陈生向我问道 敢问大人呢 城外发生何事了 为什么今天出动那么多巡察官出城办事啊 难不成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我再次笑着问道 哎 最近咱们鬼域啊 会来一个高修闯官 哎 鬼王大人严令防守鬼城 但那高修赶到 鬼王大人 会亲自出手料理死人 哎 刚才呢 外面传出了些许动静 想来是出什么事了 所以 哎 你这一个城中百姓知道这些做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拐 林骑兵一股脑 说了一大堆 确实很快有反应过来 一脸不悦的向我训斥道 哎呦 是是是是是 哎 小的冒美了冒美了 哎 既如此 小的不再打扰二位大人正事了 我连连点着头 小猴退了两步 恭敬的向这两个鬼兵行了一礼 嗯 所思退去啊 我要再让我们哥俩碰到你 这两个鬼兵冷哼一声 转身便离去了 目送两个鬼兵离开 我不禁梳了一口气 原以为这里的鬼兵 多少会有些灵智 没想到竟是如此的愚笨 三两句话便把他们打发了 或许啊 是那尸鬼实在是无凭可用了吧 方才用了这么两个纯彩 不过想了也是 如若他们真的机智过人 恐怕我刚才便不能互动得了他们了 冷笑一声 我当即是纵身飞裂而起 向鬼殿方向冲去 如若那些鬼兵前往城外探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恐怕使鬼啊 定然会出动 而那时 这不单单是城外乱成一团 就连着鬼城之中 似乎也会闹翻天的 所以 我若是想不费吹灰之力 便走出第四层 便要在尸鬼还未发现我之前 找到通道入口的所在 然而 当我辗转来到鬼殿附近 却是发现 这鬼殿四周 竟驻扎着数十名鬼兵 这些鬼兵紧接着全副武装 手中 佩戴着漆黑发亮的佩刀 似乎 只要我稍微弄出一丁点动静 便会惊动他们 而一旦惊动任何一个鬼兵 所有的鬼兵便会都同时出动 至于鬼殿之中的尸鬼 势必也会知晓 那么我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 岂不会彻底白费了 小心翼翼地围绕着鬼城转悠了一圈 最终 我倒是发现 那所谓的通道入口 竟然就在鬼殿东面的城墙之下 其中隐约透着一抹白色雾气 整个鬼域进阶被灰暗气息笼罩 唯独这通道入口飘散着阵阵白雾 故而 这个所谓的通道 似乎显得与这鬼域格格不入 并不难找 可难就在 围绕在通道入口两侧的鬼兵 至少有六个 他们距离通道位置 不足六尺 就算我动用清风布 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去 也一样会被他们发现 而这六名鬼兵所列阵形 似乎飞远飞近 并不能在一瞬间 将六名鬼兵全部逐灭 如此一来 当我动手之时 还是会闹出些许的动静来 就是不知道这些动静 所带来的后果 会是大还是小呢 左思右想之下 我或许只有背水一战 不冒点风险 那是不成了呀 可就在我异于动手之际 忽然看到远处 挤到鬼影飞奔而来 而驻守在鬼殿四周的鬼兵 则是瞬间与他们会合 就在所有鬼兵 列队整齐之时 鬼殿之中 缓缓走出了一道 不乏文件 气势透天的大鬼 看此人形态和气息 似乎正是这第四层世界的主人 灵欲口中所说的 活死人 但我亲眼见到这只狮鬼 方才相信 世上真的会有一具尸体 重新修出灵智 还是在摆脱了魂魄之后的 这个真是一桩稀奇事啊 眼前的这只狮鬼 面容惨白毫无血色 但眉宇之间的肃杀之气 却是有着一抹 射人魂魄的感觉 可见 己修为的确不低 否则 区区一具尸体 不可能开启灵智 独立于魂魄之外啊 城外打探如何了 狮鬼棱眼扫了一圈 淡淡地向这归来的 几个鬼兵询问道 启禀鬼王大人 城外寻常的六名兄弟 已经魂魏魄魄散了 其中一个鬼兵 欲言又直 接着又道 他们想是被突如其来的高修 一瞬间诛灭的 魂魄魄魄散的瞬间 竟是连一声惨叫都未曾发出 哦 那这么说来 这位闯官之人已来到我的鬼域了 石鬼冷喝一声 大人笑道 那你们又探得了什么线索呀 回禀鬼王大人 那个高修神龙剑手不见尾 属下召遍了整个鬼域 都未曾找到任何线索 他好像是瞬间蒸发了一般 再也找不到了 若不是我等发现 那六名兄弟所留下的痕迹 似乎也根本无法判断得 这么准确呢 那鬼兵支支吾的 向鬼 那名鬼兵支支吾的 向石鬼回道 真是蠢才 你们都是蠢才 那石鬼顿时大怒 指着所有的鬼兵 大骂起来 我鬼域不过是六岁之地 前后只有六十多里 这么小的一个地界 就算这蚂蚁经过 也必然逃不出 你们这些巡查兵的双眼 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居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你们却是连一点线索也查不到 不是蠢才又是什么 回禀鬼王大人 那个人的道行想来不低 否则我等众兄弟 势必能够查出一些线索 可是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也正是内人去世 来者不善啊 或许也只有鬼王大人出仇 才能预知抗衡了 鬼兵低着头 一脸恭敬地向石鬼回道 哼 你这说的 倒是何谦何礼 事实倒也是如此 能闯到我们这个地界来的人 似乎没有点拿得出手的袖呀 此时无法办到啊 既然闯到我们这儿了 导航自然是不低的 本王也不打算责怪你们了 而且本王今天好好地教教你们 狮鬼冷笑连连地 向众多鬼兵嚷嚷几句 也好让你们长长见识 为以后助手鬼欲 增添几分威魔能力 是 还请鬼王大人教诲 众多鬼兵 齐刷刷地向鬼王毁了一句 众多鬼兵齐刷刷 向鬼王毁了一句 嗯 本王现在就告诉你们 那个能够闯到我们这儿的高雄 他并非究竟蒸发 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而是啊 给我们玩了一招灯下黑的游戏 现在他并非在远处 而你们却完全找错方向了 因此 他就在我们附近 而且也正是躲藏在 这鬼殿之下 说着此话 识鬼忽然扭头 看向我藏身之处 如若不是本王及时察觉到他身上的微弱人气 恐怕便任由他溜进通道了 你们听着 他就藏身在距离本王十丈之处的位置 说着 识鬼突然伸出手指向我这儿指了过来 而当所有鬼兵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我所在的位置时 识鬼的身影忽然一闪 便是出现在我眼前 轰然便是一掌将我身前的大石震碎了 我则是一朗无余地出现在所有鬼兵面前 看到这儿 尤其是先前那两个巡查的鬼兵 近乎浑身僵硬了一般 蒸蒸地正在双眼 呆呆地望着我 但在这诗鬼眼皮底下 他们慌忙缩着脑袋 生怕被这诗鬼追究起责任 好一个鱼目混珠这计 好一个灯下黑的戏码呀 而且这些妙计 居然处在你这个士族戒人的身上 真是不简单哪 诗鬼上下打亮我一眼 随即眼睛又是一亮道 哦 这是妙哉其哉 你小子这副躯体 居然也是暂居之勇啊 看来你早就该是个死人 却是依赖着这副躯体活到如今 既然这样 谁若是得了你这副躯体 便如同转生 可再度反扬了 当听到尸鬼口中所言的最后一句话 在场所有鬼兵 紧接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似乎他们都不敢相信 还能有反扬的机会 更无法相信的是 我这副躯体居然还能夺取化为己用 你们不必大惊小怪 其实就连你这尸鬼都能利用一具死尸 修炼出灵之来 我这点造化 似乎也不算什么了 只不过 你们倘若打起我的处意 便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耐 是否能够在化为乌有之前 夺下我这副躯体 我皱着眉头 沉声向尸鬼说道 而此话同样也是说给那些鬼兵听的 既然不能顺利地离开第四层 那便让这场热闹 闹得更大一些 又何妨 你不过是石族界的修道之人 何以说出如此大话 尸鬼面色冰冷地盯着我 甚是玩味道 哪知他话刚刚出口 我便是眼前一花 尸鬼的身影瞬间原地消失不见 看到此处 我顿时黄了神 连忙拔出龙元剑 准备应战 龙元剑猛地挥出 但见眼前的空气 立时扭动了一下 那面目猙獰的尸鬼瞬间出现 且一只尖锐的利潮 硬生生地抓了过来 与龙元剑碰了个正着 当的一声金铁交加的梦想传来 我瞬间向后暴退了五六步之远 反观对面的尸鬼 则是略微后退了半步 刚刚的一幕 着实凶险 我本是防守之举 没想到却是救了我一命 然而就在这时 尸鬼冷哼一声 轰然向着我再度暴冲而至 这次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瞬间荡剑而起 口中大喝一声 龙前一怨 青色龙吟破空而出 乃是席卷着万道剑气 向尸鬼猛冲而去 但就在剑气纵横之际 眼前的尸鬼 竟是凭空消失不见了 我愣了 当即翻转手腕 凌空在席 轰然荡剑而回 口中再次大喝 剑龙在天 赤色龙吟傲笑一声奔腾而出 亦是席卷着无数的剑气 向着身后方向笼罩而下 但就在这时 只见左侧一道黑影闪现 没想到 那尸鬼不攻前不攻后 居然从侧翼攻杀而来 眼看着两道龙吟 各自扑空 而真正的攻杀 已然临近 不乃是怒吓一声 纵身翻转而起 凌空再出一剑 大声喝道 乾隆无用 悬水龙吟凶悍而出 轰然向着尸鬼所在的方向 奔腾而去 那尸鬼面色大黑 连连闪退 我不禁冷笑 回首又是一剑甩出去 同时大喝 扶龙百里 五爪龙脉 伴随着前面三条龙脉 乃是带着一亩傲视群伦的霸气 轰然向着右侧方向 浮冲而下 果然 当最后一道五爪龙吟闪现之际 那尸鬼终于现身而出 乃是与五爪龙吟正面相撞在一起 任凭尸鬼的利爪如何凶猛 他似乎万万没有想到 五爪龙脉最为得意的 便是那无坚不摧的龙爪 爪对爪 刚猛凶悍的龙爪 倾刻间便是将尸鬼的利爪撕裂开来 伴随着尸鬼的惨叫声接连传出 正当尸鬼连连闪退 以于再度瞬移之时 其余三条龙影也是齐刷刷地 吊转回头 将尸鬼前后左右紧接围隆起来 可谓是水泄不通 尸鬼惊恐地看着四条龙影 上下翻涌地将其缠绕起来 且越缠越紧 大有撕裂之势 转瞬间 尸鬼不禁颤声叫道 你 你真是个疯子 实际的真龙气脉本就不多 而你一人便积极这么多 在下 只是想借道而行 没曾想阁下 居然处处涉足 既然必无可避 那在下也只好与阁下 凭个鱼死网破 我沉声怒喝道 哎 仙游 仙游息怒 息怒啊 尸鬼闻言 连忙呼喊道 哎 在下 有眼无读 居然不是真人 倒是把仙游当成了 只有半桶水的修仙炼道之势了 原来仙游的修为 共产造化 高深莫测 既如此 在下 顶一礼相待 还请仙游先撤了 这几条龙脉之气啊 他们对在下的威胁 着实有些 有些大了呀 你早就知道在下 乃是世俗界的修道志 现在却说 不识的在下 这岂不是自欺欺人了吗 在下 也是自那些巡查鬼兵的口中得知 原来你这位鬼王大人 有一组人在下的去路 并想把在下彻底留在此地 是也不是 我当即回剪压下 四条龙影轰然手紧 乃是将尸鬼彻底缠绕的其中 可谓是动弹不得 如若他有意挣扎 四条暴露的龙影 瞬间便会席卷着万道剑气 齐刷刷地蹦射而出 将这尸鬼在瞬间 洞穿数万个窟窿 哎呀 先错万错 都是在下的过错 是在下低估了先有 现在在下知道错了 还请先有海涵 放在下一条生路啊 诗鬼近乎带着哭腔 向我求饶道 在下的本体乃是一句死尸 而死尸 自无灵斥 本就是世所罕见 极其困难之事 念在修行异常不义的份上 求先有大发慈悲 大发慈悲啊 如若此刻被困在其中 危在旦夕的人是在下 而不是你 你是否会饶过在下一命呢 我再次冷横一声回道 仙道 仙道何必多逼逼人 即便在下做错了 错了也就是错了 现在在下想与仙道 把手言和 难道仙道真的不肯 卖这个面子吗 就听得尸鬼顿时悲愤地怒叫一声 我冷笑道 哼 不卖又如何 啊 仙道也不看看 这儿是什么地方 这里乃是在下的地盘 如若你真的通下杀手 在下的修为 别就此了结 可是在下那些随从 他们纵人凭得魂飞魄散的下场 也势必要和仙道决一死战 到那时 仙道要面对鬼尘之中的所有鬼兵 哼 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应对吧 尸鬼怒哼一声 向我再次叫道 我当即反问 你想威胁在下 自是不敢 如若仙道肯留在下一切生机 在下自然是感激不尽 可是仙道 只要是闹个鱼死网破的下场 相信最终的结局 定然也不是仙道想要的 尸鬼面色紧绷 一动不敢动地 站在四条龙眼的包围圈中 此刻 似乎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而挣扎的方式 无非是想说服我 撤去围攻之事 听说 你们灵修界最重契约 而且一旦签下契约 便是终身无悔 不知是真是假 我想了想 让我有兴致地再次问道 先到此话 怎讲 尸鬼迟疑了一下 忙反问道 不用怎么讲 其实也很简单 在下即便放了你 你还是会找机会反扑 为了一劳永逸 在下想和你签一份契约 如此 才能撤下围攻之事 以保在下的性命无庸 我直言不会倒 既然仙道信不过在下 倒也不必签什么契约 在下 这就下一道命令 让鬼城之中的所有鬼兵 紧紧退下 任何人都不得阻拦仙道 为这 力战不舍 尸鬼说着此话 乃是忽然大声 向四周整个待旦的鬼兵 宣布了一遍队伍的承诺 最后不禁还补充道 本王 向你们下的这道令 永久有效 任何人都不得阻拦仙道的脚步 都听到没有啊 然而对于尸鬼的话 似乎那些鬼兵 还不太敢相信 更是没有一个鬼兵应答 此刻的侍卫 可谓是性命岌岌可危 无奈之下 他再度大喝一声 都听到没有啊 如若再不答应 本王一旦脱困 必将你们一个个打得魂飞魄散 是 此刻所有鬼兵 齐刷刷地应证了一句 文言我冷笑一声道 也罢 既然你这位鬼王大人 如此重承诺 宰下也只好勉强相信下来了 说吧 我瞬间收回龙渊剑 将那四道龙影 轻刻间注入九龙玉佩之中 而尸鬼周身的围攻之势 也轻刻间消失于无形 脱困的刹那 尸鬼立一时闪身逃离 眨眼功夫 便是出现在高台之上 当他注视着台下的众多鬼兵 却是缓缓挥手道 都推下 所有鬼兵立一时恭敬地应证一声 转身便走 我不禁笑着说道 嗯 鬼王大人果然言而有信 在下佩服 那是自然 尸鬼冷笑连连道 本王乃是此地的主宰 他们自然要听从本王的号令行事 刚才本王说过 让他们不要为难于你 他们便不敢造次 哦 那在下现在是否可以进入通道 直接前往第五层世界了呢 我微微皱起眉头 但见尸鬼的面色不善 似乎另有一番技巧 但一时间我倒是想不出 他还能耍什么花样 当然可以 只不过不是走着去 而是躺着去 尸鬼说着此话 瞬间挥手甩出一把长刀 乃是凶神恶煞一般地盯着我道 本王说过 不让他们动手 可本王并没说过 自己不会动手 我听到尸鬼这番话 我听到尸鬼的这番话 不仅是笑起来了 客下当真是无药可救 没想到你区区一具 死尸所化之灵修 居然还能够耍出 这么多的花样来 只是你先前 便是在下的手下败将 难道现在手持一把长刀 便可以取胜了吗 哼 这柄长刀 名为石煞邪刃 乃是以实名恶鬼凶魂的魂魄 所炼制而成 使用此套 不但能够让本王的修为 抵增数倍 更是有着毁灭一切的 威灵之力 尸鬼 挥手扬起长刀 紧跟着诱导 原本以为对付你 根本用不着这把邪刃 但现在看来 不用刀是不行了 只是让你小子 死在本王的邪刃之下 你也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难怪啊 你敢随意变过 没想到是找到了依仗了呀 我苦笑着摇头 既然如此 那鬼王大人便出手吧 在下自当恭候 你小子 无非收复了几条真龙气盘 便以为本王不是你对手了吗 本王告诉你有了这把邪刃 你就是要再多的真龙之气 也是枉然 说着 诗鬼轰然腾空而起 乃是挥舞石杀邪刃 凌空向我猛批而来 我站在原地 静静地望着诗鬼的身影 快如闪电般奔袭而至 乃是瞬间掐出了剑植 纯阳剑气 乃是向着诗鬼正面 迎了上去 青色剑芒 宛如昏暗的光景下 一道奇异的色彩 而就是这道色彩 乃是以更快的速度 眨眼便是穿透了 诗鬼手中的石杀邪刃 以及诗鬼的前胸后背 逐渐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春阳 春阳之气 诗鬼用一脸不可思议的神色 紧紧盯着我 但话还未说完 但见他周身 瞬间散发出了一抹浓烈黑气 当黑气逐渐消散而去 乃是一具森森白骨 轰然散落在地 啥事间 那退去的鬼兵 一股脑又围拢上来 却是一个个惊恐至极地 看着地面上的白骨 继而 仓皇而逃 眨眼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我先是收剑入鞘 继而深深叹了一口气 原本 你老老实实做你的鬼称之主 也没有这般下场 怎能居心叵测 自作孽不可活呀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我缓步向通道入口走了过去 接下来 便是第五层世界 似乎每下一层 其地界便会大上几倍 第三层世界 乃是三寸之地 第四层便是六寸 六寸便是六十里 当然 如果呢 金元胜没骗我的情况下 只遇到了第五层世界 不知又会是何等乾坤 刚入通道 便是一股蛋白色的雾气 轻刻间将我包围在其中 这蛋白色雾气 似乎自带着一抹淡淡的光线 至少比起第四层世界的 灰暗光景 要敞亮了许多 七弯八拐的 也不知走了多久 忽然一股花香 扑遍而来 我定睛一看 前面不远处 便是通道的出口位置 看来 第五层世界 就在眼前了 好香的花啊 而这种香 乃是有别于 普通的花草香味 其中似乎 还夹在着一抹 异样的气息 当我逐渐靠近 第五层世界的边缘 花香的味道 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先是五六种花香味道 随即便是增至了十余种 乃至数十种之多 难道 这第五层世界 住着的是个养花之人 比起第三层世界里的金元圣 更懂得修心养性 只觉眼前白光一闪 我再次看去 竟已经是走出了通道 脚下所处的 正是第五层世界的地面 此地清风和煦 花香四溢 方眼望去 乃是一片无尽的花海 无论是低矮的山丘 还是高大的山峰 似乎都是百花睁眼的景象 这么多的花 此地总不会住着一个花腰吧 我心中暗自拟喃一声 不禁向四周扫视了一圈 远处的山坡上 倒是有着一座 十分雅致的小木屋 小木屋的左右上下 也进阶是一片花的世界 此地可谓是无处不花草啊 缓步穿过了一片片花丛 只觉此地的花香 只把人灌醉似的 比起前面几关 此地倒是显得祥和了几分 至少没有那种 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来到小木屋的跟前 就见门前还煮着一壶热水 一旁的石台上 一是摆放着一壶茶水 两个茶杯 茶杯之中 已是真满了茶水 略微迟疑一下 我向着房门所在抱却异地道 在下沉浸声 路进此地 已于借道而行 还请阁下行个方便 说完 我便静静等候回音 可等了许久 愣是没有半句话传出来 难不成小木屋里 根本就没有人居住 可如果没人 又是谁烧的开水 谁泡的茶呢 我伸手摸了一下茶杯 竟还是温热的 可见这茶水 也是不久之前 有人特意蒸好的 难道 是在等我来品茶吗 想了想 我苦涩一笑 能够居住在 这狮子洞之中的 个个都是高雄 他们能够喂补先知 似乎也不算 是什么奇怪的事 想到此 我当即端起了一杯茶水 先轻轻地闻了闻 只觉清香扑鼻 鱼味甘甜 忍不住品了一口 力尸赞道 好茶 果真是好茶呀 就在此刻 身后方向 忽然传来一道 女子的娇笑之声 我急忙转回身 不禁蒸蒸地 看着一朵巨大的 美丽花朵 缓缓开放 自其中 偏偏飞下了一位 美轮美奂的 年轻女子 此女子身着 鲜艳的五彩泥伤 身材恶挪多姿 面容更是倾国倾城 说她是碧月修花 似乎也不为过 见了我 花仙子再次眼嘴一笑 客气地欠身失礼道 仙道大驾 历临此地 倒是让这 齿鱼之地 蓬壁生辉 仙道快请坐 小女子 再为仙道侦查 我睁睁地 看着花仙子 看了半天 随即回过神来 不由是老脸一红 尴尬地笑了笑 不自觉地 便坐下来 客气回道 多谢仙子 盛情款待 粗茶一杯而已 算不得盛情 仙道 不嫌弃便好 花仙子 抬起仙仙玉手 小心翼翼地 按住了茶壶 为我缓缓地 蒸了一杯茶水 继而 将茶壶 轻轻地放在一旁 在对面坐下 不知仙子 如何称呼啊 我自觉刚刚 有些失礼 忙客气地 率先发问道 我喜欢听你 叫我仙子 那就这般称呼 也无妨 花仙子再次 言嘴一笑 做了一个 邀请首饰 说道 仙道请用茶 多谢 我有些不好意思 低头端起茶杯 一饮而尽 这茶水 清香甘甜 可谓是回味无穷啊 的确是好茶 仙子能够泡到 这般好茶 相信也费了 一番功夫吧 算不得麻烦 只是每日清晨 采花瓣上的露珠 稍稍地浪费了 一些时间 但能够喝上 这般上等的茶水 却也值得 何况 这是招待仙道 所用的茶水 自然不能马虎 花仙子 微笑着回道 原来是花瓣上的露珠 用于泡茶 现在当真是辛苦了 我再次客气地回道 原以为 这第五层世界里 将会遇到更厉害的角色 没想到 这位花仙子 如此善良 礼数如此周到 当真是让我没想到 看来闯官所遇到的 也并不一定 都是邪恶之辈啊 仙道不必客气 一路走来 相信仙道也甚为疲惫 而且这么久的时间 没有冲击 定然也饿了吧 如若不嫌弃 我这就为仙道 拿些饭食来 所谓粗茶淡饭 全且让仙道冲冲击 解解可罢了 不等我回应 花仙子说完 便站起身来 怜不轻移地 进了小木屋 片刻后 端出了两样小菜 一壶酒 走了出来 此酒乃是素酒 名为百花 菜也是新鲜的蔬果 仙道 可放心食用 花仙子玩耳一笑道 嗯 的确是色香俱全 相信味道啊 顶然也是一流 我先是拿起来百花酒 闻了闻 继而 大口地灌起来 饮了一番百花酒 又吃了一些饭菜 倒是觉得 既果腹又暖心 能够在这儿 遇到这么一位 善解人意的花仙子 还真是不枉此行啊 我随手放下竹筷 微笑着抱拳道 仙子 如此盛情款待 在下无以为报 日后若有机会 定当报答 仙道真是太客气了 我虽然有着这么多的姐妹为伴 但毕竟还是极少款待外来之人 如今仙道来此 我高兴还来不及 更巴不得多款待仙道一番 只要仙道不嫌弃便好 哪里还需要仙道报答 仙道当真是严重了 花仙子顿时笑起来 十分客气地向我解释了一番 但不知 第五层的通道入口又在何地啊 我随口向花仙子询问道 就在小木屋的后面 几步路便能见到洞口所在 花仙子依旧微笑回道 既如此 在下已久做饭饱 便不再捞扰仙子 这就可以继续赶路了 说着我立时站起身 却是发觉双腿一软 整个人重重地又坐了下来 见我这般模样 花仙子不禁再次眼嘴失笑道 仙道这是要做什么 自是离开这第五层世界 进入第六 不对 我这是 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那白花球也能喝醉人 可是白花球 哎 仙子 到底怎么回事 我迟疑半天 最终紧盯着花仙子 大卫疑惑地问道 没有怎么 只是酒不醉人 人自醉 仙道何必这么着急赶路 不如多留些时日 亦或者就此住在这里 你看看这里花香四溢 且到处都是花的海洋 可谓是美艳无比 相信你们世俗界也很难找到这么美的景色 这么美的地方吧 花仙子淡然一笑 直言不讳地向我回道 留些时日 住下 仙子 仙子 这话是何意 难道 你在饭菜之中下了迷魂之药 我惊恶地看着眼前这娇艳的女子 她长得那么美 性情有这般的温柔 怎会向我瞎自毒手呢 原以为这次遇到了一个善良的灵修 没想到 竟还是费尽心机地要对付我 仙道误会了 饭菜里面并没有什么迷魂之药 倒是那茶水之中 我刻意加了几粒最新香的花粉 一旦食用了最新香的花粉 少则昏迷三个月 多则昏迷三年五载 仙道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又何必再走 不如我们在这里做一对快活夫妻 相亲相爱 岂不美哉 花仙子说着此话 缓缓起身来到我跟前 顺势便趴在了我的怀里 就在花仙子刚一触碰到我的时候 只觉得周身 红人蹦射出一抹 刚蒙而又凶悍的真龙气息 瞬间将花仙子震退开去 随之缓缓地浮现于我周身上下 龙气护主 只能够记起龙气护主 至少也应该是我遇到危险 可 可我现在还好好的呀 我先是愣了愣 竟而错得站起身 还未站起来 便是发觉双腿一软 整个人重重地又坐了下来 紧接着 我便发觉体内真气 已然是无法正常运行了 变得有气无力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气息 已然充实我的体内 阻断了我与体内真气的联系 怎 怎么会这样 花仙子一个谅强 便是抱退了五六步之远 随即惊恐地向我看过来 没想到 我封住了您体内的真气 居然还有龙气护体 仙道果真 是让人大开眼界 我心下大害 没想到这花仙子 却是我看走眼了 原以为它善良纯真 如今看来 它是我过于纯真了 仙子做了什么 仅仅是几粒最新香的花粉吗 居然能够封住 在下体内真气 我皱着眉头 沉声向他询问道 仙道不要小瞧了这最新香 最新香乃是九种 海外溢花的花粉炼制而成 融入茶水之后 普通人淡喝无妨 可若是遇到修行之人 尤其是修为高深之人 此花粉便会成为一种特殊的迷药 非但能够封印修行者的修为 更是能够让修行者动弹不得 花仙子玩耳一笑 淡淡地回道 仙道修为高深 便是激起花粉更强的笃性 恐怕半年几个月 都别想动弹分好了 在下不过是路过子弟 并没有冒犯之心 仙子何必对在下 费此心心 再说 在下与仙子不过是贫水相逢 仙子一于寻找双修伴侣 许知 天底下道法通宣者比比精神 省过在下者更是数不胜数 仙子又何必把心思放在在下身上 我一脸苦涩地向花仙子反问道 选谁双修 在我 是否被选 也是我 本仙子能够看上你 也算是你的造化 你本是世俗界的凡人 既不是世外之地的得到高修 更不是海外仙岛的能人意识 但不知怎的 本仙子自从见到你开始 便偏爱你一人 你就认命吧 花仙子一脸娇媚地笑道 既然你已受负 便不要想着继续闯关了 更不必惦记着回到世俗界 就留下来陪着本仙子 在这花的世界里 永生永世的围伴 岂不更好 闻言 我不有皱皱眉头 暗自苦笑 原以为 只有世俗界的凡人 才会出现一些 想当人的想法 没想到 这些寻为高深的灵修 居然也会如此的想当人 仙道为何一言不发 花仙子一脸认真地盯着我 在下 只是觉得仙子不但长得美 就连想法也是更美 而且仙子以为 在下仅凭你的这番说辞 便会答应留下来吗 我叹了一口气 苦笑不已地向他把问道 仙道不必这么说 无论你想不想留下 这次也必定要留下 因为你种了我的醉鲜香 修为完全被压制 虽然你的仙天真气 实在过于恐怖 可如果你根本调动不得 那仙天真气 却也是和一个普通人 没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你连动弹都是不能 还如何脱离 本仙子的掌控 花仙子 刚欲走上前 却是在距离我三步之外停下来了 只可惜你身上有龙气护体 本仙子暂时还动你不得 不过 就连仙天真气都能被本仙子设法压制 区区龙气 只需要三五日 或许本仙子便能想出破解之法 大使 我们在 双宿双七 也不迟 总人在下动弹不得 仙子却连碰一下在下 都难如登天 在下倒是奉劝仙子好自为真 莫要一错再错 否则 恐怕将会得到一个 你最不想要的结果 我无奈地向花仙子回道 不过是暂时碰不得 又不是永远碰不得 仙道不必着急 本仙子必定会想出法子来 对了 或许捆龙绳 能够压制你体内的真龙之气 说到最后 花仙子 却是想到了一个 世间难觅的法宝来 捆龙绳 只是传说中 显然用来捆服恶龙的法宝 但是现实世界里 似乎根本就没这种捆龙绳 而且 竟然没有任何记载 你又能从什么地方 得到捆龙绳呢 我随口问道 你或许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捆龙绳的材质 乃是用九世荆棘 编制而成 所谓九世荆棘 便是生死九次 不断反生的一种苦荆棘 世俗界当然没有 而本仙子的这片地界里 恰巧就有这种苦荆棘 此物 正是制作捆龙绳的唯一材料 花仙子得意地向我解释道 苦荆棘仰慕本仙子多年 只可惜此人样貌丑陋 本仙子并未看上眼 但此人用情至尊 更是应了荆棘爱花的美成 所以只要本仙子开口 那苦荆棘必定会献上 一捆捆龙绳来 什么 那苦荆棘 居然也能够换化成人形 我不又愣了 紧接着又问道 这么说来 你的这片地界上 并不只是你 这么一个花仙子而已 还有修炼成人形的苦荆棘 荆棘是世上最丑的植被 而娇艳的鲜花 乃是世上最美的事物 最丑与最美 本就是两个极端 既不能相容 却又永远地半生在一起 花仙子说着此话 乃是一脸嫌弃的表情 似乎他对苦荆棘的厌恶 不可谓不深 原来如此 感情此地 也并不是什么十全十美之地 而这位花仙子 也并不完美 至少 还有十分愁陋的 苦荆棘 纠缠着他 但若他真是找来了 九世荆棘 并编成了捆龙绳 那我身上的护体龙器 岂不要被他彻底压制 那时 我便再无任何依障 只怕 只要留在这儿 半年几个月了 且不说半年几个月 哪怕是三五天 都有可能被花仙子 彻底废去修为 变成一个 任由他驱使的奴仆 一旦没有利用价值 极有可能会被其害死 甚至变成这些花草的肥料 与大地融为一体 想着想着 我便是不敢再往下想了 此刻 我体内的先天真气 已然被最新香所压制 无法运转真气 并也无法间接地动弹分好 即便有龙器护体 可我若是不能动弹 也无法将龙器施展出来 对付花仙子 这一系列的问题 根源似乎都在 能否运转真气上面 就在此刻 我莫名地感觉到 一丝丝细雨 飘然而下 艰难地抬起头来 胆尖四周 正下着萌萌细雨 可这里乃是地下世界 且是深入地下第五层 怎会下雨呢 敢问仙子 这雨从何来 我定定神 不要向花仙子询问道 雨自虚空而来 花仙子一脸畅然若失的表情 望着挥洒而下的雨丝 淡淡地回了我一句 每当雨至百花必摧 或折服千日 待雨继过 方有重开之日 而在雨继来临之际 荆棘则趁机增长 与百花纠缠不休 没想到 仙子逢此雨季 却还未能折服保身 难道是回心转意 只待我苦今极致 成就好事啊 煞时 只见湿滑的地面上 缓缓地浮现出了一股黑气 当黑气飘然而起 乃是幻化出了一道身形来 此人蓬头乱发 满脸的黑痣 可谓是丑陋无比 但在见到花仙子的时候 不仅是孝珠颜开 难道 这个人就是一直纠缠 花仙子的苦荆棘 没想到 一株荆棘 居然也能够修炼成精 且化身成人 世界之大 果真是无其不由 但花仙子 美艳双无 这苦荆棘 则是愁陋至极 怎么看 他们的确不怎么登对啊 也难怪花仙子 如此厌恶于他 就是我这么个大男人 捡到这么愁陋的东西 似乎也不想再多看一眼 苦荆棘 你来做什么 花仙子 朽眉微粗 沉声质问道 我来 自然是为了看你 这么许久不来 你是否 这是何人 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现在 怎么会有别的男人 出现在你家门前 苦荆棘的话说的一半 忽然发现了我的存在 打量我一番后 不要是怒火中烧地反问道 他可是世俗界的一位高修 此次前来 正是专程寻找本仙子双修的 而且 本仙子已经答应了他 所以 你休想再纠缠于我 还是早些回到地下 安心地做你的苦荆棘吧 花仙子缓步来到我跟前 冷声向苦荆棘回道 文婷此言 苦荆棘顿时恼羞成怒 指着我教导 不可能 荆棘于花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家伙 怎么可能容许外人纠缠雀巢 你这死 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要来搅扰仙子的清静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尽快离开 方可保命 否则 我必将你身上一处 死无葬身之地 我说仙子 你想拒绝这位荆棘兄 也犯不着拿我当挡箭牌吧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双修了 再者 我现在是一个浑身不能动弹分好的人 就算让我走 起码也得帮我解了最新香的毒吧 我错愕地看了看花仙子 又看了看苦荆棘道 这位荆棘兄 千万不可误会 在下与这位仙子素位平生 根本没有冒犯之一 先前 是这仙子下鞭的 不是在下不肯走 而是在下现在身不由己啊 说着 我苦涩地冲苦荆棘笑了笑 哪知 哭尽其顿时怒声大喝 你胡说啊 你那奇迹一见 世俗凡人 居然敢跑到这里 以我争抢仙子 难道你不怕死吗 说什么仙子困住了你 你不撒不尿照着自己那副德行 连我这么英俊帅气的美男子 都不能让他动心 现在又怎会看上你 啊 你 哎呀 我 一时间 我背着苦荆棘的话 逼迫得无言以对 随即 我一脸苦涩地呢喃道 我 长得真的很丑吗 不至于吧 哎 不过 你这位美男子 都是憋居一格 那还是自然 我可是此地唯一的男子 所谓百花从中过 片野不沾身 我也是有节操的 在我心里 只要花仙子一个 别的女子作人再美 我也不会看在眼里 直见苦荆棘 一脸高傲地抬起头 微微斜视着上空 似乎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当即用力地咳嗽两声 嘿 感情这位荆棘兄的审美 确实与众不同啊 只是他能够颠倒美与愁 为什么没把花仙子的美貌 也看成丑陋呢 嗯 诶 金几兄 你这么英俊帅气 可谓是举世无双 而仙子这般容貌 嗯 你是否 当然是啊 仙子虽然长得丑了点 可我不会嫌弃他 俗话说 福不嫌欺丑 谁让我就爱这口呢 苦荆棘说着 还冲花仙子 黑黑的一笑 但见花仙子顿时繁繁白眼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转而又向我看了过来 仙道真的忍心 看着本仙子 卫身于此人 难道 就这么绝情 我不由争了争 哭着连笑的 呃 你们的事情 并不是我一个外人 所能够干涉的 再说了 我现在 已经被仙子你 求困起来了 你居然询问一个 被求职人的意见 未免太过荒唐了点吧 哼 花仙子 避重就轻地冷哼一声 结儿 向一旁的苦荆棘又说道 本仙子 不管你是美男子 还是丑八怪 命你立刻离开这里 别让本仙子再见到你 否则 仙子 我对你情深似海 海枯湿烂 烂心烂肺呀 苦荆棘顿时 一脸深情地望向花仙子 四目相对 花仙子顿时忍不住 牛头干呕两声 结儿大声喊道 给我滚 我不滚 我就不滚 除非 你答应我 不然我就是死也不肯走 苦荆棘 依旧深情地望着花仙子 双眼十分地坚定 你若是再不走 本仙子便一把 烧了你的荆棘根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花仙子气呼呼地 再次大叫 仙子 你 你好狠的心哪 枉我对你一片真心 你居然看上了这么一个丑八怪 他 他哪点比我好 好 如果你非要翻脸无情 那我就现在杀了这个丑八怪 让他永远消失 说着 就见苦荆棘轰然甩出了一根狼牙棒 这棒子上 长满了尖锐的道刺 看起来是圣人之急 狼牙棒刚出手 苦荆棘便是纵身一跃而起 周身之势 犹如滔天举浪 足见其修为 果真也是莫测高深 虽然他说话如同一个低能 可他的一身修行 却是万万不能轻视的 我皱皱眉头 只可惜我现在是动弹不得 虽然真龙之气 可以随时调动出来 却也无法施展一退地 眼看着狼牙棒 气势汹汹地向我杀了过来 我不仅微微睁大双眼 拼命地想站起身来 然而体内的真气 仿佛凝固了一般 根本不听使唤 就在这时 只见花仙子 屈指 弹出了一片花瓣 那花瓣 快如疾风般地 正中苦经级手腕 看似软绵绵的一击 但在击中苦经级手腕之时 却是散发出了一抹 凌冽之极的气势 苦经级痛叫一声 狼牙棒 差点脱手而去 他咬牙切齿 将其钻紧 两枪着闪了开去 上时间 花仙子闪身 出现在我跟前 将我挡在其身后 沉生 向苦经级怒声喝道 苦经级 你敢动他 便是和本仙子过不去 仙子 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丑八怪 又给我翻脸 看来此人必定要出 否则你便不能灰心转意了 苦经级恍然大悟般 继而怒声又喝道 小子 你多我之爱 我必处你而后快 说着此话 他如同发疯了一般 再次挥起了狼牙棒 轰然向我再度暴冲而来 骑士奔腾如海 庞博无比 仿佛带着一抹摧枯拉朽之势 瞬间便冲到我的跟前 可就在这时 花仙子随手一打 几片花瓣 凭空化为了一把白色长剑 凌空将苦经级的狼牙棒给挡下 继而 花仙子再次怒声赤道 苦经级 都是你逼我的 既然你这么想找死 本仙子便成全你 说吧 花仙子 屈指掐出了剑诀 乃是遗旨遇剑 就见得剑盲四射 破人心神 看到这儿 苦经级顿时睁大双眼 再度暴怒 仙子 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 不相干的人 又跟我拼命 小子 你真是该死 未当他把话说完呢 花仙子闪电般地出手 凌空一剑刺出 正中苦经级的心脏位置 苦经级面色一惊 随手便横起狼牙棒 显之又显地挡下这一剑 但花仙子 见光飞舞 快如疾风般地 又再度向苦经级刺了过去 苦经级连连召架 乃和花仙子 肃杀之意越来越生 只把他逼迫地连连 暴退了十余杖之远 煞时 当花仙子再度挥出一剑重剑 苦经级则再度往后闪退了五六步 此刻 苦经级一把挥起狼牙棒 重重地砸向地面 整个人顿时反正而起 乃是猛的一剑狼牙棒 向着花仙子头顶重重砸了下去 花仙子连忙挥剑抵挡 然而狼牙棒之威却有着万副波当之用 长剑刚一触碰 便是瞬间断裂开来 可就在狼牙棒距离花仙子头顶 仅剩下三寸之鱼时 苦经级愣是硬生生地停下来了 他满眼不忍地看着花仙子 眼神之中充满了无尽的爱意 只是苦经级短暂的停顿 却是给了花仙子可乘之机 手中的断剑飘然划过 不偏不倚地在苦经级脖子上 留下了一条细长的血痕 当苦经级反应过来 急忙伸手捂住脖子 但很快脖子上便轰然崩裂出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鲜血如柱般地流出来 苦经级用惊恐又不敢置信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花仙子 急儿 双腿一软重重地跪倒在地 手中的狼牙棒亦是脱手而出 重重地掉落下去 你 你觉得真 真的 话还没有说完 苦经级张嘴喷出了一抹鲜血 随即倒地不起 不多时 苦经级的身形 乃是不断地龟缩起来 直至化为了一株 漆黑又挂满稻字的苦经级 刚显出原形 那苦经级便是瞬间化为了一股黑气 缓缓消散于无形 如此痴情的苦经级 竟然死在最爱的人手里 这世上的爱啊 有时是那么地让人沉醉 又有时是那么地讽刺 直到这一刻我方才明白 苦经级或许并不苦 而且 苦经级也并不愁 至少 她的心灵是纯粹的 她有着纯粹的爱意 无论海枯石烂 无论兴河道转 她都只爱花仙子一人 如此而已 即便花仙子不爱苦经级 却也没必要下次重手 杀害一个深爱自己的人 这个人的心呢 该有多么狠毒 而花仙子虽然外貌美艳无双 但心肠却是歹毒之急 不免让人心寒 此刻朦朦细语 竟是悄然停歇下来 整片花海 紧接透着一抹朦胧的百物 笼罩在其间 而当花仙子除掉了苦经级 随手将断剑甩了开去 就见她拍拍手上的灰尘 却是一脸冷漠地 望着苦经级消失的方向 我微微皱起眉头 此时苦经级已死 如果我再不想办法脱困 恐怕不要遭了这花仙子的盗乱 想到此 我急忙转动心念 忽然眼睛一亮 盗门自是有着诸多 醒神破障的真言秘法 我一时间怎么就给忘了呢 脑海中迅速地回想着 曾经翻阅过的盗门典籍 既然我不免想起了 被诸多盗门弟子 奉为真言的 明真破旺章 如此 心海之中 便是快速地默念起来 混沌未分先有道 道无形 色意无情 自然化于天地生 天道清清 地道宁 道生天地 史无名 分叛阴阳力无形 人为其中灵万物 人从天地道生成 一真真外 更无真 祖黑通灵 俱此身 道一生 三生妙用 元经元气 于元神 元经元气 于元神 三者无形 亦有形 运用得传 真可见 光明无极 是分明 金光灼灼 照雷成 百万雷兵 禀令行 不用浮屠 并咒觉 汉天能余 随着我一句句地默念出来 却是发觉 周身上下 乃是一抹奇异的香粉气息 正不断地溃散开去 而就在此时 丹田之中的先天真气 已是悄然地 灵动起来 嗯 最新香 为什么再一点点地溃散 你做了什么 当花仙子猛然间扭回头来 大惊失色地向我叫道 与此同时 花仙子飞升而起 乃是像我闪电般地冲过来 你若胆敢驱除最新香 本仙子便要了你的性命 仙子好手段 先是斩杀对你痴情一片的苦荆棘 现在 又将在下性命收了 如此美艳无双的花仙子 没想到心肠竟是如此歹毒 我冷笑一声 向花仙子沉申回道 哦 你真的以为我十分歹毒吗 不过 若是你老老实实地顺从本仙子 本仙子倒也不是那么不尽人情 说着 花仙子陡然收敛了和善之色 乃是换作了一抹愤怒之情 怎那你不安守本分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冲破禁止 哼 你是在挑战我的耐心 温柔的花仙子你不要 偏偏要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邪 那我就成全你 话音未落 花仙子陡然间又甩出了一把白色长剑 凌空向我刺了过来 想磨合处是功夫 终有元神静定君 会见灰时 神鬼服 便交祸害自然出 心中再次念出这句 只觉体内醉心香轰然散尽 而久违的咸甜真气 也是在一刹那间 瞬间恢复如初 但此刻 花仙子的长剑已然临近 强悍无比的真龙之气 再度蹦射而出 将我周身上下团团围绕 那长剑虽凌冽霸道 却硬生生 击中在一块块龙鳞之上 我心念一动 真龙之气 轰然暴射开去 重重地将那长剑寸寸崩断 花仙子惨叫一声 亮腔爆推 退出了七八丈之眼 你 你好狠 花仙子艰难地站起身来 一脸哀怨地向我怒斥道 狠 仙子说这话 也不怕闪了舌头 要论狠 在下比起仙子 却是差得不止一星半点 而是十万八千里 仙子对深爱自己的人 都能够果断地下杀手 而在下为求自保 强行震退仙子手中成剑 这也算憨 这算哪门子憨 我冷笑一声回道 你不懂得怜香惜玉 哪知 花仙子再次怨道 哼 在下纵然 再怎么有怜香惜玉之心 再生死关头 自然还是要先保命要尽 何况仙子挥剑而来 乃是抑郁取下在下性命 在下如果没有什么举动 可不就真成了一个活蹦去了 我再次笑道 哼 不要以为有着真龙之气护体 便可有恃无恐 刚刚本仙子斩杀苦荆棘 却是有着两个目的 一 乃是摆脱他的纠缠 而其二 便是取荆棘 编织捆捆龙绳 这苦荆棘便是所有荆棘的祖宗 没有了他 地下的荆棘便可任由本仙子驱使 虽然所编织的捆龙绳 远不如九世荆棘所编织的好用 但至少 还是能够捆你一时半刻的 花仙子说着 瞬间 弯曲无直 乃是向着地面 轰然抓了下去 只见地下 电闪般地 蹦射出一条条细成的荆棘出来 目睹眼前一切 我不免暗自冷笑 可怜这花仙子还以为能困住我 殊不知 我的先天真气 早已运行自如 转瞬间 花仙子挥手一转 无数条荆棘 乃是轻刻间 变成了一条坚硬无比的捆龙绳 手持捆龙绳 花仙子纵身飞掠而起 向我再度暴冲而至 我皱着眉头脚下一动 整个人瞬间便消失在原地 而我先前所坐的石凳 刹那间便被捆龙绳 层层束缚 当花仙子发现情况不妙 吓得花容失色 急忙扭头向我看来 你 你居然已不受最心香的束缚 当然 我淡淡地回了两个字 哼 那又如何 论修为 你未必是本仙子的对手 本仙子能够斩杀苦荆棘 便也能够斩杀于你 说着 花仙子纵身而起 再度挥起了捆龙绳 凭空 向我再次暴冲而来 但见捆龙绳煞时 出现在我眼前 我不先挥手拔出龙渊剑 剑气纵横 寒光死意 当一抹剑盲扫过 只见到捆龙绳 寸寸开裂 直至剩下 齿鱼的长度 还留在花仙子手中 拿起断裂的捆龙绳 看了看 花仙子不禁大惊 当即甩开了 转身便要逃 我转身收回龙渊剑 立时掐出剑植 凌空打出一道 纯阳剑气 那剑气快如闪电一般 眨眼出现在花仙子身后方向 正当花仙子惊恐地扭头看时 纯阳剑植一闪而过 瞬间洞穿了花仙子的前心后背 花仙子惨叫一声 重重地落向地面 而在他不远处的地方 一朵傲视独立的鲜艳花朵 似乎正瞧手一盼地 等着他回去 只可惜 他再也不能藏进花朵之中了 我缓步来到花仙子跟前 但见花仙子周身 乃是片片花瓣的虚眼 飘散而去 紧接着 花仙子艰难地抬起头来 向我看了过来 无论如何 我都未曾伤你分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毁我根基 废我修为 虽说废了你的修为 但你的本体还在 如此 你便重新来过 再次修行一场吧 只因你前面所修 乃是误入歧途 心性邪恶歹毒 如而再留你下去 不知道你要害死多少人呢 我紧锁着眉头沉声悔道 再者 那苦荆棘虽吵 且对你纠缠不休 但他在即将取你性命之时 却不忍下手 而反观你呢 趁其不备 将其斩杀 若是论修为 你根本杀不了苦荆棘 而且 你也不是他对手 可你却能够杀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 为什么 花仙子泪流满 满面的望着我 似乎 气息即将殆尽 这个问题 还是留给你慢慢想吧 或许有一天你会想明白 便能够重新修炼 再次成为一个 人美 新兴更美的花仙子 我轻叹一声 静静地注视着花仙子 缓缓消散无踪 而不远处的那朵鲜花 也是瞬间 暗淡了许多 或许 要借助本体再次修炼起来 要等上千万年之久 但毕竟还是有翻身机会的 然而 苦今即再也不能重聚神魂 更无法再痴痴地练着花仙子了 回过头 我一步步来到小木屋之后 果然 花仙子并未骗我 通往第六层的地下世界通道 果然就在这里 没有过多迟疑 我当即便走了进去 片刻后 当我一路来到第六层地下世界 放眼望去 眼前竟然是一片无尽的荒凉之地 尽管此地地界 比起上面几层都要大上数倍不止 而且此地更是有山有水 宛若一个真真切切的另类世界 但此地却没有一草一木 甚至不存在半点生机的痕迹 这里怎会如此荒凉 按理说 越往下面一层 所谓的妖邪鬼魅 便道行越高 而其所居之地 应该是更为辽阔无垠 千奇百怪才对 可此地 却是偷着无尽的荒凉 似乎 大不如前面几层地界 我愕然站在原地 喃喃自语道 是谁呀 来到老小的三尺之地 就在这时 只听到远方缓缓传来一道 苍老之急的声音 这个声音虽然听得如此真切 但我至少可以判断 声音是从百里之外传音过来的 三尺之地 一尺便是百里 三尺岂不是三百里之药 如此算来 这片地界前后竟有三百里宽度 甚至实际还要更宽阔一些 但如此巨大的修行之地 又怎会变成这样呢 而且 此地难道就一个垂目之年的老者守护吗 既然如此 那这老者的修为定是不弱 能够让其他要挟鬼魅 都不敢踏足一步的地方 此人修为不用想也知道 必定要更加小心应付才是 正在我略作思算之际 直进一道灰暗的身影 飘然出现在不远处的山丘之上 现身而出的是一个手持拐杖 身着灰袍的朽木老者 说是朽木倒也是恰如其分的 其人看来至少有上百岁的高龄 当然他实际多少岁 乃是不得而知 至少他的面容所呈现出来的气色 却是能够与世俗界百岁老人 有几分相似之处 满脸褶皱 神气匮乏 若非在此地遇到此人 断然无法将其和灵修界的高修联系在一起 我当即抱拳一礼 恭敬道 老前辈 晚辈有礼了 晚辈路过此地 一遇借道而行 还请老前辈行个方便 老人忽然笑呵呵地问道 哦 你想借道 正是 我面色一沉 冷声回道 但我看向老者的同时 就将他脸上笑容见识 乃是一脸不善地盯着我 仙道不必如此紧张 你看老朽这副身子骨 一尽垂目啊 对你似乎也够不成什么威胁 若仙道肯多留一刻 不妨与老朽一序如何呀 老者说着死话 缓步下了山丘 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此地虽然辽阔 毕竟只有老小一人而已呀 悠悠岁月 悲甘寂寞呀 想找个人聊聊天 却不能如愿 文言 我不禁是放松了几分警惕之心 缓和了几分语气道 呃 老前辈在此地多久了 哎哟 具体多久 老朽已经记不清了 老者想了想 苦笑着摇头 晚辈沉浸声 但不知老前辈如何成活 我当即客气地抱拳 再次行了一礼 老朽已经多年 不用自己的名字 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呃 一首之称 只是形容老前辈的怪异 算不得尊称啊 我微笑着回道 无非只是一个称谓罢了 算不得什么 哦 对了 你闯关这词 不知所谓何事啊 老者先是一笑 随即 一脸认真的向我询问道 晚辈 乃是为了夺取 鬼神秘境中的 紫尾龙脉 故而不得不冒昧闯关 如今方才来到 第六层地界 不知这第六层地界的通道入口 又在什么地方 还请老前辈指点迷津 我客气地向老者询问道 通道入口就在老朽身后房下 也摸百余里 有一山白色的山峰 山峰之下有一洞 你到了那里 自可找到通道入口 但你即便闯关至此 后面至少还有三关 你如何闯得过去啊 老者一脸关切地询问道 我随口笑道 是在人为嘛 前面几关都能闯过去 想必后面几关 自然也能够想到 克服的办法 嗯 虽然你勇气可嘉 却不明白 越是闯到后面几关 遇到的对手 越是不简单啊 到了第七层 你才能遇到真正的大敌 第七层乃是上古凶兽 罗罗一鸟的惊魂所在 虽然只是一缕惊魂 却也是凶猛无比 难以对付 罗罗一鸟喜欢食人 以食人为乐 你这么个大活人前去 岂不是白送到 罗罗一鸟腹中 充当食物啊 老者苦涩地笑道 罗罗一鸟 哎 晚辈曾在一本 神异志上面 见识过一些 上古益寿的记载 罗罗一鸟 倒是位列其中 书中记载 书中记载 传闻罗罗一鸟 其形如人 怪异凶狠 常以人肉为食 且力荡无穷 只是晚辈一直不明白 既然罗罗为一鸟 又为什么像人呢 我错愕地反问道 显到疑虑的是 罗罗一鸟前身 确实是一只 巨大的一鸟 只不过经过一番苦修 便是幻化出了人形 只可惜啊 罗罗一鸟 改不掉食人的恶心 便是成为了一个 半人半妖的怪物 由于上古的凶猛异兽 无法再来人间 便是一金破残留在各地 隐秘修学 老者淡淡开口解释道 而且这罗罗一鸟 感知能力 可谓是天下无所 纵然百里之遥 一旦经过它锁在地界 必然无法瞒得住它 显到此行 恐怕凶多吉少 纵然是龙台虎诀 晚辈也愿意尝试一下 我想了想 当即回到 对了 第七层是罗罗一鸟守护 那么第八层乃至第九层 老前辈可知晓其中的内情啊 第八层呢 自然就是研究 因为第七层是罗罗一鸟 第八层必然就是研究无疑 只因研究和罗罗 乃是相辅相成的存在 在有罗罗的地方 附近定会有研究 这研究以火为时 周身变满火焰 瞻之即死 碰之即亡 还有啊 研究是一种大鸟 与罗罗的前身 可谓是伴侣一样的存在 所以尽管罗罗形态早已改变 而研究也必然是终生守护 老者顿了顿 接着又道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那研究绝非是一缕惊魂 恐怕是真身存尸 只因上古异兽 并没有研究的记载 所以研究并不在六合之外 乃是存于六合之内的 而六合之内 便是这茫茫事件 闲道如若侥幸走到了第八层 恐怕免不了 要与这研究一战 而且还会是一场恶战 哦 为什么老前辈如此笃定 晚辈就一定会和研究 恶战一场 我不禁反问他 很简单 如果你能够闯过第七关 那必然是将 罗罗一鸟降服了 而有降服 也有诛灭的可能 无论怎样 你都必定得罪 罗罗一鸟 既然得罪了 罗罗一鸟 那研究 又岂会放过你 老者说到此处 再次笑起来 鬼根结底 闲道能够来到这第六层 已经是过了狮子洞的分水岭 如若就此打中 方可薄命无语 若是闲道执意要再往下闯 恐怕凶险难测 老前辈的忠告之言 晚辈感激不尽 但晚辈既然来到这了 便不可能就此掉头 所以 那第九层的紫尾龙脉 晚辈势在必得 而第七乃至第八层的险境 晚辈恐怕也一定要去闯上一闯 我皱着眉头 但觉着老者句句 都离不开一个劝慧的意思 他好像很不愿意我继续往下闯 话里话外 仅透着一抹担忧和关切之情 似乎也无不妥 可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老者的话 乃是弦外有因 一时间 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其中的奥妙所在 哎 既然床是一定要死 又何必前去送死呢 老者再次向我劝记道 先到 看老朽这片地界 可谓是卧野数百里之遥 而且此地与第九层的龙脉之地 并不远 常年可受龙起滋养 再加上此地灵起暗然 是乃是修行上家之地 不如仙道就留在老朽这儿 日后老朽过去 此地也就拱手送于仙道 岂不美在 这说来说去 敢轻这老者 是想把我留在这儿 但我怎么可能留在这儿 修炼道法呢 且不论心中大事未完 就算是完成了使命 我也断然不会选择在此隐居 老者微笑又问道 仙道在想什么 老前辈好像有意挽留晚辈 但晚辈知不在此 自然不会留下 所以老前辈的盛情 晚辈心领了 就此告辞 晚辈还要前往第七层地界呢 说着 我向老者抱拳一礼 转身便要走 仙道真的执疑要走 老者面色恶然地望着我 随即 缓缓收敛笑容 老朽苦口婆心 说了这么多 仙道居然仍不为所动 实在是愚昧物质 既然如此愚昧 那留着这副躯壳 岂不是百无以用 哦 我再次愣住了 没想到老者的脸色 竟是变得这么快 前一刻还亲切至极 这后一刻便是冰冷如水 想来他说了这么多 似乎还在暗中打我的主意 有用如何 无用又如何 既然无用 倒不如留给老朽使用 老朽的这副躯壳 早该换新的了 而你这副躯壳 也像是借来的哟 因此老朽关你气色 你早该是个死人 你既然躲活了这么许久 似乎也该活够了吧 不如把这躯壳让出来 也好方便老朽借你的躯壳重生 再活上个数百年 倒也算是一桩功德 老者说到最后 不免冷笑连连 感情老前辈说了这么多 无非是想夺赦晚辈的这副躯壳呀 我恍然冷笑起来 是要如何 难道你来到这儿 还想活着离开 老者忽然提起拐杖 而后重重地落向地面 落在地面上的刹那 只见一股凌冽之急的阴风 乃是席卷地面呼向而起 转瞬间便向我暴冲而来 虽然你修为不低 但是 话没说完 我猛地抬起脚 重重跺向地面 猛地掀起了一抹 刚猛之急的地气出来 乃是将老者的气势 轰然撞了开去 但你毕竟已经慕念 再高的学为 恐怕也无法全部失散出来 而你无法恢复巅峰状态 并也未必就是晚辈对手 既如此 又何必妄想拦阻 晚辈的去路 岂不涂层汗颜 你 你 你想要看老小 老者面色一惊 气呼呼地质问道 晚辈倒是想大看老前辈一番 只可惜老配 只可惜老前辈实在让晚辈 提不起什么高看一眼的兴趣 而老前辈的这番邪恶心思 似乎也用错了地方 因此晚辈根本不吃你这套 说着 我手握龙云剑 一步步向老者一侧走了过去 直至于他双肩相骑 不禁停下来 冷声怒道 老前辈 如若邪恶之心不死 非要自走无趣 晚辈定人奉陪 但晚辈同时也提醒老前辈 苦修千百年 终究不一样 如若一招被打回原形 恐怕得不成事 故而晚辈赌你 不敢出手 说着 我深深地看了老者一眼 大步便走了开去 你 你 你 身后方向 紧接着传来一道道 老者气急败坏的喊叫声 可他无论如何气氛 仍旧是说不出一句糊润话来 只能眼睁睁 看着我飘然远去 却未曾再挪动一步 百里之谣 片刻而知 似乎 清风步 在这世外之地 更显奇异之初 其速度之快 让人瞠目皆舍 而且更重要的是 即便动用了清风步 却并未消耗太多的修为 前面不远处 正是一座白色山峰 山峰之下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洞窟入口 洞口之内 一抹抹血红色的气息 正不断地涌现而出 而且 其中更是透着一抹血红色的光线 给人一种诡异之极的感觉 啰啰一鸟 研究 按照老者所言 第七层所盘踞的 乃是啰啰一鸟的精魄 而满身火焰的 乃是研究才对 研究所盘踞之地 是第八层 如果这血红色的 正是火焰的鱼器 也应该是 自第八层渗透而出 为什么第七层 便能够见到这种气息呢 疑惑之余 我缓步来的洞口位置 略微感知了一下 这血红色的气息 倒是没有火焰的味道 或许 这仅仅是血红色的光线 与火焰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紧接着 我再次往山洞之中 走了几步 不远处 便察觉到一抹无形的屏障 那是完美的阻隔在其中 这是每一层地界之间的阻隔之期 致使每一层地界的守护者 都不能轻易地往来 但这些阻隔之期 仅仅对妖邪鬼魅产生作用 我凡夫肉身 却是不受影响 轻易地冲过无形屏障 我一路沿着通道 快步前行 只是眼前所见 尽是一片血红之色 不免让我有些心惊胆战 也不知道 那罗罗一鸟的金破 究竟有着多么厉害的手段 一路走下来 周围紧接被一抹 越来越粘稠的血红之气所笼罩 不多时 前面陡然变得宽敞了许多 而空气中 则是传出了一阵阵节节的怪异声响 当我走出通道 只见眼前是一片血红色的世界 一眼望不到尽头 周围的山谷河流 似乎都被这血红之色浸染至深 看到这儿 我不禁是茫然皱起了眉头 第六层地界 已经是数百里面积 这第七层 恐怕至少也得上千里制摇了吧 正琢磨着呢 忽然看到一道巨大的身影 闪电般的飞过 其速度之快令人炸舌 待我回过神来 那道飞略而过的身影 便已经消失无踪了 讽刺的是 我居然连那道身影的轮廓 都未能看清 难道那便是 罗罗一鸟的金破吗 如果仅仅是一道金破 怎么会有尸体存在 不应该是一道虚影吗 可刚刚明明就是一道尸体 一道真实存在的身影 想到此 我不禁暗自嘀喃 这罗罗一鸟的金破速度之快 似乎比我清风部更甚几分 真不知道 我将清风部摧至极致 能否快得过那罗罗一鸟 这很明显是一个 十分不确定的因素 而这种因素 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凶险 我虽然不知道 凭借自身的修为 是否敌得过 罗罗一鸟的金破 但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决定 尽量避开和他的正面交锋 一番私存之后 我迅速地 隐藏在一处阴暗的角落之中 仔细向四周观察了一番 怎奈等了半天 仍旧未见到 那巨大身影再次掠过 奇怪的是 刚刚我从通道之中 走出的时候 为什么那罗罗一鸟的身影 便飞掠而过 要怎样 才能让他再次现身呢 换言之 我要怎样 才能够避开他呢 只有知道他如何 才能现身 才能知道 他如何能不现身 只要掌握了这一点 便可顺利地避开他 找到进入 第八层地界的入口所在 难道 难道我还需要 再从通道里走出来一次 不 点然不是因为这点 可终究是为什么呢 正想着 脚下莫名地 踩碎了一块石头 而恰在此时 只见那血红色的虚空中 忽然就飞掠过了 巨大的身影 这次 我倒是看得真切 那竟是一个 人面鸟身的巨大怪物 而人面 那是猙獰无比 似乎在巡视着 自己的猎物 看到这 我急忙躲入 另一处阴暗之处 然而就在我刚刚 残身之处 就见那啰啰一鸟 轰然降下 却是从翅膀下面 伸出了一只巨大的手臂 重重地 将那块巨石 砸成了碎屑 我恶人一争 忍不住地咽了口唾沫 这罗罗一鸟竟有这样的神通 真是奇哉怪哉 旋即 只待那罗罗一鸟 又巡视了一圈 在没有任何发现之后 便闪身而去了 眨眼的功夫 又一次消失在我视线之中 回过头来 我慢慢地平复一下胸口内的躁动之心 继而 耐着心 仔细地琢磨了一番 不多时 我忽然扭过头 向着先前踩碎的石头看了一眼 对啊 先前正是因为我踩碎了一块石头 才惹得罗罗一鸟忽然现身出来 那这么说 是声音吸引他的注意了 也就是 只要我发出半点声响 便可瞬间吸引罗罗一鸟 同时 罗罗一鸟也会在最短时间内闪现而出 想到这儿 我当即舒了一口气 既知道罗罗一鸟的秘密 接下来便能够想办法规避了 只是这茫茫地界 前后不知有多元距离 而通往第八层地界的通道入口 又不知在何处 如果我想要找到的通道所在 便是一定要在这第七层地界之中 不断地游走啊 可我一旦游走 便是免不了会发出一些声响来 如此一来 我如何躲避罗罗一鸟的捕猎呢 除非 我不再发出半点声响 可眼前所见的地界之上 满是临寻随时 心走在旗上 如想不发出声响 似乎不太可能 但凡我走起路来 就必然会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声响 死来想去 似乎也只有清风步催动的极致 可谓脚不粘地 如半空飞掩 但那么做 会大量消耗我的修为 甚至 要不了多久 我便要停歇一次 待修为恢复 才能再次动用清风步 如此一来 便又产生了第二个风险 那便是我一旦消耗大量修为 如果中途 偶遇罗罗一鸟 我恐怕连自保的能力 都拿不出来了 但我若是坐以待毙 只怕会更加麻烦 总不至于在此地待上一辈子吧 既然打定了主意 我便要一鼓作气 直到我找到通道入口为止 缓缓起身 但见茫茫血色之中 却是未见罗罗一鸟的身影 此刻 我不断运转着体内的先天真气 直至准备妥当 脚下忽然移动 整个人快如闪电般的便冲了出去 清风步不断加快 似乎坐到了脚步占地 整个人如同飞掠在半空一般 只是体内用以支撑的先天真气 也是不断地在消耗着 清风步本就是茫山秘迹 不传之法 这种奇异的身法 首先需要大量的修为作为支撑 如若是修为低劣 恐怕还未等发挥出清风步真正的实力 以人将修为消耗殆尽了 故而 这也是不传的原因之一 非得道高人而不传 其次 运用清风步 如若真知化境 便可瞬息千里 一旦被居心叵测之辈学去 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 便是很难惩戒了 我脚先在师父的藏书之中 建设了这种秘籍 倒是一学就会 这姑且也算是一场造化吧 不多时 只觉百里之谣转瞬而至 而我体内的先天真气 似乎也所剩不多 无奈之下 我只好轻飘飘地落于巨石之上 从而藏身下来 盘膝而坐 我快速恢复着修为 一时三刻之后 我忽然睁开双眼 向四周扫了一圈 果然 没有引来那啰啰一鸟 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对了 只要我不再发出任何声响 便不会吸引 啰啰一鸟的注意 轻叹一声 如此消化下去 又要不断地打坐恢复 只怕所需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也不知道 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顺利地走出第七层地界 然而我既然走出了这一步 便无法地停下来 当即运转真气 整个人快如闪电般地 向着正前方飞快前行 如此一行一歇 一歇一行 不知反复了多少次 前面总算是见到了 第七层地界的边界所在 那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 似乎将第七层完全阻隔的其中 只是 在大山之下 竟是未见到什么通道所在 我不禁苦涩地笑了笑 随即便是向着左右快速地寻找起来 仗着此时 只听身后方向忽然闪过了一道滑破空气般的剧烈风声 你又回头 就见不远处的上空 罗罗一鸟竟是闪身而出 只是它的出现 并不像是发现我的存在 而是在上空不断地盘旋飞舞 似乎恰巧路过此地而已 稍稍松了一口气 我急忙向着巨师后方 捏手捏脚躲了进去 只见上空的罗罗一鸟 依旧来回盘旋着 压根没有要走的意思 然而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 万不能在这个时候被它发现 否则后果便是我与它的一场恶战呢 好在等了半个多时辰 罗罗一鸟终于闪电般地 消失在茫茫血色之中 回过头来 我乃是向着四周的岩壁 不断地学摸着 试图找到通道所在 但这附近根本没有通道的踪影 看样子 我还要再往别处寻找一番了 如此走走停停 不知过了多久 我体内的真气 亦是消耗殆尽 便再次恢复 恢复之后 又一次消耗殆尽 不过对于清风步的掌握 我倒是越来越娴熟了 本来需要百里歇息一次 这不断地练习下来 我便是逐渐地延长到三百多里 而且修为恢复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原本需要打坐三个时辰 如今只需半个时辰便能够快速恢复 或许这样的练习之下 倒是对我的修为 也是另外一种精进之法 只是这种 与恶魔为无 且凶险无处不在的精进方法 我宁可不拒 先是向右 寻找千百里 方才发现方向完全错误 当我回头 向左方行进之时 乃是在六百里的位置 莫名地发现了一座怪异的房屋 说是房屋 实际上又完全没有房屋正常的结构 看来看去 倒很像是一座倒转过来的房子 房顶在下 房积在上 留着一个巨大的洞口 直朝上空 或许这便是那啰啰一鸟的怪异巢穴 可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岂不是千里送人头 万一罗罗一鸟这时候突然杀回来 我又该如何应付 如此 我必须尽快离开这座巢穴 但这巢穴所占这面积 至少有世俗界普通院子十倍 也就是十个院子架在一起 方才赶得上这一个巢穴大小 想要绕个这个巢穴 似乎也需要一点时间 毕竟距离巢穴太近 其凶险程度也是抵增了数倍不止 正当我准备动身之机 却莫名地发现 在那巢穴之下 像是一个通道入口所在 仔细看了看 嘿 果真呢 正是通道入口 眼睛一亮 可很快又暗淡下来 这通道入口 不偏不倚的 就安插在巢穴下方 如果我想进入其中 便免不了要接触这巨大的巢穴 可我一旦接近巢穴 不小心引来了 罗罗一鸟又该怎么办 四下里扫尸一圈 这间附近并没有 罗罗一鸟的踪迹 而眼前巢穴 有高约石余照 更是不知道罗罗一鸟 是否藏身在其中 看来 若是想要进入通道 首要做的事 便是要确定巢穴之中 有没有罗罗一鸟 牛头看了眼 都差了眼闭 我定了精神 瞬间催动擒封部 飞身掠奇 很快 当我来到约莫二十丈高的地方 擒封部便无法再往上催动了 似乎多行一步都十分的困难 我急忙扭回头快速地向下方飞掠 就在回头的同时 我悄然地扫了一眼巢穴内部 其中是一堆杂烂无章的枯枝残叶 看来看去都没有见到 罗罗一鸟的踪迹 似乎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罗罗一鸟并未归潮 如此我便能够顺利地进入通道 而不被发现了 但就在我小心翼落向地面之时 却还是忽略了一步 脚下正不偏不已地踩中了一节枯枝 只听到咔嚓一声脆响传出 我顿时睁大双眼 旋即纵身 向通道所在方向夺落而去 然而就在我动身的刹那 只见远处一道巨大的身影 以肉眼难以辨别的速度 急驰而来 眨眼间便一时冲到我先前落脚之地 转瞬便是抬起头 发现了我的所在 就在此刻 那罗罗一鸟仿佛是发现了猎物一般 发出一道极其怪异的低吼之声 瞬间便向我猛冲过来 我惊恐之余 便是使出浑身解除 将清风部催动到极致 眨眼 只见的罗罗一鸟已然临近了 它的速度似乎比我更快几分 而前面的通道 似乎还有六七丈远呢 眼看着罗罗一鸟 只需要在我距离三丈左右的位置上 便能够将我捕猎 无奈之下 我狠狠地咬紧牙关 猛地将体内的修为 尽数迸发而出 眨眼间 我的身形忽然消失在原地 而再次出现 便已是亮相着 站在了通道入口位置 来不及惊讶 我转身便冲进通道之中 哪知这刚进通道 只见一个凶狠至极的巨大脑袋 轰然也冲了进来 吃可惜 他紧在距离我 持许的位置 便再也无法钻进半寸 就那么 卡在了通道口 唉 我额头上 煞食冒出了一排冷汗 却是忍不住笑了笑 如此狡献地逃脱 实在是千难万些 啰啰一鸟 我本为过客 无心打扰 当我料定你以人为实 必然要以我为猎物 那我也就稍稍地 动用了几分计量 好在显直又显得 逃离了危险 但听到我的声音 啰啰一鸟 仿佛听懂了一般 呲牙咧嘴地 发出了一道道低吼声 拼命地向着通道之中硬钻 然而他体型太过庞大 通道入口 对他来说过于狭小 无论他如何横冲直撞 似乎都无法撼动分好 便无法再寸进半步 我常常松了一口气 微笑道 蔡夏 告辞了 说吧 我转身离开 随着血红之色 逐渐地变淡 通道内的光线 反而明亮了许多 只是不知道这些光线 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除去这些奇异的现象 通道内的空气 似乎也莫名地 贬热了许多 先前即便是深入血色地界 却也没有感觉到一丝不适 而这里的血色之气 已然淡化 为什么空气反而 变得更加灼热起来了呢 究竟哪出了问题 难道 炽热之气 是来自第八层地界 没错 那古兽老者说过 第八层地界的守护者 乃是研究 而研究一生 与罗罗鸟为伴 从来都是形影不离 第七层是罗罗一鸟 第八层自然就是研究 它浑身长满火焰 乃是一只火焰之鸟 既然有研究存在 或许 这炽热之气 便有了足够的解身 一个罗罗一鸟 便那般的厉害 而且还只是一道 惊魄存尸 研究就更不同了 它并不是惊魄 乃是实体存在 不知这研究修为如何 根据古兽老者的解释 研究本身并不如罗罗一鸟 所以比起罗罗一鸟 它的修为要弱上许多 但即便如此 研究 居于第八层地界 距离第九层龙脉所在 只一步之遥 距离龙脉越近 所得到的修炼途径 越是得天独厚 而研究居住在第八层地界 已经不知多少年月 其修为究竟如何 现在尚不得而知 虽然我现在领悟到了 神通道展之中的化工 且以纯阳剑气 纵横四海 但毕竟我的境界 没有打指巅峰 如果遇到绝对的强悍对手 恐怕还是需要选择智取 而非硬碰硬 一番计较之后 我仍旧采取了躲避制法 尽量地不合研究照面 实在做不到 便只能是奋力一搏 我的纯阳剑直 再加上龙脉之气 或许还有一搏的机会 虽然胜算也并不算很大 一路蜿蜒蜴蜴地 穿过狭场的通道 而前面的炽热之气 似乎更胜先前 不得已 我只好在心中默念清心咒 使心神逐渐地平静下来 以真气护体 方才抵御炽热来袭 但我稍稍地适应下来 便一步步来到通道的出口处 当我看到眼前景象 不免是惊愕地 扎了张嘴巴 眼前这第八层地界 竟是一片岩浆火海的世界 说是岩浆火海 似乎也不算准确 那些岩浆火焰 乃是流淌在山溅沟壑之中 其中倒也有着一些 山丘山峰连接一线 一股股炽热至极的气息 不断地拍打而来 让我浑身的衣物 都感觉像是要瞬间被焚尽一般 好在我有真气护体 周身倒还算整齐 不远处 倒是一片山丘地带 上面似乎能够行走 只是这山丘的表面 甚是光光 似乎一个不慎 便会滑落下去 掉进一片火海之中 除去这些外在因素 这其中所隐藏的那只凶兽研究 不知道身在何处 而对于研究的一切 我仅仅是听说而已 具体 我还要等我能够亲眼所见 才能够确定下来 一方观察之后 即使根本没有见到研究的身影 它是否如同 骨兽老者口中 所描述的那样 我现在还无法肯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定然也是一个非常难成的对手 无奈之下 我只得选择先步行 进入第八层地界 如果一直这么等下去 自然不是什么上策 可在完全不掌握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以身犯险 那更是下下之策 只是我现在 如果不选这个下下之策 便也没什么可选的了 脚下荡起清风步 我闪身来到山丘之上 脚下未停 纵身飞掠而起 乃是向着正前锋的山峰所在 飞快地急直过去 这次 我依旧飞掠得极快 既然罗罗一鸟能够轻声变味 难保研究 没这种异能 所以 我必须提前提防 以免将其招惹过来 当我顺利地来到山丰之上 似乎已经身处在 第八层地界的中心地带 也或许 眼下只是一个开始 第七层地界 已然是千里之遥 而第八层 兴许就是数千里面积 如果真是这样 我倒是反而可以放松几番 毕竟研究就只有一个 这面积这么大 它即便察觉我的存在 想要赶数千里之遥追杀我 似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在这些事件里 我只要顺利地 找到进入第九层地界的通道入口 便能够化险为夷 沿着山丘和一些山峰 我飞快地掠过 而遇到停歇之际 我便迅速地恢复修为 为了节约时间 我只能一边走一边探查 或许是前面几关的魔力 让我如今的感知力 似乎也达到了一个飞跃般的提升 约莫百余里内 一切动静 我都能瞬息之间察觉得到 有着这般的异能 我便是省去了许多麻烦 更是少走了许多的冤枉路 但一番忙活下来 我至少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完全不是几个时辰能够形容 而茫茫数千里之遥 愣是让我在约莫十余天后 顺利地感到 前面不远 似乎就是第八层地界的边缘所在 我静静地盘坐在山峰之巅 望着边界线上的一堵通天石壁 这道石壁 上连着第七层地界 下通往第九层地界 然而直到我来的此地 仍旧没有遇到研究 莫不是这么多年过去 研究早已离去 又或许是老了死了 一时间我的心海之上 不断地涌出一连串的问题 但却无一能够找到答案 既然没有研究 我倒是可以略微轻松一些 待静坐恢复修为之后 再仔细地寻找通道所在 一番静坐之后 我当即起身 向前面的边界 飞快地冲了过去 隔老远 我便是看到前面的石壁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 狭长的通道入口 只是在通道处的位置 竟是一条岩浆河 环绕在那里 将其严密地包围在其中 前后宽约三丈鱼 对于我来说 只要清风部 催动的极致 便可脱离地面 达到短暂的凌空飞略 三丈 似乎并不是什么 太大的问题 然而正当抑郁 挪动脚步之时 我就莫名地感知 身后方向 忽然闪现一道身影 虽然那脚步声 甚是细微 却仍没投过我的感知力 我猛人间回过头 睁睁地看着一个 高约仗鱼 身材魁梧的人形怪物 说是怪物 乃是因为 这个人形的背后 居然长着一双大翅膀 大翅膀收在后面 尾部再裸露在外面 此人长着一只 修长而尖锐的嘴鸟 其余部分倒是人的特征 而且和人一样 有四只 只是身上满射巨大的羽毛 重重叠叠 布满全身 除却这些 这怪物的手中 竟还拿着一把 不断流淌着浓稠岩浆的 赤红长枪 看到我 这怪物冷笑一声道 仙道 居然能够一路闯关至此 当真不简单 诶 你居然会说人语 这倒是稀罕事 我先是一惊 但随后想到 他乃是镇守 第八层地界的守护者 便是世人 能够盘踞在此地 如果没点能耐 是万万做不到的 而这个怪物 便是不简单中的一员 你便是那传说中的 研究 我定了定神 抱全一礼道 在下路过此地 无心打扰 阁下既然修炼出人形 且口吐人言 想必灵智早已全开 既有灵智 便不应该是一个 不讲道理的主 所以 在下还请阁下 行个方便 放在下离去 前往第九层地界 研究冷声问道 你何苦来此 在下乃是为了 第九层地界的龙脉 子伟龙脉 我直言不回道 你倒是坦诚 不过 我本可以放你过去 但你至少犯了 我两个机会 所以 我又不能这般 简简单单地 放你离去 研究想了想 微微缓和了几分语气 哦 在下 洗耳恭听 我不用愣了 一脸认真地回道 这其一 你并未得罪于我 但你 能够来到 这第八层地界 定然是得罪了罗罗 罗罗 以人为是 你从他的地界经过 他不可能放过你 但你偏偏 又来到了第八层 可见你定然是 从罗罗的手中逃脱 既然逃脱 便免不了一番激战 你胆敢对罗罗不信 我怎能放过你 说到最后 研究不免冷声怒道 其二嘛 我居住于此地 多半需要 第九层的龙脉之气 渗透而出 方才能够吸纳修炼 若你夺取龙脉 此地便不再有龙脉之气 既如此 我用失去龙脉之气的代价 放你走 你以为这批交易 能否贪录 哦 那这么说来 阁下是不准备 放在下走了 我微微眯起双眼 沉声回道 那是自然 不论前面的理由 也或是后面的理由 我都没理由放你走 所以 你便留下来 一活着退出去 但你 做出决定之前 我必须要为罗罗报仇 你倘若能够在斗法中胜过我 我自当任凭你去留 研究再次怒吼 哎 请听再下一言 我当即解释道 阁下的推断 不无道理 但阁下 却不问问在下如何通过 第七层地界的 你 你如何过来的 研究错的看了看我 居然真的问了一句 罗罗一鸟 有着听声变味之意呢 即便千里之外 也能够瞬息之间感到 所以 你在下修为 似乎并不是罗罗一鸟的对手 你也是灵修界的灵修意愿 且行为不敌 自然是能够感应到 在下身上的气息强弱 如此 便能够判断出 在下是否就是 罗罗一鸟的对手 如果在下的确不是 罗罗一鸟的对手 又怎能在得罪了罗罗一鸟之后 顺利进入通道 来到第八层地界呢 我解释一番后 不免看向了研究 此时研究倒是皱起了眉头 伸出手 抓住肚子上的羽毛 像是陷入到了 混乱的思考之中 许久后 他忽然抬起头再次道 既然你没有对罗罗不敬 他又怎能放你离开 要知道他可是吃人的 不是得罪 罗罗一鸟 似乎也能够离开 在下刚刚说了 罗罗一鸟 有听声变味之意呢 哪怕一丁点声响 也逃不过他的探知 在下取巧了 在得知罗罗一鸟的探知之法后 便以极快身法 尽可能地降低声响 就此躲过罗罗一鸟的探知 我一脸认真的 向研究再次解释到 一路探寻下来 在下不知耗费了多少次修为 最终 却是找到了 第八层的通道入口 如此 在不被罗罗一鸟 探知的情况下 顺利离开第七层 在下似乎 也未做出不敬之举 更是没得罪 罗罗一鸟的意味 你又为何如此肯定在下 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 尽管在最后关头 被罗罗一鸟察觉 并奋力追杀 但这段 我是绝技不能告知研究的 而我前面所说的事实 似乎也没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毕竟 罗罗一鸟的奇异智能 研究比我更清楚 以化销声响的办法 躲避他的追捕 的确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法子 即便是开了灵智的研究 似乎也不能否认 听了我的话后 研究再度陷入沉思 不知过了多久 他不禁迟疑了一下 这 这么难的事情 居然被你这般巧妙地化解 你能够来到这儿 的确不简单 也却有过人之处 我皱着眉头 语气强硬地回道 既然在下 没得罪你的同伴 似乎你也犯不着用那些 所谓的忌讳 来阻挠在下吧 嗯 那 那也不能离开 研究支支乌的反驳 即便这第一条忌讳 算你没有打破 可第二条 仍然是一个不可能更改的大问题 如果 失了龙脉之气 这第八层地界 便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价值 而我 更是无法在吸纳龙脉之气 继续修炼 所以 我还是不能让你进入 第九层地界 诶 可在下认为 你大可不必如此 我冷笑一声 微微想后退了两步 悄悄像通道所在 不断地拉近距离 尽可能地靠近岩浆河 如此才能够 趁机瞬间冲过去 其实你 并没有通过吸纳龙脉之气 达到修炼的目的 换句话说 你无法吸纳龙脉之气 嗯 你 你怎敢这般说话 研究 眉头一凝 沉声喝道 你只不过是一只研究 凶手而已 说到底 在凶手之中的排名 也不算高潜 想必 你对在下的这番说辞 没有什么意见吧 但间研究 一脸憋屈的表情 我紧接着又往下说道 还有 龙脉之中 蕴藏的乃是真龙之气 龙 万寿之尊业 无论怎么算 都力压你一套 你怎敢 反谱为主 强行吸纳龙脉之气 难道 你就不怕真龙之气 在你体内抱着开来 你 研究顿时语色 既然阁下已经无话可说 在下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其实这里 即便没有龙脉之气 可毕竟还是事外之地 依然元气充沛 足够你继续修炼之用 甚至于 在下若是夺取了龙脉之气 你便不用再有什么压力 反倒是一桩美事 所以 你又何必苦苦阻拦在下 我说到最后 不禁双眼紧紧地盯着研究 直到他脸上表情变化 以判断 接下来的凶险几何 而此刻的研究 似乎表情更加困惑 他或许完全没有料到 我能够解开 他第二个计划 此刻 倒是有些进退为谷 我缓缓地抱拳一礼道 既然阁下不再阻拦了 在下便就此告辞 不对 你说得好像有些道理 却不对 虽然我并不需要龙脉之气滋养 然而这狮子洞本身 却是需要龙脉之气来维系命运 我还是不能让你夺取龙脉 研究忽然发难 闻言 我瞬间飞掠而起 凌空一击倒卷帘 乃是向着岩浆河对岸的通道入口 闪身 冲了过去 可就在我刚欲踏上岸边之际 之间流淌着炙热岩浆的长枪 瞬间扎在地面上 将我的去路完全堵死 紧跟着一道身影闪电般的出现 正是研究追了过来 其速度之快 竟是与我不相上下 甚至比我还要更快几分 但见研究挥起成枪 便向我刺了过来 我脚下无着 只得凌空倒飞而起 再度回到原地 而对面 研究挥起成枪 冷笑一声道 前百年来 我都未曾遇到过真正的对手 你区区一介世俗技凡人 本没有资格与我斗法 但你若是强行闯关 便别怪我不客气 既然已经来到了第八层 在下便是对第九层地界的 紫尾龙脉 志在彼得 阁下如此阻拦 倒也不要怪在下 手下无情 我咬着牙 瞬间挥起成剑 怒声喝道 龙前于远 剑气纵横 随着青色龙眼的闪现 破空而起 向对面的研究 暴冲而去 研究面色一争 差异之极地叫道 啊 这 这也是龙脉之气 你身上居然 藏着龙脉之气 不错 龙乃万兽之尊 而你本为末端之流 无论你的修为 有多么高深莫测 在真龙之气面前 也只能屈屈臣下 我沉声回道 哼 我虽然忌惮真龙之气 可这真龙之气 却出自于你身上 你的修为太低 不足以发挥 真龙之气的所有威力 故而 你所施展出来的 真龙之气 或许对我所造成的伤害 也不算什么呢 研究冷笑连连笑回道 还未等他话语落下 万道剑气轰然崖下 此刻研究的面容之上 似乎再也无法勾勒出 丝毫的笑容 火焰长枪 瞬间挥出 凌空划出了一道 无形的屏障 剑气气刷刷冲向屏障 乃是接连激荡出了 一道道巨大的涟漪出来 当最后一道剑气冲下 无形屏障瞬间破裂 研究慌忙地挥起长枪抵挡 但还是被刚猛之急的剑气 狠狠地在长枪之上 划出了一道裂痕 亮腔着稳住身形 研究不禁恼羞成怒地叫道 好小子 既然你找死 那我便成全你 说着 他闪身便消失在原地 转瞬便又从天而降 手中挥动火焰长枪 凭空划出了一道道 漩涡般的火焰圈来 如泰山压顶一般 将我照在其中 看到这儿 我当即挥剑而起 口中也再次大喝道 肥龙在天 金陵龙影破空而出 席卷万千剑气 轰然向上方直冲而去 与那火焰圈狠狠地 撞在了一起 真龙破空 傲笑苍穹 但听到龙影之声 震天汗地 眼就面色一惊 闪身急忙躲了开去 但那怪异的火焰圈 却是气势不弱 愣是将千万剑气 冲散开去 而这相处而亡 只留下金陵龙影 不断地盘踞在虚空之中 随即 传出一道怒笑之声 便是飘然而回 这研究修为果然不敌 仅仅是一个回合 便可看出 他至少拥有千余年的修为 这种对手 至少还不是目前的我 所能够撼动的 但在真龙之气的压制之下 研究终究还是显露出了 几分忌惮之色 或许 我可以利用真龙之气 设法将其逼退 就算不能逼退 只要让他进退两难 便可助我顺利地 进入通道之中 想到此 我再次回忆剑 想研究 隔空之道 研究 你既显露出了 肃杀之音 那在下 也只能以命相搏 小子 对于你的行为 我并不感兴趣 只是你的身上 究竟藏了多少真龙之气 没想到 区区一界世俗界凡人 居然能够夺天地之脏话 你倒真是让我 小瞧于你了 研究似有试探之一 陈生向我问道 你马上就能知道了 我瞬间皱起眉头 挥剑纵身而起 口中连连喝道 拂龙白敌 乾龙雾用 剑龙在天 三世合一 四世合一 五世合一 一瞬间 我乃是将所创的所有剑法 尽数施展而出 一道道龙脉之气 化作一道道真龙虚影 上下翻飞 纵横交错 而其中 所席选的万鱼剑气 更是狂纵无极 弃吞山河 看到此处 研究几乎傻眼一般 呆呆地站在原地 直至所有的招式 尽数地向他猛扑而下 研究慌忙挥起了火焰长枪 拼命地抵挡起来 只听了火焰长枪 咔嚓一声脆响 断离开来 研究不仅是仰天长笑 周身轰然迸发出了一道 空前绝后的滔天之事 与那万鱼剑气 及树道真龙虚影 轰然撞在一起 砰的一声沉闷的乍响传出 这件研究连续暴退了 十余杖之远 乃是一个猎气 重重地摔倒在地 而万鱼剑气 也在一瞬间烟消云散 如此机遇可谓是迁在难逢 我当即还剑入鞘 并将真龙虚影闪电般地召回 同时脚下移动 以自己最快的速度 向着通道所在方向 便冲了过去 当我摇摇晃晃地落向地面 头也不回地 便冲进通道之中 而身后方向 才传出那研究的咆哮之声 不要跑 我要杀了你 你别跑 我缓缓停下脚步 转回身 向研究所在方向看过去 此刻 他奋力地站起身来 纵身飞练而来 只是在通道入口的位置 艰难地停下脚步了 我想了想 微笑问道 怎么 阁下不敢追进来吗 你 你有胆子就出来 与我决一死战 研究气急败坏的大侯 你有胆子就进来吗 咱们继续动法 不过我料你 不敢走进来 此地乃是通往 第九层地界的通道 第九层地界 乃是紫尾龙脉所在 那可是真龙气脉 你如此忌惮真龙之气 似乎也不必追进来了 否则 若是被紫尾龙脉捉去了 再来个碎尸万段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说完 我不禁轻叹一声 在此与你浪费口舌 倒不如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你好歹也是主宰 一方地界的守护者 何必如此失了身份 我就不信了 你能够在第九层待上一辈子 只要你还想离开狮子洞 就必然要原路返回 那是 必然是你死期 研究冷横一声道 我微微挑挑眉 是吗 紫尾龙脉 居于狮子洞 不知多少年 甚至比你主宰 第八层地界时间还长 也正是有着紫尾龙脉的阵声 才让你们这些妖邪 不敢肆意妄为 如若在下能够得到 紫尾龙脉 恐怕 你们也再也无法 阻止在下的脚步 你说不是吗 你以为 你真能够得到 紫尾龙脉吗 数千年来 没人敢踏出 第九层地界 你即便是闯进去了 也终究是死路一条 当然 如若你真能够得到 紫尾龙脉 我自是不能再对你怎样 可是我不相信 凭你的本事 就能随随便便地 带走紫尾龙脉的 龙脉之气 研究眼珠子转了转 接着又向我告诫一声 小子 或许这是我们见的第一面 又或许 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了 这么说来 第九层地界 比前面八层 还要凶险百倍了 我不又愣了愣 抱拳一礼 冷笑回道 多谢告知 在下告辞 你 哎呀 你愚蠢之急 即便我杀不了你 你也无法活着 离开第九层 远远的 听到研究的大叫之声 不断地传进我的耳朵 虽然说得轻松 但我 却是选择相信研究的话 越是到下面一层 所遇到的 妖邪鬼魅 越是道行高深 难以对付 而到了最终的 第九层地界 恐怕所遇到的 便也不是研究 这样的对手 能够相比的 但我同时也相信 有真龙气脉 存在的地方 妖邪鬼魅 似乎也很难有 立足之地 唯一能够对我 造成威胁的 恐怕就只有 紫尾龙脉 真龙气脉 在未被夺取之前 乃是有着 龙灵守卫 所谓的龙灵 便是真龙的一道 金魄所化 与罗罗一鸟的 金魄类同 但罗罗一鸟 又如何能与 龙灵相提并论 恐怕要得到 紫尾龙脉 便是要与那紫尾龙脉 所化之龙灵 斗上一场了 如若此地 不是世外之地 而是世俗界 普普通通的所在 那么 我夺取真龙之气 便不会有此担忧 偏偏此地 乃是世外之地 连一只死尸 都能修成 气候的世外之地 何况是一道 真龙之气 所化之龙灵呢 想到此 我不免自嘲一笑 一路走来 我都是为了寻找 真龙气脉 而奔波不休 怎料 我即将要面对的 强大对手 正是真龙气脉本身 一步步穿梭在通道之中 只觉得空气里 充斥着龙脉鱼气 似乎是越来越旺盛 我的心止不住地 狂跳起来 没想到我这么多年 走南闯北 始终还是收集到了 数道龙脉之气 如今 若是再得 子尾龙脉 我便是拥有了 七条龙脉 距离九五至尊阁 似乎 仅差两条龙脉而已 不过当我看到眼前地界 忽然变得豁然开朗之时 便是想到 我此刻已经来到了 第九层地界 远处仙气阴晕的群山峻陵 似乎在告诉我 能否得到这子尾龙脉 还是个未知数呢 而我提前把子尾龙脉 当成囊中之物 似乎也并不是明智之局 隔空之谈 你来了 正着我诧异之机 忽然听到一道 空灵之急的苍老之音 缓缓自远处的山峰上 飘荡而下 这个声音 听起来像是极其陌生 但仅仅这三个字 却又像是与我很是熟悉一般 这倒让我十分不解 难道此人知道我要来 而且也知道我的身份 前辈 晚辈初次来此 与前辈似乎并不太熟吧 我微微皱着眉头 但还是十分客气在抱拳毅力 晚辈陈进生 乃毛生派传人 此次前来 正是为了你是什么人 你的身份又是什么 亦或者你师臣和派 这些并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便是你来此的目的 那苍老声音 再度传了出来 我等了千百年 甚至更久 久到我自己 都记不得多少年月了 为的便是你的到来 哦 千百年前 晚辈尚不存在 前辈为何这么说 难道前辈千百年前 便已经知道 晚辈必定会来 我愣了 随即便问他 不知道 哪知 那苍老声音 却是回答了我一个 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在此 蒸蒸地反问 既然不知道 那前辈为什么要说 在此 等候晚辈千百年了 我说过了 你是谁 并不重要 重要的 是你来此的目的 那苍老声音 再度传来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老者 等的并非是我 或者说 他等的 只是一个 前来夺取龙脉的人 至于是 谁来夺取龙脉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夺取龙脉的目的 晚辈虽然明白了 前辈的意思 但晚辈 仍然有另外一个疑问 那就是前辈 怎么就知道 晚辈一定能够得到 这子伟龙脉 而且前辈 又怎么断定 晚辈此来 定是为了 夺取龙脉呢 我当即向老者 再次询问 那老者的声音 带他回道 因为你周身气息 已然告诉我答案 周身的气息 什么意思 我当即低下头 向周身上下 悬目了一遍 此刻我身上 倒是有 真气护体 但真气护体 并不是什么 稀罕山 任何一个 修为高深的人 都能够做得到 你身上 有六道真龙之气 换言之 你已夺取 六条真龙气脉 无论是世俗界 还是世外之地 能做到这一点的 恐怕 也唯有你一人而已 那老者 微微顿了顿 接着又道 天下间的龙脉 本就只有九条 你一人便独得六条 若非得天独厚的大纪远 便是你有巧夺天空之造化的 岂能已输 晚辈倒是什么都知道啊 我苦涩摇摇头 尽管我把龙脉之气 藏于九龙玉佩中 但遇到这种怪物级别的高人 依旧和透明的一样 根本瞒不住他们 你造化甚大 只是许多人尚不知晓 如果你的秘密公诸于天下 必定因其四方震动 不过 你能得到这么多的龙脉 并有着高人义等的谋算之道 以及足以保身的道法秘书 否则 你恐怕根本到不了这儿 老者淡然一笑 缓和了几分语气 我微笑回道 虽然晚辈的修为粗浅 但听到前辈这番夸赞 倒是受用不已 老者却突然向我发问道 然而 你可知道 若你得了第七条龙脉 对于你来说 会带来何等改变吗 这点 晚辈倒是不知道 我再次苦笑道 收集天下龙脉这种事 可谓是前无古人 至于后面有没有来者 晚辈并不知道 但晚辈确实是没什么经验可谈 更是无从佐证 所以 每得的一条龙脉 所带来的改变 都是晚辈意想不到的事情 至于得到第七条龙脉 所带来的好处 晚辈似乎也无法竞争 只知道 如果能够收集 九条真龙脊脉 便可以成就九五至尊 命格 彻底篡改命局 而不再受生死之羁绊 你非常坦诚 难得 难得呀 老者微笑着赞许道 那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得到这第七条龙脉 便可龙脊观体 尽生修为 而龙脊一旦观体 你将步入真正的 修仙炼道之境 真正的修仙炼道之境 这话 晚辈倒是不解了 自从败入毛山派门下 晚辈自认为 正是在修仙炼道 这途中进行 虽然晚辈悟性不高 自至粗逼 但至少 也是在修仙炼道的路上 慢慢地爬行 可前辈怎么说 就好像晚辈前面的 那么多年所做的一切 都是白忙活了一样 我恶然反驳道 你所认为的修道 只是在世俗界 莫怕滚打而已 我所说的修仙炼道之境 乃是真正的修仙之法 龙气一旦灌注体内 则与真气相合 从而让你脱胎换骨 修为大尽 更重要的是 你的境界 至少也能达到 人仙之巅峰 老者淡淡地解释道 人仙的巅峰 难道是五仙之中 人仙之剑 我想了想 倒是在书中 见过修仙境界的记载 但这种境界 在世俗界 似乎并没有人太过在意 更是没有人特意地 去区分真辩 甚至于 纵然修道一生 至于能够最终 到达什么境界 也只能是 语化之后才知晓 而能够提前知晓 并清楚明白地知道 自己的境界 在什么层次 确实不多见 不错 正是五仙之中的 人仙之境 五仙中 有五种等级 敌种 自不必说 正是鬼仙之境 人一旦修仙练道 如若资质低下 无法开悟明道 则保留着世俗之中的许多习气 死后 无法返回三山 更不能登仙得道 勉强成就一个 鬼仙之境而已 老者略显认可地回道 鬼仙之境 游荡于阴阳两界之间 止于轮回 却也是十分尴尬的境界 上 不能飞升正道 下 不可轮回转世 只能永远变成阴阳两界之中的 牛仙而已 止于人仙 乃是比鬼仙更高一等 有开悟明道之志 有固守戒规之恒心 虽然修不出什么大境界 但可依山而居 死后尸解成县 也算是一种不错的境界 至少比那鬼仙境遇更好一些 而你 现在正处于人仙之境 只不过 仅是初期境界罢了 如果能够将第七条龙脉 灌住体内 便可直入巅峰 他日机缘造化 步入地仙之境 字不在话下 老者停顿了一下 随后又道 底仙之境 乃是比人仙之境 更高一等 以地而生 又可遨游于六合之内 天下八方 任凭纵行 更是有瞬息千里之大能 既可以行遍八方 又可遍遍八方 人世间的一切束缚 都形同虚设 此等境界 已然算是修仙练道之中的 大境界 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 地仙之境 可随时堪破大道 从而 肥生正果 老者笑了笑 借着又道 地仙之上 自然便是天仙 天仙者 遨游于太虚 守于天旗 纵横三界 无所不能 此为修仙炼道之中的 上等境界 而天仙之上 乃是大罗金仙 此为修仙炼道的 最高境界 此等境界 与道合真 居于三十六天之大罗天 为万法之源 万法之宗也 而古往今来 便是只有三清祖师 方可居于大罗天界 而鱼下重的 多有不羁之处 为达究竟啊 这五仙的等级 倒是被这老者说得如此通透 此人果真是一位隐世高人 而且直到此刻 我仍然无法感知他的存在 哪怕他就在距离我不远处的山峰之上 而我的感知力 已然可以覆盖百里之痒 但我所感知到的 竟是一片虚无 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一般 也或许 是他的修为比我高出太多 我根本无法感知到他的存在 想来便是这个缘由无疑了 你想篡改命局 恐怕只有进入地先之境 方可达成心愿 也就是集齐九龙脉 成九五至尊阁 这第七条龙脉嘛 只能助你进入人先之境的巅峰 而人先之境与地先之境 虽只有一步之遥 却像是隔一条天窃 想要跨越 十分困难啊 老者说完这些 似乎不想再说下去了 过了好一阵子 方才淡淡开口又道 这第七条龙脉 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 而你是否 想要得此龙脉啊 前辈为什么这么问 我微微眯起双眼 脑海之中念头急转 这位老者守护在这里 难道守护的便正是紫尾龙脉吗 他这么问 莫非是不想轻易让我夺取龙脉 亦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让我得到紫尾龙脉 总之 我不太相信世上有掉馅饼的好事 至少在这种地方 绝不会有 而这位老者说了这么多 唯独没有说明他的心思 这似乎才是最为关键的所在 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我的话说了半天 老者似乎并没有回答的意思 我皱皱眉头 当即诱导 晚辈既然千辛万苦地来到这儿 自然是想夺取紫尾龙脉 这一点晚辈十分肯定 并且从未改变过初衷 龙气贯体 老者的传音在我耳边再度响起来 我可以让你得到第七条龙脉 紫尾龙脉 哦 前辈为什么这么说 晚辈听到此话 倒是有些糊涂呢 我紧皱眉头 大为疑惑地回答 老者错地反问 嗯 你能够得到紫尾龙脉 乃是天大的好事 至少对于你来说是这样 既如此 你又糊涂什么 晚辈知道 天地自有制衡之道 有得有失乃是天数 所以 晚辈并不相信紫尾龙脉 能够唾手可得 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前辈既然说 能够让晚辈得到紫尾龙脉 但不知道前辈 有着什么条件 我对了对又跟了一句 但说无法 只要晚辈能够办到的 一定照办 你是个聪明人 能和一个聪明人交谈 确实不会觉得那么累啊 我能够把紫尾龙脉赠予你 子人不会有那么便宜的事 当然是也需要你付出一点点代价 来作为交换 老者淡然一笑回答 我再次强调 前辈直说无妨 难道你不想知道 我如何才能把紫尾龙脉赠予你 老者倒是不着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顺势岔开了话题 前辈公参造化 相信自有法子能做到这事 但前辈既然这么说了 晚辈也只好按照前辈的意思 不知前辈如何才能够把紫尾龙脉赠予晚辈 我苦笑着摇摇头 无奈地按照老者的话问了一遍 因为我就是紫尾龙脉 谁知老者忽然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来 至少此刻的我差点被这话惊掉了下巴 我睁睁地反驳道 啊 你 你怎么可能是一条龙脉 龙脉并非是真龙 而只是一道真龙之气 也或者说是地脉之精华 如此龙脉便不可能形成人形 更不可能打开灵质 哎 你古漏寡文啊 所谓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龙脉化形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何况我乃是紫尾龙脉 身处室外之地 受用室外之地的充沛灵气字样 早已成了气候 并在机缘巧合之下 开启起了灵质 这也并不是很难做到 老者大人笑道 非但如此 我乃是先化龙 后而化成人形 所以 我既是龙身又是人身 如今遇到你 我自甘与你合为一体 你难道 不想要吗 难怪你先前说 若是能够得到紫尾龙脉 便可精进修为 直至人仙之巅 如今看来 倒是一点不假 仅凭你的修为 若是能够化为己用 确实能够递增自身修为 提升自身的境界 我一脸不可思议地 向老者呢喃道 那是自然 如若能够得到紫尾龙脉 便如同得到 我这一身的修为 要知道 我在此地 可修炼了近千年 如能化为己用 将会受用无穷 老者说到这儿 停顿了一下 又道 只可惜 你境界太低 如若你现在便是 人仙之巅 得此龙脉以后 或许可助你 踏入地仙之境 也为何之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甘愿 被我得到龙脉 难道你修炼一场 就这么白白放弃了吗 我皱着眉头又道 非但如此 若是我得到龙脉 你必然要被禁锢在 九龙玉佩之中 甚至最终与其他八条龙脉 合成一举 那时你好不容易开启的灵志 以及千余年的修为 也必将化为乌有啊 我怎么做自有我的目的 你说得不错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饭 天上更是不会随便 跳下谢耳饼 我把子伪龙脉赠予你 必然 你要把这副躯壳赠予我 老者忽然笑了起来 补充道 你可能不惜千辛万苦地 寻找龙脉 伪的恐怕便是 九物至尊格 从而改变你最初的命局 你如今魂体不合 似乎随生有死 和一个死人 没什么区别 一个本应该死去的人 却还好端端地活着 除了真龙气脉 能够帮你做到 这世上 只怕是再也找不到 别的法子了吧 所以 你为了篡改命局 只得夺取龙脉 然而 在你没有及其 九物至尊格之前 你的命术依旧是漂浮不定 而你的这副躯壳 也可随意易中 除了真龙气脉 对你这副躯壳的滋养 自然还有着深不可测的 道门修为 如此锻造之下 你的这副躯壳 倒是越来越有吸引力啊 至少 我这条老龙脉 很需要你这副躯壳 才能真正地化成人形 改天换地 所以 在你吞噬我之前 我自然也是存着 吞噬你的打算 至于我们最终 谁能够吞掉谁 现在还不得而知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你无论想与不想 都必须要接受我的馈赠 和我做这一场 有死无生的 天大赌约 原来如此 你能够这么大方 倒是真有自己的打算 而你的目的 乃是想要夺占我的居壳 并且借我居壳 修成不朽真身 如此便是比化成人形 更为可靠 这的确是个如意算盘 我睁睁地想了想 沉申回道 那现如今的局面 便是我们都想吞噬掉对方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不过 至于谁能够吞掉谁 现在还不得而知 而且这样的局面 也是无可避免 因此 我没有退路 你 更不可能选择退让 不是吗 当然 老者淡然一笑道 回过头来 我不禁暗自你呢 这条字尾龙脉 倒甚为棘手啊 而且 他早已开了灵志 已经修炼上千年之教 其修为更是不在我之下 如果他真想吞噬我的灵魂 夺取我的躯壳 恐怕胜负很难估算 甚至于 我的胜算 可能要更小 那该怎么办呢 难道让我放弃自卫龙脉 可若我放弃了这条龙脉 便无法集起九龙脉 更是无法成就九五至尊阁 如今 我已拥有了六条真龙之气 难道 这六道真龙之气 降起来 也斗不过一个 成了精的子尾龙脉 或许是我过于 启人忧天了 如若我放开手脚 拼尽全力 似乎 也不是没有一战的资本 一番翻来覆去的私存之后 我果断地皱起眉头道 也好 那就让我们尽力一搏吧 至于 最终谁胜谁败 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老者意味深长地应声一声 淡淡道 如若你准备好了 我随即便把滋味龙脉的真龙之气 灌入你的体内 真正的斗法即将开始 我沉声回道 不错 真正的斗法即将开始 旋即 我盘系而坐 双手掐出太极印 守护着自身的心神 不多时 我淡淡回了一句 开始吧 说吧 我缓缓进入定境之中 眼前白光一闪 乃是出现了一片 清澈无比的山河之下 看着四周掀气阴晕的奇异景象 我不免点了点头 此地乃是定境 我的世界 如若在我的世界里 我都无法胜过那条紫尾龙脉 恐怕 我倒是真没什么资格 再守着这副躯壳了 就在这时 虚空中突然传出了一道苍老笑声 随即笑声缓缓临近 就见一个紫袍白发的老舌身形 逐渐出现在我眼前 他身着紫袍 面容苍老 而且气息磅礴 神如龙虎 大有匹尼天下之王者之师 此人想必正是紫尾龙脉所化 我当然笑道 隔下来的倒是吉时 那是自然 我在狮子洞 第九层底界 苦苦等待这许久 好不容易遇到了 你这么一副得天独厚的剧客 怎能不第一时间出手争夺 此刻 我已将紫尾龙脉龙气 尽数灌入你的体内 如若你能够率先苏醒 便可顺势得到紫尾龙脉的真龙之气 而我 使必被你锁灭 我的近千年道行 也将划为你所有 但若是我在你之前苏醒 那么你这副躯壳 便将与我合为一体 至于你嘛 必将消失无踪 从此这世上 便不再有你的存在 紫袍老者冷笑一声道 嗯 你盘算的倒是十分的仔细 不过 还算公道 只是此地乃是精神世界 也是修行人口中的定径 在这里 可谓是一针一换 我们没有什么招式可以比划的 唯一能够对垒的 恐怕也只有纯粹的修为了吧 我缓缓站起身 静静地盯着对面的紫袍老者 嗯 论修为 好像你并不如我 这样的斗法 你只怕是 哼 有死无生 紫袍老者说着 瞬间挥手隔空一抓 只见一团凝实一般的紫色龙气 凭空盘旋而起 乃是在半空中 凝练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紫色气团出来 紫色气团之上 仿佛有一道紫色龙影 上下翻飞 傲笑纵横 凶猛无比 看紫袍老者这番架势 我当即也是挥掌一抓 青渊龙脉的真龙之气 闪现而出 自掌心之上 逐渐凝练出了一道 青色的气团出来 但这青色气团 却是远不如紫袍老者的紫色气团那般凝实 更没有所谓的龙影盘旋飞舞 不过 我手中的 依旧是真龙之气 其中所蕴含的威灵之力 同样气势不凡 你的龙气啊 太弱了些 我倒是想看看 你如何招架 紫袍老者不屑地冷笑一声 瞬间反掌一推 乃是将紫色气团轰然推了过来 祖龙之威 但见紫色气团轰然而至 我眉头一皱 当即推出了手中的青色气团 两道真龙之气 在半空中轰然相撞 但青色气团 却是被紫色气团轻易地击成粉碎 闪电般地又向我再度奔袭而来 我面色一睁 闪身躲了开去 与此同时 挥手打出了一道金色龙气 此乃金灵龙脉的真龙气息 数条龙脉之中 唯有金灵龙脉 与玄水龙脉最为霸道 果不其然 当金灵龙气现身而出的刹那 乃是轰然与紫尾龙气 重重地撞在一起 随即一股浩荡开来的龙气涟漪 缓缓扩散 我脚下一栋 整个人飞快地连连躲闪 而对面山峰之上 站着的紫袍老者 冷笑一声道 仅一击 便让你闲落两道真龙之气 看来 你那几道龙气 实在是不堪一击呀 还没到最后关头呢 怎可轻言胜败 我稳稳地站住脚跟 沉声怒道 那好 你再接我一击 紫袍老者 瞬间探出双手 凭空 各抓出了一道紫色龙气了 双手合长 将两道紫尾龙气 合为一体 只见一道 壮如紫色漩涡般的紫尾龙气 凭空席卷而出 带着一抹霸气无双的气势 重重地向我暴冲而下 先前仅是一道紫尾龙气 便已让我难以招架 紫袍老者居然将两道紫尾龙气 合而为一 其事恐怕不可挡了 但见的紫尾龙气 锁化着漩涡 逐渐地临近 我眉头紧皱 心念即转 既然此袍老者 能将两道龙气 合而为一 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想到此 我也是瞬间探出双手 一手指金灵龙气 另之手 指玄水龙气 两道最为强横的龙气 缓缓浮现而出 与此同时 我狠狠地咬咬牙 重重地将这两道龙气 合拢在一起 金色和黑色两股气息 缓缓缠绕在一起 如同一个不规则的 太极双鱼图 并迸发出了一抹 寒天动地的磅礴气浪 双手乃至双臂 仿佛被震颤的机遇断裂 但我仍旧小心地 将其拖了起来 与那来犯的紫色漩涡 重重地迎了上 随着翁的一声闷响传出 两股举世匹敌的真龙气息 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而与此同时 一道扭曲空气的波浪涟漪 轰然向四面八方浩荡开去 我躲闪不及 瞬间被掀飞而起 远远地摔出了三十余杖之外 反观那紫袍老者 似乎也没好到哪儿去 硬生生地向后退出了十余杖之眼 亮呛着贴靠在眼笔之上 好小子 你倒是很会献血献脉嘛 紫袍老者冷笑连连向我教导 我意识冷笑回道 当然 为了保命 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 否则 怎能将你这紫袍龙脉 收入囊中 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到了这个时候 还能够笑得出来 我倒想看看 你还能笑多久 说着 紫袍老者挥手凌空一滑 乃是画出了一道 巨大的紫色圆圈出来 其中 逐渐地渗透出了一抹光芒夺目的紫色龙气来 紫色龙气 逐渐地化形成了一条紫北龙脉 气势奔腾 匹尼天下 凌空发出一道霸觉之极的龙吟之声 这第三回合 希望你也能接得住 紫袍老者大喝一声 屈指向我隔空指了过来 只见气旋之中 那紫尾龙营 凌空翻飞 气浪滔天 更是快如闪电般地奔腾而至 不得已 我只得将金陵龙脉 乃至玄水龙脉 以及赤爪龙脉 五爪龙脉 尽数照顷而出 齐刷刷地也轰了出去 但数道龙营各自盘旋 虽气势不凡 但反观对面的紫尾龙营 气势压迫如泰山压顶一般 当龙脉之气轰然相处 那数道龙营 竟是如一盘散沙般轻易地 便被震散开去 我双腿一颤 还未等紫尾龙营逼迫而至 便是倒飞而起 重重地摔出了五十余帐外 正当我踉跄着摔向地面 只觉得一道前所未有的浩瀚龙气 轰然自我身下奔腾而出 竟是如同一只巨手将我拖了起来 我脚下一滑 再度后腿起步 堪堪稳住了身形 当我回过头来 乃是大为不解地疑惑道 哎 刚刚是 是怎么回事 那几道龙外之气 并未召回 怎么还有如此强横的胧气 守护着我 李懿 老朽被你的父亲李正公 封印了十八年之久 一直沉睡至今 倒是被你小子莫名地吵醒 你们父子当真是不让老朽省心啊 忽然 只听到心海之中 乃是传出离道 尘封了数千年之久的苍老之音 那声音慵懒 却是清晰之极地 传遍我整个心海上空 啊 你 你 你总不会是我父亲封印的太祖龙外吧 九龙玉陪之中的 第一道龙外之气 我惊恶之鱼 不禁欣喜万分道 没想到您老人家居然也能够口吐人言 哎 不过这么许久 您竟然一直沉睡 难怪晚辈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您唤醒 虽受您的龙气滋养保命至今 却一直无缘一会啊 如今 但是有幸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 实在是晚辈 莫大的造化 呵呵 说到底 也只不过是老朽一时不慎 沉睡中被你父亲堵了仙击 否则凭理政公那点修为 还远远不足以降服老朽 但九龙玉佩 但九龙玉佩那是万年领域 有着吸纳天地元气之奇异大呢 老朽 老朽虽被封印在其中 尿 尿队 尿队 尿队家也看到了 紫尾龙脉身在室外之地 受室外之地的灵气滋养千余年 而且也已经化为人形 正准备夺了晚辈的躯壳 晚辈这点修为都是苦苦修炼而来 况且修道日清 哪是紫尾龙脉的对手 倒是也只能依靠这些龙脉之气 抵挡对方的攻势 如今落入下风 也非晚辈所愿呢 我先是尴尬的愣了 继而又一脸苦涩的笑道 既然您老人家苏醒过来了 不如您老人家辛苦辛苦 帮晚辈收复了那紫尾龙脉 也好祝晚辈早日集齐酒龙脉不是吗 哼 你说的好听 集齐酒龙脉又如何 老朽恐怕最后连炸都不生 这种吃礼不讨好的事 老朽才不会去做呢 这次的危机啊 你自己想办法化解 老朽 老朽还要继续沉睡 没什么大事 别再朝前老朽 否则定让你小子 吃不了兜着走啊 太祖龙脉说到最后 竟是一句话打了两个哈欠 懒洋洋的说完 便再无半点声响了 但面对紫尾龙颖的 再度奔袭而来 席卷着滔天大事 我不禁着急地向后击退 大声地向太祖龙脉求救的 哎 您老人家可不能不管 所谓纯王尺寒 若是晚辈有个好歹 你以为紫尾龙脉 能够容得下你吗 既然您老人家 是被封印在九龙玉佩之中 到时候晚辈受挫 您便也被一条 其貌不扬的小辈龙脉 给欺负了呢 我急急向太祖龙脉教导 试图激起他的搭救之心 您 您可是太祖龙脉 九龙脉的主龙啊 本出自昆仑 天下龙脉 只要见到您老人家出手 无不臣服 如果您老人家 反被其他龙脉所制约 岂不伤了颜面 但见紫尾龙颖 轰然而至 我是急忙召回其余的 五条龙颖 但此刻已然是杯水车薪 前方都不是这紫尾龙颖的对手 此刻就更加不难了 就在那五道龙颖 急持救援之际 我已然被紫尾龙脉 团团包围 随着紫尾龙脉 轰然张开了龙口 不拼不移的 向我整个人便猛吞而下 此乃我的原神之体 如若被其灭掉 那么外面的躯壳 便要尽数 被那紫袍老者所掌控 如此一来 我千辛万苦得到的一切 便给那紫袍老者 做下衣裳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这天半空中 轰然传出了一道 苍尽有力的龙颖之声 且席卷着一道 滔天巨浪般的浩瀚龙气 直冲上空而去 与此同时 紫尾龙颖 却像是被那道龙气 给惊得就此停歇下来 但就这短短的停歇 却是看到半空中 乃是一条如同 凝食了一般的 苍老龙颖 轰然扑下 一口将那紫尾龙颖 撕成了水泻 逐渐地消失无踪 此时此刻 我只觉得苍老龙颖 如同与我合体一般 他的力量 仿佛也正是我的力量 无二无别 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实力 让我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一抹 毗泥万端的王者之士 啊 太祖龙脉 就连太祖龙脉 都被你降服 那紫袍老者 惊恐大叫一声 却是瞬间 丧失了斗志 转身不要逃 我眉头一皱 忽然伸出手 隔空便抓了过去 一把将这紫袍老者 抓在手中 不由分说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哼 就连太祖龙脉他老人家 也未曾擅自化成人形 你区区一条紫尾龙脉 居然占得心机 说着 我五指一紧 瞬间将紫袍老者 捏成碎屑 其原神之体 荡然 无存 沉睡百年 猛地睁开双眼 我瞬间站起身来 但见眼前依旧是一片 云雾翻腾之响 四弟 果然还是狮子洞 第九层底界 而苏醒之人 是我陈静生 不是那紫袍老者 看来 赢的人 是我无疑 既如此 我当即感知了一下体内状况 只觉得一股强横之急的龙脉之气 正游走于 其今把脉之间 此刻 那龙脉之气 仿佛成了无主之物 正不断翻腾着 我皱皱眉头 旋即运转真气 乃是将龙脉之气 逐渐地引入 九龙玉佩之中 如此 九尾龙脉 尽被我所得 而紫袍老者的一身 近千年的修为 似乎 也完全融入我的体内 略一动念 只觉得体内排山 倒海之真气 源源不断地 跪于丹田之中 而原本混沌一片的丹田 此刻如同凝聚出了一颗 七色的圆珠 正不断地盘旋着 其表面所散发的气息 乃是精准无比 略微一丝 便如同不眠不休 修炼三年之功啊 蒸蒸的 我还未来得及惊喜呢 却是发觉脑海之中 乃是不断地传出了 一抹抹难以压制的 困顿之音 很快 我双腿一软 整个人 便重重地倒了下去 朦胧中 我仿佛能够察觉到 自己的心神 以及这副肉身 正陷入一场 无尽的沉睡当中 而在沉睡的过程中 体内的齐心八脉 也正在卖力地吸纳 那紫袍老者 所留下的浩瀚功力 尽管有着一缕念头 在查知着这一切 却无力唤醒 自己的心神和肉体 只能这般迷迷糊糊的 归于一片混沌的状态之中 如此过去了些许时间 仍然没有苏醒迹象 又过去了许久 似乎还是老样子 我无奈地苦等着 仿佛过去了三五年的时间 又仿佛过去了数十年时间 这场无尽的沉睡 似乎要等到天荒地老 沧海桑田 方才能够苏醒一半 逐渐的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 沉睡了多久 似乎百年 又似乎三五百年 直至我心中所念所想 甚至是每一个念头 都无力在提起 忽然间 我只觉得一抹清晰的念头 游远即近 浩浩荡荡地 过于体内 不多是 手脚仿佛能够动弹分好 而心神的苏醒 更是让我发觉 竟再一次 获得了自主权 莫名的那一世一眼 只接我全身的骨骼 仅如白玉一般的通透无响 而我的七心八脉 亦是焕然一心 丹田之中的气色圆中 更是变得凝实了一般 其中所蕴含的浩瀚真气 亦是与我整个人 融为一体 无二无别 缓缓地睁开双眼 只觉一道白光闪现 强烈的光线 照射得我无法睁开双眼 片刻后 我勉强能够适应下来 便再次睁开了眼睛 四周仿佛改换了一片天地 那些原本重重叠叠 山环水绕的白色雾气 此刻竟然变得清晰无比 更是如同透明一般 我略微皱着眉头 便是能够一眼洞穿 这第九层地界里的 所有击脚嘎郎 所有的障碍 仿佛都在一瞬间 荡然无存 惊喜之余 我起身掐出剑指 略以赶之 方才发现 画工的境界 竟是已经连续突破到 第七重 一缕纯阳剑气 乃是如同一条金色小龙 不断地缠绕在直剑之上 随手一挥 但见金光乍现 纯阳剑气眨眼间 便是没入数百丈之外的 山腹之中 紧跟着 便是一道梦想传出 整座山峰 倾可间 便是化为一团灰金 我睁睁地收回手指 一脸不可思议地张张嘴 哇 纯阳剑气的威灵之力 居然恐怖到这等地步了 尽管我已经收回了剑气 却是在一刹那间 感知到了 九龙玉佩之中的龙脉之气 正蜷缩起来瑟瑟发抖 那些曾匹尼万端的真龙之气 那些曾经让我自残行贿 无法驾驭的真龙气们 如今竟是彻底地在我面前臣服了 直到此刻 我方才真正地拥有这些龙脉之气 才能够真正地降服他们 可喜可贺呀 忽然间 新海之上乃是再度传出了 太祖老龙的苍老之音 千年的功力 被尼化为己用 且能够在瞬息之间突破人先巅峰之境 只差一步 便可登堂入室 进入地先境界 那滋味龙脉 自以为修出了自主之体 能够化成人形 妄图开启灵智 但最终还是为你做了嫁衣 辛苦那么许久 又是何必呢 倒不如老朽 压根没想过要独立于本体之外 所以 也就没有什么千年乃至万年的功力被同化 更是没什么过多的担忧啊 我苦笑着羊羊头 随口打趣道 您老人家居然还在 而且晚辈既然晋升到了人心巅峰之境 却还是没能瞒得住您老人家的感知 看来 您老人家若是修炼起来 恐怕要远在晚辈之上啊 老朽啊 只不过是一道活了许久许久的龙脉之气而已 虽有些贬值古今的异能 却是不足道在 至于活得实在太久 故自然而然地开了几分灵制 如此而已 你小子可不要随便打老朽的主意 老朽可不想莫名其妙地化为乌有 太祖老龙急忙向我解释起来 您老人家放心就是了 对于晚辈 您老人家可谓是帮了天大的忙 先是在晚辈七岁的年 透过您老人家的龙气滋养了这条惨病 让晚辈能够侥幸活下来 而后 幼稚晚辈得到第一条真龙气买 如此等等恩惠 并非三言两语便可说尽 晚辈虽然需要九龙脉 成就九五至尊阁 但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更不会对您老人家不利 我笑了笑再次道 如若晚辈能够顺利地 集齐九龙脉 成就九五至尊阁 一旦串改了命局 便自会放九龙脉回归大地 自然也能够回到最初的所在之地 哦 呃 这真的啊 太祖老龙乃是发出了一道不可思议的反问 当然 晚辈所言句句属实 绝无妄言半个字 九龙脉皆是有着生生不息之功效 晚辈用罢 却不至于让九龙脉彻底枯竭 所以 天下之宝哪有穷尽之力啊 我再次向太祖老龙安慰道 太祖老龙 开怀一笑 呵呵呵 你小子 果然不同凡相 现在看来 你能够精进至人心之尽 乃至以后的更高境界 你也不足为奇 你小子当真是前途无量 既然你老人家欣然接受 那晚辈 自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这便是你我之间的一个约定 晚辈 谨守诺言 终生不悔 我再次郑重地向太祖老龙承诺道 好 很好 你小子若是真能够信守承诺 老朽便也助你一臂之力 大日 若有需要老朽出力的地方 只需将老朽唤醒即可 老朽定是 择无旁贷 太祖老龙 更是郑重极势地向我回道 商定之后 我不禁向四周扫了一眼 深深叹了一口气道 哎 确实不知晚辈在此地 昏睡了多久 回想起来 好像是很久很久啊 久的都已经无法计算时间 如若真的沧海桑田 只怕外界 顶然改变模样了吧 不久不久后 你小子不过昏睡了三个时辰而已 什么 只有三个时辰 哎 可 可晚辈怎么觉得 要知道 那滋味龙脉妄图修成不朽真身 故而提前开了灵振 并修炼了千余年 而你继承他的所有修为 这份沉甸甸的厚礼 你总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呀 太祖老龙略微感慨道 不过此地毕竟不同于别的地方 乃是得天独厚的修炼之地 你在狮子洞第九层地界 昏睡一个时辰 便相当于在世俗界 昏睡百年之久 三个时辰 便如同昏睡了三百年 只有如此 才能够彻底将的紫尾龙脉的修为 尽数炼化 三个时辰 便享用了千年道好 这是何等的奇遇 又是何等的造化呀 如今的你呀 可谓是脱胎换骨 再也不是凡夫俗子 人先巅峰之境 可谓是板仙之体呀 三个时辰 抵长了三百年之脚 这笔账 当真是大大占了便宜 想到此 我不禁难言一谋笑容 如今晚辈 已经集齐七道龙脉之气 仅剩下两道龙脊 便可大功告成 接下来 晚辈似乎也该回到世俗界 继续寻找龙脉了 我背负双手 脚下一动 瞬间出现在远处的 一座山峰之上 清风部 似乎已经到达了最高境界 可瞬息百丈之远 尽管还做不到瞬息千里 可如今的境界 已然足够我 手用一段时间了 一旦我的修为再度提升 或许清风部的境界 便可再次发生 翻天覆地的改变 想到此 我微微定神 纵身向着通道入口 原路折回 第八层地界 当我缓步走出通道入口 只见不远处的对岸之上 那研究 正满脸怒容地 等候在那 见到我 当即站起身 抄起手中的火焰长枪 便是一声怒吓 小子 你终于还是回来了 写如今 你想一步一步地回到上面去 却是再也不能了 好 为什么 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淡淡地笑道 大舅之法 脚下一动 我瞬间出现在研究面前 未等研究再次挥起火焰成枪 我顺势掐出箭直 乃是凌空轻飘飘地一滑 便是将其成枪一分为二 消成了两段 看着火焰成枪 就这么断裂了 研究彻底傻眼了 吉儿 他上下打亮我一眼 你连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 你 你已然脱胎换骨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明明才进入第九层底界 不过几个时辰而已 这 怎么就 天地之间的事情 本来就难说得清 如今 更是无法说得清楚 我收回手 淡淡笑道 你是否还要阻拦我的去路 蒸蒸看了我半天 研究 气得直跺脚 转身就走 哼 罢了罢了 和你再打下去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走吧 看着研究 逐渐远去的背影 我不禁苦笑着摇头 竟而身形一闪 便是向通道入口 冲了过去 一路回到狮子洞 出口出 我闪身走了出去 再次回到原本的地面之上 似乎方才有了一种 脚踏实地的感觉 先前的九层天穷的一幕幕 皆仿佛是梦幻一场 但我确实 能够在其中 获得一份不错的机缘 倒也是不枉此行 方言望去 竟是不见南宫世家的车架 前来接我回去 而南宫墨也不知所踪 他声称 先回到南宫世家 不日便在此等候 为什么迟迟未至呢 难不成要我徒步走回去 不过我如今已经能够顺息百丈 似乎也仅需要几个时辰 便可以回到南宫世家 但南宫世家 又不能提前料定 我如今能够做的这些 或许 南宫世家出了什么意外了 也或许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 否则南宫墨 不会这般的势力 想到此 我不要轻叹一声 既然现如今省了车架 我倒也只好就这么回去了 脚下一动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十字洞外 数个时辰后 我缓步回到南宫世家大门前 当即上前扣了扣门 何人到此 房门紧跟着传来了一道问话 我客气地回到 在下沉寂生 瞬间 南宫世家大门便被人用力地打开 开门的居然正是南宫墨 见了我 南宫墨一点不可思议地张张嘴 惊叹道 啊 陈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按照家主的推测 陈先生即便再怎么顺利 至少也应该在三日后才能够跪来 故儿并未这么着急 安排车架前去迎候 怎料 陈先生居然就 对了 这数百里之遥 陈先生怎么回来的 不必如此客气 只因那狮子洞 并不像大家所传的那般恐怖 而里面的妖邪鬼魅 多少也能够听得几分道理 更是恰巧的 蔡下就喜欢讲道理 这一来二去 倒是顺利了一些啊 其中的艰难险阻 自是无法一言比之 但如今我已经回来了 但也没有刻意地 将那狮子洞妖魔化 陈先生要在逗笑啊 不过既然陈先生已经回来了 倒是天大的好事 我这就去禀告家主 对了 小少爷刚出点意外 家主正在想方设法的医治 恐怕要先请陈先生 到内院暂歇一下 说着 南宫末忙恭敬地邀请我进门 我愣了愣 追问道 哦 小少爷 南宫王臣 对 这是王臣小少爷 小少爷乃是陈先生的弟子 曾拜陈先生为师来着 你看我这迹象 居然把这事儿可以忘了 南宫末一脸不好意思地 抓着后脑勺 苦笑回道 王臣现在在什么地方 快带我去 无论如何 南宫王臣 都是向我磕头拜过师的入门弟子 尽管我未曾传授给他任何修炼功法 但毕竟有师徒名分 如今 王臣有难 我这个做师父的 怎能置之不理呢 在南宫末的引领下 我很快来到了一处 十分雅致的偏院之中 卧室外 许多下人正端着各种汤药侍奉着 而卧室内 南宫赫夫妇正守在病床前 见到我 南宫夫人忙迎上来 关切地询问道 如愿异常 我简短地回答几个字 便更加关切地询问道 南宫夫人 王臣现在怎么样了 他怎么会突然倒在床上了 此时 南宫赫亦是站起身 先是打量我一番 竟而微微点头道 金生啊 你如今周身起息 已是大大不同以往啊 看来狮子洞一行 顶然有着奇遇 不过 你这个苦命的小徒弟 可就难说了 王臣啊 也不知道在哪里 沾染妖邪之气 尽时让妖邪之气 侵入体内置身 昏迷两间两夜了 仍然没有苏醒过来 南宫赫倒是一语双关 先是恭贺了我 而后也不忘 把这个便宜小徒弟 跟我牢牢地绑在一起 不过我既然认下了南宫王臣 便不会更改初心 南宫赫倒是有些启人忧天了 来到床前 我开口询问道 哎 南宫世家乃是世外新宗 更是四大家族之一 而南宫王臣又是天之骄子 怎么会莫名地沾染妖邪之气呢 南宫家主可有什么头绪 暂时啊 很没有 小儿近来一直在太上学殿 休息当法 授业恩师 也正是太上学殿的重选导人 按理说 不应该有什么不妥之处啊 可就在前两天 小儿听说晋升你 来到南宫世家 便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哎 怎料着一回到家 便成这个样子了 南宫赫紧皱眉头 深深叹了一口气 重选导人问过小儿的学伴 说是曾和小儿结伴前往过 七色湖游玩 为此 老朱已经将七色湖之中的 七色水母猪灭 死为唯一的邪髓 如今邪髓已除 可小儿仍旧未能苏醒 而体内的妖邪之气 也未有消散分号 这非常奇怪啊 南宫夫人说着此话 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虽然老朽所修习的功法 勉强达到公餐造化之境 但并未至纯阳禁地 如果实在不行 也只好请求海外先导之上 那些修炼纯阳道法的先人 前来打求小儿 因为只有用纯阳功法 才能将小儿体内的妖邪之气 彻底逼出来 南宫赫一脸苦涩地向我道 哦 纯阳之气吗 我扭头想想 旋即点头道 不必那么麻烦 既然如此 倒是可以让我试试 说着 我顺势将南宫王臣搀扶起来 在搀扶的过程中 一旁的一个陌生小少年 一时出手帮忙 我扭头 看了这少年一眼 不禁随口问道 哎 这位是 啊 他那是王臣的学伴 魏子苏 曾是重旋道人 自海外仙岛捡回的一个孩子 这次和王臣一起回来 倒是遇到了这种事情 也耽搁了几天学业呢 南宫贺随口向我介绍道 紫苏见过陈仙长 魏子苏连忙恭敬地 向我行了一礼 我微微挑挑省眉头 在无人指引的状况下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少年 居然能够如此彬彬有礼 果然是不一般 但大舅南宫王臣要紧 我倒是没有过多耽搁 随即回掌 拍向南宫王臣的后背 紧声且慢 南宫贺急忙开口阻止道 倒不是质疑你大舅王臣之心 而是 是王臣的体质 有别于世俗且的人 而他体内的要挟之气 也是极其霸道 尽管你体内有淳扬之气 但你的修为若是不济 恐怕非但不能大舅王臣 反而会耗光你的修为啊 南宫家主不必担忧 王臣现在急需救治 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我自然是明白南宫贺的担忧 简单地说 他的确是看不上我这点修为 但这个时候 我倒也不能拖大 毕竟南宫王臣 乃是我目前唯一的弟子 心念一动 丹田之内的先天真气 瞬间涌现而出 与此同时 我瞬间收掌 掐出了箭指 用力点向南宫王臣的三观大学 精纯而又浩瀚的纯阳之气 顺指尖源源不断地涌入 南宫王臣体内 刹那间 随着纯阳之气的涌入 我的心念倒是与南宫王臣的心念 相互感知在一处 师父 王臣无用 竟是让您耗费纯阳之气 来搭救徒儿 王臣 守住心神 且我乱了方寸 我也是正在为你 取出体内要挟之 不对 王臣 你体内所中的 并非是要挟之气 更像 像是魔器 我眉头一皱 心念顿时 自南宫王臣的体内 抽离而出 而与此同时 指尖之上的纯阳之气 轰然打入其体内 刹时间 只见南宫王臣的蹊跷之内 缓缓地 便冒出了一缕缕黑色的魔器来 南宫家主 陈先生虽然修为不低 但他毕竟是世俗界的人 让一个世俗界的人 为王臣治病 岂不显得我们世外之地的人 太过无能了吗 再说 能不能搭救王臣 也还不一定 再遮损了 陈先生的修为 更是不值 不如 让陈先生停下来吧 就在此刻 一旁站着的魏子苏 向着南宫赫 急急 开口说道 南宫赫在听到魏子苏的话之后 不禁有些为难地向我说道 那倒也是 静少 实在不行 不如 我并未理睬南宫赫的话语 掌力轰然甲重 一股股纯阳之气 乃是源源不断地 注入南宫王臣的体内 随着一缕缕黑色魔气的逼出 南宫王臣的气色 似乎正在不断地转变过来 看到这里 我眉头一皱 再度灌入一道 纯阳之气 乃是瞬间 探入南宫王臣的丹田之中 这件南宫王臣的丹田 已然被魔气击溃 原本所修炼的真气 已是荡然无存 不得不说 这魔气倒是真的厉害 居然能够毁掉一个人的修炼根基 想到此 我历时将一道的纯阳之气 包裹在南宫王臣的丹田之外 并以神念之力 引导南宫王臣体内的残余真气 逐渐地稳固在其中 直至南宫王臣的丹田 再度恢复如初 而溃散的修炼根基 亦是再度运转起来 此刻 我瞬间抽离神念 且缓缓地收回剑制 待我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乃是顺势将南宫王臣 搀扶着躺下 点头说道 他已经歪了 南宫家主 尽可放心就是 南宫鹤一脸激动地向我笑道 哎呀 锦生啊 没想到你的行为 竟到了如此高深莫测 愿以为你无法支撑到最后 可 可你居然支撑了这么虚脚 而且 紧紧显露出了一抹疲累之色 想来 你在狮子洞的奇遇 实在是不凡呢 锦生 多谢你了 多谢你大舅小儿 脱离危难 南宫夫人更是感激涕铃地向我道谢 我随口向南宫夫人回道 哎 夫人 不必如此 王臣乃是我的入室弟子 大舅于他 更是我的责任 而此时 站在一旁的魏子苏 则是神色极不自然地向后退去 却是被我瞬间扭头盯上 冷笑着开口说道 这位小仙友 异于何为啊 魏子苏尴尬地笑了笑回道 啊 我见王臣引人好转 那这里似乎就没有我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 我想回到太上学殿去 是吗 但恐怕 你回不去了 我眉头一皱 沉声回了一句 刹那间 就在魏子苏 转身逃顿之际 我力时挥掌 向魏子苏打了过去 而魏子苏情急之下 则是一掌退之 双掌相合 一处击分 我掌心 瞬间闪耀出了一抹 金光夺目的纯阳掌力 而魏子苏的掌心 则是悄然闪现出了一抹 漆黑如墨的 邪魔之气来 脚下未动 我依旧稳如泰山的站在原地 而官魏子苏 则是亮枪着 暴退了五六步之远 砍砍 退出了南宫王臣的卧室 看到这一幕 似乎不用多说了 已然是能够说明一切 南宫鹤面色一争 随即也是勃然大怒道 啊 好你个魏子苏 小小年纪 居然偷学邪魔外道之法 而且还抑郁侵害老小的幼子 近日若非近身识破了你的伎俩 恐怕便是要让你得逞了 哪命来 南宫家主 饶命啊 魏子苏连连祈求饶命 却是扭头就跑 可还未走出正门 只见南宫鹤凌空回袖 一道紫色霞光闪电般的横船而过 不偏不倚地 穿透魏子苏的前行后背 紧这一击 便要了魏子苏的性命 我微微眯起了双眼 不禁暗暗感叹道 南宫家主的修为 当真是恐怖至极 至少 他的修为不在我之下 不过细想之下 倒也能够理解 无论如何 南宫鹤所领导的南宫世家 乃是世外之地 四大修真世家之一 其修为自是公餐造化 莫测高深呢 南宫鹤冷声怒喝道 哼 太上徐殿出了这么个败类 重宣道人难辞其咎 南宫鹤 你速去太上徐殿 将此事告知 重宣道人 让他细细探查 无必要将邪魔之气的源头查到 往真这次 矫心保住的性命 绝不能再有第二次意外 是 南宫墨当即 弓箭地应证一声 转身便走了出去 既然是南宫世家的家世 而此事 有关系到世外之地的诸多政绩 我身为世俗界的人 自是不方便过问太多 相信 以南宫鹤之盛望为名 想要调查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似乎 也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而我只需要保证 南宫王臣 不会再有性命之威 便足矣 我站起身来 又微笑着向南宫夫人安慰道 夫人方欢心 王臣呢 只需要一两个时辰 便能够醒过来 届时 让她到我房中一探 嗯 金生 你辛苦了 好好歇息才是 南宫夫人一番寒暄之后 便也送我走出了房门 而房门外 南宫鹤 则是做了一个邀请的首饰 示意我 前往别处说话 青海阁内 南宫鹤先是命人 奉上清茶一杯 继而 背负双手 愁眉不展地探导 邪魔之气入体 恐怕修炼根基 势必要被尽数回去了 老朽准备 让王臣闭关三个月 并以密法 主旗重铸根基 金生 你是王臣的寿业师尊 不知你意想如何 我微笑着解释道 南宫家主 不必如此多虑 王臣的修炼根基 我已经在疗伤的过程中 帮他修复完成了 他的丹铁 已经能够重聚真气 只是目前较为虚弱 但恢复修为的事情 便不是太过困难了 相信 以南宫世家的 灵丹妙药之力 足以在短时间内 帮他重新回到修炼殿崩 这些事想没想到 都被你料到了 而且你居然能够 在驱除邪魔之气时 助他重铸根基 金生啊 你当真是不可思议啊 南宫赫满脸惊讶地说完 再次向我深深地 打量了一眼 这次 我明显感知到 他的神念之力 正不断地游走 在我的全身上下 似乎在探知 我的修炼程度 但我体内的护体真气 却是轻而易举地 将其神念之力 屏蔽开去 无论他如何探知 都无法深入究竟 没想到啊 老小一不能探知 你的修为 已到何种地步 金生啊 你的修炼天赋 实在是更无未有 可谓是天手一人哪 南宫赫惊讶之余 忽然是狼笑起来 老朽庆幸 初次见你时 便觉得你 日后定然是不同凡响 故而禀王臣拜你为师 如今看来 这倒是老夫 做得最为精明的决定啊 南宫家主抬举了 在下修到热情 前面的路还有很长的 此次恐怕也不能久留了 对于王臣的授业 想来又要一拖再拖了呀 我苦笑着摇里摇头 向南宫赫无奈回道 南宫赫微笑开几道 哎 无妨无妨 老朽深知 世俗界有着诸多的要事 等你处理啊 为王臣受益 可再等上数年也无妨 只是 你们师徒缘分既然早定 便不愁日后重举之事 况且 王臣尚年幼 还需要在太上学殿 继续修习基础才是啊 此时 天海阁外 一名年轻的仆人 恭敬地禀告道 禀告家主 小少爷已经苏醒了 请求拜见他的师尊 陈县长呢 哦 这么快就醒过来了 很好 那你就让他 直接来天海阁便是 南宫赫笑着回道 又扭转头向我道 你们试图续旧 我这个做父亲的 倒是成了一个多余之人 此地啊 便留给你们师徒判谈 老小先去太上学殿 调查邪魔之气一事 我随即回道 那南宫家主请自便 目送着南宫赫离去 不多时 便看见南宫王臣 一脸激动地来到了天海阁 见到我 当即跪一下叩手道 弟子拜见师尊 师尊别来无恙 嗯 当日一别 也是数年之久 如今的你啊 又长高了不少 我微笑着将他搀扶起来 为谁安好 此次只想和你简短一须 便要离开这世外之地了 回到世俗界当中去啊 啊 师尊这么快就要走吗 南宫王臣一脸拨舍地向我问道 弟子尚未在师尊膝下尽孝 没想到师尊又要匆匆离去了 弟子实在不舍呀 哎 元举元散 本就是忽然而已 而你我的师徒之缘 也并非一周一息 便可严急俱散 为时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 他日势必 自会前来 掩查你的血液 我淡淡笑道 弟子这次 若非遇到师尊大舅 恐怕这条命便 真是没想到 与弟子朝夕相伴的学伴 魏子苏 居然偷学了邪魔功法 尽管南宫王臣 仅是一个少年 但其性格沉稳 臣服早成 却是远比许多大人更为耻重 无论如何 你始终是有惊无险 接下来 你的道业 自是不能因此而受的影响 务必要更加刻苦修习 太上道法才是啊 说到此 我顺势拿出了一本 《亲近经》 递到南宫王臣手中 并说道 此为修仙炼道之根基 而一切尚成仙法 譬如诸多的公参造化之书 皆离不开最为基础的 道法奥义 所谓 人能长清静 天地 西皆归 王臣 你要切记才是啊 嗯 师尊教诲 王臣谨记于心 南宫王臣宝贝似的 将那经书收了起来 虽然这本经书 在世外之地 并不算稀奇 甚至可以说是 最为基础的经典 但世上无论多么高深的奥义 似乎都依据于 最为浅显的道理上面 这一点 倒是我在进入全新境界之后 所领悟出来的精髓所在 传授道书于南宫王臣 随后又是一番嘱托 我便就此离开了南宫世家 所谓仙山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尽管没那么夸张 不过当我回到世俗界 世俗界也已经过去了 三年多时间 算起来 我在世外之地 也不过待了一个月左右 外面居然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世俗界 没有世外之地 那般浓郁的灵气滋养 有的只是稀薄的天地元气 但如今的我 以人不再需要天心境的置眼 便能够轻易地探查到 下一条龙脉的所在 或许是因为得到了 子伪龙脉的千年修为导致 我如今对于龙脉之气的感知 更为清晰 仿佛天下间的大小龙脉 已与我遥相感知 我能够感知到它们的存在 它们似乎也能够知晓 我的存在 一个月后的紫夜时分 我独行于 麒麟山脉之中的冷龙岭 麒麟山 乃是身处大西北的荒原地带 而冷龙岭附近卧夜千里 竟是一片荒凉之地 能够找到的村落 可谓是微乎其微 但在这一带 却是永远不缺少一个传说 那就是神鬼之说 传闻冷龙岭一带 进出汉鬼 所谓汉鬼 乃是凶神恶煞一般的存在 或许是因为人气稀薄 而鬼气旺盛 所以让那些鬼怪之物 甚为猖獗 故而这一带 多有一些猎鬼艺人存在 它们风餐露宿 隐形数百里 有时为了捕猎一只汉鬼 可十数天不眠不休 世人称之为怪诞之流 更多的人 这尊称其为 荒原猎鬼人 这些猎鬼人所用艺术 乃是五花八门 但究其根本 似乎有同出一元 而在冷龙岭一带 较为出名的猎鬼人 至少有三家 一为冷龙岭七冠 传说他们是七个亲兄弟 因为早年父母 竟被汉鬼所害 故而发誓 以猎鬼为生 其兄弟各个凶猛至极 比其汉鬼 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盛名逐渐传播开去 倒是受到不少人的推崇 其二为夜行一族 传说这是一个神秘的 猎鬼人家族 白天永远看不见 他们的踪影 一旦到了夜深人静之时 必有夜行一族的身影 穿梭于阴阳两界之间 猎杀诸多汉鬼 三为寻葬人 传说这是一个 以寻找宝藏为生的 艺人组织 多是一些身怀艺术之人 组合在一起 四处寻找宝藏 而他们所修习的秘法 对于汉鬼 亦是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故而寻葬人 比起前面两家 更为诡异莫测 其所修习的秘法 亦是一正一邪的存在 虽然猎鬼人远不止这些 但其余各类 倒是大大的不如前三家 当然 亦是有着一些隐世高人 常独行于山野之间 于夜深人静之时 默默地庇佑着一方平安 一棵参天古树之上 我仰躺在树干一侧 一边吃着干粮 一边环顾四周 这两日倒是有着不少身着 其中一服的艺人 穿行在四中 而他们的目的似乎都是一个 虽然对于他们要去的地方 多多少少还是有着一些好奇心 但我倒是有着自己的目的地 那便是麒莲山山腹之中 有着我要寻找的下一条龙脉 白色深龙 只是寻没了这么多天 仍旧无法探知 进入秦莲山山腹的入口所在 正着我百无聊赖之际 忽然感知到不远处的山丘上 一道矮小的身影 正以极快的速度穿行 而此人的目的 似乎便正是我所在的这棵巨树 略作感知之下 我不由得提起了几分兴趣 此人居然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郎 这么小的年纪 居然就吸得了猎鬼之树 而且竟能够夜行于荒原之上 实在是奇哉怪哉 当那少年的身影逐渐靠近此地 我瞬间收敛感知力 佯装不知地睡了下来 不多时 少年身法矫健地来到了树上 但在距离我仗鱼之处停了下来 用略显生死的话语向我说道 哎 怪人 你也是前往骑邪洞的猎鬼人吗 怪人 在下何时成为了你这个少年口中的怪人呢 我愣了愣苦笑着反问道 我姐姐说呢 在此地 方圆十里内 并无一丝鬼蟹之情 而且 就连那些藏于地下的毒物都不敢露面 我姐姐说 这里肯定住着一个高人 而这方圆十里内 就只有你一个人 那你肯定就是我姐姐所说的高人了 但是我姐姐又说你是个怪人 所以我就这么称呼你了 这少年倒是十分坦诚地向我解释一番 我再次笑道 在下只是一个修道指 并不是什么怪人 哎 你姐姐是什么人呢 她为何要说在下是怪人呢 嗯 我姐姐手中的水月天珠 可探知一切修行人的修为高低 可唯独不能探知你的修为深浅 有此我姐姐十分地懊恼 说你是个怪人 少年似乎很是卖力地想了想 方才认真地回答道 哦 水月天珠 我不又愣了了 没想到这种荒陵之地 居然还有此等宝物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姐姐又是什么人呢 我呀 叫叶小天 我姐姐叫叶灵儿 我们是叶星异族的后人 哎 听大哥的口音 不像是这一代的人呢 不知是否听说过 我们叶星异族啊 叶小天虽然这么问 但从他骄傲的口气当中 似乎料定 我应该听说过 他们叶星异族的大名 至少 他对于他们叶星异族 有着绝对的骄傲 哦 叶星异族 嗯 倒是听说过 我随口回了一句 哦 哎 那然后呢 叶小天似乎 很期待地追问道 我不又愣了 啊 然后什么呀 你当真是个怪人 若是旁人听到 我们叶星异族大名 且不说 伏地叩拜吧 至少也应该是 恭维两句 你居然就这么 轻飘飘的一句 就把我打发了 哼 我真是欢迎 你是否清楚我们叶星异族 在外面流传的名声啊 叶小天似乎有些沮丧地 嘟囔了几句 最终 兴兴地不再说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哎 你们叶星异族大名 在下自是听说过 哎呀 可谓是如雷贯耳 其实你们 猎鬼人三大家的名声 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工位了 毕竟你们猎鬼驱邪 熟义方的美谈 早已流传得盛广了 又何必在意我这个 山野道人的几句夸赞呢 我淡笑回道 但是能够 从大哥哥口中听到夸赞 似乎要比许多人的夸赞 更让我开心 叶小天开心地一笑 哎对了 大哥哥你怎么称呼啊 啊 我叫李毅 毛山派传人 我随口回道 哦 原来大哥哥是毛山派的传人哪 嗯 虽然我们这一带距离毛山很远 但对于毛山派传人 降妖伏魔的事情 却是听说过很多的 而且 听我姐姐说过 毛山派的道术冠军天下 请凌冽霸霸道之防 那可谓是百家之场 叶小天似乎 把能够想到的词汇 尽数地都说了出来 最终不禁又问道 哎 那大哥哥你 也是要去 骑鞋洞吗 骑鞋洞啊 乃是位于阴阳良界的地方 其中藏着不少的 要挟鬼魅 而且 天下间的骑鞋洞 虽然很多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紧得去 更不是进得去 便能够全身而退的呀 我随口向他解释道 你年纪轻轻 虽然身怀异数 但对于骑鞋洞 还是要小心一些才是 要想当初 我和婉鱼相遇的时候 便是遇到过骑鞋洞 虽然这里也有骑鞋洞 可此非彼 这么多年过去 哎呀 也不知道婉鱼现在怎么样了 我必须要尽快地 集齐九龙脉 也好早些 与婉鱼团聚 粗略地算下来 我和婉鱼分别 至少有 哎呀 八年的时间了呀 叶小天此时 恶人地追问道 大哥哥 我都还是第一次 听说骑鞋洞 你怎么对骑鞋洞 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难道你在别处 也遇到过骑鞋洞 被叶小天这么一打岔 倒是把我从遥远的回忆中 又给拉了回来 我扭过头来 向着树叶下面的 叶小天看了一眼 淡然笑道 嗯 了解一样 但也不是很多 哎对了 你们去骑鞋洞做什么呀 难道外界的汉鬼 还不够你们猎杀的啊 哎 听我姐姐说 附近的骑鞋洞中啊 出现了一只 红毛汉鬼 这只红毛汉鬼 非常的凶残 时常出没害人 这次啊 有不少猎鬼人 都赶往骑鞋洞了 准备啊 合理猎杀 叶小天 一脸认真地向我解释道 哎 对了 邓哥哥 你学会这么高 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呢 呃 有你们这么多的猎鬼人钱吧 对付一只红毛汉鬼 想必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至于在下嘛 还有其他要事 不便与你们通行了 我想了想 婉言拒绝了叶小天 小天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 还没有和我碰面 忽然 只听到剧目之下 传了一个年轻女子的质问之声 叶小天连忙回了一句 哦 姐姐 我在和他哥哥说话呢 可惜了 大哥哥他不想去西斜洞 文言我当即明白过了 原来是叶小天的姐姐叶灵儿 此女倒是放心呢 让这么年幼的弟弟一个人 独自叶行于外面 也或许是他们叶行异族的 独特生存之法吧 小天不可无礼 这个人的修为其高 倘若他对你不利 恐怕你的小命早就没有了 叶灵儿急忙训斥了 叶小天一声 紧接着又向我道 打扰了阁下的清静 是我们不对 还请阁下海涵 小女是叶行异族的后人 叶灵儿 与完地叶小天相依为命 以猎鬼为生 此次我们姐弟俩 受到猎鬼人的感召 前往骑鞋洞会合 一起对付红毛汉鬼 阁下如无心前往 我们这就离开 说完 叶灵儿瞬间甩出了一条鞭子 虽是在昏暗的夜色之下 却是未能瞒住我的双眼 我随即扫了眼下去 只见那条鞭子是九节鞭 眉睫之上 紧接雕刻着古朴 而又神秘的符文 似乎这正是 猎鬼人专用的法器之一 虽然看起来怪异 但也算是灵巧好用之物 那九节鞭 迅捷如风 刹那间便缠绕在叶小天的脚腕上 礼时将他给拽了下去 叶小天一声痛叫 重重地摔到地上 但痛叫过后 居然神色如常地站起身来 身上意识没有半点伤痕 不得不说 这姐弟俩 倒不愧是身怀艺术之人 我转念一想 当即另有了一番计较 哎 灵儿姑娘 倘若在下不去骑鞋洞 恐怕真的就成了你口中所说的 怪人了呀 说吧 我也纵身 跳下了剧目 眼前乃是一个年约二十出头的妙龄女子 身着黑色衣服 面容白皙 样貌俊巧 不过 在她的眉宇之间 倒是不发一抹凌冽之气 不愧为夜行异族的后人呢 从她的身上 不能看出那一抹猎鬼人的霸道气息来 所谓霸道气息 乃是特指猎鬼人的一些特征 能够长行渔业 且与汉鬼成为死敌 且不说猎鬼手段有多少 至少一身的果敢霸道之气 乃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一点说 想要猎鬼 便要是有着比鬼邪更为刚猛之气 否则根本无法震慑鬼邪 反倒会被鬼邪所牵制 仅仅是在表面上 便已经是输了一劫 而能够成为猎鬼人 魁首三家之一 夜灵二的身上 便是不缺少这种勇敢 和一往无前的劲头 而站在夜灵二身边的夜小天 乃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年了 但他的皮肤有黑 身材壮硕 俨然已经磨练成了一个 顶天立地的小男子汉 见到了我后 夜灵二倒是不识礼数地说道 先前若是有冒犯之意 灵二这里向阁下致歉 还请阁下多多海涵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当下红毛汉鬼 为祸一方 每一个身怀艺术之人 皆有除鬼荡邀之责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那些本就稀少的百姓 能够安享太平 我抱拳一离 刚才小天已经介绍过了 在下知道你叫夜灵二 乃是夜清义族的后人 在下离 毛山派传人 说到这儿 我苦笑一声 接着诱导 并非是在下 不愿和你们 移到对付那红毛汉鬼 实在是另有要事要办 不过现在想来 在下突然改变主意了 或许你们这些猎鬼人 能够帮我提供一些线索 如果真能够这样 倒也是一场远方 哦 不知李义兄有什么地方 是我们这些猎鬼人 能够帮得上忙的 我们西北儿女 向来讲究一个意思 如若能够帮得上忙 定然责无旁贷 李义兄但说无法 没想到 夜灵二倒也是女中豪杰 说话如此爽快 我眼前一亮 微笑着说道 在下听说 麒麟山脉之中 暗藏乾坤圣经 想一度风采 但找遍了这么多天 仍旧没有找到 进入山腹的入口所在 无奈之下 只好在此地徘徊不定了 原来李义兄要找的 是入山的通道所在 这倒真是一个大难题 且不说李义兄不知道 就连我们常住在此地的人 也没有什么线索 但李义兄不必过于忧虑 此次前往旗邪洞的 猎鬼人有那么多 相信定然有着 见识广播之人 说不定能够探知一些线索 也未可知 叶灵儿先生忍不住的一笑 继而一脸认真地向我解释道 啊 既如此 那在下就陪你们 前往骑邪洞走上一遭 其实能够在此地 解释你们姐弟二人 也是在下的荣幸 我微笑着点头道 叶小天开心地笑道 哎 姐姐 我就说大哥哥是个好人 并不是什么怪人嘛 你看 大哥哥这么热心肠 我这次啊 没结识错吧 嗯 倒是我见识狭隘了 弟弟 这次是你对 叶灵儿微笑着点头 行了一段路后 叶灵儿不禁又向我问道 李义兄 你如此先听信步的前行 着实太慢了一些 不如我们姐弟二人先行一步 就在前面骑邪洞的入口处 等你如何 哦 我愣了愣 随即笑着点头道 也好 也好 听到了我的话 叶灵儿盲向叶小天 示意了一眼 姐弟二人瞬间训斥而行 身法之快 快如驯风一般 我静静看着他们 姐弟二人的身影 越来越远 随即脚下也是一动 瞬间便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 已然是在百丈之外 接着便又一次消失 片刻后 我如跃来到了 骑邪洞的入口处 方言望去 此地果然是诡气森森 而通道内 似乎有生人气息 看了的确有这一些人 已经提前来到了 不多时 叶灵儿姐弟二人 急匆匆地也赶了过来 一看见我 叶灵儿一脸不可置信地 瞪到了双眼 她眨了张嘴说道 立兄 没想到你 没想到你居然快我们一步 已然赶了过来 但见姐弟二人气喘吁吁的模样 我不禁微笑着打趣道 其实我也是刚到的 比你们快不了多少 对了 这骑邪洞之中 似乎已经有人来了 我们且进去看看吧 说着 我转回身来 一脸认真的 向通道内部扫射了一眼 略作感知 我不免探查到 其中至少有三拨人 第一拨乃是三个人 第二拨是两个人 第三拨又是三个人 他们各自站成一对 似乎相互之间 还有所提防 仅凭气息而断 他们也绝非是同其连之 七怪中的陆信天 王三道 李修吴三人 我倒是知道 他们已经提前来了 而其他四位还在别处猎杀汉鬼 并未及时赶到 至于其他人 我就不知道了 叶灵儿 秀眉微醋 一脸认真的向我道 我并没有再说什么 和他们姐弟二人一道 缓步地走进通道之中 不多时 只见通道尽头 赫然是一个巨大的洞窟入口 而入口处 正站着几个人 其中八个人 倒是如我先前探查的那般 乃是三拨人 叶灵儿率先指着右边三人道 李兄 他们正是我先前所说的七怪之三 陆信天 李修吴 王三道 你们来了多久了 原来是灵儿和小天啊 你们也来了 被称作为陆信天的 秃顶中年男人 免得微笑向叶灵儿回道 你们夜心一族 想来早人一步 如今 怎么姗姗来迟 李修吴 亦是淡淡地笑道 王三道 歪着嘴嘟囔一声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我们来这么早 还不是毫无见识啊 连红毛汉鬼的毛发 都没见到一根 也只是在这里苦等啊 他似是自嘲 又似是在打去 你们七怪 和夜心一族的人 都来了 看来这次 也没有我们陆地天师 一脉什么事了 站在左边的三个人中 有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 小老头 微笑着打去道 陆地天师 这个城外倒是别致 年国嫂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大家同为猎鬼人 此次应该是同心协力 对付红毛汉鬼才是 怎能够相互排挤呢 陆新天笑着回道 那燕锅手 随即掏出了一个汗银袋 将其点燃 巴达巴达抽了两口刀 那他也是啊 但我们两只的确 不如你们两只的 家伙事齐选的 到时候遇到了红毛汉鬼 还得是你们 打头阵才是啊 被燕锅手绑定在一起的 另外一只猎鬼人 其二人队伍 倒是有些嗤之以鼻的味道 那两人乃是一胖一瘦 瘦的 微微皱着皱眉头 沉声回道 我说啊 燕锅嫂 你不行 不代表我们 燕山二将也不行啊 这些年 我们兄弟俩 好歹也是打出了一些名堂的 虽然名气嘛 不如奇怪和夜行一族的打 但我们兄弟 如遇到汉鬼 那也是绝不会退错半步的 燕锅手 一脸薄械的笑道 你说什么说啊 畅三里四 你们俩 也的确是两个汉将了 在烈鬼人里 也算是读书一致 不过 论烈鬼的本事 至少现在还轮不到 你们说话呢 小老儿把你们和我们 陆地天使一脉 放在一起比较 那都是抬举你们了 燕山二将之中的胖子 黑黑一笑 嘿 引我走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们陆地天使一脉 曾经的确是辉煌一时 但现在 毕竟也是后继乏力了 那名气也大不如从前 而我们兄弟俩 虽然担薄了些 可我们毕竟年轻有为啊 乃是地地道道的有为之事 眼下的事情不好说 以后的事情 那就更是难说咯 他确实巧妙地 把燕锅手的一番话 给拨了回去 你们能不能 不要一见面就恰 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也是因为红毛汉鬼的原因 别被鬼邪笑话我们起内讧 反倒成了笑柄 叶灵儿 一脸不耐烦地 打断二人的讥讽之言 扭过头来 向陆信天询问道 陆信天 为什么 你们要等候在这里 当然是因为 对了 灵儿 这位是 陆信天正准备解释 忽然发现了 站在一旁的我 不仅是饶有兴致地 打亮我一眼 微笑着询问道 在下礼 毛山派传人 此次千里而来 听说有红毛汉鬼 为何一方 且随着灵儿和小天 一起来看个热闹 各位都是为了 驱邪除轨而来 不妨团结一心 才能够和红毛汉鬼 搏斗一番 我微笑着向众人 抱拳一礼 并自报了家门 哦 原来是毛山派传人 倒是稀稀啊 我们这一代 极少见到毛山派的人 你们毛山派 可是地地道道的修道之人 不像我们啊 仅是猎鬼为圣 夺修数数 而不同道法呀 陆新天苦笑着 自嘲了一声 向我恭卫道 哎 陆兄客气了 我微笑打趣道 李兄弟 乃是毛山派传人 哎呀 那说起来 倒是跟我们陆地 天势一脉 也有着几分怨远呢 难怪了 第一眼见到你 便是觉得有几分亲切之感 啊 幸会 幸会了 燕锅嫂忙笑着 向我打了一声招呼 老先生竟然是 陆地天师一脉 想必 自有天师真传之法 在下 击手了 我也再次 向燕锅嫂 行了一礼 小老儿 还礼了 燕锅嫂也是赶忙 十分认真的 向我回了个礼数 倒是一旁的 燕山二将 却是一脸 不屑地扫了我一眼 那瘦子 绝着嘴道 嗯 不过是一个来看热闹的 虽然鸣声响亮 但却不知道 有没有驱邪 除匪的 本事啊 陆新天 当即向我笑道 哎 不必管他 他们两兄弟 一向目中无人 我们早已习惯了 黎兄弟 既然是 毛山派的传人 相信对于 驱邪 除轨之书 定然 有些认识 不知 你们毛山派 如何除轨啊 当然是 陶木剑了 此刻 燕锅走 淡然一笑道 我们陆地 天势一脉 和毛山派 也算是有些渊源 所以 我们都是用陶木剑的 毛山派的传人 自然 应该也用陶木剑 才对吧 哎 听说过 镇魂灵吧 别以为我们 没有听说过啊 早些年 这一带 也是来过 毛山派传人的 那人所用的 驱邪之法 便正是 镇魂灵 燕山二将之中的 李四 一脸不屑地插嘴道 无聊 你们难道忘了 我们来此的目的 叶灵儿 总算还是 停不下去了 当即打断了 他们几人的 胡乱猜测 随即又向 陆信天询问道 陆信天 你还没有说清楚 为什么大家都停留在这里 如果 红毛汉鬼就躲藏在里面 此刻 里应进去寻找 并合力 将其诛灭才是 灵儿 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们不想进去 对付那红毛汉鬼 这不是 不是他怎么走吗 陆信天一脸苦涩地 指着前方的岔路口 接着又到 你看 前面有三个岔路口 应该选哪一条啊 这万一选错了 恐怕几天几夜 也很难再走出来了 冷龙岭的地下长廊 你们可都是领教过的 其中四通八达 而且凶险无比 如果选不对 那是万万不能冒险的呀 哪一条通道之中 有红毛汉鬼的鬼邪之气 便选哪一条通道进入 你们皆是身负 猎鬼秘书之人 难道这点事情 也能把你们难住 叶灵儿 一脸鄙视地 扫视了一眼众人道 陆信天 无奈地摊摊手 你所说的这个法子 我们之前 已然用过了 但是 每一条通道之中 紧接充斥着鬼邪之气 所以很难选择 燕锅手 同样无奈地苦笑道 红毛汉鬼百年难遇 一旦遇上 不是他死就是我们王 而我的守灵斩 一定要提前认出 邪碎气息 如此才能够发挥用处 否则 也只能依靠推断和猜测了 燕山二将之中的李斯 也跟着说出了自己的提议 哎 不如我们分成三拨人 分别探入三个通道之中 一旦谁那边遇到红毛汉鬼 便想办法通知其余两拨人 如此 我们也不至于走冤枉路 更不至于找不着红毛汉鬼不是吗 陆信天皱着眉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哎 若我们是分开来的话 实力必然大打折扣 而红毛汉鬼的道行 至少有三百年以上 如果诸葛击破 我们任何一拨人 恐怕都会吃扁 除非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 才能有更多的胜算 闻听此言 其余人也都是默默点头 十分认同陆信天的观点 但若是众人何为一股 却又无法分辨路径 这便是眼下最大的难题了 我扭过头去 瞬间向三条通道 分别散出了一缕神念 不多时 我缓缓地将神念收回 难怪他们无法分辨 原来这三条通道之中 紧接透着一抹鬼邪之气 不过 居中的这条通道内 倒是藏着那只 红毛汉鬼的气息 红毛汉鬼 乃是鬼中之鬼 其凶恶之性 堪比痴美亡凉 而且鬼邪 有着一种特殊的气味 那就是腥臭之气 腥臭之气越胜 便说明鬼邪的道行越高 居中的通道内 越是往里面去 那腥臭之气 越是浓稠不散 可谓是三条通道之最 只是无论哪一条通道 其地下长廊 似乎都有着极深的路径 其中弯弯绕绕 如同一个巨大的马蜂窝一般 正如陆信天所言 这或许便是 冷隆岭地下长廊的 独特之处 一旦在里面迷了路 恐怕要想再走出来 势必登天还难 故而 他们宁愿守在 这唯一的出口窟等 也不愿冒险 进入任何一个 未知通道之中 虽然 我确定了方向 但若是就这么说出来 恐怕 会损了这些 猎鬼人的盛名 更是难免有卖弄之险 但我若是不说 凭他们在这窟等 自然也不是什么上策 而且里面的路径实在太多 如若的鸿毛汉鬼 选择别的路径出山 围惑百姓 这些人 岂不是太冤了吗 呃 在下的猎鬼之术 或许不如诸位 不过 在下的腿脚功夫 还算凑合 遇到险境 跑得还算快 所以 不如让在下 先去探查一番 诸位 依旧守在这里 待在下 探知了路径 便回来告知各位 如何 我只能选择了一个 折中的法子 如此 既不损伤这些 猎鬼人的脸面 又能够实际地帮到他们 李四冷笑了一声 薄屑地回道 跑得快 也算本事 不过 有时候跑得快 也的确算是一门绝技 至少 保命是一流的 李四 你这话怎么说的 人家李一兄弟 有心帮忙 大家应该感谢才是 怎能如此地冷嘲热讽 陆新天当即纠正李四两句 只待李四不再言喻 方才关切地向我问道 李一兄弟 虽然你跑得快 可是红毛汉鬼 所在的骑邪洞 毕竟是凶险的 一旦你被他发现 并发生冲突 我们又不能及时地失救 岂不是会害了你啊 是啊 我们两家既然有些怨怨 小老儿便不能这么 眼睁睁看着李兄弟犯傻 李兄弟可不能这么做 怎么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烟锅走也是重用点头 且以陆地天师的身份 向我劝告了一番 还是让李一兄去吧 我相信他 叶灵二却忽然开了口 一脸认真的向众人安慰道 李一兄的身法虽然古怪 但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前方我们姐弟二人 都未能赶上他的脚步 如果他真的遇到危险 纵然不敌 至少保命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 这么说来 我们倒是应该听从 李一兄弟的法子 陆新天错愕地看了看叶灵二 又错愕地看了看我 嗯 那李兄弟可得要小心呢 万一有什么情况 要及时地跑出来 千万不可 如莽行尸 知道吗 烟锅走 迟一了半天 总算是无奈地点头应承下来 嗯 我会小心的 诸位 暂且等待片刻 我说着 当即向着眼前通道 便走了进去 不多时 我缓步便又走了出来 向在场众人说道 集中的这条通道之中 死有很重的鬼邪之气 远非其他两条通道可比 一在下之见 那红毛汉鬼 所在的骑邪洞 正确方向 多半应该是这条无疑 陆新天当即向我感激道 李兄弟 你可算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嘿嘿 还是咱们修习道法的人更有水准 这不 李兄弟不如使命 且能够全身而退呢 哼 跑得快而已 算什么能耐 如如我们阎山二将 也有此身法 恐怕已经将那红毛汉鬼除掉了 然后再出来 也免得你们在这儿 猜来猜去 不知所云 李四依然是一脸孤傲地抬着头 似乎从来都没有用正眼瞧过别人 既然如此 我们大家赶快进入骑邪洞 找到红毛汉鬼 并合力将其除掉才是 叶灵二似乎对李四的话早就不耐完了 直接聊当打断他的话 率先便走进了中间那条通道 随着众人陆续进入通道 走在最后的叶笑天 一脸好奇地盯着我 低声向我嘀咕道 嘿 大哥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红毛汉鬼的所在 为了不折存这些前辈的面子 果然卖了个破产给他买 哎 小孩子懂什么 我哪有你想的那么厉害啊 连这么多人都分辨不出方位 我又怎么能够一言辨认出来呢 我笑着向叶小天打趣道 哎 你不要以为我是小孩子 就哄我 我姐姐从来不会出错的 她说你修为极高 那一定是极高 而且这世上的修行人 能够得到我姐姐如此评价的 也实属不多呢 且能够给一个人 做如此高的评价的 更是少之又少 大哥哥 你就是那少之又少之中的一个 所以我相信啊 你肯定不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修行人 这叶小天 年纪轻轻 居然能够说出这番真知灼见来 真是把我说的无言以对 这小家伙 也当真是不得了 如若她再长大一些 只怕也是一个 响当当的人物啊 当我们沿着地下长廊 不断前行 前面的空间 越来越宽敞了 只是这冷龙岭之下的 地下长廊 确实深邃无比 左弯右拐的 仿佛永远没个尽头 好在我探得明白 距离外面出口 约么只有 三里左右的路程可走 而且顺着这条通道 自是能够找到 骑鞋洞的所在 只是这些人 各自有各自的小九九 貌合神离 根本就无法做到 真正的团结合作 如此勉强地聚合在一起 真不知道 遇上那大有来头的 红毛汉鬼 如何才能够 保证团结一心呢 一致对付恶鬼呢 果然呐 鬼气浓稠不散 而且 这种深沉的鬼邪气息 我还从未见过呢 嗯 李一兄弟 探扯得不错呀 前面不远处 应该就是 骑鞋洞的所在了 陆新天顺时 拿出了自己的法器 乃是一个黑色长齿 而长齿之上 刻画着奇异的符文 这种对付鬼邪的法器 我倒是 头一回见识 前面的通道口 忽然宽敞起来 众人当即 也变得紧张万分 很显然 骑鞋洞就在眼前 只是不知道 那红毛汉鬼 究竟长什么模样 我降妖伏魔 也算有些年头了 自认为也见识过 一些奇怪的 妖邪鬼魅 但对于 红毛汉鬼这种鬼邪 我却是平生 头一草 一切仿佛都和我 甚至和所有人 想象的不一样 这眼前的洞窟之中 并没有见到 所谓的红毛汉鬼 甚至于 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 众人面面相觑 且是大为不解 正至此刻 眼前的洞窟 忽然闪现出了一抹 血红之色 紧接着 洞窟的轮廓 似乎正逐渐地 消失于无踪 我刚欲掐出三山诀 试图将眼前的 鬼邪障眼法击破 但心念一转 不禁又停了下来 或许 我很想见识见识 这所谓的红毛汉鬼 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来 但我松开一语掐起的指觉 眼前所见 倒是和众人 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血红之气 忽然充斥整个洞窟 而不远处 竟是传来了一道道 嘲杂的人声 这间前面 竟是有一个巨大的庭院 庭院内 摆放着一排排 鲜艳的喜宴 喜宴上正坐着不少人 面带微笑 正说着话 人群之中 逐渐地走出了一对新人 穿着打扮 以及来往的宾客打扮 似乎都不是现代人的装束 更像是古时候的服饰 新郎官长得白净秀气 而且气质高雅 新娘子顶着红盖头 但盖头下的轮廓 便知她穿戴的 乃是凤冠侠胚 一对碧人可谓是天作之和 在司仪和媒婆的引领下 一步步走进厅堂之中 随着司仪高声呼喝着 拜天地的词汇 在场宾客 纷纷是传出了一阵阵的欢声笑语来 但就在这时 只见远处的大门忽然被一鼓大力推开 迅速地冲进来了一群 一五鹤六的江阳大盗来 这些江阳大盗 紧接长得凶神恶杀 见人便砍 稍有不顺便会杀之 直至杀到了厅堂之中 可谓是一路鲜血染红的地面 而当那帮江阳大盗 杀害了新郎官一家 又用麻袋扛走了新娘子 眼前的画面 就是突然一转 那是一座光线昏暗的山寨之中 那冒昧如花的新娘子 受到了江阳大盗的百般凌辱 看到这儿 一旁的叶灵儿不仅是面露 愤怒之色 一欲冲上去解救新娘子 我急忙拽住了她的胳膊 并且低声道 眼前所见 乃是净花水月 恐怕早已发生了数百年之久 不要因为这些镜像画面乱了新星 且看下去再说 听到我的话 叶灵儿不禁扭头看了看我 默默点了点头 便不再多说什么 不多时 那画面再次闪现 受到屈辱的新娘子 飞快地冲出了山寨 最终跑到山崖之上 而后面 则是那帮虎视眈眈的江阳大盗 正一脸细血地盯着她 新娘子身穿红衣 口中怒声喝道 我身披大红 而这红色 那是我附加一百零三口人的鲜血染成 我将带着他们的冤屈和愤怒 投牙而死 死后必将化为厉鬼 将你们这些禽兽 诛杀殆尽 新娘子 不要想不开嘛 跳下去 可就真的帅死了 其中一个江阳大盗 面带微笑地起哄道 快来做压寨夫人 好好伺候咱爷们 抓住她 把她抓回来 一帮江阳大盗 纷纷大喊大叫着 一步步地向新娘子逼近过去 那新娘子狠狠地咬了咬牙 但她没有擦拭眼角的眼泪 只是双眼一眨不眨地 盯着那些江阳大盗的嘴脸 似乎在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样貌 直至那些江阳大盗即将临近 这新娘子忽然转回身 纵身一跃 跳崖而死 看到这儿 众人纷纷扭回头来相互看了一眼 陆新天忍不住摇头叹息道 哎呀 这个新娘子死的实在是太惨了 那些江阳大盗实在是可恶可恨呢 陆新天 你且不要忽略了最后的重点 那新娘子可是身披大红而死 其实带着满腔的怨屈和恨意 这样的死法 死后可真是要变成雄魂厉鬼的呀 陆地天师一脉的烟锅手 紧锁眉头 沉声道 就连一向孤傲的燕山二将中的李四 也是忍不住地感慨了一声 而且这种厉鬼 可是极难对付啊 后面似乎还有 此时的叶灵儿 紧皱着眉头 低声提醒了一下众人 果然 当这画面再次转变 一道血红色的鬼影 乃是直扑山站而去 那新娘子所化之厉鬼 果然是穷雄极恶 所过之初 蒋阳大盗 一个个进阶被其活活掐死 而那几个 领弩过他的男人 则是硬生生地 被他一块肉一块肉地给咬死了 场面实在是惨不忍睹 整个山寨 一夜之间 尽被屠戮一空 当那血红的鬼影 带着冷声狂笑逐渐离去 山寨之外 一道细小的身影 则是掉头就跑 一路跑下山去 看来 那人乃是漏网之鱼 而在厉鬼屠债的时候 他恰巧不在山上 侥幸地躲过了一街 此人逃下山 直接找到了一群道士和尚 连续七天七夜 不眠不休地 问了厉鬼超都 随着经文之力 不断地回荡在天地之间 身陷恶道的厉鬼 乃是逐渐地得到净化 最终完全敌清了怨恨之意 悄然进入轮回之中 第二世的画面 竟是一个男婴 没想到这新娘子 到了第二世 投胎便为了男儿身 她所在的人家 穷苦潦倒 比起潜意识显赫 显然是云泥之别 但能够进入轮回 倒还是有着翻身的机会 果然 这男婴逐渐地长大 却是奋发图强 不但文采匪然 更是取到了一房 如花似玉的好媳妇 可就在成亲的当天 家中莫名地闯进了一窝山贼 活生生地将其一家屠杀干净 唯独抢走了 他刚要拜天地的新媳妇 就这么倒在血泊之中 且遭到惨死下场 当此人死后 忽然记起了前世种种 不仅瞬间 又变成了一个 兄弟之气更胜 暴虐之气更加凶猛的恶鬼 这恶鬼直接冲进山寨之中 将这我山贼 进阶四成碎片 直至报仇血恨之后 又变成一只浪荡游魂 此浪荡游魂 却是与其他浪荡游魂 大为不同 所到之初 乃是不断地害人幸免 且以害人所带来的恶行 不断地递增修为 恰巧在途中 恶鬼遇上了一个 修为高深的道门中人 且以霹雳手段将其降服 而在告扰的同时 恶鬼突然反扑 冲出了道士的静止 但与此同时 又被另一个猎鬼人所降服 此猎鬼人并未历时将其诛灭 而是将恶鬼困在了一个炼魂炉子中 就见那猎鬼人的手段 似乎想把这只恶鬼炼制成一个强大的鬼兵 攻他去使 怎料这恶鬼道行也不低 轻易地便逃出猎鬼人的掌控 并以介石还魂之法 重返阳间 成为人世间的一大恶人 此人无恶不作 似乎继承了前两世所有的冤屈和仇恨 但最终 还是被律法所惩处 连续死了三次 三次都因为被杀 或被凌辱 或因作恶而死 这种不断的叠加 不断递增的恶 就像是一颗逐渐长大的种子 最终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恶鬼 当这只恶鬼缓缓地陷出真身 却是一身血色红袍夹齿 面容扭曲变形 惨白无邪 可谓是恐怖至极 看到这儿 不单单是我 就连众人也都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先前所见 所有画面 似乎都是这红毛汉鬼 不断演化的过程 他之所以变成恶中之恶的 红毛汉鬼 似乎也和他前三世的经历 有着莫大的关系 本座被害了三世 心中的怒 心中的恨 更是积累三世 整整三世 方才把本座变成这只红毛汉鬼 你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猎鬼人 又能明白多少 缓缓浮现出虚影的红毛汉鬼 一脸愤怒地盯着在场人等 你们 常常挂在嘴边的 不是想要伏魔便是驱邪出轨 没其名曰 乃是为了守护一方百姓 可本座前面几世 尽皆是良善之阵 更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 那时候 你们在哪 都在哪 陆新天当即开口 大声反驳道 喂 你前面三世的恨 我们也都看到了 也能够理解 但你第三世 却并没有人加害于你 倒是你 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那么 被你害过的人 岂不和前两世的你一样 而你 又和那些江阳大盗山贼 有什么区别 没有前两世的保守麒麟 又怎会有第三世的大恶人 这其中的因果 难道你们这些名声在外的猎鬼人 都不明白 还需本座一意 向你们解释清楚吗 红毛汉鬼冷声怒道 今日 你们见到本座前三世经历 便是让你们死得其错 也让你们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死 为什么 也会死在本座手中 不好 这红毛汉鬼 想率先反弹 我们赶紧动手 别让他得逞 陆信天大喝一声 手中的黑石 轰然便凌空打出 旗上的怪异符文 乃是散发着耀眼的青色光芒 而其余几人 更是同时出手 将一个个千奇百怪的法器 紧接亮了出来 齐刷刷 向那红毛汉鬼 便冲了过去 先是阎身二驾 率先甩出了青白二剑 张三持青色长剑 攻红毛汉鬼的上三路 而李四则持白剑 攻向红毛汉鬼的下三路 二人一马当先 乃是气势凌冽 灰溅的刹那 一道的破人心神的剑光 乃是向着红毛汉鬼 狂纵无极 看来 这二人所修炼的功法 其威灵之力 显然于双剑之上 倘若普通的鬼邪 忽然遭逢如此猛烈的攻击 恐怕早已是化为灰烬 魂飞魄散了 但就在青白双剑 刚欲临近红毛汉鬼之时 红毛汉鬼纵身而起 红人间 探出了一双鬼爪来 那鬼爪凌空抓下 指尖锋利而又修炒 散发着淡淡的凶邪之气 二者相处之间 红毛汉鬼硬生生地 将那青白二剑给弹了开去 鬼爪攻势不减 指尖之上 凭空迸发出了 数道阴煞之气 乃是如同破空打出的剑盲 锁相无比 阎山二将 躲闪不及 紧接遭受阴煞之气的猛击 甚至连门横之声都未发出 便是凌空倒飞 远远地摔出了战圈 而与此同时 陆地天是一脉的燕锅手 乃是带着另外两个同伴 先是向着红毛汉鬼 连续打出了十余道皇符 皇符分上中下三路 接连贴在了红毛汉鬼的周身 乃至这符咒刚刚贴下 便是瞬间自燃起来 化为了一股股白烟飘散而下 红毛汉鬼 被那皇符刺激了一下 乃是暴虐之事 暴虐之事更胜 沉声怒喝之鱼 闪电般便冲向了燕锅手 一把向着燕锅手的脖子 便掐了过去 那燕锅手 见情史不妙 连忙纵身踩向同伴的肩膀 三人相互借力 凭空又各自甩出了一把头目剑 挥剑如雨一般地 斩向红毛汉鬼的脑袋 就凭你们 简直是脖子两立 红毛汉鬼冷吼一声 忽然张口便喷出了一团 心臭之急的阴煞之气 不偏不倚地 喷在了三人身上 三人仓皇而退 紧接着挥袖擦拭双眼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了 快退 燕锅手和其他两名同伴 连连怪叫着 闪身便是向后击退 此刻 七怪之中的三怪之一 陆信天 纵身挥起了那把黑色长尺 口中怒声喝道 无有神尺 可丈量天下 五金有尺 乃丈量鬼神 诛灭邪碎 一道黑芒乍现 闪电般冲向红毛汉鬼 红毛汉鬼 却是不去分喉 红然一记鬼爪拍下 重重地将那黑芒抓在手中 随着红毛汉鬼的一声怒笑传出 黑芒瞬间在其手中 被捏成碎须 消散无踪 但当鬼爪摊开 其上竟是出现了几道 不大不小的裂痕 我微微皱着眉头 陆信天倒是有着几分能耐 至少不是燕山二将戈壁的 无论如何 还是他率先伤到了 红毛汉鬼的皮毛 但红毛汉鬼一击受挫 乃是凶性大方 周身的鬼气 更是陡然间拔高了数十丈 其凶邪之势如滔天巨浪一般 轰然便向陆信天碾压而下 看到这儿 陆信天身旁的李修吾 以及王三道 齐耍耍也出手了 就连叶灵儿 叶小天的攻势 也是瞬息间赶到 无人同时攻向红毛汉鬼 一世间乃是缠斗在一起 难分难解 尽管如此 眼前这五个人的攻势 似乎还是不能撼动 红毛汉鬼分毫 随着一番剧烈的缠斗下来 那红毛汉鬼 非但没有分毫的怯懦 反而逐渐地占据了上方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这红毛汉鬼 全身上下 如同铜皮铁骨一般 一般的法器 根本无法伤到他 其实 陆地天师一脉的符咒 和陶木剑也是不弱 只是在红毛汉鬼 这种穷凶极恶的 大恶鬼身上 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而已 相比之下 虽然阎山二将的修为太弱 但他们手中的青白剑 却是地地道道的上乘法器 如若是修为再高险 必定能够伤到 红毛汉鬼的根本 所以 这些人败就败在修为上了 而不是法器上 红毛汉鬼的修为 至少在三百年以上 再加上其暴虐之极的怨恨之期 且经历了三世的沉淀 故而极难对付 要想除掉红毛汉鬼 恐怕只有两种法子 第一便是硬碰硬 须在修为远胜于他 如此才能够奏效 其二便是要道门法器 先灭其怨吏之气 随即再迫弃修为 否则 恐怕再也没有别的法子 可以战胜这只 穷凶极恶的鬼了 我缓步走上前 刚欲掐出剑指 而一旁停下的烟箍手 却是立时阻止道 哎 李兄弟 就连我们三个 都无法对付那红毛汉鬼 还差点把命搭进去 你孤身一人 万不可犯嫌 我们天室宗师 紧接有着极深的渊源 小老二可不能看着你 白白把命搭进去 多谢大兄关心 不过 哎 你放心 有七怪之中的三怪 以及夜行异族的人 加入斗法行列 他们两家可谓是 猎鬼人之中的佼佼者 有他们与红毛汉鬼斗法 相信要不了多久 便能够除掉他呢 烟箍手 却是忙打断我的话 开口安慰他 道兄刚刚受的重创 可有大碍 我无奈收回手 转身关切地 向烟箍手询问道 无妨 虽然损耗了几番秀为 但还不至于丢掉老命 哎 我们陆地天师一脉 也曾经辉煌一时 想当初 天师套一位老天师 路进此地 便在此地守下一图 那便是我们陆地天师一脉的 祖师爷虚无道人了 倘若虚无道人还在世 岂容得此当孽障 我一祸至甚呢 说起陆迈天师一脉的渊源 燕国走不仅是满怀憧憬 这可惜啊 我们这些后世弟子 武姓不佳 天赋拙劣 故而无法将祖师爷 传下的道法 发扬光大 这鸿毛汉鬼 可谓是堪比 池美王良一般的存在 你们陆地天师一脉的人 打不过 那也在情理之中 何况我们阎山而架 也不是他对手 一直未曾开口的张三 无奈叹道 燕国走 看着倒在地上 喘息的张三李四 不仅是摇了摇头 并没有再说什么 而就在此刻 前方战圈之中的五人 忽然被打飞出三人 只剩下叶灵二和叶小天 姐弟俩还在苦苦支撑 但还没等片玄 那红毛汉鬼忽然咆哮一声 双爪齐出 各自在叶灵二叶小天胸前 印了一击 二人也是倒飞而骑 远远地摔了出来 看到这儿 燕国走不仅是大惊失色 叫道 好一个红毛汉鬼 果真是恐怖啊 只可惜七怪只来了三怪 若其他四怪也在 想必也有一斩之力 可现在 你们都要死 红毛汉鬼凶心不减 连连咆哮着 向众人又轰然冲了过来 就在此刻 我当即走上前去 皱皱眉头道 你前两世受尽屈处 倒是可以理解 不过你第三世 便是自甘堵落 没有人逼你 去当一个大恶人 也没有人逼着你残黑生灵 如今你恶冠满盈 该是偿还的时候了 你这 你还想作恶到几时 说着 我瞬间掐出剑植 宁眉怒目 大喝一声 指尖之上 金光闪现 对面的红毛汉鬼 不禁面色大惊 没想到你们这些人当中 还隐藏着高人 今日本座大累了 改日再与你们斗法 未等我及时出手呢 那红毛汉鬼 竟是闪身逃窜而去 眨眼间 便在我眼前消失无踪 众人睁睁地 看着消失而去的红毛汉鬼 不禁又扭头向我看了过来 大哥哥 刚刚红毛汉鬼口中 所说的隐氏高人 必然就是说的你了 此刻 艰难爬起来的叶小天 不仅是一脸崇拜地 向我看了过来 你一出手 他便吓跑了 大哥哥 恐怕也只有你 才能够诛灭这只汉鬼了 放屁 他都没有出手 怎么就成高人了 我们一掩山二架 率先向那红毛汉鬼发难 最先重创了他 如此才有你们后面的建功机会 现在 这红毛汉鬼逃了 功劳最大的 理应是我们燕山二将啊 李四当即嗤之以鼻地 否认了叶小天的话 一脸不屑地扫了我一眼道 哼 他虽然是什么毛山派的传人 但我倒觉得 他也并没有什么能耐嘛 只是在这吓唬人而已 哎 李四啊 你的脸皮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了 要说功劳最大的 小老儿倒是觉得 应该是陆新天三人 他最欣赏到红毛汉鬼 其后要联合 叶星一族的姐弟俩 与红毛汉鬼周旋 直至把那红毛汉鬼打退 你 抢哪门子功劳 这功劳也是你想抢 就能够抢得去的嘛 燕锅搜一脸不屑地白了李四一眼 微笑说道 不过 那红毛汉鬼莫名地闪退 那必是我们陆地天使一脉的祖师爷 显灵吓退了他 要说起来 我们祖师爷若在 哪还有他蹦得的机会啊 陆新天苦笑着摇摇头 旋即也向众人建议道 哎呀 你们就不要再争了 谁的功劳大 要看最后那只红毛汉鬼死在谁手上 如今他已然逃顿 必然是修为大号的结果 他指定了 要寻找一个地方恢复修为 我们呢 不如趁他病要他命 马上追进地下长廊 找到红毛汉鬼 再齐力将其诛灭才是啊 不错 我们马上启程追赶 叶灵儿没有二话 立刻附和了一声 便是和陆信天 帅先冲进了通道之中 燕锅守带着另外两名同伴 以及燕山二将 也一并跟了过去 我私下里扫视了一眼 随即脚下一动 也飘然离去 前面的通道逐渐变宽 且有着地下风吹袭上来 方眼望去 所谓的地下长廊倒是名不虚传 的确是深邃无尽 而且多有直路 并非是七拐八弯的阳城小道 前面的陆信天 不知哪来的火把 枯黄的光亮 照射在长廊上面 让这条地下的昏暗通道 变得更加的神秘 而又诡异了 不多远 前面几个人忽然停了下来 伸出手 阻止后面的人继续前行 燕锅守不禁开口询问道 陆信天 怎么了 前面好像有情况 陆信天沉声回道 此刻 似乎所有人都有些察觉 仅从空气中 所弥漫的腥臭之气 便不难想到 前面似乎 藏着一个大有莱特主 我放出神识 略微探场一番 忽然开口叫道 哎 不要过去 而就在此刻 阎山二将之一的张三 竟是率先冲到了最前方 而就在这时 这件昏暗之中 一只漆黑大手 凭空闪现 乃是一把 将张三拽进了一棚的 地下断崖之中 哎 张三 李四不禁大叫一声 紧跟着便跳下去救人 可就在这时 陆信天乃是一把将他拽住 急急叫道 哎 此地太过凶险 李四兄弟 万不可冒险 可 可是张三 李四惊恐地喊道 我们再想办法 总之现在不能跳下去救人 刚才那斜碎一出手 便掳走了张三 想来定然不是什么擅长 我们现在必须团结一致 共同面对接下来的麻烦 叶灵儿紧锁着眉头 沉声向李四劝解道 张三 李四一脸痛苦地向着地下断崖呼喊道 你不能有事啊 否则我们阴山二将 岂不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吗 张三 李四兄弟 刚刚听到你喊了一声 你是怎么提前发现情况不妙的 陆信天忽然扭过头来 一脸认真地向我询问道 此地非常休闲 在下建议 大家马上退出此地 回到外面再说 至于张三 如果大家相信在下 让在下前去打救 无论能否救出张三 在下都将会回到外界 与你们会合 我走到陆信天的跟前 倒是没有直接回答陆信天的问题 直接聊当地向众人道 李修吾忍不住开口询问 李兄弟 难道你就不怕 李四一脸沮丧地回绝道 他一个外来之人 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这一代的凶险 万一他也被里面的邪髓拖住 岂不成了我们的不是了 大叫张三 还是让我去 不是在下 看不上李四兄的行为 但凭刚刚那斜碎闪电般的出手速度 也并非李四兄能够对付得了的 这个时候就不要争了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皱皱眉头 向李四开口解释道 你 李四顿时脸上挂不住 却是恼羞成怒地叫他 我们都先李 李兄弟 难道你的行为 就一定能够胜任吗 在下没有怎么说 只不过在下 就算不敌的邪髓 至少逃跑的功夫还是有的 所以 李四兄 不必担心在下的安危 还是和其他人 一道退出地下长篮要紧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李四废话 句句简明额要地回答 哼 一个只懂得逃跑的人 那有什么能耐 李四一脸不屑地扫了我一眼 随即甩出长剑 沉声叫道 李兄弟 不是我瞧不上你 如果你真有本事 那就胜过我手中这把长剑 否则 就不要在这儿成英雄 燕锅所屋当即愤怒地指责道 哎哟 李四啊 你真是混蛋 李兄弟是好心帮你搭救张三 你居然还要跟他动手 你脑子进水了 李四更是抬高了几分音量 大声地反驳道 我的脑子好好的 没进水 但我必须保证他有能耐 救得了张三 否则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更多一些 哎 要我说你们什么好啊 所谓的阉身二将 竟然过到这般天地 实在是可悲可叹 李兄弟 要我说 你还是和我们一道回到外界去 至于救人的事 就让李四好了 他瞧不上你 你何必拿热脸 踮人家冷屁股呢 陆信天一脸无奈地摇头 沉声向我劝慰道 不妨是 不过是切磋一番而已 我们点到机制 我大人一笑 随口向李四导 李四兄 请出手吧 李兄弟 你 你真的准备接招了吗 那好 就输我不攻了 李四干脆利落地点了点头 瞬间挥剑向我刺来 我静静站在原地 看着长剑挥舞 快如疾风一般的临近 然而就在剑间 距离我胸口 仅差三寸的时候 我瞬间掐出二直 凌空一滑 一道金光闪现 纯阳剑气 轻而易举地 便将李四承剑 一削为二 瞬间断离开来 当李四反应过来 断剑轻刻掉落在地上 而他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余地 猛然间抬起头 李四睁睁地看着手中断剑 不禁大惊失色地叫道 刚刚发生什么了 哎呀 李兄弟 都怪我们先前有眼无珠 没想到你的修为 竟是如此的高尸目测呀 陆信天满脸惊叹地 向我走过来 连连点头夸赞道 看来那红毛汉鬼惧怕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李兄弟你呀 现在想来 都是我们过于肤浅了 居然还想着保护你 确实不知 你暗中已然在保护着我们呢 惭愧 惭愧啊 不必客气 所谓救人如救火 在下这就前往地下断崖 搭救上三 我没有再耽搁下去 紧直走到地下断崖的跟前 一鱼便跳下去 陆信天急忙叫住我 哎 李兄弟 这火把你卸戴上 地下深渊之中 可谓是黑暗一片 身受不见五指啊 说着便递上火把来 不必了 在下天生的阴阳眼 一旦打开 无论多么漆黑的环境 依旧能够看清一切 你们且速速离去 不要在此地多走停留 以便遇到更大的麻烦 我先是拒绝了陆信天的好意 紧跟着便要嘱咐了一句 说吧 不等陆信天反应过来 我便是纵身一跃 跳下了地下断崖之下 四周凌冽的音风 呼啦啦的 吹打着我的脸颊 而周围所环绕的鬼邪之气 乃是浓郁不散 此地不知居住着 什么样的邪碎 其修为恐怕比那红毛汉鬼更为恐怖 不过想想也是 能够盘踞在冷龙岭地下深渊之中的邪碎 想来定是不简单的 不知道落了多久 我瞬间看到地面就在眼前 当即纵身一跃 乃是轻飘飘的又落了下去 刚落向地面 便是急急向着四周扫了一圈 阴阳眼之下 四周乃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色 尽管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没有外界大白天的景象清晰 但至少也能够依稀看清 想要看清的一切了 五只小辈 胆敢闯入本座洞府 还不快快离去 免得遭受灭顶之灾 刹那间 只听到空气中 传来一道冷声的怒吓 哦 这冷龙岭倒是奇才辈出啊 居然又来了一个自称本座的 你们这些邪碎 一旦消有气候 便是本尊本座的自称 好似真成了什么大造化一般 难道不知道 海扫两个字怎么写吗 我冷笑一声淡淡回道 那个冰冷的声音再度传来 哼 本座知道你修为极高 但本座却不怕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又愣了了 当即附和道 蔡下 是不是应该回答 为什么呀 因为本座 并非一般的要挟鬼魅 而是 一模 我朗朗打断对方的话语 从嘴里 绷住了这两个字来 你居然认得本座 车有什么难的 此地摩气横行 比抽脚鸭子的味道 特难闻一百倍 如若这都认不出来 那在下 也就没必要跑到这儿来 丢人现眼了 自从上次 在南宫世家 感知到魔气存在以后 我便是对邪魔之气 尤其的敏感 反倒不是因为 此地的恶臭气息 因为所谓的恶臭 并非魔气 那是无尽的死气 哼 不管怎么说 你能够一遇中地 可见 你是真的有些本事 但你既然知道 本座是异魔 便也能够知道 本座不应该怕你 甚至 本座还有可能 除掉你 那异魔冷声笑道 能够认得出你 便能够诛灭你 所谓异魔 身前也不过是 过于邪所化 其本源 乃是十枚王梁中的 魅 经过一番苦修魔炼之后 方才成就了 一魔警戒 而成就一魔之后 便能够寻找一具 适合的躯壳 用于修炼 不朽真身 如此 便能在人间 纵横无尽 甚至是阴阳两界之间 再无拘束 我随口便是把一魔特征 一一说了出来 一魔只是看起来更像是魔 却不是真正的魔 所以 你对于在下来说 也够不成什么威胁 再些劝你 岂有从善 不要再胡作非为 好狂妄的小子 但不可否认 你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本座还是要告诉你 一旦本座找到 适合的躯壳 你便不能乃我喝 说吧 只见一道黑影忽然闪现 我当即伸手接下 仔细一看 竟是他昏迷不醒的张三 此人体质极差 根本承受不了 本座数百年的秀为 今天 就卖你个面子 但本座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多管闲事 如果真要硬碰硬 谁死那还不一定呢 立刻滚出此地 我随手探了一下 张三的脉搏 虽然微弱 但至少还在跳动 当即便不再啰嗦下去 一把抱起张三 纵身蹬着岩壁 便飞掠而上 冲出骑邪洞的通道 我带着张三 一路上了冷龙岭 此刻 天色已经逐渐的半亮 而他们几人似乎 已经离开了此地 距离冷龙岭最近的 也只有一个葫芦镇 除去葫芦镇 便再也无其他的可欺之地 想必这些猎鬼人 进阶是出自葫芦镇的 而我自然要把张三 带到葫芦镇 才能够与其他人会合 葫芦镇坐落于一片山岭之间 或许是因为外形 很像一个大葫芦的轮廓 故而得名 葫芦镇只有一个入口 相对的就只有一个出口 可谓是口小肚子大 而方圆百里之内的人 紧接居住在其中 所以镇子里面的人 还算不少 进入葫芦镇 入口处便是热闹的集市 再往里面去 才是居住的人家 哟 这背着的不真是张师伯吗 您就是大舅张三大爷的 那位理道长吧 只见一个年轻男子 正蹲守在一旁 看到我背上背着的张三 赶忙上前问话 我先是愣了愣 连忙客气地回道 在下李懿 赶问阁下是 哎呀 您果然是李道长啊 李道长 晚辈唐小跳 假使正是 阎山二将之一的李四 这位张三 正是晚辈的师伯 李道长 假使命晚辈在此等候 如遇到了道长 便请前往孔雀阁一续 唐小跳满脸恭敬地向我说道 并把张三接了下来 顺势背了过去 哦 那我们走吧 我点了点头 当即和唐小跳一道 带着昏迷不醒的张三 前往孔雀阁 一路上 我不禁好奇地询问道 哎 小跳 这孔雀阁是什么地方 我们为何要前往孔雀阁 与他们会合呢 啊 孔雀阁呀 是猎鬼人聚集的地方 每每遇到大事 或者难以解决的邪乎事 所有猎鬼人 紧接聚集在孔雀阁之中 生意对策 此次 加使一回来 便和三怪 以及夜行异族的人 前往了孔雀阁 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商议 唐小跳 当即向我解释了一番 半个时辰后 一处较为偏僻的阁楼前 唐小跳 跑上前瞧了瞧门 开门的是一个 身穿轻衣的青年男子 先是一脸冷漠的 扫尸了眼外面 随后目光 定格在了唐小跳的身上 哎 飞青啊 赶紧过来帮忙 我事不昏迷不行 需要尽快 背进去救治啊 唐小跳看到开门人 当即急不可能地催促道 小跳 你张师伯果然救回来了 快进来 飞青帮着背起了张三 便带我们一路 进了孔雀阁 客厅之中 乃是坐着两排 身着奇装异服之人 这里面倒是 有陆新天 燕锅守他们 不过 也多了不少其他 陌生的面孔 再见到了救回的张三 李四率先站起身 急急叫道 快把人 送到内室堂着 随即 所有人紧接惊愕地站起来 其中有两三个人 也随同李四 一起跟了进去 而其余人 则是扭过头来 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我 这位是 其中一个陌生面孔 错地询问道 陆新天便向众人 介绍了一番 李一兄弟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真是没想到 你真乃神人也 居然这么快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兄弟呢 乃是毛山派传人 李一 道法高深啊 大家不可轻视啊 教养教养 幸会幸会 一番不疼不痒的寒暄之后 我倒是在一旁坐下 但见叶灵儿微笑着 冲我点了点头 我意识客气地 毁了一个微笑 李修五忍不住开口道 这位李一兄弟 能够在贪指之间 救回张三 实在是让人 匪夷所思啊 其中一位老者 也是缓缓开口 既如此 那李一兄弟 想必 对那冷龙林的 地下深渊 也有些了解了 不如 和我们大伙说说吧 以后一起 商议一番 啊 说到是能说 只是 我先是抱拳 向在场众人 行了一礼 结儿接着开口道 只是在下 并未见到 那义魔的真实面目 张三兄救出以后 便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什么 义魔 听到我的话 在场众人 齐刷刷地 又站起来了 一个个面露震惊之色 百年不遇的义魔 居然又一次出现了 这 这可怎么办呢 在场所有人 像是炸了锅一般 似乎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了 曾经有过记载 百年之前 便出现过一次 一魔霍乱之时 当时可是死了 不少的烈鬼人呢 一魔之事过去以后 至少三十年内 都很难再见到 烈鬼人的踪迹 原因无他 只因多数都死在了 除魔味道上面 惨烈呀 炎锅嫂不停地抽着汗烟袋 沉声向众人道 听到他的话 不少人的脸色都近乎煞白 更是有人尴尬地开口道 我还有钥匙 恕不奉陪了 接连几个人相继离开 甚至有些人 连借口都来不及边 便匆匆而去了 不多时 在场人等 已经只剩下为数不多的 六七个人而已 大致扫了一眼 竟然还是昨夜前往 骑鞋洞的这几个 奇怪 夜行异足 陆地天师 这三家之外 李四张三 身为阎生二将 虽然并未离去 但张三昏迷不醒 李四前去照看 是进是退 似乎也还没有一个准性 一句一谋 便吓跑了这么多人 没想到烈鬼人这么多 谈生怕死之人 却也是不少呢 陆新天苦笑了一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即向我认真地问道 李兄弟 能否把你的所见所闻 详细地说来听听啊 我微微点头 便是把进入地下深渊的经过 又详细地讲了一遍 听了我的话 陆新天不禁满脸惊愕地 张张嘴 啊 他 他就这么把你放走了 还把张三也放了 不错 我微微点头应证一声 陆新天再次惊愕地呢喃道 哎呀 李兄弟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一模可是至为茫梁所化 其道行有多高 大家都是知道的 且不说 要和他恶斗一番 如果就这么简简单的那 把你放了 出事上人有些匪夷所思啊 这下是一个喜欢讲道理的人 或许那一模 听了在下的一番说辞 便临时开窍了 因为可知啊 我淡然笑道 哎呀 话虽然这么说 但一模出现 非同小可啊 陆新天似乎对于我的打趣 并不受用 很明显 他意识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若说那红毛汉鬼 我们倒是能够联手将其诛灭 但对于一模 便没那么容易了 根据记载啊 上一次出现一模 最终死了大半的猎鬼人 仿才将其诛灭 所付出的代价 实在太大了 也怪不得那些人望风而逃 更怪不得他们惜命 其实这世上的人 谁不贪生 又有谁不怕死呢 李秋武一脸苦涩地摇了摇头 深深叹了一口气 但我们两家却不能退后 也没有理由退后 叶灵儿秀眉微醋 向陆新天和李秋武说道 王三道突然查了一句 却是说得十分无奈 是啊 神父圣明 号称冷龙岭奇怪 而你们又是夜行一族 我们都是猎鬼人当中的佼佼者 如果连我们都退缩了 恐怕所有的猎鬼人 都将退缩不前呢 那时候 也不用一摩出手了 我们这些猎鬼人 就当着作茧自负吧 即使有一摩出现 我也不惧 叶灵儿再次开口回道 哦 灵儿妹子 何以这般自信呢 莫不是那夜行一族 还藏着什么对付一摩的秘法不成啊 王三道愣了愣 苦笑着反问道 那倒没有 不过 我们有他 便可不惧 说着 叶灵儿忽然扭头看向了我 紧跟着其他人 也都齐刷刷地扭过头来看向我 我顿时争了证 哎 灵儿姑娘 这是 什么意思啊 李义兄 论修为 你恐怕是在场所有人当中最高的一个 而且甚至于 能够对付一摩的 也只有你一人而已 或许我们猎鬼人冒着死伤大半的代价 除掉了一摩 但如果有你在 我们或许根本不用死人 因为 我相信你 叶灵儿再次一脸认真地说道 他修为很高 但他并没有和一摩斗法 孰强孰弱 还未可知呢 灵儿 你这么说 可有些武断呢 王三道当即纠正道 他纵然没有和一摩斗法 但是他能够 闲庭信步地从一摩的眼前来去自如 而且还能救出张三 就从这一点 王三道 你能否做得到 叶灵儿 紧盯着王三道 认真地质问了一句 这个我倒是做不到 王三道连忙苦笑着摇头 承认别人很强 这难道也丢人吗 你们七怪虽然颇负盛名 但你们时常喜欢单打独斗 很少能够聚集在一起 如果你们七怪连起手来 兴许还能有着与一摩一战的可能 但如今你们只有三怪在这里 恐怕根本不是一摩的对手 叶灵儿说着 瞬间晃了晃自己的手腕 就近在手腕上乃是一条五色手串 骑上悬挂着一枚蛋白色的珠子 叶灵儿 继续